第201章,是被你害的,外头那些风言风语,娘子也信,夫人和公子双双遇险,怎会是娘子宁克的?这都是无稽之谈。让夫人亲眼瞧瞧,她的好样样怎么变这样了?娘子你得活着,好好的活着。沈化只见下意识去抠捉脚。她很好,只是负担太重,险些被压垮。那一段时日,其实过得一点也不快了。谢世子,崔运缓步入内,打断了两人的说话。 她视线不经意间,在沈化身上稍一停留。辅国功夫加蒲莱巡。谢绣收敛情绪。很快,有小厮打扮的奴才屋内,恭敬的请安。爷,官家赵宁入宫。殷公公是贺帝身边最得宠的奴才。谢绣笑意一宁,她沉默起身,圣经出名的糕点也有不少。我知道一间铺子,下回带你去尝尝。沈化汉手,好。谢绣还想说什么,却到底止于唇齿尖。她从怀里取出十分精致的霞盒, 轻轻送到沈化面前。这是秘简。沈化眉眼一弯,喝了多年的药,早就不怕苦了。谢绣色然。 哪家女娘会不怕苦?再见小厮急得要哭出来。谢绣也便只能到辞。她刚出门槛,就听身后崔韵诞声道。 你可知官家赵你入宫为何?谢绣温声道。算算日子,五公主快回圣经了。 来的小厮是府国公的心腹,此处也无外人,谢绣也没顾虑。禁府虽结案,四皇子一党到底受创,东宫的动作想来也该频繁。五公主是太子的一母同胞的妹妹。 剿匪一案,本该分贺帝心神多日,可到底耐不住有人会去贺帝面前多番提点。谢绣转身却撞上了崔韵身后,沈化清零零的眼眸,她怀里抱着一大一小的霞盒。都是她所赠。官家多半是想让我去接五公主。皇后所生的公主回京,定然排场不小。 若她迎接,一路互送。这一来而去间,贺帝再次婚,相比民间都会传承一段佳话。见她清楚得很,崔韵也便没再问。人走后,沈化看着谢绣离去的方向,望了许久。 崔韵瞥她一眼,冷冷淡淡。还没看够?沈化慢吞吞收回视线。她困扰万分,严密那边的婚事尚且不知能否退了,或不担心谢绣又被官家给盯上了。 谢世子这般人物,也不知能不能将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差事给拒了。她仰头去看崔韵。若是表哥会如何行事?若是她,定然借着剿匪负伤一事做文章。 伤口深不深,严不严重,还不是谢绣一句话的事。便是愈合了,也能补上一刀,对自身心狠些。 谢绣不蠢,大敌也会如此。可这些,崔韵不愿同审话说。崔韵,送你回冬院?可我不困。 她打开盒子,里头分为两格,一种是蜜樱桃,一种是幸福。蜜樱桃不多,看看十余颗。 湿润,镜子在农塘叶中。谢绣很体贴,匣内只有凹槽,里头很细方便食用的银叉子。 崔韵不动声色,喜欢。沈华重重点头,喜欢。崔韵拧眉。她只建立了李一百。 又念起适才沈华同谢绣的谈笑风声。是喜欢蜜樱,还是应送蜜樱的人?沈华莫名其妙,自然是蜜樱了。 崔韵汉手,亲书有别,下回这些莫再收。谢绣不曾婚配,五公主性子急躁。即便她同你阿兄是故交,日后能不见还是莫见了,免得不慎害了你。 沈华觉得她说的很有道理。回了冬院后,独自一入屋后,在崔韵面前的笑脸彻底垮了下来。 其实,谢绣的几句话,到底还是影响她了。她其实不是真的无所谓。女娘去取快被翻烂的刺绣侧本。 里面的技巧,她早就倒背如流。她垂眸,眨眨眼,啪嗒一声,眼泪坠落。她连忙伸手去擦。 样样,又难受了吗?阿娘给你揉揉。沈纯氏没出事前,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当时的她,多肆意啊。她甚至天真的认为,这天下怕是没有任何一个女娘比她还美满的了。 直到,官府来人。沈纯氏和沈志坠牙的噩耗传来。她疼得晕绝。可沈纯氏没来。也没有少年带着新鲜的点心。 少吃些,回头牙疼又得怨我。沈府挂满了桑番。沈薇悲痛欲绝。小小女娘抽噎着,哭得比谁都可怜。 再后来,她的身子愈发的差。沈薇分身乏术。绣房离不开她,沈化同样离不开。二叔扶着沈祖老登门。 祖老当着小女娘的面对颓然的沈薇道。你们大房总不能没有妇人料理内宅。你何该再聘心腹。 二叔沈贺文跟着劝。不错,私人已矣,人总要向前看。样样也小,还得有妇人悉心照料。我不要。她愤怒得如一只小兽。沈祖老慈爱地看着她,眼神带着不赞同,好似再看不懂事的这儿。有了新的阿娘,日后再有弟弟妹妹,这才算个家。沈化只觉得异常刺耳,她不听这些。走,你们都走。天天管着我家的事,一个拖着长辈的身份张嘴闭嘴为我好。若真是为我好,不如是。 少灯,我家的门。如此你死了,我又见在宝不齐,还能给你上炷香。沈祖老,你……沈贺文,样样,怎么说话的?大哥,你看看,这府上没有妇人料理,如何能成?别让好好的女娘都给耽误了。沈化看向她,你就更可笑了。早早闹着分家的人,眼下日子不如意,就知道大哥的叫了。我若是你都没脸来。如今也好意思管兄弟家的事。官府盖了印的分家砌书,一试三分。怎么?你的那份 被你吃了?可她的理直气壮很快被击溃。因为,她听到沈贺文道。你阿娘阿兄是给你求药,山路险峻途中又起了雾。马施金,这才坠牙的。还不是被你害的。我念你年幼,不同你计较。怎么?眼下还要害你阿爹不再取吗?这一句话,仿若一道惊雷,直直劈在她身上。 二爹,你同她说,这些作甚。沈薇崩溃怒号,小小女娘眼睛再无焦距,她慢慢地重复一遍。是,我害的。第202章,杨杨,你什么时候能长大? 在后来,那个口口声声说陪她的沈薇,娶了沈薛士。很突然,却好像又不算突然。 氏族老蛮脸红光纤的线,好似除了她,谁的脸上都带着笑意。沈薇总说忘不了阿娘,可柔弱如兔丝花的沈薛士,同样八台大轿,走进了沈家。府上的白酬换成红的,一改三后的潇色。她也从一开始的。 样样还小,你得多体谅。她是我示弱珍宝的女儿,谁也逼不得。 样样,阿爹只有你了。到了后面的。 样样,不可无礼。你继母带你极好。阿爹出门在外,你得乖乖听她的话。 样样,你什么时候能长大?在大事上,她无疑是看沈话最重,也会偏颇沈话。可小细节上,总是潜移默化。 那个说思念阿娘的男子,也开始期待沈薛士肚子能有动静。世间男儿多半薄情寡义,沈薇实则已经做得够不错了。 阿娘在时,她身边唯有一个柳姨娘。阿娘不在了,她也时常缅怀。 沈话该有的,不该有的,只要她要,沈薇总会想法设法地去求来。 只是唯一让沈话抵触的,是她有新夫人了。沈话不怪她,她也没立场去怪。 可她真的好讨厌沈薛士,她甚至都厌恶最不可赦的自己。 难怪,外头有人说,沈家绣坊女娘的命可真硬,竟将她阿娘和阿兄一并克死了。 她残破的身躯,活下来是为了什么?她难受,她不好过,可再无人开导她。 沈薇对此心疼之余,特地腾出空来给她大把大把的银票,甚至放话。 乖女娘,不够了再想阿爹要。阿爹挣钱就是给你花的。 她甚至觉得女娘骄纵些无妨,只要不杀人放火,沈家都能平息。 沈话将沈志生前给她买的糖全吃了,明明沈志曾年,一日一粒,不得多食。 当晚她牙疼得厉害,半边脸都肿了起来。 她可以换来全风周成的大夫。 可再也没有人半圈住她,将脸贴过来,轻声轻语轻柔的哄。 样样,又难受了吗?阿娘给你揉揉。 她也迟钝地发觉,不是阿爹,只有她了。 分明是沈家样样,只有阿爹了。 沈薇心里装的人太多了。 她有绣房,有心腹,有抱腹,从阴影悲痛中抽身后,她仍是斗志昂扬的伤骨。 那一阵子,沈话开始没日没夜地刺绣。 沈春世生前留着一副笔墨韵味的灵猴图稿,绣品完成了大半。 沈话将绣线传入针眼,对照图稿根据不同针法进行刺绣。 记忆,配色,线条的长短粗细疏密深浅,缺一不可。 压扮后面先绣前面后绣,顺着灵猴毛发的自然走向。 她在乱针绣在第一层上铺色,第二层作戏,第三层加工。 繁杂而严格,一切以乱而整。 纵横交错,长短并用。 密接齐针,排比齐线。 完工那日,她抬手细细的的妈撒。 乙翠,好看吗? 娘子的手艺自然是好的。 她闻言笑了。 然后当着一屋子奴才的面,对着烛火,伴着惊呼声火苗燃起。 一点一点吞噬绣品,照亮女娘苍白惨淡的面容。 一切和绣品有关的物件,除了那本绣册,全部封锁在一间小院里。 至此后,她没再碰。 想阿娘阿兄时,就取出绣册翻上一翻。 再然后,她开始酗酒。 用沈薇给的银票,肆意挥霍。 街上的老企衣衞褛。 小女娘当时看了许久,她走过去。 说,想要银票吗? 老人家你自煽巴掌,我看得舒心了,这些便是你的。 这一番话,引起众怒。 小小女娘真是恶毒。 我倒是谁? 原来是客兄客母的沈家女娘。 她本就是这样的人,这也不难怪了。 女娘笑了。 我逼她了。 你们心善,怎么一文钱都不舍得掏出来? 是抠吗? 你…… 沈华看向说话之人,还是说,你也想要。 瞧你一身打扮也实在穷酸。 不若你跪在我面前,磕个响头,这银票我也乐意给你的。 她用靖刻薄之言侮辱人。 沈薇得之后,却是不以为然。 样样能自己找乐子,怎么了? 还不是你亲我愿的事。 如同戏子,看戏的人高兴了,给个赏钱无益。 于是,她渐渐地开始变本加厉。 直到,孙管事的出现。 她说,女娘不能这样。 她说,样样应该活得比谁都好,替阿娘阿兄活下去。 女娘跪在坟前,哭得眼睛红肿。 孙长氏搂她在怀。 娘子哭吧,哭够了就好了。 孙姨陪您。 孙长氏自那日后,白日就来沈府,带着她去绣坊。 沈花是多么闲不住的人啊。 可在绣坊,她就已在孙姨身旁,一言不发,只静静地看着她绣坏。 沈薇对此虽惊奇,却也没插手。 老爷,哪有小女娘跟在下人身后转的,传出去难免让人笑话。 沈薛氏曾劝过,孙长氏如何算下人了? 样样喊她一声疑,她受得起。 你顾好自己的事,可我到底是她阿娘。 她不同我亲近,反倒对绣坊掌势。 沈薇忙得很,也便不耐烦道,样样抗拒你,就少往她身边凑。 晚间,孙长氏又送她回神府。 时间久了,女娘的尖锐敏感,逐渐被磨平。 孙长氏有意让沈花接触新人心事。 见沈花在不碰针线后,曾长须短探过,带新人来请教绣坊时,她总是道。 去问娘子,沈花从一开始的冷笑。 我凭什么告诉她? 基本功都不会,不如回家种田。 就凭你,也直当我浪费心思。 问的人多了,她烦不甚烦。 甚至次日,孙掌柜再来接她去绣坊时。 女娘站在台阶上,奄奄道,不去。 她又开始去街上,老起一见她眼就发光。 娘子,今儿您可要再听巴掌声。 可这刻薄的事,再也不能让她寻得一点点乐趣。 她又不想回府,去见沈薛氏,惺惺作态。 就这样,过了三日,她去了绣坊。 也不知过了多久,绣坊传来女娘别扭挑剔,故作凶巴巴的嗓音。 我就说一次,若还不会,我就把你赶出绣坊。 孙管事当时就背着她抹眼泪。 他同意翠说,我们的娘子,再一点点便好。 第203章,我娶进门的女娘,不是让她受罪吃苦的。 大理寺。 崔韵审完饭人,提不出了拘问事。 以示用膳食趁,外头江兆同主部正说着话。 江兆的饭菜是大理寺内打的,厨子年纪大了,用得盐也多,实在哭得慌。 要准备饭食的人数多,大铁锅做出来的,样貌平平,吃着也实在没胃口。 可不吃如何能行,她也不挑剔。 成了满满的饭。 听说你领着几个新人,童舞座去瞧了两句死尸。 主部问。 嗯,头和身子分了加,脑浆一地,还升了蛆,比我手指还长。 怪恶心的。 江兆语气随意。 他一边挑着肉,几个新来的官吏,当时脸色白得四状见鬼,实在少些胆识。 你也好意思说,当年你头一次见死尸,也不比他们强多少。 你以为谁都是大人? 我瞧着他们还行,至少是出来后吐的。 不过想来,这几顿是吃不下了。 主部美好气道。 江兆不免想起崔运刚来大理寺那段日子。 他故意将人带去看专门布置过的罪恶心死尸。 本想着,像崔运这种权贵公子哥,定会吓破胆。 保不齐就不敢再来了。 当时整个大理寺都在等崔运的笑话。 他兴奋地等待着,就连阴阳怪气的言辞都准备好了。 就等着,将其得不配位的事传开。 最好官家还能撤了崔运的职。 这是大理寺,可不是那种写写文章的贤职。 不是谁都能认知的。 然,崔运当时只是沉默的合眼,像是在缓和视觉的冲击。 随后,他淡淡道,这些算计我心知肚明,但也懒得与你们计较。 若是连这死尸都受不住,怕是对不住身上这身官服。 很快,他毫无情绪地走近。 尸体就是最大的证据,即便张不了嘴,也能通过骨骼和毛发推断出死者具体年龄和其余信息。 腐烂已久,厌尸一世,江大人可懂。 江兆 看来是不懂了。 崔运冷冷赤道,愣着坐肾,肃请武坐来。 江兆想到这事,就不免哼笑。 当时他是真被崔运给唬住了。 这边,主不打开石盒,这是他从家中带的。 自然是江兆的饭菜不能比的。 色香味俱全,他家夫人做菜的手艺是没得说的。 江兆见状,顿时没了胃口。 主不语气平淡,没办法。 夫人是多,非要让我带。 还说,我近日公务忙寿了,必须补补。 我也不是故意坐你面前吃的。 怎么? 你夫人不心疼你? 江兆? 怎么可能? 我夫人夜夜等我用膳,给我留灯。 我也体贴他,就算外头吃了,总要陪他再吃些。 他们在家操持家务,为人父后更难得出府。 他总说,我在外官府臣服也好,在外雷厉风行也罢。 唯有回府陪他用膳,最让他心安和养恶。 也是,我若多陪夫人用饭,他能多喝一碗汤。 崔韵冷漠地从两人身边走过。 大人,我帮您打饭。 江兆舒然起身,不等崔韵拒绝,他就去了后厨那边。 崔韵也便等着,主部到底没忍住,同崔韵炫耀。 大人,有女娘给您做饭吗? 崔韵不咸不淡,有厨子。 那到底是不一样的。 您日后娶了妻,吃上他用心做的饭时,保准一日都精神。 崔韵垂眸,审化那双手,他可不指望。 也许他刚入刨厨,就开始嫌弃了。 由于因为这么大,是人呆着吗? 我这般娇贵,怎么能做此等粗活? 崔韵眸光有过片刻的柔和。 许是审讯告一段落,不日就能结案。 他神情跟着放松,对着主部道。 我娶进门的女娘,不是让她受罪吃苦的。 主部一想也是,却是如此,料理后府内宅也是极难的事。 说着,他刚要奉承几句,不会逼着她涨价。 主部,他尝试地问了句。 那下官斗胆问一句,拟娶夫人为了什么? 崔韵自然不会应她。 她的侯夫人雇着金尊玉贵便好。 何必被些杂事,伤心劳神。 这边将照恭敬地送上饭时,崔韵淡淡接过。 在大理寺,他素来不会格外讲究。 吃的都是和众人一样的,从不曾例外设小厨房。 眼看着崔韵提步离开,主部地没险些挑到天上。 将照瞥他一眼,怎么? 主部夸张道,你是没听到,咱们大人士才说了什么? 哈哈哈哈,他没有娘子,就别应接话。 就他孤家寡人,偏还说得挺像那么一回事。 真的,我士才忍笑,一直憋着。 入夜后,东院传善。 神话面无表情地看着不倾自来的二人,是薛书月和吴韶英。 沈娘子,你怎么回府了? 薛书月见吴韶英便觉得晦气,可经不住他来此的疑惑。 他自认为同审话是同盟,审话剧永昌伯绝辅,他一面嫉妒,一面恨不得审话更得崔萱氏的眼。 你是不是得罪人了? 薛书月很心骄,你这脾气得改改了。 若是崔萱氏不渝了,沈话拿什么吸引崔韵的注意? 吴韶英低垂眼眸,他显然也是来打听消息的。 若非如此,他是一面也不愿见沈话这种杀神的。 薛书月长嘘短叹,恨铁不成钢。 你自己说说,你除了脸,还有什么? 沈话看着他,很认真的回忆。 我还有几个臭钱。 薛书月,沈娘子。 吴韶英柔柔出声。 不知是如何一回事,不妨同我说上一说。 沈话你没,我和你有什么好说的? 你我同在戏院住下。 沈话懒得同他周旋,打住,别拐弯抹脚。 有事说事。 吴韶英一梗,不论在侯府还是宣府, 你到底是隔着亲的,还是得收敛性子。 若是犯了错,就去请罪。 眼下主母,大少奶奶未归,你却被赶了回来,实在难看了些。 话音刚落,就听外头以翠的惊呼。 侯爷。 舒然间,薛书月和吴韶英齐刷刷起身。 朱连被挑起,一道清俊的身影而入。 他显然回剧院换下官服,如今这一身墨色蛛丝之多。 沈话坐在那里,见两人台长拢袖,躬身屈膝地请安。 崔韵稍一汗手,以作应答。 随后,平淡地看向沈话。 我来陪你用膳。 第204章,他恶毒地酝酿情绪。 沈话没精神,奄奄地点了点头。 而薛书月却仿若被雷劈。 在杨林侯府这些年,与他而言,能得见崔韵都相当不容易。 府上规矩多,代表姑娘虽不算苛刻,但绝容不下有心之辈。 他是万万不敢去打听崔韵的行踪,以便路上有意去赌。 顶多就只能多多给崔萱氏请安。 派着哪日撞见崔韵,也算是露了脸。 可眼下,崔韵,过来陪沈话用晚膳。 凭什么?沈话没有洗心余色,也便罢了。 竟然用应对他同小贱人无韶音时兴致不高的敷衍,来应对崔韵。 机会送上门了,这女娘伟实不争气。 屋内的气氛着实不对,崔韵也不觉得沈话的性子能同西院的女娘夜谭。 谁惹你了?崔韵仿若无人淡淡问。 沈话瞥他一眼,自然不愿说他闷在屋里难受了一下午。 薛书月最敏感,不是我。 他又忍不住小人行径,对崔韵软声软语,也许是无娘子吧。 沈话愣是茫然了一瞬,被提到的无韶音深深地吸了口气。 可抚一对上崔韵淡默的眸子,不免惊慌。 不。 然后,他见沈话一手抵着鹅做苦闷忧愁壮。 我再反省。 女娘一扬顿挫。 这些时日受侯府的恩,是我知性。 崔韵。 所以,又给你机会演绎新角色了。 是吧。 他破天荒的轻笑出声,随后沉静地看着沈话,静静地看着他左腰。 沈话另一只手,娇柔坐坐取过帕子,又在空中抖了抖,再去擦没有泪的眼角。 在侯府我为非作歹欺压几位娘子,去宣府后我,更是本性暴露惹恼贵人。 表哥忍无可忍,刻则带我回东岳面壁思过。 薛书月,他就知道。 就知道。 沈话悠悠,也不怪吴娘子特地来教我做人。 吴韶英,他整个人都不好了。 他好似每次同沈话交锋都以失败告终,今日也是。 他刚要出声为自己辩解,就听沈话很不高兴地盯着他。 怎么回事? 哭啊。 你不哭,怎么能凸显我的残暴? 吴韶英,刚涌上来的酸涩瞬间被一盆凉水浇灭。 他哭也不好,不哭也不好。 偏偏崔韵就淡淡腻着沈话,没见半点开罪的迹象。 吴韶英,沈娘子,我也是为你好。 沈话仍旧坐着,可饶是这般气势却押吴韶英好几头。 他高高在上鄙夷,我不想好,用得着你多此一举。 可你是女娘,自该温婉端庄。 沈话有过一瞬间的谎神。 他费解半想,又理所当然高贵冷艳的矜持阐述。 我已然是最温婉端庄不过的女娘。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薛书月,瞧瞧,吴韶英多可恨的人物,相对笔下显得多么的楚楚可怜,孤立无缘。 若是男子都会偏颇,他想去吴沈话的嘴。 沈话被赶出宣府不过一日,眼下是不是会又被赶出崔府。 他需要这么一个刺头去对付崔韵外头,要迎娶入门的女娘。 他压低嗓音,别说了。 然后,艰难地为沈话开脱。 表哥,沈娘子不过是性情中人,他为人是不坏的。 催运不语。 话音刚落,就听吴韶英很及时地抽噎一声。 沈话警惕。 他恶毒地酝酿情绪。 吴韶英,沈娘子,你未免过于嚣张了。 表哥在此,都敢如此折辱我。 我不过是个可怜人,厚着脸皮呆在侯府,自知寄人篱下。 世事谨小甚微,就怕做得不好。 我知你看不上我。 你明说便是。 他说了好一堆话,沈话就听到最后一句。 他很给面子的沉吟半想,随后嚣张地点点头。 我是看不上你。 你这人也还行,至少有自知之明。 崔韵淡然地看着沈话。 薛书月表情很僵硬,此事。 正巧,他对上吴韶英、黑得能低沫的脸。 薛书月,我。 不能笑。 忍住。 下一瞬,薛书月,扑。 沈话面无表情地看过去。 论温婉端庄,你们二人实在比不得我。 吴韶英是真的哭了。 不同往常,算好了角度的梨花待遇。 眼下,唯有两行青泪滚烫下滑。 表哥。 他难受的身子晃了晃。 求表哥为我做主。 沈话敏纯。 他慢吞吞对上崔韵情绪难辨黑沉沉的眼, 看不出任何情绪。 好似这世上没有任何事能让他大惊失色。 薛书月,做什么主。 我寻思着,沈娘子也没说错。 沈话高看他一眼,随后萌萌地点了点头。 嗯。 崔韵沈笑一声,终于有了动作。 弄够了吗? 这话是问沈话的。 薛书月苦脸,吴韶英嘴角开始小幅度上扬。 沈话勉强,算够了。 崔韵汉手,他往前走了几步,最后在吴韶英身前立定。 他的视线没落在他身上,只是落在沈话身前摆着的药碗上。 药枝浓黑,瞧着就苦。 也不知他是如何能面不改色吞咽下的。 他这般娇气,怕是往前让沈家人很是劳神罢。 男子凉薄地唇动了动。 你谨小慎微是你的事。 实在不必拿出来提。 阿嫂长家府上无雕奴, 依我所知,每月的丽营,每季发放的新衣, 崔家自认不曾亏待西院的人。 顾,你事才所言,是埋怨我催促亏待你了。 吴韶英一惊。 不,表哥误会了。 沈话拖着夏和浩正以侠地看着。 哈,砸脚了吧。 吴韶英瞳孔俱缩。 薛书月下意识捏紧帕子。 他凑近沈话。 你到底收敛些。 沈话仿若未闻,身子威胁。 吴娘子口口声声念着本分, 我却从未见你有过本分。 你说你谨小慎微,我却看你胆大得很。 这是崔家,并非吴家。 他慢悠悠道。 你当你面前的人是谁? 他是大理寺卿,见过穿着人皮的鬼。 更见过连人皮都没的狐狸。 并非昏庸的公子哥。 你那点颇伎俩,他能瞧不出来。 以往崔家人让着你, 合着你真以为自己是什么玩意了。 试图挑衅我,恨不得闹得崔府家宅不宁。 薛书月咽了咽口水, 他去扯沈话的衣酒,差不多得了。 你我也是寄人篱下。 沈话醋眉。 他很郑重道,我不是。 第205章,魏药 崔韵闻言,宁是沈话。 他清浅地扬了阳唇不曾反驳, 等同于默认。 沈话无味地看回去。 崔韵却在这时收回视线。 他早就想处置吴韶英了。 只是后宅之事, 他到底不方便插手。 留着这么一个人, 莫说阿娘隔应, 嫂嫂不如意, 便是他都甚是不耐烦。 眼下,倒是不错的时机。 极青。 他淡淡出生。 属下在。 吩咐戏院的婆子, 给吴娘子收拾衣物, 送他回怀郡。 是。 屋内, 除雀省话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 薛书月是难以置信, 吴韶英是惊恐。 怀郡不过是个小小县城, 那样的日子, 别说养尊处优, 日子都拮据, 别说不再有吴家以往的荣光, 便是侯府的侍女, 都比怀郡的她过惊喜。 那种日子, 那是人能过的。 我不走。 他嗓音都在颤。 我。 很快, 被尹吴堵住嘴。 银武欢愉地拖着他往外走。 吴娘子, 您眼睫高, 看不上杨林侯府, 怕失望了, 年前来时是何等的哀求。 侯府也算是人至义尽了。 此时, 省话很有善地抬手, 朝他的背影挥了挥。 吴韶英勾引崔韵, 银武实在看不上眼。 实则, 若吴韶英安分些, 主母心善, 大少奶奶一如初, 偏偏他带着不纯的心思来。 往前仗着身份, 谁也不放在眼里。 眼下又装柔弱。 心比天高, 可笑还想叫嚣沈娘子。 银武就没见过, 沈话在谁手下吃过亏。 适才那一番话, 是丁点没给吴韶英留面子。 若非瞧着兴致不高, 想来骂得更狠。 人拖远了, 银武含糊的嗓音依旧传来, 吴娘子, 你若识去些, 便给你留些体面。 若不识去, 也别怪手下劲大, 弄疼了你。 这事实在是猝不及防了险。 有吴韶英的前车之见, 薛书月指尖都在发抖。 一面是激动, 一面是吐死狐悲。 眼下, 他自该告辞, 逃之夭夭。 可沈话是他同盟, 自该守些意气。 他很是痛苦, 愣是不曾挪动脚步, 只能目睹催运缓步走进沈话。 他抬手, 出了出药碗。 不烫了。 沈话, 手酸。 很显然, 这几日他开始不配合吃药。 总有借口逃避。 给你主子喂药。 崔韵吩咐以翠。 以翠不敢违抗, 是。 沈话逆反, 愤愤道, 你怎么不喂? 女娘黑润清亮的眼眸, 带着显而易见的恼怒。 崔韵面上闪过轻微的诧异, 眼底多了一份探究的意味。 薛书月心惊胆战。 糟糕! 他已经能想到, 沈话要跟着吴韶英一起滚蛋了。 然, 下一瞬, 崔韵端起药碗, 药碗轻欲磁白, 他肢骨分明, 被衬得十分好看。 崔韵未过人, 他指负妈撒着玉勺, 稍易转动间, 瓷气相撞, 发出清脆入耳的声响。 他一言不发地, 看了沈话半想。 脾气随你闹, 可要还得吃。 只此一次, 下不为例。 薛书月, 他愣是揉了揉眼。 这时, 崔韵轻飘飘地视线落过来。 意气的薛书月一个机灵。 这便走。 崔韵淡淡地应了一声, 不送。 像是有人在身后追他似的, 薛书月几个快步朝外去, 等跨出门槛的那一瞬间, 他鬼使神差地回首。 屋内, 女娘的脸无疑是精致的, 可却镀上一层烟烟。 而冷清无双的崔韵, 不疾不虚地弯身靠近, 他淡然滋若地将药勺送到女娘唇半。 男子嗓音寡淡, 张嘴。 薛书月, 他猛跑出去, 心里跳得厉害。 出了冬院后, 久久不得平静。 误了, 是他错了。 竟没瞧出审话道横这般深。 也是, 吴韶淡在崔韵面前装柔弱, 这么多年接不得回应, 足以证明崔韵不吃吴韶淡那套。 他跟着柔弱有什么用? 眼下, 来了个与众不同的审话, 如何不要眼, 甚至足以火烧燎原。 念及此, 薛书月痛心疾首, 他一拳砸向自己的脑袋。 娘子, 身后, 她的婢女惊呼。 您别闹。 薛书月, 我没闹。 她只是看开了。 其实这样也挺好的, 沈话费尽去争宠, 最好这新夫人一进门, 表哥的心思都在沈话身上。 她刚才都那样了, 表哥竟然没发怒, 可见有妖艳见惑的本事。 正说着, 她脚步从沉重变得轻快。 难怪她能否认寄人篱下, 竟然是喂药, 保不起改名就能是沈姨娘了。 她得借着这个机会, 好好同沈话交好才是。 她的心思, 自然无人在意。 沈话苦闷地喝下崔韵送来的那一勺药。 不知怎么, 总觉得怪怪的, 偏偏是种无法言明的感受。 大概, 不是新兄长, 表的就是表的。 眼看着崔韵还要在位, 沈话身子不由向后仰。 她伸手去挡, 手还酸吗? 沈话憋屈, 不酸了。 不等崔韵再问。 她悠悠说, 我自己能喝。 崔韵将药碗送到她手上, 转身落座。 沈话将药勺取出, 放一旁割下, 板着脸将湿润的唇对到蜿蜒。 看她用下, 崔韵也不曾动快。 下回自觉些, 吃药也要让人盯着, 连绒节也不如。 放到往前, 沈话早就反驳了。 此刻, 她只是心不在焉地恩了一声。 从崔韵一入屋, 她便不对劲了。 崔韵眯了眯眼, 到底没多问。 桌上的几道菜, 眼下有些凉了。 沈话也没挑剔, 她捡起玉块, 随意加了最近的几道菜。 东院若住着不顺心, 不妨自个儿在府内挑一处院子。 崔韵但深问。 沈话, 不了。 左右等她待够了圣经, 就要离开。 大好河山, 总要去瞧一瞧。 崔韵汉手。 明儿我去宣服, 你可要一同。 沈话看她一眼。 不去。 两人再无话。 只留下烛火燃烧的霹雳啪啦声响, 并无其他。 等用了晚上后, 奴才过来撤彩。 崔韵起身, 就要离去。 你。 沈话出声。 今日为何过来陪我用膳? 崔韵转身, 沈氏的视线落在女娘身上, 属于她的低落, 好似无处遁形。 她的嗓音总算有了些许波动。 她没应。 只是问。 那你又是, 为何如此愁眉所眼? 第206章。 你我好歹也相识一场。 能教教我, 如何自带嫌弃吗? 屋内烛火摇曳, 女娘抗拒地缩了缩身子。 她敏感带刺, 自是不愿同崔韵说这些。 只恨不得将罔顾的那些苦楚 全部藏起来。 不让外人看出她的脆弱。 如此, 她仍旧是光鲜亮丽的女娘。 沈话眼不眨地望着烛火, 光影斑驳照在女娘娇好的面容下, 独留一世寂静。 崔韵不知是何时走的。 西院那边吴绍英连夜被银武送上马车, 她一改平素伪装的娇柔, 传过来的嗓音凄厉可闻。 我姑母可是侯夫人。 她是为诞下侯夫子寺难产而亡, 吴翠两家连着亲, 按着规矩, 表哥, 你也该换她一生母亲。 敢我? 这西院里头, 我可是最沾青带骨的表姑娘。 她后面还说了什么, 银武一手敲过去, 人倒下昏迷, 重归夜的镜。 这边, 娘子, 以翠上前轻声换, 她手里抱着熟悉的霞盒, 谢柿子送的首饰, 您可要打开瞧瞧。 沈话撇过去, 以翠手指灵活地打开, 做工精细, 一看便知不是繁品。 上头坠着盛开的玉兰, 配着小巧的铃铛, 一晃三响, 在灯光下熠熠生辉。 以翠惊讶, 是娘子喜欢的款式。 她是伺候沈话的, 最是清楚沈话的喜好。 的确, 沈话愣神片刻, 先收着。 这事, 不打算佩戴了。 以翠迟疑。 是。 宁珠细细地铺床, 等照顾沈话沐浴歇下后, 两人才亲着脚步往外走。 合上门后, 宁珠小声询问, 娘子屋内怎么不见熏香? 以往在丰州城, 便是衣裳都要熏上一熏的。 以翠沉稳道, 香料稀缺, 往前都是老爷行商外头高价买的。 来圣经后, 他寻遍了铺子, 都不曾买着。 用完了, 自然也就没了。 审话素来只用最好的, 若是买不着, 他也便不用了。 娘子自老爷去后, 变化他是看在眼里的。 往昔偏爱玉兰, 首饰, 帕子, 衣裙等大多都是预览款式。 可眼下, 好似也没那般热衷了。 人啊, 到底是会变的, 只是变化地让他心疼。 这一夜, 沈话睡得很沉。 经此一夜, 他早就调整好了情绪。 他刚开房门, 就撞上了薛书月夸张的笑脸。 薛书月, 沈娘子, 早啊。 一夜不见, 你仍旧光彩照人。 那些漂亮话他张嘴就来。 我不是在夸你, 我只是在提醒你。 沈话沉默片刻, 看向薛书月的眼神充斥着一言难尽。 砰的一声, 又将门给关了起来。 薛书月, 他有些难堪, 灰溜溜地离开。 可夜里得知, 刚从大理寺回来的崔韵, 又去冬院陪沈话用膳了。 退却的心, 重新燃烧起了火焰。 沈话见崔韵过来, 是有些惊讶的。 你没去宣服? 崔韵, 白日抽不出空过去。 沈话小声问, 表哥陪我用膳后, 还要出门? 崔韵也没瞒他。 嗯, 沈话, 你是特地来陪我用膳的。 崔韵, 怎么? 他定然是看昨日自个状态不对, 这才如此奔波。 被人挂念的滋味, 自然是好的。 沈话眨眨眼, 嘴角勾起笑意, 眸光跟着璀璨夺目。 表的怎么了? 表的也是个。 女娘很矜持地清了清嗓子。 得巧, 厨房炖了也煽机。 放了不少药材, 醉事滋补。 表哥辛苦, 我给你盛一碗。 不必。 过嘴瘾的沈话 同对面的崔韵道, 要的要的。 崔韵微微挑眉, 行, 你来。 沈话笑意一顿, 他好生艰难地整理措辞, 可山鸡汤就摆在表哥右手册, 挨着我太远了, 我若动手, 得走到你跟前。 沈话, 我也不是耍表哥, 女娘抬了抬下巴。 有些事, 我暗示得很隐晦了, 其实也不用说得太明显。 他眨眨眼, 崔韵愧叹一声, 他漫条丝里取过汤勺地 咬着鸡汤。 在沈话的注视下, 将盛好的鸡汤送到他面前。 满意了? 沈话满意了, 可他的矫情做做不允许。 他听到自己道, 那多不好意思啊。 一日一早, 娘子, 打听出来了。 宁珠从外道小跑进来。 谢世子那日入宫后不久, 就晕了过去, 听说官家还请了太医。 沈话眯眼, 他到底还是有些纳闷。 谢勋的确如崔韵所言, 快要结架的伤口开裂。 只是, 沈话不明白。 贺帝能信吗? 宫中的太医还能瞧不出这是人为。 偏偏左而问崔韵, 他却是一句也不愿说了。 宁珠, 外头传得沸沸扬扬。 谢世子剿匪有功, 受伤本就严重。 他一枕之时, 杀不下的伤口裂开, 那一块的肉发炎肿胀不堪。 贺帝是亲眼目睹的。 他本不于谢勋将他当傻子。 本想拆穿他的谎言, 好一番问责。 却不想, 伤口真挺像那么一回事。 当场, 贺帝面色变得凝重。 谢勋虚弱道, 沉污皇上的眼了。 也怪臣疏忽, 受伤时没当回事。 随便上了金疮药, 却不知那刀带着毒, 等察觉不对时, 身上就已溃烂。 没带衣室, 途中去医馆, 大夫医术不经, 处理得并不得当。 太医不动声色地对贺帝点头。 贺帝让太医重新处理 谢勋的伤口伤口, 上回你入宫述职时, 当时脸色就不对, 怪朕, 朕却不曾多想。 沈话听完宁珠所言, 不免佩服谢勋, 的确对自己够狠。 砍一刀后, 还不忘下的毒。 就在这时, 薛书月又来了。 沈话远远见他走来, 转身入屋。 薛书月仍旧吃了闭门羹, 隔着一道门。 沈娘子, 你我好歹也相识一场。 能教教我如何自带先气吗? 沈话, 好腻。 第三日, 薛书月又来了。 这一回, 沈话没关门。 他让陈贵将贵妃踏搬到院内, 女娘懒懒散散地躺着。 他视线悠悠地看向薛书月。 我尖得闲。 沈话, 你这几日能说会道, 想来夸上一日也不在话下的。 只准备了一句的薛书月。 他干巴巴道, 啊, 又是为你心动的一日。 沈话微笑, 不要停, 就按照这个标准来。 薛书月绞尽脑汁, 沈话疏然变脸。 怎么, 你先前那些都是唬我的? 薛书月, 你耍我呢? 薛书月跑了, 跑得很狼狈。 第207章, 我最是见不得如此强凌弱的狗东西了。 刚下走薛书月, 沈话索性翻了个身, 将帕子罩在脸上。 随着他的呼吸, 帕子浅浮动。 不过将将片刻, 杨林侯府的守卫快步而来, 同啃着鸡腿的银武低语。 银武又恭敬来到沈话跟前。 娘子, 沈话喉咙一出一声, 嗯? 为娘子来寻, 您可要一见。 沈话优雅地扮直起身子, 帕子往下滑落, 露出一张美人脸。 女娘优雅下榻, 继续优雅连不轻易地朝一处走去。 随后, 她坐到轮椅上。 女娘抬着下巴, 推我过去。 为盈盈在杨林侯府门前来回走动, 偏偏守卫不给通融, 她也只能等着。 终于, 她等到了被推过来, 坐姿懒散的沈话。 为盈盈, 不知情地还以为是断了腿。 等推到门口时, 沈话这才起身, 她跨过门槛, 走进为盈盈。 什么事? 本来有事的, 一见沈话这种矫情德行, 为盈盈觉得天大的事都不知一提。 见她不语, 沈话醋眉。 为盈盈深吸一口气, 找个亲近处, 同你说。 不过一炷香, 两人去了半闲居, 刚下马车, 要了二楼的雅间。 半闲居是圣经最出名的酒馆, 便是走在附近的街道都能闻到浓郁的酒香, 足以勾魂。 禀王, 是我知过, 我不该有孕, 也不怪夫人回娘家, 至今未归。 这才惹你心烦。 是她善毒, 与你合肝。 刚上二楼, 半开的雅间内传来女娘的轻轻啜泣, 和男子的滴滴宽慰。 好了, 她不能生平和容不下你。 回头我去接她, 免得让岳家多心。 她性子软最容易拿捏, 还能不同我归家。 沈话看过去, 她微微侧头, 就见男子一手提着酒壶, 眉眼闪过不耐和心虚。 男子听到脚步声, 警惕万分。 妇人比她更慌, 当下就要遮脸。 显然是不正当的关系。 男人见沈话维盈莹陌生面容, 不免松了口气, 似怕丑事揭露, 起身忙关门。 没好戏看了, 沈话微微遗憾。 维盈莹催一口, 什么人哪? 沈话往前走, 不以为然道, 那妇人梳着女儿家的发迹, 却有身孕, 大抵是外事。 这就够恶心人了。 维盈莹, 也不知谁倒了八辈子的霉, 给这种人当夫人。 到底是别家不相干的事, 两人没在提及。 而身后跟着的银武, 却是沉了沉谋。 入了雅间后, 维盈莹也没废话, 直接道明来意。 魏国公府前日, 去提督府下聘了。 沈话猛地睁眼。 前日? 魏家已如此, 提督府竟没翻脸。 维盈莹冷笑, 谁知道呢? 我本不信, 可真真切切地瞧见了。 魏国公府也算是出了血, 这次送聘的队伍可不短。 我险些以为, 严姐姐不是严家自私了。 她原先事事极度严密没错, 可见严密嫁不好, 心里也是堵着一口气的。 沈话敏纯, 官场上的事顺息万变。 魏国公府就差人人喊骂, 提督府为何要去深陷泥潭? 除非, 梁府私下做了交易。 严家培养出各府都试图聘为心腹的严密, 自然不会做亏本的买卖。 至于是什么, 这就不得为之了。 魏莺莺还在那里骂, 我昨儿过去, 没见这人, 今儿我又追去严家, 想见一见严姐姐。 人没见着, 反倒吃了一肚子的气。 沈话问, 怎么了? 严姐姐的胞弟实在不是个东西。 口口声声说, 严姐姐嫁给魏大公子, 是良配。 严家的事轮不得我说三道四, 还说一个没事的准三皇子妃, 日后莫同严姐姐来往了。 不可怜累严姐姐。 她说着说着, 身子开始发抖。 眼下人没见着, 我也不知严姐姐, 她如今怎样了。 她定然是知晓, 我会寻她, 换成往前, 必然是会给我烧信。 我心里总不踏实。 沈话抓住重点, 所以, 你今儿就被严公子赶了出来。 喂盈盈, 没错。 喂盈盈, 我实在气不过, 就来找你了。 两家婚事, 严娘子都没法子断, 何况你我。 顾, 你找我帮你出恶气? 闻言, 唯盈盈破天荒地 瞥了大言不惭的沈话两眼。 就你。 她到底照顾沈话的自尊心, 也不是我看不起你。 说着, 她自嘲道, 我到底还是公布上书的千金, 都落魄至此不被待见, 杨林侯府的确显贵, 可你只是个表姑娘。 不说出切, 严家若不让我们见严密, 便是你我想进法子也没法进去。 喂盈盈, 我是来找你, 陪我一同骂的。 沈话喝了几口酒, 你会不会大财小用了些? 两人说话见, 鸡河视线在沈话身上一落, 随后扭头, 我就说是沈妹妹, 你还非不信? 鸡河手一摊, 给钱给钱说好的一百两银票。 宫卿王柿子激货愤愤, 什么破眼神? 早知道不和你赌了。 她把银票给过去, 随后埋怨沈话。 你这种排骨都要葬的女娘, 怎么能来酒馆呢? 沈话看着全圣经最会惹事的激货, 和看热闹不怕事多的鸡河陷入深思。 鸡河大摇大摆入内, 沈妹妹怎么不能来了, 崔运都没管, 轮得到你管。 说着, 她丝毫不见外地坐下, 还不妄同维莹莹打招呼。 谁让我们准三嫂生气了? 瞧这张脸垮的。 维莹莹, 严佳, 激货舒然黑脸, 说到这个我就来气, 不是。 凭什么啊? 我比魏希横可出色多了。 全天下的好女娘, 不是应该都是本世子的吗? 沈话嗓音轻软, 接话, 是呀。 激货, 激和, 维莹莹, 啊? 沈话, 眼下想要见妍娘子一面都难如登天。 维娘子去时, 被其弟当众赶出, 怪难堪的。 激货不可置信, 毕竟维莹莹比不上沈话和严密, 也挺好看的。 严家那个小闹祸, 就知道欺负女娘。 激货, 我最是见不得如此势强凌弱的狗东西了。 沈话水盈盈的眸子看向她, 世子之意是要给盈盈出气吗? 唯盈盈顿悟。 她惊喜又崇拜道, 果然同传闻所言, 宫卿王府世子最是鹦鹉。 激货? 真? 真的吗? 第208章, 你们这是瞧不起我吗? 雅间内, 激货嘴角的弧度以最夸张的姿态上扬。 眼前两位女娘说得情深意浅, 一番言辞自然是不会虚假的。 千里马有, 而伯乐不常有。 得巧, 她一碰就是两个。 沈话轻声道, 出气就算了, 我们不为难世子, 只盼着能见颜娘子一面。 激货纠结, 激货开始看热闹了。 最鹦鹉的怎么不是本王爷? 你们指望他作甚, 他最近刚被公亲王一顿赤, 正夹着尾巴, 如何赶在声势。 激货一拍桌子, 三嫂。 沈妹妹这是, 我给你们做主。 说着, 她推推激货, 你走一边去, 挡住我的英姿了。 激货? 她的理智被这一击彻底挖空。 不行, 谁都别和我抢。 激货甚至放话, 见一面就够了。 那挠货敢为娘子的事, 难道不清算了吗? 激贺假惺惺道, 无须如此, 你若得罪了提督之子, 沈妹妹和为娘子定心下难安。 唯盈盈, 不错, 这如何能过意地去? 沈话, 只是被赶一次罢了, 盈盈没受伤, 她也认命了。 你们这是瞧不起我吗? 激货弄。 盈安她是个什么东西? 本世子宦官家一身伯伯, 还会怕她。 你们别替我担心, 今天这事, 我激货是管定了。 盈安自幼被提督夫人宠坏, 行事乖章无法无天, 我若教训她, 也算是为民除害了。 激货一锤定下, 现在就走。 你们且看着, 那挠货胆敢拦我。 说着, 她很有气势地转身。 激贺乐的步行, 声声憋着, 连忙追上去。 沈话同为盈盈落后一步。 这能行吗? 韦盈盈按耐激动, 就怕宫亲王世子那人将严府闹得抵朝天。 你我也算是罪过了。 沈话, 七王爷知晓分寸, 女娘也很无辜。 我劝了好几回, 宫亲王世子不听, 沈话得出结论, 她这人非要行侠仗义。 韦盈盈, 是了, 圣经再难见她这种性情中人了。 两人出了酒楼, 就见激货在门口张望。 激货连连催促, 快些, 磨蹭什么? 坐偶的马车一同过去, 本世子拳头已经痒了。 提督府? 不似有了喜事, 河府上下气氛带着诡异。 提督夫人面色凝重, 似有怒容。 她沉着脸, 让人不敢轻易冒犯。 向来同她不对盘的二奶奶品着茶, 也不怕她的冷眼。 大嫂, 你家安哥将为家女娘赶出府一事, 你可知情。 提督夫人看她, 怎么? 为娘子好歹是公布尚书之女, 怕是不妥。 提督夫人不以为然, 为家女娘眼看着断了前程, 为尚书难不成还会为了她出头? 安哥形势急躁了些, 可她也不想让迪姐同那种女娘交好, 还能有错。 二奶奶忍住不翻白眼, 宠儿子也不是这样宠的。 难怪老太太恨提督夫人, 说好好的根被养废了。 也就提督夫人以为自己的儿子完美无缺。 说起密件, 我倒要问问, 大你打算将人关到何时? 她作为过来人道, 但为了人妇, 燕能还像龟中做女娘这般舒坦。 眼下婚期一定就在来年开春, 不趁着这段时日让她顺心快活。 怎么, 你是打算拘到她上花轿不是? 提督夫人割下手中茶盏。 她冷不丁出声, 丝毫没给二奶奶颜面。 二弟妹, 大房的事就不劳你操心了。 二叔许久不归家。 你若闲着, 不如想着如何让她收心, 别将手伸太长。 提督夫人似有不耐, 留妈妈, 送客。 二奶奶吃笑一声, 转身就走。 刚出了提督夫人的院子, 身侧的婆子扶着她, 忧心忡忡道。 夫人您何必来此受主母这种妾? 在她看来, 严密嫁给谁, 都是同二房无甚干系的。 何况老太太眼下不在圣经, 二奶奶不得二爷看重, 若再得罪了主母, 只怕被穿小鞋。 二奶奶顿足, 那丫头到底喊我一声二叔母? 是她看着长大的。 她和提督夫人再不和, 却到底是心疼严密的。 谁能想到, 往前最是尊贵的女娘, 最后被亲生爹娘推入此等境地。 得了如此的婚事, 转头又被软禁。 说出去谁信呢? 而软禁的缘由, 只是卫国公府提亲后, 那夜, 严密跪在双亲面前, 抛开一切理智, 为自身争取了一次。 求阿爹阿娘收回成命。 见她如此, 也着实怪可怜的。 密吉尔这人知书达理, 若是没记错, 这是她第一次求人。 求的, 还是自己人。 连二奶奶都知道, 卫国公府并非良配。 她跳眉, 下平那日, 卫大公子一耳都不曾得见。 我活了这些年, 从未见如此荒唐之事。 婆子轻声道, 卫国公府那边交代了, 说卫大公子身子不妥, 这才不便来此。 尤其包帝代劳, 也是在里的。 包帝? 那个六七岁的男童, 啼笑皆非? 二奶奶才不听这些。 她本就是个病秧子, 前些年一直养病, 也无须她如何, 便是出面露个脸都不愿。 怎么, 病入膏肓, 是快死了。 若真是看中蜜吉尔, 也会撑着道场。 说着, 她面露不屑。 算了, 她亲生阿娘都舍得, 我一个做叔母的, 有甚可及的。 难不成真的为她做主了? 时也, 命也。 主仆二人走后, 提督夫人心气不顺, 身边的婢女给她揉肩垂腿。 娘子那边如何了? 禀夫人, 娘子昨儿就不曾进食了。 提督夫人拧眉, 严密不在她身侧长大, 说到底, 她也没那么心疼。 这一回, 她对严密是失望的。 好好的女娘, 这些时日平平出府, 本就不改。 眼下竟然敢说不想嫁, 定然是被维吟吟叫缩的。 那便是不饿。 她若真有骨气, 有本事一滴水一粒米都别用。 刨除那边, 无需再送膳过去。 她什么时候服软了, 再来禀报我。 是。 而就在这时, 有婆子匆匆而至。 主母! 不好了。 提督夫人不渝看过去。 婆子, 公子被打了。 闻言, 提督夫人疏然起身。 什么? 宫亲王世子突然闯入, 拎着我们公子, 就是一顿揍啊。 揽也揽不住。 第209章, 所以, 你又去惹是生非了。 婆子所言, 实则偏颇, 机获可没一入府就揍人。 当时, 她被严家门房揽了下来。 宫亲王世子脸色很难看。 揽我? 本世子入宫都没人敢揽。 便是官家的书房, 我都能进的。 一群瞎了眼的, 让开。 门房面面相去, 到底畏惧强权。 这, 我们公子说了, 不能让围家娘子入内。 我等一旦放行, 只怕难以交差啊。 不说这句话还好, 一说机获就愈发猖狂了。 她亮出怀里金灿灿的金牌。 审话看过去, 金牌另见如鹤地清零。 果然, 手为惊恐地全部归到地上, 手掌着地, 身子弯成恭敬的弧度, 头压在手背上。 机获冷哼一声, 她扭头去看审话。 怎么样? 审话, 真佩服。 机获眉飞色舞, 走路都是飘的。 因崔月儿沉寂的心, 再次为女娘疯狂跳动。 直到好巧不巧, 遇到了刚要出府鬼混的延安。 她有意在审话面前露一手。 哟, 闹祸, 本世子正要找你呢? 机获张狂地叫嚣。 延安这些年仗着身份就插在圣经横着走, 见状黑脸。 可下一瞬, 她瞧见眉眼弯弯的沈化, 不免心神一荡。 机获, 你看谁呢? 机获跳出来, 再看, 把你眼挖了信不信。 唯盈盈把沈化往身后一挡。 沈化眨眨眼, 她掏出小铜镜照了照。 唯盈盈, 你坐慎。 沈化对镜自怜, 吐出一句话, 长成这样, 藏都藏不住。 唯盈盈, 这边, 延安狠狠领媚。 你们来此作甚? 机获, 这是提督府, 可不是公亲王府, 自不能让你放肆。 说着, 她又瞪向唯盈盈。 白日所言, 想必我说得够清楚了。 不准你再见她。 唯盈盈, 还要我说多少遍? 你好歹也是世家出生, 怎么人话听不懂了? 唯盈盈, 延姐姐人呢? 我今日必须要见她。 她? 延安, 你见不了她, 她如今被我阿娘关着。 往前逆来顺受, 却也想着造反。 她是活该。 审话心一沉, 又闻延安出延恶行人。 怎么? 你的未婚夫婿没本事, 不能给你出面, 转头找上了别人。 挺有本事啊。 她这人低俗, 凡是自然往低俗方便去猜忌。 不论真假, 她为意图为快, 自不会在意女娘名声。 轮着辈分, 她们二人都该换你一生准扫扫吧。 话音刚落, 几乎提起她的衣领, 二话不说, 一拳直接砸了下去。 嘴给我放干净点。 延安, 三年前我能收拾你, 今儿亦能收拾你。 本想着给你留点颜面, 你倒是给脸不要脸。 韦盈盈听着火冒三丈, 可见延安脸色落彩, 不免又舒坦。 爽。 延安吃痛, 很快同击或扭成一团。 提督府内的奴才尖叫一圈, 纷纷上前围堵, 自要拉开几货保护延安。 集合, 我看谁敢。 她冷冷道, 宫卿王世子是你们能碰的。 延安如何能打得过激货? 她很快被激货按在地上摩擦, 也不知被揍了多少拳, 疼得她甚至忘了还手。 仆人吓得面色苍白, 全部跪在地上, 只能听着属于延安的喊叫。 从一开始的, 你敢打我? 呸, 有本事你再打一拳。 到最后的, 别打了, 老子让你别打了。 激货, 我爹不会放过你。 你给我等着。 好在, 提督夫人匆匆赶来。 她一见此等场景, 心下一格登, 心疼坏了。 住手! 公亲王世子! 你身份尊贵, 可我严家不是你能撒野的。 闯我严腐, 伤我严家子似。 世子未免过于飞扬跋扈了。 放开我。 提督夫人咬牙切齿, 再看一地的奴才, 都是死的吗? 还不快将世子给我拉开。 众奴才就要起身。 鸡盒, 怕事不成。 鸡货继续亮出她的宝贝金牌令箭, 拉。 提督夫人, 真是好大的口气。 提督夫人面色铁青, 奴才又继续老实跪着。 阿娘! 救我! 延安鬼哭狼嚎。 鸡货赤, 住嘴! 本世子手打疼了, 先缓上一缓。 你阿娘就不了你, 她只能在边上看你被揍。 提督夫人深吸一口气, 成何体统? 是翻了天了。 管家! 被车! 入宫! 世子拿一刺金牌为非作歹, 我是奈何不了你, 可也能去官家面前告上一告的。 怕事也不成。 鸡盒道, 延安张嘴便颠倒黑白, 诽谤诬陷, 激活打得已然够轻了。 提督夫人面色一寒, 目光伶俐。 她来此途中, 是知晓起了口舌之争。 此事, 的确安根有亏在前。 见鸡盒提起, 她不免地低一个头, 不过是她口误遮拦气话罢了, 何必当真。 她家安根脸都肿了。 提督夫人深吸一口, 今日一试, 那便算了。 沈化悠悠出声, 算了。 夫人真会开玩笑, 沈化也是看清楚了。 严密不受亲娘庇护, 更不被包地庇佑。 若言公子是一时气话拿七王爷, 世子和为娘子说事, 也的确好商量。 女娘嗓音不大, 却让所有人浑身一震, 可言公子好大的口气, 寥寥给予, 将三皇子, 准三皇子妃, 七王爷, 公亲王世子, 一同卷系其中, 这便算了, 可她诋毁三人, 便是诋毁皇室。 盈盈是官家赐婚, 言公子又质疑了当今天子。 怕是不能算。 这一句话, 分量实在太重。 严安欺软怕硬, 愣是有些慌张。 我没有。 激活心里暖暖的, 她被沈化保护了, 死, 提督夫人气得就要晕厥。 夫人, 又有婆子跑了过来, 催吼来了, 守卫, 也不敢拦, 饥合一顿。 糟糕, 她扭头往后看, 提步而来, 眉眼清俊如脚兼月的, 可不就是催运。 提督夫人不再去看地上的延安, 她胸闷气短地转身, 催运淡淡道, 提督夫人。 提督夫人忍住吐血的冲动, 好在催运稳重, 同那几个该死的混账不同, 她艰难地扯了一丝笑, 催喉来此所为何事? 难不成, 大理寺的案件牵扯到了提督府? 寻人, 饥合轻壳一声, 你别吓坏了沈妹妹。 崔运仿若未闻, 男子一步步走近, 眸黑沉沉地锁定在女娘身上, 语气听不出丝毫喜目, 她没去看隔这几丈远鼻青脸肿的延安。 所以, 你又去惹是生非了? 沈化仰头, 女娘丝毫不心虚, 她软着嗓音很认真地告诉崔运, 你大夫说了, 我需要快乐。 第210章, 我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去皇宫溜达。 两人之间的交谈, 可见彼此熟络。 提督夫人不免心生警惕, 这几人显然是来闹事的, 可再如何也没法将天给捅塌了。 可若崔侯插手, 就不一定了。 她的心思百转千回间, 激活从严安身上起来。 激活很是敌意地盯着一尘不染的崔运, 人母狗样。 她吃笑一声, 又很不自然地理了理者咒的衣摆。 沈娘子, 你别怕她, 凡事有我呢。 随后, 被鸡和事实堵住了嘴。 提督夫人一把扑到脸肿得厉害的严安身前, 再也顾不得平素的体统规矩。 她颤抖的手去处, 疼得严安哭爹喊娘, 提督夫人心如刀割, 袖下青筋抱起, 已然怒急。 去, 还不去找医师? 扶公子回屋。 她冷着脸对激活道, 今日仪式, 我提督夫记下了。 到底审化是才的寥寥给予, 给她警醒, 只能吃了这哑巴亏, 不敢闹大。 官家可以不在意三皇子, 七王爷。 可激活这个侄子, 她是在意的。 更何况涉及了皇家名誉, 崔韵肃母。 她平素本就持重, 归行举步。 眼下此事又同审化相干, 自不能将她直接带走, 而落人口舌。 她的身份, 和那外人眼里的崔家次子的正直, 也不允许此事就这般了结了。 男子稍稍抬眸, 提督夫人稍安莫躁。 她嗓音冷清, 如泉尖水, 好似能抚平由心而发的浴火。 她不曾数落审化, 更不曾对提督夫人指半个签字。 她来得迟虽未见此事全貌, 但也猜了得大胆。 提督夫人到底要卖崔韵几个面子。 今日仪式就此罢休, 崔侯将所寻之人带走, 我不会计较。 错。 崔韵轻笑。 提督夫人此言诧异, 此事涉及皇家、提督府、公卿王府、公部尚书府、 还有杨陵侯府, 并非小打小闹。 严公子受惊伤势严重, 孰是孰非必须查个明了, 规矩率令下对是对, 错是错, 绝不会偏颇。 我既已瞧见, 自不会为了自家女娘牵扯其中, 而将此事结果。 激活当下不乐意了。 崔韵, 你什么意思啊? 听这意思, 我的错了。 崔韵, 世子张扬, 却从不是无端惹事之辈。 此事若就此罢休, 你闯提督府是真, 殴打延安也是真, 便是有礼。 若真是出有因, 也是百口莫辩了。 此事, 杨陵侯府牵扯其中, 我不好查, 却有一计。 提督夫人心下一颈, 侯爷这是何意? 崔韵淡淡道, 入宫面圣。 由官家做主, 集合笑了。 不错, 有父皇过问, 日后也没人敢乱泼脏水。 崔韵吩咐吉亲, 通知三皇子, 呼吸一致, 他整个人都不好了。 积祸善善, 这, 倒也不必吧。 集合嫌弃, 我就说你没什么英姿, 早知如此何必逞强。 换来积祸一横, 去就去, 左右我有理。 为了证明, 他的确英勇无畏, 积祸气势汹汹, 去, 把你们公子, 抬斗马车上。 这一转折, 丝毫犹不得体度夫人拒绝, 他只能眼睁睁看着 延安下的晕厥被带走。 他是朝廷令妇, 不精准许事没法入宫的, 只能火急火燎的破音吩咐。 去, 去找老爷。 两辆马车, 一前一后朝皇宫而去。 崔运, 沈化, 积祸, 积祸, 唯莹一辆, 晕厥的延安一辆。 女娘靠近崔运, 不会让表哥摊上麻烦了吧? 他凑得很近, 说话轻微的气息, 顺着风擦过崔运脖梗带着氧溢。 崔运猴结滚动, 不等他回应, 积祸嘖嘖一声。 积祸, 沈化嘖一声, 放心了。 积祸, 此前种种都是假的吗? 他看着沈化同崔运挨得很近, 一时间不明白他到底为了什么。 合着他在前面卖名崔运俭现成的。 他扭头, 看向维盈盈。 维盈盈就更过分了, 此事连累了三皇子, 只盼着墨吓着他。 积祸, 就很离谱。 他固自生着闷气, 可一马车的人, 没人在意他。 这乡, 崔运回应沈化, 无事。 他淡淡道, 盐卫两家联姻, 此事官家早已不渝。 贺帝前脚骂魏国公, 后脚魏国公府的聘礼, 抬到提督府。 别的朝臣恨不得退避三社, 偏偏盐家一头撞上去。 这是不将天子放在眼里。 贺帝得知此事, 就想敲打盐家了。 他也算是将机会送上去。 而此事, 若真要论, 也是盐家之过。 他们这些人, 不会有事。 积祸挑了挑眉, 并不意外。 他早已猜出, 这也是看着积祸一拳一拳揍人, 为去阻止的缘由。 左右延安不是好人, 倒也不算是冤枉他。 积祸焦虑, 好了的伤口, 开始隐隐作痛, 也顾不得颜面了。 他美好气道, 你们回头记得给我挡着先。 我父王那人, 有事他是真仇我。 积祸, 哈哈哈哈, 你只能自求多福了。 崔玉, 是你要进宫的, 也是你让我父王进宫的。 我们这些人, 也算是一根绳上的, 本世子僵化料下, 但凡我今日身上多一刀口子, 和你没完。 崔玉嫌他过躁, 却也愿意给他一颗定心丸。 不会。 积祸似信非信, 你确定? 崔玉动了动唇, 今日一事, 世子若还有精力, 只管如实回应。 宫亲王不但不会罚你, 保不齐会对世子赞赏有加。 这边审化敏唇, 女娘垂眸, 许久不语。 唯盈盈见状, 了然。 审化平素在遗址气时, 也是个商户之女, 没见过世面, 没见过天子。 如今要面圣, 自然是荒得。 莫说审化, 便连她腿都有些软。 唯盈盈正要安慰。 怎么了? 久闻崔玉再问。 审化抬头, 眼眸亮晶晶的。 我没想到, 有生之年, 还能去皇宫溜达。 女娘笑意深深。 唯盈盈, 你当逛街呢? 审化。 唯盈盈面无表情, 你就不怕吗? 若是天子面前失疑, 没准, 我得掉了脑袋。 审化, 怕什么? 女娘有恃无恐地告诉她, 早死晚死, 对我而言都是要死的。 唯盈盈, 她不说了行吧? 第二11章, 我疯了不成, 抢媒婆生意。 等马车在皇宫门前停下, 击合击货跳下马车, 崔韵弯伸出车厢后, 抬手指尖按住刚露出半个脸女娘的鹅。 坐回去。 审化慢吞吞地啊了一声。 可我, 坐回去。 崔韵语气淡淡, 嗓音缓缓比之前慢了些许。 此事, 你同为娘子无须出面。 审化一手拍开, 她不快乐了。 崔韵在此处等着, 女娘腻着她, 等此事了结, 带你去宣服。 审化还是不说话, 双双僵持着。 这边, 几乎等得不耐烦, 还走不走了? 你们搁着依稀别, 可笑, 是我遭殃, 我遭殃。 不是你们天人永阁了。 眼见着几人入了皇宫, 审化无精打采。 维盈盈比她还粘巴巴, 鸡腾那人胆小得很, 皇宫与她而言怕是噩梦。 审化, 你借我点银子。 审化莫名, 今日一事, 是我对不住三皇子, 我决定多给她银子, 当作补偿。 维盈盈这些时日, 实在穷得不行。 审化掏出一卷银票。 维盈盈数了数, 心下有数后, 不忘提点。 对了, 你记得补偿崔侯爷, 她是特地为你的事奔波的。 她愿意啊。 审化也很为难, 我没逼她。 维盈盈察觉了, 审化有时聪慧到了极致, 可有时在人情方面, 却很是欠缺。 就好像, 被养着的花朵, 有人浇水, 有人施肥, 有人给她遮挡烈日。 她要做的, 只需花瓣浇艳盛放就好。 审化应当, 曾被人保护得极好, 顺风顺水的。 旁人对她好, 她接受的理所当然。 维盈盈不知沈家事变, 她也不会知道, 审化前世过得有多糟糕。 审化能奢靡到极致, 就因为她生的美, 故受到了这世上对女娘最大的恶意。 所有人都利用她, 哪还有人叫她人情世故。 那时, 沈为死后, 审化度日如年, 起先, 她还不曾得知沈区的真面目。 沈区说, 样样难受, 身子又差, 那便在屋里待着。 沈化也的确久久不曾出门。 而沈区借着机会, 阻断了沈化同外界交流的机会。 孙长势急的不行, 却不得见沈化一面。 女娘在此期间, 学会了写字。 也在此期间浑浑噩噩, 然后知道了属于沈区的阴谋, 和这个继兄的肮脏算计。 唯盈盈抓着银票。 我这几日知道了一件事, 挺心疼三皇子的。 沈化眸光清澈地看她。 唯盈盈闲着无视, 也便同沈化慢慢道, 当年官家登机时, 为巩固权力, 有意打压旧臣扶持新贵。 其中, 周家是旧臣, 王家是新贵。 两两势力水火不容, 贺帝坐在龙椅上, 看着两府相斗。 周家为首的, 旧臣九居圣经, 手段和人脉, 自不容小觑。 眼看着能扑灭王家为首新贵身上的伙食, 贺帝出面。 好一番诚恳劝谏, 又赐婚周王两家。 试图以此方式让两派相处融洽。 可周家女早有婚怨。 而, 王家又怎愿意让周家女入门? 可王家是皇上信得过的左膀右臂, 自该为主上排忧解难。 沈化听得很认真。 澄清那日, 周家女烈性, 在新房自已身亡。 周家彻底大怒。 君臣有别, 不敢怨何地。 也便将所有恨意发泄在王家身上。 扬言一命抵一命, 不然此事必不罢休。 王家还委屈呢, 娶回来女娘死了, 他们还没找周家算账。 这事, 当时闹得很大。 而贺帝龙威并不算稳, 甚至桎固与新旧两档下, 变得极为被动。 唯盈盈一顿, 语气变缓。 直到, 西河郡异姓淮安王少武出面摆平。 周王的恩怨, 审话不知, 可唯盈盈一提淮安王, 他心下便有数了。 不等唯盈盈往后说, 他安抚地拍拍唯盈盈的手。 唯盈盈, 贺帝有意拉拢。 同年, 淮安王嫡妹入宫为妃受尽宠爱, 次年产夏琳儿, 受封为少贵妃。 其子行三, 明姬腾。 后来, 贺帝坐稳江山, 第一个处死了淮安王府的所有人, 便是刚生下来, 不过七日的小柿子也没放过。 第二个是周府, 处之周府只为立威, 而淮安王安上谋逆的罪名。 真的谋逆也好, 假的谋逆也罢, 出只要出自天子所言, 那就是真的。 这就是帝王。 鸡腾受的这些罪, 只是因为他旧父是反贼。 维盈盈忽而画风一转, 不说这遭心事了, 继续说你。 审话你没。 崔侯对你也算用心, 你好歹也该表示表示。 审话他不收银票, 那是因为侯爷不缺钱。 那他缺什么? 维盈盈陷入沉思。 的确, 崔运有权有势要什么没有。 很快, 维盈盈想到了, 他缺美色。 审话闭言小气, 同你说话, 怎么又不理我? 什么毛病, 回回皆如此。 审话? 审娘子? 喂? 审话一言难尽, 忍无可忍, 睁眼瞪他。 我表姑母这些年一直在盼, 尚且落了一场空, 何况崔运自己都没能带娶侯夫人。 你指望我能帮她? 女娘赤, 你不要在此胡乱之招, 我疯了不成, 抢媒婆生意。 唯音音一愣, 后知后觉反应过来。 他小声嘀咕, 说得好似你比媒婆能耐似的, 也不知哪儿来的底气, 如此大言不惭。 审话看着他, 我听见了。 唯音音, 御书房, 贺帝正批阅奏折, 殷公公从殿外入内。 皇上, 崔侯, 一句未完, 贺帝抬谋, 他分明什么都没做, 可天子威严必险, 让他进来, 正好朕有事寻他。 殷公公补充, 七皇子, 宫亲王世子一同求见。 贺帝, 有种不祥的预感。 他戈比, 准, 殷公公退下, 很快几人入内。 姬霍率先入内, 崔依与姬和同行, 齐齐行礼。 贺帝眯了眯眼, 不等他出声, 就听姬霍夸张道。 黄伯伯, 今儿一早就闻喜鹊提叫, 我便知是吉兆, 可不得特地来见您。 贺帝意味不明地看向他。 上回, 你父王揍你时, 你跑入宫求我庇佑, 也是如此说的。 一字不差, 姬霍, 贺帝温和地看向其中一人。 男子副手而立, 如松如鹤, 不等温化, 殷公公再次入内。 皇上, 三皇子求见, 贺帝沉了沉连, 他是相当厌恶姬藤的。 很快, 又有公公入内, 对着龙椅上的贺帝 磕了个响头。 皇上, 公亲王求见。 皇上, 提督大人求见。 贺帝, 第212章, 连我家的逆子都比不得。 公亲王, 姬藤入内请安, 严提督入殿, 面上难掩慌乱。 他扶到地上, 就此跪下。 臣有罪。 贺帝眯了眯眼, 意味不明的环视一周, 最后落到严提督身上。 严提督是他一手提拔的。 当年先皇犹在, 严提督最早时食物者向他投诚, 也算是一路腥风血雨而来。 那个时候的严提督是忠心的, 可如今呢? 私下同太子击坠来往平平。 野心昭昭。 贺帝如何不忌惮? 太子四皇子可以斗得死去活来, 左右不过双方势力相互制衡, 可他还没死呢? 如何能忍臣子同皇子勾结? 龙兴早有不悦。 眼下, 严家又同为国公府联姻。 严家女娘会嫁不出去? 他不免对此深思猜忌, 为国公府被击望设弃后, 是否转头投靠了鸡坠。 为国公施下了何等血本, 还是说, 为家那边有东宫想要的物件? 贺帝英智地取过暗桌上的农茶, 茶袋一下一下划过茶杯。 俨然是故意给严提督难堪。 宫亲王眉一条。 明白了, 他来此之前是崔玉那边告知, 为了何事却一概不知。 可鸡坡是个惹事糟心玩意, 身为其父又怎能不知? 他潜意识就笃定是鸡坡犯了事。 宫亲王狠狠地瞪了鸡坡一眼。 崔家小子, 本王以来皇兄也在, 这逆子到底做了什么事? 你只管说本王收得住。 鸡坡? 父王, 您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住嘴! 回头有的收拾你。 宫亲王。 崔运上前一步, 嗓音冷清却实力周到。 崔运副手而立, 用罪事平和淡漠的嗓音道。 今日一事, 涉及甚广, 崔家不敢行包庇之责, 故只能请公亲王和三皇子入宫。 只听激活大手一挥, 把人抬进来。 很快, 严安被抬了进来。 抬着的都是严家的奴才, 这会儿腿吓得发颤, 将严安往地上一放, 全部跪倒在地。 担架上的严安不说衣裳凌乱, 便是发上的玉冠也掉了, 半边脸肿胀。 他紧闭双眼, 犹在昏迷。 贺帝故自喝茶。 宫亲王, 这, 激活。 你干的? 是, 我干的。 激活这人没什么长处, 可他做的事从来不会低头不认。 激活, 不过, 他是一听要入宫给下晕的, 这不能赖我头上。 我揍他也不是头一遭了。 严安这人就是欠。 不说这次, 上回我看上的女娘被他杰足先登, 他拿什么同本狮子抢。 说到这里, 他就来气。 这些年, 除了崔运, 他极少在外人跟前吃过亏。 严安凭什么? 家事比不得他, 样貌也比不得他。 是, 他激活是没学问, 可到底比严安强千倍百倍。 严安此等小人, 竟然抢他的人。 宫亲王怒斥, 放肆, 御书房是你能喧哗的。 早就被崔运打了柯定新丸的激活, 丝毫不拒。 黄伯伯, 他叫, 本来这种事, 不该提出来乌宁尔的。 贺帝似笑非笑, 宫亲王心脏有点不好, 可我实在憋不住了, 借着这次机会, 也要论上一论的。 是, 我这人好美人不错, 后院的姨娘小妾不少, 可他们跟我, 都是心甘情愿跟的, 逼迫一事。 我这人再荒唐, 也是做不出来的。 他靠着本事, 身份地位, 吸引女娘, 有错吗? 跟了他的人, 个个都不养在外面, 会带入福给他们名分。 我从不掩藏, 我就是贪恋美色, 父王为此多次骂我荒唐, 可圣经里头的公子哥, 又有多少比我坦荡? 不少人被地里养外室, 逛花楼, 还故装作, 清高不沾烟粉的姿态。 这群王八, 反过来用正义凛然的姿态私下数落, 激活真丢公亲王府的脸, 就知道躲在女娘裙摆里快活。 激活看向地上的延安, 不免讽刺。 他强强名女好一番凌辱, 得逞后, 留下几定银子挥衣袖走人。 他是提督府的公子爷, 寻常百姓如何能对付? 出了这种事, 只能认命。 女娘含恨自艺, 当时激活就气地揍掉延安一颗牙。 这事其实实在不算什么, 毕竟欺战的事权贵手里多了去了。 这些年, 延安仗着身份做了不少亏心事。 天子脚下, 不知情地还以为他延安姓激了, 激活不怕事地问言提督。 此事, 你可知晓, 我记得当时是贵府夫人出面摆平的, 花了些银子, 买了条人命。 严提督, 皇上恕罪。 老臣, 激活很不高兴地打断他, 是我问你, 你叫我黄伯伯作甚? 我黄伯伯爱名如子, 难不成还会为你说话? 他嚣张不已。 宫亲王难得没发怒, 他突然倍感欣慰。 毕竟, 至少激活童延安相比, 还没丧良心, 定然是受他的尊尊教导。 宫亲王总算是揪到了一处 可以夸击祸的事。 他难得的汗手, 甚至将来此真正的目的抛之脑后, 随后不认同地嘖嘖一声。 他高高在上地问, 严提督, 你怎么回事? 我原以为延安是个好孩子。 他阿姐多嫌良淑德, 怎么一母同胞, 延安是这种货色? 连我家的逆子都比不得。 贺地, 他也不急着知晓崔运来此, 到底为了何事? 宫亲王恶新严提督, 正中他下怀。 鸡和憋着笑, 崔运淡默地看着, 而鸡腾安静地仿若店内无他。 宫亲王显然不在一言提督回应, 问完话后, 他又畅快地继续道, 险些忘了, 这言娘子是老太太一手带大行教导之责, 你这儿子却不是, 他停顿片刻。 也是, 老太太年纪大了, 哪有精力带两人? 数子错事, 贵府夫人不严加管束, 却忙着善后, 再好的苗子也得废了而酿成大祸。 你平宿公务再忙, 也不能放任不管啊。 宫亲王苦口婆心, 你这儿子日后如何还能成妾? 听说, 你就这么一个嫡子吧? 可惜了, 鸡霍也是我唯一的嫡子, 可他这人杀人放火的是不做, 倒不是本王自夸, 他这人凡事还是讲究是非原则的。 宫亲王, 爽! 以后, 谁敢在他面前阴阳怪气说, 鸡霍是个废物, 他能昂首回应。 严家有个更废的。 第213章, 样样真的好善良, 鸡霍得意的嘴角上扬。 而就在这时, 时机成熟, 崔韵终于有了下一步动作。 皇上和诸位接在, 严公子也总该清醒清醒, 也好将是说个清楚。 至于世子世才所言, 不若先搁一旁, 回头再论。 鸡霍难得机智一回听明白了, 压根无需击合出手, 他几步走进延安。 这有什么难? 他蹲下, 死死去掐延安的人中。 延安疼醒了, 他从地上跳起来, 而后对上九五至尊的威仪后, 直吸一口气, 翻白眼就要再晕。 逆子, 皇上面前不可失恋。 严提督严厉斥, 严安下的一把跪倒地上, 他扶倒身子都在发颤。 崔韵的视线, 轻飘飘落在严提督身上。 提督大人, 怎么也跪着。 你不必如此, 事情暂未得结论前, 毕竟是公亲王世子出手在先。 等皇上决断后, 一切彻底明了。 若真是严家公子之过, 子不教父之过, 额尖大磕大磕的汗。 那些路上准备的说辞, 也只能就此憋在心底。 他如被淋迟般, 惊恐不已。 还需怎么查, 光是延安的几句话, 就足以祸害提督府。 姬腾除却请安, 其余都安静拘谨地站在一处, 他半垂着头, 似有怯懦一撞。 贺帝是一眼也懒得看, 都差不多年纪, 为何崔韵如此出色? 而姬腾连直面他的胆子都没。 丢人现眼。 这边, 崔韵不冷不淡地将今日一世如实而言。 在阐述最后一个字后, 男子淡淡逆向地上的延安。 延公子, 延安发抖。 本侯所言, 可有虚假。 延安继续发抖。 姬霍兄, 问你话呢? 不曾。 崔韵, 你空口白牙血口翻张, 在皇家子四面前泼脏水, 乌公布尚书之女, 和我杨林侯府表姑娘清白, 认或不认。 延安呼吸困难, 姬霍兄神恶煞, 说呀。 延安瑟瑟去看一旁的延提督。 延提督, 看我作甚。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这件事, 已然是没有怀力的余地了。 在天子面前虚伪扯谎, 是要被杀头的。 认, 如今, 他哪里还有早前的嚣张? 是公亲王世子打你在先, 还是你辱人在先? 延安话都没法说利索了。 崔韵也不为难他, 一个被延家宠得没法没天的数子, 无非是个窝里横的。 他看向延家奴才, 你们来说, 是, 是公子在先。 事情已经初步明确。 崔韵汉了汉手, 随后朝殿内高坐的鹤地拱手。 女娘胆怯, 臣只能做主, 两位女娘先在宫外等着, 皇上若萱即刻能见。 话音刚落, 饥和事宜的补充, 他们两位女娘不过是去提督府见颜娘子的, 正巧碰见罢了。 只不过女娘怯懦, 听说要直面天颜, 双双下的小脸煞白, 他们当时在场, 虽是仁正可言家家仆在, 严安也认了。 没必要多此一举, 再将人招进来问话。 贺帝视线沉沉, 俨然, 无需催运在费劲, 他淡然自若地退去边上。 姬和, 父皇, 儿臣有罪, 没拦住姬和。 姬和, 黄伯伯, 我也有罪, 一听严安如此大逆不道, 愣是没忍住。 宫亲王, 你们有什么罪? 他难得硬气一回。 皇兄, 这可不能怪姬和头上, 他是冲动, 可是严家子该打。 我看还是打得轻的。 贺帝就这么看着, 他不发花话钱, 谁也不知他心里想的是什么。 严提督只恨不得没有这个儿子。 他挫败惶恐, 地上的寒气却比不得他身上的。 在贺帝面前办事多年, 贺帝的脾气, 他到底还是能摸出几点的。 是臣叫子无方。 贺帝冷笑一声, 你的确叫子无方。 店内气氛的凝重, 审话并不知晓。 他坐在马车上昏昏欲睡。 不比热闹的街巷, 此处除了宫门出宿目的守卫, 再无寻常路人。 明明很安静, 可审话意识模糊间, 听到有人在他耳旁说话。 你的猫, 已经葬了。 崔韵, 你赴阿兄牺牲, 杨林侯府只能靠你撑着。 人死了, 往前的荣耀也跟着进了土。 杨林侯府若没人站出来, 也只有门庭凌落的份。 说话之人很是无力。 偏偏他说什么, 崔韵都不得回应。 往日的那一双黑眸, 此刻无神空洞。 姬河说得艰难。 你好好养伤, 至少为了你阿嫂腹中的孩子。 说话声变得模糊, 很快被另一道熟悉的嗓音代替。 沈华, 崔韵看着睡得不安稳的女娘, 俯身诞生患。 车内未被烫火, 晚些再睡, 醒醒莫着了凉。 沈华困倦的睁眼, 男子眉眼裹着一层说不明的神色。 金贵冷峻如脚尖月。 再看车厢, 不见为盈盈。 他同三皇子一道走了。 崔韵清楚, 他在找人。 沈华慢半拍地嗡了一声, 许是困, 嗓音带着软眠。 这边, 急轻架马朝宣府而去。 盐安是怎么处置的? 崔韵倒是硬了。 打了三十大板, 皮开肉战。 其父停了三年的俸禄。 沈华敏纯, 美好气道, 真轻。 他原想着, 好歹盐安也要去牢狱待上十天树远。 崔韵眸光一闪, 轻吗? 这可不一定。 至少盐安半条命去了。 贺帝到底没能撤了盐提督的职。 提督这个位置, 眼下并无适合的人选。 若一旦空了, 免不得有心之人往这个位置塞人。 与其如此, 不如照旧。 官场上瞬息万变, 盐提督日后怕事艰难。 这些, 崔韵自不会告知沈华。 沈华的手势凉的, 额尖却带着汗, 他用帕子轻轻擦去。 崔韵察觉出女娘的不对劲, 可是有样。 沈华病奄奄, 梦远了。 女娘揪着帕子, 撇向崔韵, 做了很不好的梦。 崔韵眸色忧深, 顺着她的话, 梦了何物。 梦见你了。 沈华自不会同她说这些。 女娘苦恼了片刻, 她冷冷地张嘴就来, 我梦见你骂我。 崔韵。 沈华眨眨眼睛, 低下头, 表哥怎么不说话。 崔韵沉静地看着她, 随后沉沉地闭眼。 你还是继续睡吧。 女娘表示, 你骂我, 渴我。 不怪你, 我真的好善良。 第214章, 她倒是, 很容易满足。 圣经街道依旧喧嚣繁华, 商贩走足叫卖声, 此起彼伏。 志同来回嬉戏, 所到之处皆是欣欣向荣之景。 掩提督面色沉地, 能拧出墨之来。 延安负伤, 陆也走不得被家奴拖着。 直到回了府邸, 刚入书房, 阎提督转身仰手, 对着削似她的那张脸, 狠狠就是一巴掌。 啪, 打得延安双眼发直冒惊心, 耳边嗡嗡地响, 那本就肿胀的脸愈发严重, 里面的血丝仿若随时都能爆出。 爹, 阎安吐自艰难, 阎提督呼吸急促, 这些年她行事谨慎, 何时落入此下风, 彻底颜面尽失, 别叫我爹, 我是怎么吩咐的? 啊, 我说过不下三次, 正值多时之秋, 你万不能招风惹雨, 惹来祸端。 你倒好, 转身荡成耳旁风, 那是公亲王氏子。 他在不成气后, 父亲是公亲王, 那是官家的胞弟, 你算什么? 灭障! 今日! 老爷! 提督夫人在府内焦虑不已, 得知两人已归, 现在书房就急急追来。 建言提督对延安急声利色的赤, 连忙上前。 安根都如此了, 你作何还这般训她? 再见, 延安一百, 鲜血淋漓疼的浑身抽搐, 身上发热, 脸上红的古怪, 他心疼的眼圈都红了。 他训斥书房的婆子, 瞎了, 还不去找医师。 婆子连忙去看延提督的脸色, 他还有脸上药, 祸害全家的狗东西。 依我看, 不如趁着这次死了算了, 免得以后再生事。 延提督这次是气恨了, 提督夫人不可置信, 他把延安护在身后。 老爷! 这是你的嫡子! 他已受了如此责罚, 还不够吗? 这次是激货上门滋事, 激货仗着身份肆意妄为, 已不是一日两日了, 他好生生来延府作合。 我还提安哥叫去, 不过是几句失智半嘴罢了, 官家也该念着, 您这些年的功劳, 怎如此心狠给他打板子? 延提督的头秃秃的疼, 宫亲王殿内的一句话, 彻底点醒了他, 在耳旁来来回回地回荡, 又好似在空荡山谷间, 回音空灵阵阵。 险些忘了, 这延娘子是老太太一手 带大行教导之责, 你这儿子却不是。 延提督冷冷地看向发妻。 当年, 提督夫人生下延密后, 老太太就抱到自个儿屋里养了。 提督夫人虽埋怨, 可当年她未长中愧, 在府上处境艰难立不住脚跟, 到底不敢生事。 后, 她又生了延安。 老太太依旧让身边的婆子过来。 可这次, 提督夫人抱着墙宝, 向她苦苦哀求。 还未出月子发漆, 楚楚可怜的掩面而起。 婆母要走了蜜姐儿, 以至于那孩子向来不同我亲近, 要见自己女儿, 还要婆母手肯。 如今婆母还要安哥儿, 骨肉分离, 我这心里如刀脚。 延提督见此, 也便做主让延安留了下来。 母亲, 您带蜜姐儿已然吃力, 如何还能再多一个孩子扰您亲近? 哥儿的事, 您就莫插手了。 当年老太太是怎么说的? 你当我乐意给你奶孩子? 老太太拍着桌子。 行, 我不管了, 我一个老太太何之于讨人嫌? 日后, 我就带着蜜姐儿。 你那媳妇都说我疼二房, 可二房的子嗣我怎么不带? 我是吃饱了称得吃力不讨好。 就她? 秉信不纯能带好孩子? 你当年要娶她, 做了何等孽障事, 真当我不知晓。 你若不是我儿, 我何之于吃斋念佛替你还孽债? 你有出息了是官家跟前的臣, 却被那种独父迷住了。 是我做母亲, 无能如何也拦不住。 日后有你苦头吃。 她当时觉得老太太严重了。 枕边人是她费尽心思取进门的, 即便往事不堪了些, 又怎会带歪孩子? 更何况, 等颜再再大些, 会跟着夫子读书。 严提督又想到了严密。 上回她有急, 也是严密最是孝顺, 忙前忙后的伺候。 若非魏家抓了她的把柄, 正是她娶妻时犯下的错, 她怎会愿意将严密嫁入魏国公府? 至今日起, 不得你再关蜜敬儿。 提督夫人醋眉? 不行, 她若在同围家女娘鬼混, 只怕, 明明是费尽苦心取来的妻, 可言提督再见她, 却有些厌了。 这家还是我说了算。 她冷冷道, 二房嫁嫡女时, 弟妹可曾拘着她们。 你若对蜜敬儿, 有对这孽障一半的伤心, 她会不亲近你。 朝横街永昌伯爵府, 马车缓缓停下。 崔韵率先下车, 沈话慢吞吞地探出身子, 光线下女娘的皮肤白得激进透明。 她提着厚重的裙摆, 踩着踩脚蹬下地。 这些时日莫在声势。 崔韵照顾她的速度步履缓慢。 这种事, 沈话哪里控制得住? 不过, 她硬得却很快。 嗯, 女娘还不忘点点头。 同她当年敷衍沈志是如出一辙。 样样, 月后莫在声势。 二房的沈渠虽是数子, 到底是你堂哥, 长辈一世。 你却在她头上砸出一个血窟窿, 实在不改。 那是沈渠活该, 谁让她往自个儿跟前凑的。 那时的沈渠多脏啊。 衣上上头还沾着泥。 小女娘一万个不服气, 她就砸。 下回再看见这个小数子, 她还砸。 但在沈志面前, 女娘乖巧地点点头。 嗯, 阿兄去书院求学, 估摸着半月后归家。 这些时日, 你若不惹事端, 阿兄有礼。 若你不安分, 你的礼物就给坠紧了。 沈话丝毫不在意。 给就给呗。 她什么好物件没见过。 更何况, 沈追那没心眼的, 伪实蠢笨。 还不是眼巴巴会送给她。 最后还是, 她的。 女娘乖巧地继续点头。 嗯。 沈志看在眼里, 心下叹息。 她蹲下身子, 给女娘记着玉佩。 阿兄思来想去, 还是不信你。 不若发的毒誓。 你若不安分, 就变成全风洲最丑的小女娘。 沈话瞪眼。 阿兄, 你没妹妹了。 她想到这里, 不由弯唇笑出了声。 女娘眼眸如一汪春水。 崔韵侧头去看她。 这些时日, 天有转暖的迹象。 湖面的冰绒化, 万物复苏。 女娘却穿的, 还是一如既往的多。 她裹得严严实实的, 雕毛配着女娘傲慢的神色, 显得很是嚣张。 崔韵淡莫了然。 带她来外嫁, 竟这般欢喜。 她倒是, 很容易满足。 第215章, 不能再多了。 婚宴结束, 宾客散去。 而轩府的平静, 总算裂开一道口子。 湖面虽无波, 可却等待风暴地彻底卷席。 崔轩氏心事重重, 割下手中茶盏, 对一旁的乔四道。 这些时日, 你多陪陪爱姐儿。 乔四闻声硬, 是。 都说轩家女脾气软, 这孩子比我更善。 什么委屈憋在心里, 从不同娘家提及。 崔轩氏说着, 不免叹息摇头。 你瞧瞧, 让她在娘家多待几日, 却好似失了魂, 用善都能恍惚了去。 你回头带着容景一同陪着她, 免得闲下来想东想西。 反倒将自己困入死局。 乔四劝, 小姑子有长辈撑腰, 是有福气之人。 两人正说着话, 就见房妈妈从外快步而入。 大娘子, 崔轩氏, 怎么了? 房妈妈, 侯爷带着沈娘子来了。 崔轩氏有些意外, 快请进来。 房妈妈一顿, 没往咱们院里来。 乔四闻言, 微微汗手, 也是, 想来二叔带着沈娘子去给外祖母请安了。 房妈妈, 这倒没有。 他说, 侯爷带着沈娘子往爱娘子院里去了。 崔轩氏? 乔四? 被崔韵带到轩爱跟前的沈话。 崔韵也忧心轩爱会想不开。 故, 他身边陪着的人没有谁会鄙气, 最多闹腾的沈话更合适了。 何况, 他这几日会住在轩府, 不会回杨陵侯府, 沈话到底还得放在眼皮子底下看着才好。 表姐, 崔韵对着轩爱温声唤。 轩爱见识他, 嘴角温婉浅笑, 却难掩面色的愁苦。 公务不忙吗? 怎么过来了? 说着, 他有些意外地看向沈话。 崔韵见状, 喊人。 沈话双手交叠, 很听话, 表姐。 轩爱? 他细细地看着眼前二人。 男子疏离淡漠如脚尖月, 风姿冰冷, 烈松如脆, 女娘娇柔婉转间, 明媚声韵。 一进一洞间, 好似一卷灵动相配的画卷。 崔韵没说公务, 只是同轩爱说了几句话后, 再对沈话道, 这几日在轩府住下, 我有事去寻轩城, 你在此处陪表姐, 晚些我再来带你去阿娘那边用膳, 可行。 崔韵都为她入宫收拾烂摊子了, 只要不上刀山下火海的事, 沈话都会答应。 她答应得很干脆, 女娘会闯祸是不错, 可她本性纯良, 宣爱不是杨林侯府内那些心思颇多的表姑娘, 崔韵自然不会担心沈话转头, 骑到宣爱头上去。 毕竟, 乔思就是例子, 而且, 宣话在傲慢, 可她却好似很吸引女娟的喜欢。 崔韵一走, 屋内少了个人, 宣爱正不知如何同沈话相处时, 就听女娘自来熟地喊她。 表姐, 有茶吗? 我可可了, 这是真话。 有。 宣爱忙招呼沈话入座。 沈话坐下, 她端着鼻子送上来的茶盏仰头就喝, 一连喝了两盏。 随后, 她的视线落在茶几上的点心上。 宣府上下心疼宣爱, 便是她的吃食方面都格外上心。 表姐, 沈话看着没动过的点心, 侧头看宣爱。 我能吃吗? 宣爱听着她一声一声表姐, 险些以为真的有这么个表妹。 她将糖糕移过去, 沈话很有礼貌地同她道谢。 女娘咬着糖糕, 她吃得很认真, 腮帮子鼓鼓的, 咬了几口甜糕, 实在讨喜。 宣爱柔声问, 还想吃什么? 沈话矜持, 刚见表姐就要这样呢, 如何好意思? 守在一旁的银武。 自家人, 客气什么? 沈话觉得也是她扳着手指。 如果这时有南瓜子, 就更好了。 宣爱让身边的婢女下去取。 沈话, 最好是刚炒好的, 才最酥香。 婢女, 是。 沈话继续扳手指, 我还想吃糖葫芦, 包了子的, 糖霜厚一些, 薄的我不爱吃。 还有茯苓饼, 豌豆黄, 云片糕, 银武的眉心挑了挑。 宣爱微愣。 沈话清了清嗓音, 端庄继续矜持, 我是不是要的有些多了? 宣爱, 不会。 我这, 就让下面准备, 你爱吃就多吃些。 等一道道精致的点心送上来。 沈话到底还是察觉出了宣爱的不对劲。 她吃糖葫芦时, 宣爱在愣神。 她吃云片糕时, 宣爱目光无神。 她包着南瓜子十手都染了一层灰, 宣爱呆滞。 虽然不知宣爱发生了何时, 可沈话好似知道, 崔韵将她叫过来作甚了。 沈话很纠结。 她低头看向, 辛辛苦苦包了一小盘的瓜子。 粪出一半, 送到宣爱面前。 宣爱惊讶没去见。 沈话又扣扣嗦嗦在自己留着的那份瓜子中, 继续粪出一半, 送过去。 女娘眼皮兴兴兴搭拉着, 不能再多了。 书房。 宣臣同崔韵对异。 她似朝非朝道, 重炳闻倒是做得住。 至今, 不曾来接宣爱, 更不曾给发七少半句口信。 这时认定拿捏住了宣爱, 还是说以为她那些丑事遮掩的天衣无缝。 崔韵手执白旗, 今早她带着那外室出没于半贤居。 随着她话音刚落, 圆润的白旗蹬着啪哒一声落子。 宣臣沉脸, 她绷紧唇。 崔韵, 事已至此, 不如早做决断。 我知。 宣臣疲乏道。 这段时日, 阿娘和阿爹为阿姐一事起了争执。 府上老太太尚且犹被蒙在鼓里。 眼下有两条路, 可阿姐这人最是心善。 我也就举气不定。 崔韵淡淡道, 没有宣府, 仲炳闻什么也不是。 这些年看在表姐面上, 一次又一次地扶持她。 这些能给她, 自然也能让她吐出来。 旧父旧母关心则乱, 表姐心善。 左右你我去做恶人。 宣臣苦笑。 他微微坐直身子。 如何打算, 他其实已有章程, 就等着合适的时机。 他放下这些糟心事, 稍稍正色询问。 你觉得三皇子鸡藤如何? 宣臣, 鸡和同他走得颇近。 我也留意出鸡藤胆怯, 倒是愿意亲近你。 若不然, 急轻喊鸡藤入宫, 他怎么二话不说就去了? 崔韵逆他。 他没说鸡藤如何云云, 只是用最漫不经心的嗓音道。 淮安王谋反, 斩, 父母妻妾子女, 脚, 和府上下四百多条人命, 一并处死。 是当年官家下的令。 崔韵淡漠, 黄命不可为。 你可知是谁领命前去行行? 宣臣心口一跳。 崔韵凉凉道, 是我父亲。 第216章, 既被你发现了, 我也不藏了。 崔韵骨子里透着冷漠。 是, 当年也许崔杨于心不忍, 抄了淮安王府。 顾对母妃被贬去冷宫, 从神坛坠入泥泞深渊的鸡藤, 暗中召服多次。 可这又如何? 四百多条人命死前的争宁和哀求, 最后也是死不瞑目。 崔韵若是鸡藤, 他会恨满目, 算计心狠手辣的贺地。 恨高贵在上, 却暗中多次下毒手的走后。 恨整个皇室的无情, 同样也会怨恨, 目睹淮安王府, 一个个投炉落地的崔杨。 可, 鸡藤上回见他, 却说感激。 你说荒不荒谬? 宣承看了眼路被堵死的棋局, 索然无味的时候, 身子朝后依靠。 再来一局? 不了。 那你不走。 崔韵看了眼科漏, 不急。 沈话多陪陪宣爱, 只好不换。 两人这边说着话, 那边崔荣也从乔思嘴里得知 沈话过来的消息。 他突然瞪大圆溜溜的眼。 他人小鬼大的醋眉, 我才不在意他来不来。 他又不是我的谁, 我可是郡主。 他若有些眼力见合, 该过来丢请安的。 转头在乔思看账策的功夫, 一溜烟地跑了出去。 崔荣想, 他只是随意转转。 然后, 他很随意地转到了宣爱院子。 寄到此处, 顺便渐渐表姑。 他过去时, 屋内不似以往的平静死寂。 院内伺候的侍女, 此刻都在屋里伺候, 崔荣还事一周。 没入屋, 小小的身子贴近门飞, 他将耳朵凑上去。 是熟悉又傲慢的嗓音。 我当时什么也没说, 转头就让那铺子姜明给改了。 叫什么不好, 非要叫烧品铺。 宣爱困惑, 瓷器是烧出来的这名重规重矩, 也无错呀。 有, 沈化敏唇, 那个品我很不喜欢。 他理所当然, 我不洗单数。 若叫烧吕铺, 我自不会为难店长贵的。 欢欢喜喜去逛铺子, 就见门扁上龙飞凤舞的三个口子, 他兴致都缺了一半。 怨不得他。 宣爱, 他不理解, 却更啼笑皆非。 向来受规矩熏陶的他, 觉得稀奇。 可, 那到底是别人的铺子, 又不是自家名下, 怎会依着你的喜好, 说改就改。 这事实在有些为难人了。 若是觉得瓷器不够精美, 为此挑剔也就算了, 偏偏强词夺理的挑剔铺子名称。 宣爱包一颗瓜子, 放到沈化举着的小盘子上。 盘子里多一颗, 女娘空出来的手捡起来送到嘴里。 沈化说话时, 眼直勾勾盯着宣爱包着南瓜子的束手上。 银武也不知怎么发展到宣爱给沈化包瓜子了。 反正, 宣爱包得很仔细, 沈化吃得也很快。 女娘甚至自诩体贴人, 没嫌弃宣爱包得太慢。 宣爱温声道, 掌柜没将你赶出铺子。 赶了? 沈化回忆后不高兴道。 这时, 只听门口处一声嘲讽的讥笑。 崔荣总算揪住了沈化丢脸的把柄。 他昂首挺胸, 不会吧?你也有今日。 他欢喜得头上的啾啾跟着一晃一晃的。 被赶出来这种事, 你也好意思说出口。 若人人知晓, 想必你也没脸见人了。 肉嘟嘟的小脸喜心余色。 他说, 沈化, 你求我, 保不齐就给你保命。 我不同他人言。 宣爱见状, 暗娇不好。 然, 沈化眯了眯眼。 女娘很无所谓地弯了弯唇半。 我当时急脑, 一个不予就将店铺给买了下来。 店铺一主, 敏感了, 就叫烧吕铺。 背后东家一主, 掌柜也是个识趣的。 当时好话说尽, 说要给我打一辈子的功。 见他态度诚恳, 我也善心大发, 没把他辞退。 宣爱, 崔荣如五雷轰顶, 眼里的神器竟荡然无存。 他如一朵枯萎的花, 慢慢地垂下了脑袋。 沈化点着如玉的下巴, 有钱真是让我为所欲为。 他又去看崔荣, 你能眼不眨地买铺子吗? 崔荣, 宣爱倒是嫌少看崔荣这般吃亏神情, 他没忍住轻笑出声。 崔荣就更难过了。 表姑, 你怎么由这外人欺负我? 快帮我骂他。 胡说, 沈娘子如何是外人了? 崔荣气冲冲地转身就要走, 可到底克制住, 挤到沈化和宣爱的椅子上坐下。 崔荣拿眼去看沈化。 你怎么好意思, 让我表姑给你包瓜子? 表姐非要捅我怎么了? 崔荣纠结的脸皱成了包子。 我表姑为了你, 手都包脏了。 沈化抬手一把掐住崔荣的脸, 如揉面团般好一番揉搓。 是不是又欠收拾了? 崔荣, 嗯, 沈化悠悠, 你来了也好, 得瞧我也想吃花生。 你不会还想让我给你包吧? 挺敢想啊。 做梦。 伴住香后, 崔荣同宣臣一道来此。 刚入屋, 就见屋内的一幕, 崔荣脚步一致。 宣爱温温柔柔的包瓜子, 崔荣苦着一张脸包花生。 而, 她送过来的沈娘子, 显然吃够了, 一颗接着一颗将饱满的果肉 塞到荷包里头。 女娘得了便宜卖乖放花, 你们可真好。 崔荣, 你烦死了。 宣爱低头笑。 女娘, 我准备将烧铝铺的瓷器 都送你们。 崔荣, 谁嘻哈啊? 崔荣, 你把铺子明带回去。 我喜欢品。 沈化, 在你没有能力将我铺子盘下时, 不要命令我做事。 我怕忍不住教你做人。 要不是见宣爱丧气消散了大半, 宣承看着长姐, 又看向沈化。 陷入深思。 长姐本也有手帕交, 却一个个嫁得远, 一年难见几次。 她嫁入仲嫁后, 身边还有几个能说话兜人。 宣爱性子软, 未出格前却是个极爱笑的女娘。 可这次归家, 宣爱的笑, 有几次是纯粹的。 几人正闹腾, 并未察觉屋内多了人。 直到, 沈化手里的圆鼓鼓的荷包被顺走。 荷包上绣着精美的图案, 是一只红着眼睛的兔子, 右下侧有一个字。 一样, 沈化疏然看向拿走他荷包的人。 崔韵视线挪开, 落在宣爱和崔荣身上。 随后似笑非笑地看向沈化。 二叔, 他奴隶我。 崔荣告状, 然后被宣爱捂住嘴。 第217章, 我以为沈娘子是能嫁人的年纪了。 沈化有些底气不足, 他听到自己说, 我又不是给自己准备的, 我是打算送给表哥的。 沈化借口找得很漂亮。 他慢慢地底气回归。 表哥, 饿了能直接吃。 沈化, 既被你发现了, 我也不藏了。 他抬着巴掌大精致的小脸, 感动吗? 崔荣不可置信。 这个马屁精, 女娘望着你时, 眸中似藏了一把璀璨的心火, 熠熠生辉, 却灼热烫人。 崔韵指尖妈撒着那个样子, 感动。 他嗓音淡淡, 无情地撕开沈化化的饼。 表姐包的南瓜子仁, 绒姐包的花生, 沈娘子提供的荷包。 荷包怎么了? 若拿去卖, 可值千金。 宣爱和翠蓉出力, 他出钱。 也没错啊。 二叔, 你别被他蒙骗了。 明明是他自己要吃, 他为了讨好你, 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明明好好掌着手, 又不是废了。 翠蓉积怨已久, 瓜子包不了, 花生包不了, 我看他吃饭都要人喂。 他小嘴巴巴说得不停。 沈化柔弱, 他抬手捂着心口处配合道, 的确吃饭要人喂, 看来又得麻烦小郡主了。 崔蓉, 他承认, 他的确斗不过沈化。 宣臣见崔蓉这般, 眼底的阴霾也散了些去。 可有些事, 的确该尽早决断。 阿姐, 随我去母亲院子。 宣爱的面色, 舒然苍白。 他其实不傻, 这几日被留在家中, 父兄多次一事, 就察觉出不对劲来。 宣臣看向沈化, 沈娘子不若也一道。 沈化有些错愕, 不等他回应, 就听身侧崔运弹淡应了一声。 宣臣同宣爱走在前头, 沈化和崔运落后好几丈远。 沈化远远的瞧见, 宣臣同宣爱说了什么? 宣爱抬手失泪。 宣家婚事已过, 崔宣事, 乔四久久不曾归府, 崔运三番, 四次来宣府, 如今更是有久住之相。 女娘敏纯, 宣爱这人其实很不对劲。 身侧, 牵着崔荣的崔运低头去看小女娘丧丧的咎咎, 扮响沈笑一声。 崔运温声, 手包疼了。 崔荣可委屈了, 没有, 我只是心里堵得慌。 沈化的思绪被打断, 沈化没忍住, 哈, 崔荣忧怨, 得, 更堵了。 沈娘子, 崔运愧叹, 忽而出声, 沈化看她, 对上崔运深不见底的眼眸, 你急急了, 而崔荣才六岁, 崔运说着, 画是一如既往的弹幕。 沈化好似很少能看到她真正的情绪外露, 她经不住地想, 如若这是年少的崔运会如何? 大抵懒懒散散, 将公子哥的金娇展现得淋漓尽致, 她会嘴里擒着笑说, 同我委屈, 用什么用? 沈娘子, 绒姐到底不如你, 她脸皮薄, 你好歹也给她留点面子。 崔运没有情绪, 你同她一般打, 沈化别嘴, 嗯, 那你可能不信, 她低头去踢地上的石子, 我就是长得着急了险。 崔运止步, 看不出来, 她淡淡道, 我以为沈娘子是到了能嫁人的年纪了。 这乡, 宣服宣母早已等候多时, 宣母宣恶事做主位, 宣服永昌伯背对众人副手而立, 屋内气氛凝重到诡异, 压抑地让人沉不住气来。 崔运入屋前妥善将崔荣交给银武, 她对崔荣交代几句后, 银武带着不太高兴的小女娘退去隔壁用膳。 崔运这才带着沈化入内。 沈化见众人齐聚一堂后, 谋中闪过微微惊讶, 然后被安排在乔寺身侧坐下。 她对面坐着的女娘, 正是宣臣心腹, 温国公府的娘子。 两人先前在鸡和城清那日, 也有过一面之缘。 宣温事件沈化后, 有些惊讶。 很快, 她收好面部情绪, 对沈化稍稍点头, 以做招呼。 沈化布施里的清浅回应, 人道得太奇了, 可见宣爱身上的事不容小觑, 以至于让沈化恍惚, 宣家可真不把她当外人。 女娘心肩滚烫, 正经危坐地充当一份子。 宣恶事总算发话了, 她细细地看着宣爱, 我们商议过了, 今日把你叫来, 是想你自个儿做决断。 她没废话, 仲禀文养在外头的小剑蹄子, 乱棍打死, 用草席一卷扔去乱葬岗处置。 你觉得如何? 宣爱心口一跳。 阿娘。 她不忍心道, 她还怀着身孕。 就是她怀着身孕。 七个月, 宣家上下被瞒了七个月。 仲家真是太大的本事。 脊棍下去一并打死。 难不成这孽种, 你还打算让她生下来? 她重家敢这般行事。 如此恶心人, 我宣家自感泄愤。 宣爱眼圈泛红, 她不善言辞。 她窃窃道, 人命可贵, 不该如此。 宣博功臣沉叹息, 的确如此, 至而尚且无辜。 大人的恩怨, 怎可让她背负? 她也是不赞同的。 她是文官, 迂腐了一辈子。 何止是宣家女性子软, 宣博功义是如此。 你住嘴! 当初就是你说, 仲家千好万好, 如今是我爱景受了罪。 无辜。 管她是男士女本就不该存在。 谁比得了我爱景无辜。 成亲将将一年, 宣服给的够多了。 她呢? 她又做了什么恶心人的事? 众秉文若硬气些, 说要纳妾, 宣恶是没准, 还敬她是个男人。 偏偏她窝囊, 又自以为是妄图将宣家刷得团团转。 宣博功见状, 苍良坐下, 不再多言。 说到底, 她是最心疼女儿的。 这几日没一个安生叫, 好似有人在耳旁一直反反复复地说着, 你的爱景被你亲手给毁了。 是她识人不清, 催恶是平复呼吸。 你若不愿意也成, 眼下还有另外一个走法。 她沉默地看着宣爱扮想, 何离? 宣爱只觉耳旁风的一声, 路走错了, 只要地没崩, 大不了往回走就是。 隔壁的魏家远嫁女娘, 牵挂了整整三年, 那出嫁女娘路途远不曾归, 魏母受宴又不曾归, 书信没有, 报平安的口信也没有。 直到第四年, 魏家总算得了消息, 那女娘早已投胡自尽。 宣恶时恨声道, 你不是远嫁, 你并非受了委屈, 无人哭诉。 你娘爹, 姑母嫂嫂, 弟弟弟洗眼下都在此处坐着。 孩子, 你还年轻, 你是宣家女, 既然活得不痛快, 不如何离, 何必受此折辱。 第218章, 那, 沈话就不客气了。 于大齐皇朝而言, 女娘处在弱势, 律令如此, 故, 女娘出嫁, 服侍公婆, 体贴丈夫就成了最应该的。 该做的不该做的, 万得公顺, 便是冠上夫家的姓氏, 可也到底隔着一层步。 不少婆母会刁难立规矩, 故, 修妻的大有人在。 被修妻, 男子转眼能另娶, 而女娘势必被指指点点。 世人好似早就被糟粕的思想根深蒂固, 所以麻木不仁。 他们不会说, 她也是可怜, 被夫家如此蹉跎对待。 最后落得这般下场, 反倒会斜着眼, 上下审视。 她被修了, 能被夫家所不容, 可见不是端庄能过日子的好女娘。 她已经被修了, 如此之人丢脸至极, 也好意思活着。 倒不如一根白领就那么去了, 免得祸害娘家, 可极少会有何离的。 故, 宣爱有一瞬间空白, 她身子跟着小幅度的轻颤。 要说对仲炳文, 她好似从未生过情, 无非是阿爹说嫁, 她就嫁了。 婚后, 为人气为人习, 她自认不曾有半点疏忽, 也算是面面俱到, 挑不出错来。 唯一的是肚子没动静。 见宣爱不语, 宣恶是将头扭向另一处, 不去看这个半点没脾气的宣爱。 崔宣氏到底心疼, 你娘是才所言, 便是我等的意愿。 你是个好的, 姑母知晓, 可就因你是好的, 你阿娘才会如此怨怒。 而女都是债, 日子是你过的, 可你若不顺心, 你阿爹阿娘又怎会好过? 宣爱与她不同。 当年, 崔阳迎娶, 崔宣氏在那之前, 其实有婚约。 偏偏先皇做了主, 谁也更改不得。 她硬着头皮出嫁, 可宣爱有回头路。 仲家算什么? 崔宣氏实在不想宣爱走她的老路。 我宣爱张了张嘴, 唇齿发色, 她鼻子酸涩不已, 可有些话却如梗在喉。 表姐在顾虑什么? 长辈说话, 小辈一直是不曾言语的, 直到崔运冷不丁出生, 如此之人难不成值得让你留念。 她从容不迫地问, 是顾虑家族蒙修, 还是顾虑旧父表哥在官场被指点, 而仕途不顺? 这话足以一针见血。 阿姐, 宣臣舒然看过去, 宣家走到今日, 并非靠着府上女娘而存的。 我立足于朝廷, 是靠着真才实学, 无愧于心。 世人嘲讽如何? 我宣家自圣容依旧, 嘴长在旁人身上, 如何管控得住? 日后, 再嫁也好, 一辈子在宣家做尊贵女娘也好, 全凭宣爱心意。 其实, 那两种选择, 她更希望宣爱选何离。 有这么一个狼婿, 宣臣都替宣爱隔音。 呵, 这样的决定说起来简单, 可真要让宣爱当机立断, 马上去选。 一时间, 宣臣只能逼她, 阿姐今儿慢慢想, 我左右要等你的答复。 屋内气氛变得愈发沉重。 而, 宣恶是突然看向沈话, 她俨然还记得 头一次见沈话的场景。 沈娘子, 沈话茫然, 宣恶是努力平心静气。 若你是我这不争气的女娘, 你会如何? 沈话眨眨眼, 她听到这里, 已经了解了大胆。 她很矜持地扯了扯帕子。 宣恶是, 你且但说无妨。 沈话怕她的粗鲁吓到了人, 女娘下意识侧头去看崔韵。 崔韵淡淡淡朝她焊了焊手。 女娘想了想, 冷静道, 虽说男子那些再正常不过, 可仲家没那, 可见仲家不敢得罪咱们宣府。 故此偷偷摸摸当贼去养外事。 她说, 咱们二字, 没察觉出崔韵的神色有过片刻的柔和。 既然不敢去, 又偏要去做。 可见是个贱骨头。 今日打死一个外事, 焉制明日是不是又得去打别的外事。 难不成两位表哥他们日子不过了, 天天盯着她仲家。 仲家也配。 沈话看向宣爱。 表姐姐告诉我, 今此一事, 你还能心无旁骛回仲家当众夫人吗? 宣爱一顿, 她好色。 不能。 她没法做到, 像是什么都没发生那样, 在同众秉文躺在一张榻上。 沈话又问, 仲家也许心虚有知, 可表姐在想想, 害了她的外事又以宣府压制仲家, 她焉能没有怨恨。 哪里是夫嫁, 日后怕不得仇嫁。 女娘所言, 有理有据。 沈话稍一停顿, 她小心翼翼瞥了宣恶视眼。 宣恶视眼然很认真的在听。 而屋内没有一人觉得沈话的言辞放肆。 那, 沈话就不客气了。 便是她一停顿。 崔韵仿若知晓她要说什么, 出声提醒, 仲秉文。 沈话惊讶一瞬, 随后继续道, 便是仲秉文立下字句往后会对表姐好, 可她已然犯了错。 凭什么要指望她, 日后不再犯。 这些话是说到了宣恶视心坎上, 她用帕子擦了擦眼角的泪。 你的意思是选和离了? 沈话纠结一瞬, 也不是。 若她是宣爱, 她会将崇家搅得天翻地覆。 反正怎么弃人怎么来? 她呀, 娇妾, 不能受委屈。 她会让仲家上下看到她都心慌。 她会让仲秉文跪在地上, 双手送上和离书, 再毕恭毕敬地请她出去。 可显然, 宣爱温温柔柔地做不到此等小人行径, 后面的事怕都是宣臣他们出面。 沈话在知道, 外事是自甘堕落勾引仲秉文的后, 陈寅, 应当将她外事拉到仲家门前, 当着仲家人的面将其乱棍打死后, 再何离? 如此也好将仲家的阿渣一并掀了, 正巧也好告知世人, 错是仲秉文的错, 同我表姐无关。 宣爱听进去了, 可质子无辜, 沈家样样从来不是好人, 无辜, 这就是仲家该去揪心的事了。 且看仲家能不能, 或者敢不敢去救。 要我看, 与其一辈子当窝囊, 没个半点体面, 连宗谱都入不得的孽种, 倒不如让她重新投个好胎, 这好歹也算是宣府在做善事了。 外事子, 有哪个是活得好的? 沈化觉得, 她又在散发善意了。 宣爱, 可外事不过是有电门风, 若是当众处死, 只怕宣家招来诟病, 惹来祸端。 沈化慢吞吞看向崔韵, 我能说吗? 崔韵挑眉, 你说? 得到了崔韵的回应, 沈化下意识瞥了宣臣一眼。 那就是宣表哥的事了, 你让他去想办法。 若连表姐想要的痛快方式都给不了, 如何还能说给你做主? 这种没用的弟弟就不要了吧。 第219章, 沈化, 她真的能洗脑? 当然, 如此还不够。 沈化, 众秉文更该为所犯之事做出代价。 若他不动那些心思, 也就没今日之事了。 宣表哥更得狠狠收拾他。 宣家是体面人家, 做不到众家那般不要脸, 也没法向土匪混混那般, 得理不饶人。 若没法将他埋葬, 至少得让众秉文认清人世间的奇妙。 他活着活着, 还不如死了那种。 这算是家丑。 寻常人家, 大多想法子掩盖。 可凭什么呢? 众秉文到底是观身, 不能随意处置。 可办法是人想的, 总能让他生不如死。 他所言实在离经叛道, 可宣臣却经不住地想。 若阿姐能说上一句, 你只要照做了, 我就和离。 你敢做, 我敢离。 他定然转头, 就去想办法。 永昌伯呆志, 他不能想象, 崔韵这般沉稳的性子, 怎么对这么一个女娘上了心。 女娘的确生得很好, 可怎么说的这一单番言辞, 就这么凶。 永昌伯从未见过 如此不好惹的女娘, 偏偏他看见沈华 矜持地缩了缩裙居下的绣花鞋, 女娘也不知是说给谁听的。 他娇柔作作, 我平素不这样的, 我还是相当稳婉的。 永昌伯, 可眼瞧着旁人要骑到头上来, 不将他拽下, 狠狠踩上一脚, 如何难凭心下之分。 沈华转头, 是吧? 崔韵轻笑, 你说得很对。 永昌伯, 崔韵, 表姐在娘家都没受过此等委屈, 众家平和。 沈华, 也许是他们脸大。 他还有模有样地画了一个大圆。 坐在轩臣身边的欣妇前一瞬 还在为轩爱难过, 下一瞬没忍住笑了出来。 很快, 他又懊恼不已, 生怕惹来婆母同工爹的不渝。 果然, 轩恶是重重一拍桌子, 欣妇身子一抖, 吓得。 他颤颤巍巍起身, 等着被婆母训, 就听轩恶是咬牙切齿。 轩爱, 你听见了吗? 学着些, 做爹娘的不怕儿女惹事, 就怕你不惹事。 怎么样? 娘觉得沈娘子说得十分在理。 你只要点半个头, 我就让你弟弟去想法子。 轩恶是见温依然站了起来。 成根媳妇, 你也觉得婆母说得在理吗? 心妇, 温依然傻愣愣地站着。 嗯, 在理。 很快, 他又被身侧的宣臣扯回去坐下。 见他实在紧张, 宣臣凑近, 小声问, 平素对着我胆子大得很, 怎么就这么怕娘? 这边, 轩爱看向沈话, 女娘就坐在那里, 她一言一行大胆却有令人生去。 那一番话, 若是从旁人嘴里听闻, 也算是害人。 可从沈话嘴里吐出来, 却又好似理所当然, 就好像, 这就是该他说的话。 明明年纪上小, 眉眼还有稚气, 许是察觉出了在自己身上的一道视线, 沈话抬头, 同轩爱碰了个正正。 她疑惑有之, 随后冲轩爱弯了弯唇半。 女娘眼里的星光闪烁, 却好似一道利剑直直撞上她色然的心口处。 轩爱听到自己在问, 可两年肚子没动静, 沈娘子还觉得我没错吗? 沈话沉默, 这便是她仰外式的借口吗? 宣家不是不讲道理的人家, 若是表姐您这一生难孕, 难不成宣家还能不点头给她那欠? 可眼下众人这般怒, 自然是表姐您身子无碍。 沈话问, 表姐可知您为何两年无孕? 轩爱, 这, 那定然是三亲真人也瞧不上仲甲。 你若有了孩子, 岂不是就得为了孩子将救儿不好合离了? 她下结论, 可见神仙也是庇佑表姐能脱离苦海的。 轩爱都要信了, 轩恶是一拍桌子, 不错。 她觉得沈话说什么都特别中听, 崔轩是微微汗手, 言之, 也有脸。 乔四, 这便是天意。 能说的都被说了, 温依然只能很严肃地点头, 嗯嗯。 永昌伯深深吸一口气, 轩辰若有所思, 再看崔玉面带淡淡的笑意, 她想, 不能让心腹同沈话久待。 沈话说的话, 真的能洗脑, 便是她都觉得, 沈话说的没错。 沈话见状, 责任心爆棚, 为了不让众人失望, 她必须将宣爱的观念给扭正了。 女娘嫁人, 是为了有附加依靠。 表姐嫁入仲家, 只是为了生子吗? 宣爱一愣。 可众秉文娶表姐, 大抵是因为表姐姓宣。 女娘的两句话, 将现实剖析得彻底。 崔玉也不说话, 她静静地等着沈话发挥。 男子娶过边上的茶盏, 神色淡然地抿上一口。 神话所言, 又何尝不是她心中所想。 女娘怀胎不易, 生子不易, 产后更不易。 若夫婿不体贴, 做何为她吃这般苦? 表姐折腾一番, 还没在闺中做女娘那般快活。 何必?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这话实则我听过多次, 话操理不操, 可表姐并非如此。 前头是一堵岩石的墙, 后头是宣家给表姐铺的路。 何必没守成规, 又被礼法约束, 非要去撞那堵墙, 落得个鲜血淋漓的下场。 这是如果发生在郑千玉身上。 神话早就骂过去了。 她会说, 姓米的, 你是不是有病? 这男人有什么好? 你图什么? 非要在他面前当孙子。 可宣爱是个温柔的女娘, 神话自然说的话, 也温柔了不少。 她轻声道, 表姐知书达理, 你识字能写诗, 又擅长作画, 便是音律也不在画下, 是宣家精心养了这么多年的女娘。 宣美, 乌州的风土人情, 这世上表姐, 没趣的地儿很多, 何必居于, 这早就发烂腐臭的一方天地。 就在这时, 有婆子匆匆入内, 那是宣恶氏身边的心腹。 她恭敬地半压着头, 仲家那边来人了。 是仲老夫人, 身侧伺候的吴婆子。 仲老夫人, 也就是宣爱的婆母。 宣臣冷笑, 没等到仲炳文, 眼下等到了的婆子。 仲家竟这般看清阿姐。 审话看着宣爱, 表姐, 她下意识地揉搓着袖子。 她慢慢地, 心里下了个决定, 所有人都在等着她的回复。 她也不负众望地摇了摇头。 不见了吧? 审话微笑, 错了, 她教宣爱。 你该说, 让她滚。 第220章, 不怕你笑话宣家就是疼女儿。 永昌伯绝府哭败之色, 似有绿芽冒出, 继而得以救向中患。 而仲府却是另一番景象。 仲府坐落位置, 稍显偏僻, 这边的宅子自然也相对而言便宜。 仲老夫人吩咐书童将喝得烂醉如泥的仲炳文抬进屋子。 她的眉皱的急身, 故此显得格外刻薄。 见仲炳文被卫行酒茶后, 这才提着仲炳文身侧伺候的书童回了自己屋子。 怎么回事啊? 书童把头低下, 不敢言。 仲老夫人冷声问, 她是不是又去见那狐狸精了? 说! 书童吓得一哆嗦, 连忙跪到地上。 老夫人, 那宋娘子身子重, 这几日身子不适, 也放心不下, 也是在所难免的。 仲老夫人冷冷一笑, 身子不适, 就去寻医室。 呸! 就她被迷了心窍, 外头的那狐狸精, 是看我尽是出身, 拜官汉凌愿修转前途无量, 这才黏着她不放。 可没安好心, 说什么都不准她再见。 你给我记住了, 也见一次, 我就打断你的一条腿。 你有几条能断? 听没听见? 书童也不过十二三的年纪, 文言, 愁苦连连道, 听见了听见了。 书童战战兢兢地离开。 老夫人, 您何必如此大怒? 婆子给她捏着尖。 仲老夫人想到宣爱, 她不免又心骄。 我这几日, 心里总打鼓。 你说仲哥儿媳妇, 怎么至今还在娘家待着? 婆子宽慰, 想来是舍不得念家。 老夫人莫及, 这吴婆子已经去请人了, 大奶奶孝敬, 自然就回来了。 仲老夫人嗜笑。 念家? 你说的什么话? 眼下仲家才是她的家。 往日她看着孝敬, 谁知道心下如何编排我。 要不是亲家踢鞋文歌, 我何至于在她面前 连点婆母的款都不敢摆。 她明面上对宣爱疼爱, 可到底意见连连。 毕竟, 宣爱身份过于尊贵, 轻不得重不得。 我侄儿媳妇入门不过半年, 就有了身子。 她可倒好, 半点动静都没。 要不是如此, 她早就将外头那个妖精给处置了。 说到底也怪宣爱, 若她争气些, 何至于仲炳文对外面那个念念不忘。 虽然恼火, 仲老太太到底吩咐, 回头你去那边跑一趟, 到底是七个月的身子了, 多带些补品过去。 上回宣爱丢我的血验, 我没舍得, 和你也一并拿去, 再提点提点, 让她没勾着我家哥儿。 看在孩子份上, 我愿意给她脸, 可若因她而坏了我而前程, 我非拔了她的皮, 可她心口又跳得飞快。 那亲家太太架子高得很, 若是知晓, 这天不得她了, 我哪里敢怠慢她的女儿。 说到这里, 她就来气。 仲家不算大户人家, 但也体面, 房屋也是够用的。 直到, 宣爱入门, 到底是贵女做派, 身边陪嫁丫鬟就有数十名, 小私若干, 婆子若干, 便是嫁妆也堆满了一个院子。 以至于仲家无法安置, 当年宣爱左思右想, 甚是为难, 本想着拿出一小部分嫁妆, 买下隔壁的小宅院, 推翻墙后。 合并一处, 也就好安排了。 她当时去见仲老夫人, 仲老夫人欢欢喜喜地拉着她的手, 好一番真情实义。 不曾拉下脸说半个不准, 可字里行间却透露这个意思。 你是仲家妇, 许是年轻, 想得不周到, 这刚进门就扣大宅子, 住着是舒坦了。 可如此行事, 只怕我儿在官场上被笑话。 她是有出息的人, 日后自然也不会辜负你, 辜负岳家。 这话说得也在脸。 宣爱只好遣了一部分人, 回永昌伯爵府。 可是呢? 那些奴才又被宣恶氏给送了回来。 宣恶氏? 这是以疼爱娇女为由而打她的脸。 宣恶氏说的话, 众老夫人至今有几。 当时定亲时, 就同姑爷过了明面。 成亲前, 这嫁妆单子可将陪嫁的这些奴才一并写上了。 当时亲家太太你过目时, 可没说半个不愿。 是, 我承认, 这奴才的确是多了, 可原先姐儿在宣家, 就是他们伺候的。 我就这么一个女儿, 有十五个伺候的奴才, 我家姐儿就得三十个。 别家女娘穿金带银, 我家老爷在她出生时, 就特地盘下一间金铺子。 眼下昏成了, 怕为难亲家, 也就没旁地过甚要求。 姑爷只需官图顺畅, 待我女儿好就成。 这宅子的事, 是, 爱姐儿自己掏钱。 怎么就不成了? 又何必, 再意外人如何言? 姑爷又出现, 日后自平步青云, 就能打那些多嘴的人脸了。 亲家太太, 你说是也不是, 她能说什么? 宣恶是字字句句, 都在堵她的嘴。 永昌伯爵夫人果然了不起, 她只能笑得比谁都难看。 最后, 隔壁的小宅院是宣爱身侧的庄婆子出面买的, 去官府那边入了户, 婆子稳重, 办事体贴, 是宣恶是特地博给宣爱的, 地气自然办在宣爱名下。 当年, 宣爱收下地气后, 并未多享, 与她而言, 买了能住下人即可。 可于众老夫人而言, 却万般不舒坦, 纠结于心, 如梗在喉, 尤其听到有人背着义轮, 这仲家好本事, 娶了宣家女娘, 事宜不登天了, 也算是仲家沾了儿媳的光了。 好在, 这两年下来, 宣爱在她有意无意下, 性子越来越软, 好拿捏得很。 见仲老夫人愤恨, 婆子盲劝, 咱们爷在汉林院任休转一职, 从六聘, 是有出息的人, 日后是要做大官的, 谁敢瞧不起。 仲老夫人脸色却并未好转, 两年前是修转, 怎么眼下还是修转, 宣家竟不知为她筹划筹划, 她俨然忘了, 这些年从宣家得来的万般好处, 汉林院可不是那么好进的。 若非永昌伯作宝, 众秉文能不能进还是一说, 两人正说着话, 就见派去宣府的吴婆子一脸慌腕来。 老夫人, 怎么回事? 众老夫人往她身后一瞧, 没看见仲爱, 当时面色一沉, 人呢? 吴婆子把头压低, 我压根没见着大奶奶, 就被宣府的人给赶了出来, 让老奴滚。 众老夫人心头咯噔一下, 疏然起身。 什么? 第221章, 这老东西, 戏还挺多。 彼时, 宣家人见宣爱彻底想开后, 个个如释重负, 既有决断, 这事也没法瞒。 由宣恶事同宣父永昌伯出面去了趟主院, 好让宣太夫人也知晓。 崔韵带沈话去隔壁用膳, 女娘吃了花生和瓜子不算饿, 她随意地用了几块就不再吃了。 可是不合胃口, 崔轩事柔声问, 不等沈话言就听一旁怀恨在心的 崔荣重重哼了一声。 哪里是不合胃口? 祖母, 你是不知道? 她这分明是。 崔荣一停顿, 别看她人小可逐一挣着呢。 上回她让崔韵喂饭, 崔轩事就吃她了。 然后, 她说, 想让二叔伪, 这么大的人啊, 丝毫不知羞。 她想亲眼看看, 沈话被吃, 也好让祖母知晓, 沈话是什么懒货。 崔荣期待地等着。 随着小女娘这话一落, 屋内众人面色各异, 宣称似笑非笑。 她也不吃饭了, 侧过身子去看手抖的心腹, 怎么把汤给撒了? 是提不吻。 温依然, 惊讶的, 你信不信? 她不敢唐突, 却忍不住地瞥一眼沈话, 再瞥一眼沈话。 而那头坐着的女娘, 毫无半点女娘被打去的羞涩。 她只是醋眉, 板着脸看向诬陷她的崔荣。 前一刻还得意忘形的崔荣, 在撞见沈话的视线后, 包了花生的手开始疼。 宣爱见状, 连忙出声称崔荣一眼。 你眼下胆子是愈发得大了, 你二叔的玩笑也敢随意编排。 是才我同你一道, 怎么就你听着了? 的确该罚。 乔四赤, 成日里尽口无遮拦。 崔轩师也道, 你阿娘说的是, 依祖母看, 你是闲了, 既如此, 今儿在练截子。 沈话很温柔地笑了, 女娘抬手, 又无比温柔地 拨了拨翠蓉的小啾啾。 表姑母放心, 我定然会好好监督小郡主的。 她机灵好学, 最喜欢练字了。 这不止练字, 想来诗词歌赋也该提上进程了。 是吧, 小郡主。 崔荣疯狂摇头, 她为了表示抗拒, 小短手也跟着摇了起来。 沈话, 乔, 把郡主给乐得都高兴得手舞足蹈了。 崔家人早就习以为常。 而这边, 宣臣含着笑意轻声问, 怎么又将汤给撒了? 温宜然, 旧, 长见识了。 她当了这么多年温国功夫女娘, 今日所闻所见, 实在是叹为观止。 崔荣, 不该这样的, 为什么都不帮她? 小奶包委屈得一别嘴。 而崔韵面色淡淡, 同色毫无半点波澜。 等用了膳后, 沈话有些乏了, 她正打算去歇息, 同众人行礼刚出院子, 被崔韵叫住。 男子走近, 指尖灵活地将荷包寄回女子腰间。 沈话眼眨了眨, 你可知送荷包为何意? 崔韵没看她, 只是淡淡问。 沈话眼看着物件回来了, 她欢喜又随意地嗡嗡一声。 崔韵指尖一颤。 就在这时, 房妈妈匆匆而来, 大娘子, 众家老夫人亲自来了。 门房说, 主子不见客, 那老夫人却如何也不走。 眼下府外不少人围了过来, 大半都是看戏的。 门房那边敢也不得, 请进来也不得。 沈话闽纯, 这仲价, 是怎么就这么多? 还有完没完了? 若是懂事的, 早就在家躲着, 安安愤愤地等着宣家去打脸处置。 怎么, 就这般迫不及待找抽? 若是将她一并赶走, 宣家倒不怕什么, 只怕宣爱名声有样。 宣臣冷着脸, 阿姐在此, 那边我去见, 她是有分寸的。 崔韵快速地寄好了荷包, 也顾不得同她说话, 对崔轩是恭敬道, 儿子一并去。 看着两人离开, 全家为了她的是在操劳。 她刚生出惭愧之色, 沈话时而往返地拍了拍她的肩。 表姐, 女娘说, 你这弟弟还是可以继续留着的。 宣爱平静了, 沈话一点也不好奇, 可萧石走着走着, 非常不巧地走到了大门那处。 她半趴在假山处, 尝试地小心翼翼探出一个头, 事先落过去, 宣臣没把众老夫人放进来。 门房见主子没让放行后, 愈发不留情面地堵着人。 众老夫人头上挽了一个盘腹剂, 她头上戴着的金簪, 腕上挂着玉镯, 隔得远, 审化美法乔清之地。 那褐色软筹上的刺绣, 针脚仔细, 花纹繁复, 滚针绣初点的真情异兽图文。 可见这一身打扮, 派头十足。 众老夫人又是慌乱, 又是怨对。 生怕众鼎闻外头的事, 真让宣家知晓。 她试探地问。 这, 外头哪里是说话的地儿? 宣仲两家结亲, 世子也该喊我一声伯母的。 今儿我来是想问问, 爱娘何时回去? 这总住在宣府, 怕是不合适。 宣臣看了一眼, 拥堵的人群, 忍着脾气。 众秉文啊, 她公务繁忙, 可我来接和她接都是一样的。 仲家是万般看重的爱娘的。 众老夫人必重就轻。 这话一出, 周围的人纷纷点头, 不知实情的人都会赞她一声好婆婆。 沈化泽一声, 这老东西戏还挺多。 宣臣, 公务。 窥你也说得出口, 她可真是忙啊, 今早晨十三刻, 她在忙公务。 这些夜里她日速在何处, 还需我说得更明白些吗? 宣家没必要给众家遮羞。 众老夫人面色一白, 崔韵冷笑, 男子覆手而立, 如松如鹤, 她眸中如春水翠冰。 她只是冷漠地道了一句, 众秉文做了窥心事, 却将母亲推出来, 真够不笑。 这一番反转, 众人看向众老夫人的眼神 当场就不对了。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听着有故事。 什么窥心事? 这是背着宣娘子寻花问柳了吗? 不是吧, 宣娘子这般貌美, 圣经也是排得上名号的, 众秉文靠岳家, 就拆同道插门无异了。 原来这就是众老夫人, 你瞧见她镯子和簪子了吗? 那是金轩阁的首饰。 谁不知道, 金轩阁是宣娘子名下的, 这些年, 她身上的首饰都是金轩阁顺的, 仗着身份, 从不给钱。 那她也好意思, 金轩阁好歹是宣娘子的陪家铺子, 周边人的话, 让众老夫人面如土色。 这, 她刚出了一个阴节, 就被崔运堵住。 崔玉轩柱的宋娘子, 众老夫人大抵食的, 宣府已将她请入府内做客了。 男子嗓音如一道冰刃, 直直此来。 众老夫人浑身发凉。 可, 宣家怎么就看不到众家的半点诚意? 这边, 沈花看得意味尤静, 一道奶奶的嗓音传到她里。 我认识她。 崔玉, 那是我表姑的婆母。 崔玉看着剑拔弩张的场面, 醋眉, 她不解的仰头, 怎么把人拦着? 是她犯事了吗? 她突然瞪眼, 还是老妖婆对我表姑不好? 沈花沉思先回答了她的第一问, 大概因为众家人和狗不得入内吧。 第二把十二章, 把她取进门变成我的, 才有意思。 众老夫人最好面子, 骚着老脸匆匆在婆子的掩护下离开。 回去的途中, 婆子面色苍白如纸, 乔宣家的意思是不愿善罢甘休了。 老夫人, 这, 别说丧气话。 众老夫人呼吸急促, 但好歹是镇定的。 可惜她巧舌善变, 事才一句话都没插上, 反倒被两个后生堵得哑口无言。 伪实可恨。 她老谋深算道, 宣家知道也好, 免得日后前脚瞒前后臂。 他们怨恨在所难免, 人家崔侯说得够清楚了, 这是需要仲家表态回应。 宣家便是再恨, 只要哥儿稳住我那不成气候的儿媳, 想法子把人哄回来, 还有何愁? 她说的话不无道理。 婆子文言连忙点头。 这些年, 众老夫人一直潜移默化地给宣爱丽规矩, 一边用为人妇的规矩将她化地为牢。 不都这么过来了吗? 也到了验收成果的时候了。 众老夫人话至此, 心也跟着彻底吻了下来。 婆子, 可宋娘子眼下在宣家手上只怕。 话音未落, 就被众老夫人历声打断, 还提她作甚。 我就知她是个祸害, 早知会殃及全家。 我断不可能念在哥儿的在岳家面前低声下气, 日子不容易。 而睁只眼闭只眼留了她。 宣家就这么一个女儿, 可她何尝不是这么一个儿子? 刚知晓宋娘子有孕, 她到底喜多过怒。 可眼下, 在提及她, 只有浓浓的厌恶。 眼下哪里还顾及得上她? 她算个什么东西? 平息宣家上下怒火才是真。 不过, 也无需多过顾虑, 回头只要丙哥儿将态度摆正了, 过去认个错, 也就受些委屈, 让宣家把气出了。 他们脑这么一出, 不就是为了给宣爱撑腰吗? 这回丙哥儿姿态放低, 这事差不多也就过去了。 众老夫人冷哼, 她就不信, 宣家还能借着这次出妖蛾子。 宣爱最后还不是得老老实实地回仲家。 可自诩聪明的众老夫人却不知, 崔韵最会把控人心, 她眼下的想法都在崔韵的预料中。 崔韵从宣臣往回走时, 沈华带着崔荣快一步地溜了。 宣臣沉着脸, 恨得牙痒痒, 却不忘故作轻松地偏向崔韵。 沈娘子送你的荷包, 怎么就还回去了? 崔韵想到荷包上的那个样子, 下河收紧, 淡淡道, 不合规矩。 的确, 名不正言不顺的。 说着, 宣臣促侠道, 其实你偷偷藏着就是, 何必如此死板? 这试本就没几个人知晓, 还能不给你瞒着? 崔韵不理他。 宣臣只好诱导, 等这是过去, 不如让姑母出面提亲? 不急。 你在大理寺时雷霆手段, 怎么眼下婚事却说不急? 崔韵看过去, 他连荷包都还回去了, 自不会同宣臣言明。 他和沈华早就私定终身。 他父王顾得守三年孝。 宣臣两然, 他虽是表兄, 平素也没有崔韵沉稳。 可他眼下成了婚, 到底该以兄长之责, 同崔韵盯住。 既是如此, 你心中有数即可。 他如今在侯府, 三年时间够长了, 变数也多。 你既然认定, 万不能临到头, 又将女娘给耽误了。 崔韵不嫌不淡地应了一声, 宣臣见状, 不免笑了笑。 他还记得当年, 他往前时常跑去杨林侯府酒住。 那日, 崔韵还在, 他将片刻不离身的剑, 抽出剑鞘。 很有做兄长的姿态。 你二人学武, 也有断时日了, 起来捅我过招。 宣臣吐了嘴里的野草, 我先。 崔韵懒懒地靠在贵妃椅上, 文言只是抬了抬眼皮。 又不是什么好事, 谁和你抢。 崔伯对宣臣道, 让你三招。 可别, 左右让了是书, 不让也是书, 表哥可得给我留些颜面。 宣臣虽这般说, 可趁着崔伯不防时, 挑剑偷袭。 崔摆后侧, 身子灵活向下而弯, 手下稍微用力, 轻飘飘将底剑剥去。 交手时, 他有意让着宣臣, 顾剑势也温和不伶俐。 刀光剑影间, 随着两人的动作, 枯叶被搅动得刷刷纷飞。 等摸透了宣臣的功力, 锋利蹭亮的刀刃, 毫无预兆地抵至宣臣脖肩一寸出亭下。 笔直上回, 有掌镜。 宣臣笑, 我也觉得, 上回温家, 那连剑都提不动的娇气小娘子, 还取笑我来着, 可不得找回些面子。 崔韵冷不丁地沈笑一声, 他捏着茶几上的小巧点心, 精致地一口一个。 笑什么, 轮到你了。 宣臣走过去, 顺手取了一块。 随即, 眉跟着紧促, 连忙灌了一盏茶。 你也不嫌腻得慌, 温依染都没你爱吃甜食。 提八次了。 崔韵微微坐直身子。 什么? 崔韵, 你今日提了八次温家小娘子。 他看了眼科漏, 眼下时辰尚在暗往前频率, 估摸着还能再提八次。 你不烦, 我都挺烦了。 若想见他, 不若去翻温国功夫的墙。 宣臣。 崔伯意外有于跟着笑, 原来我们阿诚有在意的女娘了。 宣臣绝口否认, 没有, 就是他特别招人烦, 我才提的。 崔韵却是不留半点情面拆穿。 我凭肃凡西院那几个, 怎么没把他们放嘴边? 私募女娘也不是丢脸的事。 表哥说呢? 宣臣当下, 耳根泛红, 可又不甘示弱。 听你所言, 怕是日后你有看得上眼的女娘, 就恨不得的昭告天下了。 这倒不会。 崔韵挑眉。 昭告天下有什么意思? 他说, 把他取进门变成我的, 才有意思。 当时, 宣臣笑得不行。 崔伯当时也笑, 我们阿弟长成这般, 日后也定招女娘喜欢。 崔韵吃着点心, 旁的我不自夸, 唯有一点, 我比父亲拿得出手。 什么? 少年笑, 比他君子。 至少, 不会娶了阿娘, 还去思念王妻。 宣臣静默一瞬, 又问他, 那你喜欢怎样的小女娘? 崔韵懒散, 没想过。 不过, 他瞥了一眼崔伯。 阿兄日后娶的嫂嫂, 总归会是最好的。 我寻着他的性子去挑就是。 虽说那时, 崔韵也才十岁。 得。 沈华和乔四也算是天差地别了。 第223章, 求岳家重重则罚。 离开假山后, 沈华回了厢房歇下。 这一睡就是两个时辰。 等他醒后, 就见崔荣手里抱着刚得来的毛剑子, 有意显摆。 你猜猜我能踢几个? 沈华才懒得去踩, 崔荣存的心思他哪里看不出来。 不猜了, 我直接夸行不行。 真厉害, 你这腿分明是为踢腱子而生的, 就是短了点, 不长个儿。 崔荣, 你才矮呢? 崔荣瞪着眼, 我给你一个机会同我比比。 你不会让你说得太惨的。 沈华清润黑亮的眼眸闪着光亮。 同我比? 嗯, 可我不想和你比。 不行, 那我认输。 崔荣凶巴巴, 他高傲地仰着头, 双手插腰。 那我不是圣之不武了吗? 不行。 沈华越不想比, 他就越发心痒痒。 我命令你踢腱子。 我是郡主, 你得听我的。 沈华, 没听见。 崔荣到底在沈华手下吃过苦头, 也不好一直强势。 小女娘有些不自然地把掐着的胳膊放下来, 攥了攥拳头, 眼神飘忽。 他悲愤。 沈姐姐, 那我求你吗? 沈华垂眸慢吞吞, 这回听见了, 崔荣连忙将剑子送到沈华手上。 剑子是身边伺候他的丫鬟, 用鸽子羽翼做的, 小巧而精致。 沈华垫了垫重量, 心里有数后, 将其抛下, 绣花鞋探出裙摆。 足肩接住, 稍稍往上一抛。 崔荣细细地去数。 沈华接得很稳, 可没过多久, 身子便吃不消了。 不过十个, 女娘就停了下来。 崔荣煞有其事地点评, 也就那样吧。 轮到我了, 沈姐姐, 你给我数。 她得意地忍住不忘形, 听着沈华数。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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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荣停下来。 怎么回事? 你往上数, 继续来。 沈华这次很配合, 从一数到九, 然后慢悠悠到。 八, 七, 沈华悠悠, 真厉害, 可怎么越来越少了? 崔荣, 你问我, 我问谁? 五, 二。 崔荣, 你怎么还跳着往下掉? 你太过分了。 她大声地喊了一声, 沈华却捂住心口。 你怎么了? 被郡主吓坏了。 崔荣, 郡主还踢吗? 崔荣气得转头就跑, 见她一走, 沈华收敛, 些许笑容。 面色痛苦, 她无力地靠着墙壁, 身子往下滑。 缓了片刻, 平静熟忍地用帕子擦去嘴角残留的血子。 白帕上的血, 依旧不是正常的鲜红, 可却不再是浓稠的黑色了。 沈华对着白帕微微愣神, 直到, 崔荣直而往返。 沈华下意识将手帕收了起来, 随后, 她朝崔荣勾了勾手指。 小鬼, 扶我起来。 崔荣, 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 真是一点也不省心。 她嘴里这么说, 身子却诚实, 连忙跑过去。 沈华一手扶着墙, 借着点崔荣的力, 这才站起身子。 崔荣又搬来椅子, 让沈华坐下。 崔荣抿唇, 她支支吾吾。 你是不舒服吗? 我可以去找尼康。 银武呢, 她是不是又去厨房偷鸡腿了? 若不是我回来, 你看谁扶你。 银一就说过, 银武这人平时还行, 一遇到鸡腿, 总会犯错。 吃吃吃, 就知道吃。 沈华呼吸浅浅, 她故作无所谓, 我好着呢。 尼医去端药了, 那你刚刚? 没什么, 就是一时兴起, 想使唤你。 崔荣别嘴, 她没说, 可你刚刚吓坏我了。 沈华, 你回来作甚。 我听说, 我仲炳文来了, 眼下正在外头吃闭门羹呢。 仲炳文, 沈华明白了, 你要过去。 崔荣摇摇头, 我阿娘不让。 阿娘还说, 不让我再喊她表辜夫了。 她指着沈华, 我要你陪我去。 回头我就能同阿娘说, 你是非要拉着我去的。 这样, 阿娘就不会指责我了。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你想得挺美。 仲炳文晕晕沉沉, 一身酒气味散。 惊恐让她无比清醒。 爱娘! 让爱娘出来见我。 她重重拍打着宣服的门。 众老夫人让她明日再来也不迟, 可她却不敢。 做贼心虚有知, 害怕失去更有知。 众老夫人不懂官场上的深浅, 可她却最清楚不过了。 汉灵院是朝廷里头最倾平捞不到油水的地儿。 可考生却拼了命地往里头挤。 可考殿是一甲三人, 状元榜眼探花, 便是入的汉灵院。 状元寿官便是从六品, 榜眼探花正七品。 品级不高, 可却足够轻贵。 日后若是入了官家的眼, 便能步步高升。 朝中进办的文官, 便是这一半熬出头的。 若非宣家, 运到不行, 早就被安排出圣经去小县城做县官了。 哪有眼下的日子? 她的确有文采, 可人之惰性让她只想抱紧宣家的腿。 故, 她许久不曾挑灯夜读了。 汉灵院每月考核, 大学士早就对她不满, 却碍于永昌伯是她的恩师, 而并未发难。 被踢出汉灵院, 说到底无非是宣家一句话的事。 宣爱更是她高攀。 宣爱也是她见过最美却不娇气的女娘。 刚娶她时, 仲炳闻万般欣喜, 也想只对她一个人好。 可宣爱美则美, 她不如宋娘子会撒娇, 不如宋娘子主动, 更不如宋娘子会说情话。 时间久了, 也就显得寡淡无味。 见不得回应, 仲炳闻心下一尘, 也顾不得为官的百姓。 她掀开一百贵侠。 我有罪, 只求见夫人一面。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求岳家重重则罚, 炳闻接任。 她一字一字, 重复地喊着, 嗓音跟着哑了起来。 宣家好面子, 又怎会让她多跪? 果然, 珠门被里头的人打开, 发出沉闷的声响。 是宣臣, 男子凉凉地看着她。 身后小丝出没, 很快将手中之物 扑到仲炳闻面前。 是一块四方形的木头, 上头布满尖钉。 仲炳闻心头一骇。 这…… 宣臣冷笑, 不认了吗? 仲炳闻, 只觉凉风阵阵。 等等, 崔韵大步而来。 仲炳闻刚松一口气。 果然, 还是崔侯眉那般冲动。 就见崔韵手中捧着瓦罐, 在木头刑具上空松手, 瓦罐坠楼。 碎片一地, 里头的盐洒落。 碎瓷片, 密密麻麻坚定上, 又洒满了盐。 崔韵, 贵。 第224章, 作人还得知足限。 等再回杨陵侯府, 已是五日后了。 东院还是老样子。 崔荳照就去学堂, 这些时日耽搁下来的学业, 自要补回去。 而沈化照就逃客。 尼康还是雷打不动的把脉, 一如既往的改药方。 你瞧我今日有何不同? 这几次夜里吐血, 浓黑的颜色愈发得浅。 故, 把脉时, 沈化总要问上一句。 尼康逆他一眼。 还是老样子, 能有什么不同? 不过, 他不愿打击沈化, 也就装糊涂。 沈娘子今日盘的发, 比昨日更精致, 让人耳目一新, 显得愈发温婉。 谢谢, 我的确问婉, 可这两日是同一发截。 尼康, 沈化也就泄了气。 他想, 要么尼康是个庸医, 要么他有病。 嗯, 他的确有病。 吐血的事, 也就懒得讲。 天气稍转暖。 二月十四, 是难得的好天气, 阳光明媚。 沈化在衣柜里, 细细挑择孝气的素雅罗裙, 又去匣子里头, 寻来银环配饰。 除去阿娘的一根遗物金簪, 女娘破天荒出格的, 在耳垂上挂上红润耀眼的耳坠。 手腕上的手串也是红的喜庆, 可掩于袖下, 极少让外人瞧见。 对着棱镜, 女娘漫条丝里的涂抹胭脂, 又细细在唇半处抹上烟红的口汁。 朱唇粉面, 冰激玉骨。 是难得的好颜色。 沈化微微愣神, 以翠起来的大枣, 跑去小厨房。 宁朱烧着柴火, 给他打下手。 以翠加水和面, 揉搓面团, 要吃羊春面的。 早些年夫人在时, 便是在忙着一日总要疼出来, 娘子吃的面都是夫人亲手做的。 后来, 便是我做了。 宁朱难过地垂下头颅。 头一年, 我记得娘子发了脾气。 以翠手下动作慢了起来。 当时, 沈化微从丧母之痛中走出来, 她吃了几口面, 眼泪委屈地搭搭往下滚落。 一把扔了筷子。 难吃死了。 是奴婢不好, 这就去给娘子重做。 以翠只能轻声细语地哄。 小女娘当时哭得一抽一抽的, 就是没我阿娘做的好吃。 奴婢学? 她这样, 沈化更难受了。 她刁蛮却不瞒横无礼, 也知不该如此。 沈家样样哽咽地把脸埋到以翠怀里。 我, 我不是故意兄弟的。 奴婢知道。 她拍着沈化的背。 以翠, 我是不是再也见不到阿娘了。 以翠想到这里, 心口抽出的厉害。 免不得感慨。 老爷再是还好, 每年总是会给厚厚的红风, 眼下老爷也不在了。 娘子虽不说, 可心里头顶难受。 宁珠小声道, 娘子生辰, 理应半的。 便是不叫西院的那两个表姑娘, 也该同小郡主说上一说, 也好热闹热闹。 娘子不笑, 也就没同旁人道。 以翠脸眉, 可再怎么样, 也该吃晚羊春面的。 十几年的习惯, 总不能断了。 沈化用了药后, 以翠端着清爽, 葱香扑面的面入内。 沈化咬了咬唇半, 随即冲以翠清浅一笑, 他什么都没说, 低头吃得很慢, 却将一碗面吃得干净。 为娘子多次下铁, 娘子一次都不曾赴约。 不若这回, 趁着天气正晴, 您带上银武, 出去走走。 以翠劝道。 沈化哼了一声, 他那种人心眼推小, 想来碑地里, 不知如何骂我。 赏五, 威应应的确在骂沈化。 一线天九楼, 三楼雅间。 他娇气的一拍桌子, 这都大半个多月了, 他可真是半点一起都没, 亏我以为他是个好的, 摆什么架子。 他沈化怎么不上天, 门被外面的人推开, 沈化板着脸入内。 威应应丝毫不心虚, 他愣了片刻, 开始阴阳怪气。 哟, 沈娘子是稀客, 这些时日要了不下十回, 我还以为得亲自上门去请吗? 沈化视线轻飘飘在他身上挪开, 转身去严密身侧坐下。 能来一次, 已经够给你面子了。 沈化, 做人还得知足些。 威应应冷笑, 我不和你争, 他也争不过。 威应应身子往后靠, 你这几日怎么一点消息都没? 沈化, 忙着上天。 威应应, 你来前, 我和颜姐姐还在说永昌伯爵府的事。 虽过了大半月, 可这些时日仍旧闹得沸沸扬扬, 全圣经都一轮不休。 说着, 他一顿有些顾及凝视沈化。 看我坐身, 沈化和离南部城还是件丢人的事吗? 不是吗? 威应应, 那重饼纹在轩府跪了三天三夜, 膝盖小腿处都是流着血的洞, 活生生给晕倒了, 听说是一厘米一口水都不曾进食。 说到这里, 他连忙道, 我也不是为他叫躯, 再如何, 我是站在你这边的。 沈家样样才不稀罕, 他去凝视严密。 严密仍旧是往常的装扮, 可肉眼可见瘦了不少, 就连下巴都跟着尖了。 穿在身上的衣裙腰腹处显得空落落的, 严密的气色并不好, 可仍旧温柔, 神话敏唇, 垂下眼眸, 是他自个儿愿意跪的。 谁逼他了? 有些人就是有跪在别家门前的癖好, 胆也赶不走, 宣家也是为难。 他不吃不喝, 无非是为了伯通情, 众老夫人来了几趟都没劝走。 后头晕了, 侯爷见他可怜, 明明公务繁忙, 却仍旧抽出空来, 人厚地将人送了回去。 当时, 众秉文跪在利器上, 唇齿发白, 伤口的血流了一地。 宣府的人进进出出, 没有谁会联系他, 除了沈家样样。 女娘闲暇时, 总会去门槛处坐下, 拖着下巴去看台阶之下的众秉文。 样样很友好, 疼吗? 眼下无人你不如偷个懒, 掀起来, 等来人了再接着跪。 反正腿上伤口多, 顶天立地的男子又怎聚在多百来到。 后来, 众秉文晕倒, 也是沈华亲眼目睹的。 女娘, 真可怜。 她对崔运道, 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我应应真的要信了沈华的邪了。 这张嘴, 当真是能将黑地说成白的。 宋, 她到底没忍住。 你是指看押犯人的牢车吗? 第225章, 样样, 能不能贪心地求个长命百岁啊? 沈华眸光亮亮的, 有问题吗? 这还是我提议的。 她把手一瘫, 她三天没洗了, 实在邋遢的不行, 自然不能遭见了马车。 还有她养在外头的外事, 是一并送走的。 维盈盈深吸一口气, 你可能不知道, 我当时正在街上, 还以为大理寺又抓了贪官污吏, 一个没忍住, 一篮子的臭鸡蛋菜叶子都往囚车上扔啊。 她一扔, 不明所以的百姓各个跟着扔, 更有甚至扑过去吐口水, 场面混乱到一发不可收拾。 当时外事送娘子, 发上黏乎乎的都是臭鸡蛋叶, 她一边捂着肚子, 一边试图去唤醒重饼纹。 沈话沉默一顺, 原来是你? 维盈盈? 呵呵, 是我。 发觉不对, 当场她就溜了, 以至于后面的事没亲眼瞧上。 维盈盈深吸一口气, 重饼纹果真亲手杀了外事, 外头传得有鼻子有眼。 虽然我的话不中听, 可到底那是她的子嗣? 她实在是个畜生。 沈话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并未接话。 俨然, 她的道行还是太浅。 宣承和崔运压根不曾吩咐人处置宋娘子, 而让自己手上沾了血。 这一点, 沈话也着实始料未及。 当时, 他们将人送到仲家。 仲炳文还不死心。 你们到底要如何才能原谅我? 贵也贵了, 罚也罚了。 我只是伤透了爱娘的心, 便是上刀山下火海, 只要能换她回心转意。 崔运当时只是沉浸到, 宣家眼里容不得沙子。 侯爷放心, 我会送走她, 不会让她进门。 宋娘子不可置信, 文哥, 你不要我了吗? 你不是说心里只有我吗? 我怀里怀着仲家的血脉。 神医说了是男胎, 崔运冷笑, 吩咐身后的奴仆入府, 将宣爱的物件轻点搬走。 一箭不留, 隔壁的院子也经她手, 早早低价地卖了。 仲炳文一个机灵, 眸中闪过血色, 她离不开宣家, 绝对不能。 她崩溃带着杀戮的在想, 只要这对母子不在了, 那自然就能一切回归原点。 左右宋娘子卖身弃在她身上, 是外侍不错, 但也是剑奴。 剑奴是可随意处置的。 可等她将匕首插入外侍的小腹时, 熬已成型的孩子彻底没了胎动, 外侍失血过多, 死前地掩带着惊恐和恨惧。 她不免诱下地连忙缩手, 不对, 这匕首谁给她的? 她胆颤地看向崔玉, 耳边传来一声轻笑, 这是和黎叔, 我不会牵字花鸭的。 这又如何游得了她? 隐一上前, 见她不配合, 手起刀落, 砍了她一根手指, 轻而易举地画了鸭。 贬值文书不日会抵达, 彻底离开圣经。 崔玉淡漠, 本侯以为, 你同我表姐能好聚好散, 你说是吗? 鲜血直标, 沈化被重饼闻得惨叫, 吓得浑身汗毛直竖。 眼前却是一黑, 有人捂住了她的眼。 沈化闻到了属于崔玉身上淡雅的气息, 惨叫声跟着消失, 应当是被影一堵了嘴。 好, 好奇心吓死猫了。 崔玉恍神, 似想到了不好的回忆, 男子下河线紧绷, 送你回去。 我, 我自己回去。 崔玉眉婴却是转过沈化的身子, 抬手扣住女娘纤细的腕子, 领着她朝另一处走去。 她低沉着嗓音, 沈化。 嗯? 女娘难得窃窃, 别怕我。 两人说着话时, 严密从未出言。 她的出身明明也不差, 偏偏宣家不舍得女儿受罪。 而她的爹娘却亲手将她推入火坑。 颜姐姐, 维莹莹见沈化不理她, 也就转头喊严密。 你昨儿见着卫大公子了吗? 沈化醋眉, 你去卫国公府了? 严密温柔道, 阿娘领着我, 一同过去探病。 她抿唇, 人是见着了, 可脸上却是戴着面罩。 只不过被封折了, 如此之久, 怎还会遇? 颖武蹲在角落啃着鸡腿, 得意地勾唇。 封, 那可不是毒风。 爷尚回命她, 取了尼康炎制的毒汁, 全给胡卫西横脸上了。 卫西横做一辈子都猪头吧。 那张脸, 便是叫整个太医院过去, 都治不好。 但凡太医院能瞧出猫腻, 尼康也不必行义了。 严密摇头, 不知。 她笑得牵强, 卫大公子的脸如何, 我其实不甚在意。 好了得嫁, 不好, 也得嫁。 沈华侧头看她, 说这些无非对自己过不去, 喝酒吗? 我虽不幸能一醉解千愁, 可我今日挺想喝的。 娘子, 颖武刚出一个阴节。 沈华, 你大夫说我需要快乐。 颖武不说话了, 继续啃鸡腿。 得巧了, 我刚从鸡腾那边过来, 顺手烧了她的酒, 说是七王爷给的。 维莹莹取出两份玉瓶装的酒, 打开瓶塞后, 沈华闻到了浓郁又熟悉的味道。 维莹莹很热情地给美人倒了一杯。 颜姐姐, 我要是你啊, 就趁着这些时日, 好好放纵。 严密看着酒盏, 在维莹莹的期待下, 端起酒盏一饮而尽。 维莹莹开始娇声娇气地骂服上该死的维猪猪。 那个小贱人穿的肚兜都是红色。 她什么意思? 她也配同我穿一个色的吗? 叙叙叨叨骂个不停, 从维猪猪的头发丝到她脚底的绣花鞋。 不过一盏茶, 维莹莹砸把嘴, 还挺好喝, 像果子又像花露酿的酒。 我逢年过节总要喝上几杯, 酒量应当是不差的。 话音刚落, 她啪的一声倒在了桌上。 醉死过去, 严密面色驼红, 她头有些晕。 莹莹怎么了? 沈华小口小口的敏, 唇齿间都是清甜, 眉眼跟着弯了起来。 我可能忘了说了, 这酒后劲很大。 严密视线迷离。 难怪, 我有些晕。 她趴下睡。 沈华好嫌弃他们。 她一杯一杯将两壶酒全给喝了。 这时, 有人推门而入。 银武伶俐地看过去。 是谢勋。 她放松警惕, 继续啃鸡腿。 谢勋快步走近, 皱眉, 这是喝了多少酒? 沈华撑起身子, 努力分辨走近的人。 谢勋转头吩咐银武, 我这次出门没带随从, 只能让你跑一趟俯国功夫。 银武才不听她拆遣。 沈华两腮飞红, 双眸一红醉意。 女娘见没了酒, 就去倒茶, 她双手合十。 小声软软地念。 第一杯, 样样生辰快乐。 再倒一杯。 女娘莫的拔高嗓音。 第二杯, 沈渠去死, 她去死。 第三杯, 银武一愣, 娘子醉了。 我身上没带结酒丸, 她底子插着酒裂得很。 若不服下, 怕是醉过去几日都难醒。 谢勋赤, 还不快去。 银武一个机灵, 闪身没了影子。 谢勋扶住女娘歪歪斜斜的身子, 男子的手扶着女娘的肩。 屋内彻底静了下来, 她一寸一寸地去瞧省化的眉眼。 谢勋面目变得格外柔和, 嗓音温润。 第三杯是什么? 女娘晕晕沉沉地想了许久, 随后失落地垂下脑袋哽咽地说, 样样, 能不能贪心地求个长命百岁啊。 谢勋死死绷着唇, 伴上她宽慰。 沈娘子的愿望都会实现。 沈话狠知礼数, 谢谢世子吉言。 女娘打着哈欠, 眼皮越来越重, 甚至都没来得及做妖, 就陷入了困水。 也不知过了多久, 谢勋把她带到自己怀里, 轻抚女娘柔顺的发。 错了, 她嗓音哑得厉害。 不是世子, 她的唇动了洞, 悲痛铺天盖地。 无人听到她说, 是, 阿兄。 第226章, 武将哪有什么好前程。 大理寺绝非清闲之地, 上上下下忙碌不堪。 偏偏不顺心的事, 跟着一件又一件。 江兆从外头大步入内, 大人, 这是刑部提供的审讯周章平后的供词。 崔韵继续翻看卷宗, 毫无确切地打算。 她只是淡默道, 周章平是横州之府, 她的功绩摆在那儿, 谁也忽视不了。 此人算是有勇有谋, 却油言不尽, 只认死理。 这种人过于固执, 他欺压百姓剥削明知明高, 崔韵是不幸的。 说着, 他低头讽刺一笑。 你猜猜, 他这回是惹上四皇子, 还是东宫那位? 江兆不敢猜。 四皇子和太子左右, 都是阴险狡诈之辈。 江兆, 刑部已将人勘压入狱。 崔韵一顿, 刺听到了可笑的事。 没有大理寺的批准复审, 谁给刑部的胆子? 大人, 刺政有事禀报。 回头再说, 崔韵不渝, 扔下这句话。 陈卓连往外走, 刘夏四正同江兆面面相去。 这是怎么了? 江兆也憋了一肚子的火, 自中处一案后, 太子不敢拿崔韵出气, 也便时常不给刑部尚书脸面。 更有妻子犯事, 被崔韵以律法铁面无私地打了板子, 眼下还在家中躺着。 故, 刑部尚书对大理寺积院已深, 这段时日那边叫嚣得很。 上回宣家的事, 刑部尚书也有意在此事上做文章。 最后, 被罪是瞧不起仲家做派的 又最看重规矩刚长的书役室 当着贺帝的面将其骂了个狗血淋头。 为仲家抱不平的事, 你也说得出口。 他被贬值是德不配位能力不足, 是官家亲自下的指令。 你有意见, 既真这般打抱不平, 怎么不把你家嫡女嫁过去, 给他遭见祸害? 故, 刑部尚书也就明理暗理 给大理寺寻不痛快。 往前崔韵一直懒得计较。 但他们大人可不是倪人脾气。 周章平是知府, 这件案子是官家震怒, 亲自下旨三思去查的。 刑部尚书能如此, 无非是刻意为之。 这事若闹大, 也是大理寺吃亏。 毕竟供辞和该走的流程刑部都走了, 他提前勘压此人也是体恤百姓之苦。 总有借口和理由, 而这些偏偏是贺帝最在意的人爱。 江照, 大抵去刑部问问那老头, 既真这般有能耐, 不如大理寺亲的位置给他当得了。 四正当下乐了, 可别让他当大理寺亲有什么意思? 我可不想整日见他那张老脸。 呸, 什么东西? 他真有本事不如凭着一己之力将大理寺, 读察院全部掀了, 独留刑部为非作歹。 就在这时, 急轻舌而往返。 江大人, 我们也临时有事, 刑部那边还得让您亲自跑一趟。 将周大人保释出来, 您再行个方便将其送去读察院。 江照。 明白了, 崔运不想管周章平的糟心事, 但又不想被刑部左右。 转头扔给督察院。 也是, 刑部受天下行名, 督察院纠察, 大理寺博政。 三法司理, 相互牵制。 江照下意识认为, 崔运去忙更重要的事了。 他不知, 崔运只是去了一线天酒楼接人。 这边, 崔运刚入雅间。 崔侯, 崔运看过去, 是装病半月的谢寻。 只见他立在窗前, 正擦拭着手里的剑, 光线下, 刀面微微泛着白光。 谢柿子。 谢寻收剑入窍。 桌上的女娘睡得正熟, 崔运视线在沈花身上稍一停顿, 就听谢寻温声道。 三皇子那边也通知了。 你寄一来, 那我就回了。 等等。 崔运把人叫住。 他见沈花脸通红, 上前探麦, 剑无其余异常, 这才放下心来。 五公主估摸着明后两日, 教练便入圣经。 你怕是避也难避。 真成了驸马, 怕是一身功名散去, 在南池战沙场。 驸马, 谢寻闻言, 他语气无比随意道。 崔侯倒是点醒我我。 战场上刀光剑影, 保不齐转眼就没了命, 这倒是个长久留在圣经的法子。 崔运神色淡淡, 他却不信。 谢寻是个聪明人, 会娶了公主, 甘愿平庸。 谢寻却是忽而意味深长, 武将哪有什么好前程。 崔侯觉得呢? 崔运眯了眯眼, 犀利地看过去。 这天下无人, 比他更有资格回应这句话。 谢寻不躲不避, 坦坦荡荡地对上崔运的眼。 没有试探, 同样没有敌意。 就好似随意地一句话罢了, 可偏偏圣经最优秀不过的两名男子, 却在这一结论上达成了共识。 他宁了谢寻片刻, 眼底化为平静。 男子没有情绪到, 也是, 武将骁勇善将又如何。 天要收, 一生荣光跟着湮灭。 拼死宝的是帝王的江山。 为国捐躯后, 是自家人的肝肠寸断。 就像崔伯, 他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留下孤儿寡母? 为的是崔荡没有父亲? 乔死没有丈夫? 自家人都顾不得, 坐何去顾着天下百姓? 太子, 四皇子玩着爱民如子的把戏, 怎么不见他们去战场上走一走? 因为, 他们金贵吗? 谢寻的余光落在沈华身上。 他说, 我文章也是写得极好的, 崔侯的大理四卿做得稳当。 你说, 我适合朝中哪种文官? 崔运看他不似作假, 官场上枯燥乏味, 也该添些色彩了。 文官倒是屈材了。 崔运语气平淡, 他定定地问, 行部上书的位置怎么样? 外头传来游远而近的脚步声, 两人默契地停了言辞, 不过多时有人敲了敲房门。 姬腾拘井入内, 他还是记忆中的模样, 头压得很低, 以至于身子也站得不直, 显得格外小家子气。 见屋内站着的两人, 姬腾下意识无措地揉搓衣摆。 我? 我来接人。 崔运垂眸不语。 谢寻温和道, 为娘子就在此处。 姬腾汗手, 他上前将烂醉如泥的维盈盈腾空抱入怀里。 随后, 看向相对而言较为熟悉的崔运, 滴滴道, 那我先走了。 三皇子慢走, 男子嗓音冷清无双。 姬腾埋头匆匆出去, 他格格不入地逃离酒楼, 上了马车后, 围连眼下, 鸡腾低头去看围盈盈。 他说, 真是, 麻烦。 这边, 崔运也不愿久留, 他正要带沈化离开。 谢寻, 崔侯不若将颜娘子一并。 崔运打断, 颜娘子就劳烦谢世子了, 告辞。 第227章, 沈化委委屈屈地咬着手指, 余辉渐渐退去, 暮色来袭, 黑暗吞噬一切。 东院, 屋内亮如白昼, 沈化的身子忽冷忽热, 他身子蜷缩, 面朝崔运的方向。 崔运一手轻抚女娘的背, 以作安抚。 是谢世子喂的药? 引武恭敬, 是, 这要苦, 属下喂, 娘子转头就给吐了。 而谢世子当时捏住女娘下河, 稍稍一用力, 弹口被迫张开。 三颗药紧跟着送了进去, 根本没有给沈化反抗的余地。 沈娘子醉得糊里糊涂, 愣是被苦得委屈别嘴。 谢寻却是取过一旁不知何时备好的糖水, 一勺一勺的味。 怪会哄人, 动作好似做过不下百次。 熟人万分, 空气里是浓郁的酒香味。 崔运淡淡醋眉, 到底没再多问。 他淡淡抬眸, 嗓音冷清, 却带着铺天盖地的压力, 让你看人。 你就是这般交差的。 下去领发。 引武, 是。 崔运看向极青, 将书房积压的公文取来。 极青微微一愣, 也是准备在沈娘子屋里办公。 也是, 沈娘子身边离不开人, 也在此处守着, 虽不合规矩。 可, 在这杨林侯府里头, 也就是规矩。 极青盲道, 是。 极青去取公文时, 引武也跟着出了屋子, 他很快被淑然现身的引逸提到了角落。 引一话不多, 可却是引卫之手, 自要训斥。 他嗓音嘶哑, 沈娘子喝酒, 你怎么不拦着险? 谁知道, 那酒这般烈。 说是两壶, 其实装酒的酒壶还不及我手长。 我想着尽数喝了, 也不过小酌几杯, 也就在边上看着了。 娘子想要快乐, 没错, 引武幽怨都是七王爷的错, 他好端端送什么酒。 直接罚吧, 石下军棍我还是受得住的。 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别因上回你清了我嘴的事, 就给我放水。 这边的说话声, 自然惊动不了屋内醉酒的人。 他难受的呼吸都困难, 却远远地听到, 有人在叫他。 样样, 样样, 嗓音嘶哑由远而近, 却飘渺虚无。 听不出是谁在喊他, 偏偏那嗓音又好似附在耳畔气气而哭。 我对不住你, 也只有多给你稍稍纸钱, 愿你来世能投胎个好人家。 黄泉路上, 你也别怨。 嗓音一遍是沈纯氏笑着在道。 你这孩子, 怎么还生你阿兄的闷气? 不若看在阿娘的面上, 我们样样大度一次, 姑且饶他这么一回。 然后, 阿娘的嗓音压低, 带着难懂的怅然。 一时就该坦荡, 可说这简单, 却有几个人是真的温馨无愧啊。 可惜阿娘活至此, 才明白这个道理, 然后换成了尤庆的。 娘子, 我这就走了, 许是不会再回来了。 您喊我一声尤疑, 可到底我为奴, 您为主, 给您磕头是应当的, 奴婢愿娘子岁岁平安, 安乐无忧, 日后, 也别见了。 沈花的眉景紧促起, 她想发声, 却任凭她嘶喊, 也无人回应。 然后, 她听到有人散漫的轻笑声。 你这猫还挺霸道, 怎么, 看上的就成你的了? 那怎么不去皇宫龙椅上坐坐? 我看, 回头这天下都是你了啦。 无奈, 崔运取过进了温水的棉布, 细细擦去女子额间冒出的汗。 呼儿, 被人攥住了手腕。 女娘睁眼, 视线迷离, 直勾勾地凝视着她。 崔运见她这般, 呼儿有种不好的预感。 果然, 沈花抬手, 朝她勾了勾手, 你凑近些。 崔运不动, 别折腾。 沈花就这么看着她。 两人对视两久, 崔运仍旧纹丝不动。 女娘的脾气呼儿朝天窜, 她晕晕呼呼地爬起来。 丙夕, 绷紧嘴角。 天下都是我的啦。 你这种不听话的子民, 本宫回头刺你一丈红。 话音刚落, 就被崔运按倒。 你倒是什么话都敢说。 崔运垂眸给她盖着颈背。 她倒是欺而不舍, 那你凑近些。 崔运微微一叹, 身子往下扶了扶。 沈花目测两人的距离, 还是不甚满意。 她又哼哼唧唧地喊, 再静些啊。 正说着, 女娘的胳膊攀上崔运的肩。 她不言苟笑, 仿若要探讨最为严肃的学问。 崔运身子紧绷, 她眯了眯眼, 视线锁定女娘最熏熏的娇颜。 沈花清了清嗓子, 摆正姿态。 她抬了抬下巴, 小人得知问得异常矜持。 你猜猜, 我今儿穿的小衣是什么色的? 崔运竖然直起身子, 沈花的手出了个空。 沈花? 她警告, 不是真红色的。 沈花很大方道, 我才不同他们一样。 唯盈盈的树妹, 就是学人精。 是。 她一顿, 然后, 很淡定地看向崔运。 我道歉, 我忘了。 不过没关系, 看看就知道了。 说着, 她叫真的去解单薄礼衣上的忌带。 崔运喉咙有些干, 许是屋里的酒气过重, 以至于谦卑不醉的她, 面容带着薄红。 屋内烛火摇曳, 随着沈花的动作, 不慎清澈了漫涨。 上头的铃铛跟着清脆的响起, 偏偏在此时, 带着起立以泥。 沈花说话含糊不清, 这回看清了, 是水绿色。 崔运嗓音比以往多了一份暗牙, 错了。 是牙绿色。 她没避讳, 她更不是君子。 女娘小一上头, 绣着漂亮的海棠花。 既带缠在女娘如玉的脖梗处。 墨发垂至腰间, 勾勒出女娘腰肢的盈盈不可一窝。 男子脚若天上月, 可在此时, 却又像是被彻底勾入凡世间的俗人。 崔运压住眼底的深色, 她喉结上下滚动。 她动了取沈花的念头, 可往前却一直将她当崔荣那般养。 沈花身子虚弱, 崔运也从不曾动过那些不该有的预念。 也就是这个时候, 屋内静了一瞬, 她将眼前的美景静收眼底。 后才勾出女娘的衣袋, 结结实实地打了个死结。 随后, 只见妈撒女娘柔软的唇瓣, 用力狠狠压下。 沈花吃痛, 男子眸色沉沉, 总算没了以往的云淡风轻, 眼下似有警告意味。 别招我。 沈花吃痛, 她身子往后仰。 崔运顺势收手, 女娘猛地砸如柔软的床榻。 她觉得被欺负了。 沈花用被子将自己盖住, 唯唯曲曲地咬着手指。 第228章, 该立遗嘱了。 崔运顶尾身红, 她克制情绪, 压下乱动的热议。 鸽之一声响, 男子夺门而出。 爷? 极情错恶一瞬连忙起身, 崔运却是漠然置之, 嘴角甭得紧紧地, 只提步朝外而去。 这边, 银武一瘸一拐, 走一步, 吞大出她传来的藤意, 让她呲牙咧嘴。 我让你别放水, 你还真不放水啊。 银一, 这是自然, 我出手定不会手下留情。 作为首领, 我也很欣慰。 你不曾借着你我私下的关系, 试图让我坏了规矩。 我买了烧鸡, 放你屋里了。 银武无名火冒起, 要不是念着银魏 对爷马首自沾的同时, 又听令银一。 他怎么可能让银一占了便宜? 谁心害你的烧鸡? 银武看他生烦, 你拿着滚。 银一的唇张了张, 正要在于, 就见崔韵出了屋子。 他恭敬的一个闪身, 丝毫嘱咐不曾留下, 引着气息跟上。 银武, 是他让银一走的。 不气不气。 崔韵离去, 守在外头的以翠宁珠, 这才急急跑路内, 见踏上缩起来的一团。 以翠眼皮一跳。 娘子, 他去扯被褥, 可别将自己闷坏了。 女娘探出一双雾蒙蒙的眼眸, 他秀气地打了个哈气。 娘子若困便睡, 婢子守着您, 若是渴了饿了, 您再吩咐婢子。 沈化努力地睁眼, 不能睡。 他捂住耳朵, 睡了就要当妈了。 吃醉酒说的人, 自不会有人当真。 以翠啼笑皆非, 嗓音带着哄, 娘子又是哪里的话。 沈化闷闷地捶着脑袋, 也不知过了多久。 以翠, 婢子在, 你速去取之笔来。 沈化悠悠, 我该立遗嘱了。 以翠笑意淹没, 娘子胡乱攀扯这些作甚。 沈化光鲜亮丽, 可又何尝不是被沈家赶了出来。 她是无处可去了, 才求催运庇护的。 然, 她名下的庄子、 铺子、 田产以及各种金银翠环, 珍藏的刺绣, 诸如此类, 是比偌大的财富。 婢子不拿。 以翠, 今儿是你生辰, 你莫说这些丧气话。 沈化眼皮信信搭拉着。 你好兄, 你以前娘子长娘子短, 万不是这样的。 以翠撇过头去, 沈化放狠话, 不拿就不拿。 谁稀罕? 我自己去取。 她前阵子没出去, 一直在考虑身后事, 也一直瞒着这几日夜里, 其实一直有在凸显。 说什么五年无鱼, 可胸口那处疼起来, 似针扎, 每每都觉得自己要死了。 以翠浑身一僵, 沈化滴滴道, 我还是想同阿爹阿娘葬在一处的。 但, 那是沈家的陵园, 眼下, 却不是她能做主的。 她得罪了沈渠, 祖老便是死了, 沈家陵园自不会有她的一席之地。 这是沈化同他们闹僵的后果。 可她呀, 降得很。 总劝人豁达, 可轮到自身, 却只认死里, 便是再荆棘也会一条路走得黑。 我想过了, 还是葬在丰州地界, 走得再远我也要回去的。 回头盘下一座山头, 单单留给自己用。 往北能瞧见沈家陵园, 我也不算一个人了。 就在这时, 明珠端着热水入内。 她见以翠眼圈通红, 强忍泪意, 不免下意识地搓了搓手指。 以翠擦了擦眼角的泪, 不是让你留在尹武那儿照看她吗? 尹武姐姐说她没事。 宁珠敏纯, 我是不信的。 她就是怕我同她抢烧鸡翅, 故将奴婢赶出来了。 沈化迷迷糊糊, 尹武怎么了? 以翠, 伤了。 沈化慢吞吞地应了一声。 她掀开被褥, 我去看看。 只要沈化不说那些不中听的话, 以翠自然顺着她。 夜里寒气重, 以翠将沈化包裹得严严实实。 生怕女娘染了风寒, 害出好歹来。 她伺候沈化时间最长, 往日形势也是最细致不过, 便是沈化素日喝的花茶, 不说玫瑰便是晒干了的菊花, 花瓣都得双数。 只因, 沈化真的会去数。 沈化揉着眼, 又被以翠缠上了柔软的围帛, 这才出门。 屋外, 月色皎洁, 透着丝丝寒霜。 去哪儿? 刚跨出门槛, 就听冷清的嗓音传来。 是半路而归的翠缘。 男子立于眼下, 身形其长淡薄凉如水。 沈化提着猫灯, 他朝生原处探去, 凉风阵阵, 不免缩了缩脖梗, 将半张脸埋入微博中。 有人再提补走近, 最后在女娘身侧停下。 他瞥向沈化亮晶晶的眸子, 算是彻底清楚, 今夜甭想有个安省。 尼大夫说了, 翠缘醋没位置一词, 却让出一条路来。 去吧! 沈化把嘴闭上, 那周深的畅快随之欲来, 冲走她的欲语。 女娘嚣张地经过崔运, 歪歪斜斜朝一处而去。 猫灯小巧精致, 字不够亮, 未完赏之物, 还是上回灯会崔运相赠。 随着她的走动, 灯盏剧烈的摇晃, 灯心忽明忽暗。 没错, 这才是常人该对沈家样样的态度。 她走路的姿势气场十足, 趾高气扬, 走路带风。 极青最会看眼色, 当即拉住宁珠。 沈娘子这是? 这话听着是她问得不错, 却是问给洛沈化几步的男子听的。 去银武那儿。 平素银武是近身保护沈化的, 眼下受伤自回了尹卫院子。 他们远远跟着。 落后很大一劫。 宁珠压低嗓音问, 猴爷不是走了吗? 极青硬的八面玲珑, 爷放心不下沈娘子。 她不知是才屋内发生了何事, 才导致爷的方寸大乱, 崔韵在长王处停下吹了许久的寒风, 冻得她只打哆嗦。 没等她试探的出声, 就见崔韵转身折返。 来人吗? 总有那么几日, 性格古怪些。 沈化转弯, 还没走几步, 就被人提住衣领。 沈化紧紧捏着小拳头, 崔韵眸光闪过笑意, 走错到了。 她手上稍一用力, 沈化就被转了个方向。 女娘茫然了一瞬, 下一瞬摆上高傲的姿态。 我知道, 她哒哒哒走了几步。 下一个拐角路口, 女娘顿足, 她探头探脑的张望, 最后泄气地清了青嗓子。 我考考表哥。 崔韵物字轻叹一声, 朝右。 沈化疏人不疏镇, 吐字如今, 你很不错。 第229章, 我, 自然不能给表哥丢脸。 夜色七七, 银武好不容易将自己收拾妥当, 上了药, 换下沾了血的衣裳。 她趴在榻上, 捧着还热乎的烧鸡。 就在这时, 窗就那处传来稀稀苏苏的动静, 她警惕地看过去。 就见有人吃力地爬窗入内, 银武擦了擦眼。 娘子怎么来了? 沈化走过去, 她安抚地拍了拍银武的肩, 说话间气息都是酒味, 我来探望你。 银武感动, 都这样了, 还来探望她。 下一瞬, 就听沈化义正言辞的烧鸡。 银武? 娘子要吃什么? 您吩咐一声, 厨房会给你做。 你同属下抢什么? 银武这人平素大方, 可一沾吃时, 他就能翻脸不认人。 沈化还着手臂, 他抬着下巴, 将恶毒发挥得淋漓尽致, 自然是抢来的最有滋味。 银武? 烧鸡金灿灿的, 香味扑鼻, 叫人垂涎三尺。 沈化夜夜口水, 手一松猫蹬坠地, 他也不去捡。 银武只能忍痛, 那属下分您一个鸡腿。 不能再多了。 不行, 沈化强盗似的, 都是我的。 银武的囤在这一刻, 疼得要命。 下回他再让沈化沾酒, 他就去死。 屋内的动静, 外头的人听了个真切。 银武虽是隐蔚, 可他到底是女儿身, 崔韵不曾入内。 眼见屋内僵持不定, 崔韵淡淡出声, 给他。 银武心头一领, 下意识回禀, 属下遵命。 话音刚落, 他没忍住给自己一大嘴巴子。 可到底畏惧崔月含泪献上? 还不忘用荷叶包裹岩石。 在此期间, 女娘魔爪一身, 掀开软枕, 手急眼快地, 取出里头包好的核桃。 娘子, 那是属下包了一叶的。 沈化他乖巧地充饮五点头, 眼儿弯弯。 我知道, 你先前提过, 说喜欢将吃食藏在枕头底下。 银武惨痛地, 又给了自己一个大嘴巴子。 沈化, 现在是我的了。 一手提着烧鸡, 一手抱着一盒山核桃, 沈化摇摇晃晃去窗边。 银武, 银武声无可恋地趴着。 我下回再来瞧你。 您别来了。 沈化嗓音清脆, 下回枕头下记得放红枣, 我爱吃。 银武面无表情。 你快点走。 沈化将窗户推到最大, 他对上崔韵的毛子。 崔韵语气听不出喜怒, 走正门。 风大吹的女娘鼻尖都红了, 每次我翻墙, 阿兄都是陪我的。 他能做到, 表哥为何做不到? 崔韵气笑, 说说你阿兄还做了何事? 他会将我最爱吃的菜摆到我眼前。 准我吃毒食。 崔韵恩一声, 他会带我出门游玩, 每个月的利盈有八成花费在我身上。 还有呢? 我被罚抄书, 都是阿兄夜里临摹字迹以假乱真给我写的。 崔韵没烧一条, 这回慢条思理地追问, 那你呢? 我自然在一旁给他鼓劲儿了。 提气沈志, 沈化仿若有说不完的话。 他叙叙叨叨, 将其从内到外又从外到内地夸上一回。 只是沈志哪哪都好, 就是有一处不好。 同他一样, 短命了些。 沈化口干舌燥时, 你让让, 我要爬了。 是夫子说的, 为人者得另辟蹊径, 不走寻常路。 崔韵好笑道, 学得倒好, 那是自然。 我? 自然不能给表哥丢脸。 他可真是好样的, 张嘴就是尼大夫说的, 夫子说的。 听到是都听了, 理解却是另一片稀奇古怪的天地。 沈化刚探出半个身子后, 就被男子拦腰抱了出去。 脚刚粘地。 我要去见表姑母。 沈化拍拍胸脯, 我请她吃烧鸡。 阿娘这会儿自然斜下了。 沈化失落地垂眸。 沈化眨眼, 他抿唇, 只好退一步。 那我要去岁月。 他努力地想了想, 我有物件落你书房了。 胡扯。 沈化入住杨林侯府后, 压根没去过崔韵书房。 崔韵扯了扯唇角。 书房为办公之地。 我阿兄回回都是依我的。 沈化圆溜溜的眼眸, 就这样看着他。 你也说了, 那是你阿兄。 崔韵扣在女娘腰间的手不曾收回, 他收紧再收紧。 随后压低嗓音道, 我与他到底是不同的。 懂了吗? 沈化懂了。 多了一个表, 他扶开崔韵的手, 那我就更要取回来了。 他努力地点脚, 试图同崔韵平起。 我的物件你得还我。 崔韵算了算时辰, 又定定地看着他。 天都黑了, 女娘吃了酒, 还不忘接近, 她甚至意图往她书房钻。 若说不是别有用心, 谁信呢? 沈化催促, 成不成? 你痛快些。 成? 怎么不成? 崔韵弹了淡衣袍, 上回是手串。 这回我也想看看, 沈娘子还想从我这儿顺走何物。 所幸, 虽愿离此处不远。 书房除却崔韵吉身边伺候的属下, 嫌少人能入内。 便是西院几个表姑娘, 曾莽足了劲, 试图朝此处来, 往往刚入院子, 就被吉星给请了出去。 骇尸三客, 月影透过层层枝叶, 落在地上, 扭曲得稀碎。 沈化大摇大摆地入内, 一番折腾, 困得直揉眼睛。 反倒是崔韵落后一步。 他去南木椅坐下, 举过茶几上的茶盏, 抿了一口。 是凉的。 饶是上等的茶叶, 味道也差了。 男子没割下, 反倒有一下没一下地 妈撒着茶盏上的纹理。 身子往后靠。 女娘走得很不稳, 可她俨然又怕摔了去, 走得又慢又谨慎。 可即便如此, 她的目标却很明确, 就好似这书房, 她来过不下百回。 最后, 她在书柜那处站定。 崔韵的眼眸危险地眯了起来。 她亲眼目睹沈话毫不犹豫地 抱住在书房, 摆得足有五年之久, 便是急心打扫 也从不敢触碰的 红又磁柳叶瓶。 是属于雪团的花瓶。 全气线条修长, 她抱得也不算吃力。 沈话凑近瓶口, 将嫩生生的脸蛋朝那出凑。 崔韵你没, 别碰。 可我得钻进去。 沈话歪歪头, 眼眸轻零零的。 束手贴着唇, 一声, 崔韵手里的斩茶 随着她起身而落地, 茶水似箭, 如是一百。 第230章, 大抵是疯了。 沈时, 暖絮出声。 沈话痛苦地抵着鹅, 她难受地半躺在榻上, 一宿没睡。 昨儿被崔韵送回冬院时, 花瓶没取来, 崔韵后头甚是呵斥, 不让她碰。 她故自生脾气。 当夜女娘翻来覆去, 最后直挺挺地躺在榻上, 眼耳直勾勾地望着慢涨。 困意彻底退去, 愈发精神。 谢寻的药丸的确很有效, 天蒙蒙亮时, 酒劲散去, 沈话的意识也逐渐转为清醒。 身子发烫, 却不及脸上如火烧。 昨夜发生的一切历历在目。 昨夜, 她迫切又豪迈着展现小衣。 沈话咬着下唇, 眼耳蒙上水雾。 她懊恼地用头撞床架。 啊, 她都做了什么? 羞耻到脚趾都弯起。 鸽之一声, 有人推门而入。 墙壁。 宁珠端着喜树的脸盆入内, 娘子这是在作甚。 沈话气若犹思, 忏悔。 宁珠连忙劝, 这又不知当什么, 娘子何必在意。 一只烧鸡罢了, 尹无姐姐自不计较。 宁且把心放在肚子里, 成妈妈一早就请厨房的采买婆子, 买了两只鸡, 肥得很。 咱们自己炖, 说是一只留给娘子补身子, 一只给全当赔给尹无姐姐姐了。 以翠的手艺, 自然是不会差的。 沈话却愣是一个字都没听进去, 奴婢伺候娘子喜书。 沈话一动不动, 也不知过了多久, 女娘眼珠转动, 她愁出片刻万般虚弱的喊, 宁珠啊, 若你有朝一日, 小义不慎给外男瞧见了, 会如何? 宁珠手一抖, 险些将铜盆打翻。 这种事, 尾时丢人了险。 女娘私密之物, 怎能给旁人看? 便是不慎也不行, 凌桀何其要紧? 若是我想来无言活着, 找磕歪脖子树, 寻条白铃一聊百聊。 沈话, 那, 倒也不必。 我认为, 这是无心之事。 宁珠摇头, 不瞒娘子。 早些年我老家就有女娘被偷了小义。 她为香绳之女罪, 讲究这些繁文入节。 小义背道, 本就让人心生不安。 可见下手之人是个灯徒子, 偏偏这种事没法查。 本以为丢了就丢了, 哪曾想过了数十日, 那件小义被挂在了树上。 所幸小义上没袖子, 也张不了口说话认主。 然, 受此耻辱, 那女娘荡日吊死家中。 可见这不是小事。 女娘修剪了极为漂亮的指甲, 在努力地扣墙。 她难堪地将头越埋越低。 就听宁珠困惑出声问, 娘子怎好端端问此事? 难不成是谁? 没有。 沈话, 我就是怕你年纪上小。 娘子宽心, 我自不会被人哄骗了去。 小丫头保证。 可, 若是你哄骗他人呢? 绝不可能。 我又不曾得病, 如何会发疯? 万一呢? 明珠, 那唯能以死明鉴。 沈话更痛苦了。 对了娘子, 今儿一早, 吉青捧着礼和来了东院, 说是侯爷补的生辰礼。 吉青也带了话来, 娘子讨要其余物都成。 然, 那花瓶对侯爷而言意义非凡, 恐不能送。 沈话, 彼时刚下早朝, 崔运被贺帝留下。 贺帝一身明黄色的龙袍, 一言一行, 威夷必险。 身子稍稍朝前清。 周章平的事, 朕已知晓。 崔运一身飞袍, 眉长入病, 气质轻渠。 刑部尚书虽有偏颇, 可也算是仁义心肠。 他是先帝身侧的靖臣, 朕登基后, 照样忠心耿耿。 此事, 朕实在不好含了老臣的心。 你啊, 做事尾时寻规蹈矩了线。 崔运神色平静无波, 此案尚有蹊跷。 贺帝, 可即便被勘压, 他是知府, 朕昨夜梦见你父了, 他是朕最信任的臣子。 梦里的他在院镇, 朕派你去了大理寺。 这些年, 你这性子是愈发的冷清。 这官场上, 人心最为难辨。 你向他, 行事只认规矩, 可往往如此, 最会得罪人。 他所言, 就差掏心掏肺了。 崔运微微垂眼, 这才恭敬的拱手。 老皇上操心, 是下官之过。 若非皇上排除重难, 也要提拔臣。 杨林侯府, 也难有今日。 这话贺帝听着舒服。 今日留你还有一事。 他正色, 小五名儿回圣经, 太子是盲, 皇子里头就属鸡和最为清闲。 朕有意, 让他去郊外轻盈。 他俨然忘了, 还有个鸡疼。 此事原先有意, 让谢寻去。 可惜他重伤在身, 这些时日久不见好。 你提朕跑一趟辅国功府。 崔运应下, 臣领命。 离皇宫后, 崔运面色无常, 却由心可笑。 贺帝就差将道理掰碎了讲。 他对待崔运时, 四掌被搬框后, 却又何尝不是有意为之。 仁义心肠, 先帝, 老臣。 这三样提出来, 反倒显得崔运冷血无情了。 然, 三法司相互牵制的规矩是天子定的, 也是天子说破就破的。 崔运靠在车厢上, 合眼。 他如走过场般去了府国功府。 谢寻见他, 并无意外。 塞外最是严寒不过, 如此相比圣经的寒冬也不过如此。 屋内, 然找小盆探火。 他堪堪披了剑外衫, 也不曾在崔运跟前伪装。 崔侯, 下盘旗如何? 不过多时, 崔运手指白旗。 目落旗盘, 思绪却在纷飞。 女娘的一平一笑, 娇俏可人。 昨夜去他走时, 他抱着红柚瓷柳叶瓶, 嚷着嗓音。 我的我的我的。 尾时无赖。 可。 当初对沈花烧上心, 也是只因他像极了血团。 那些骄横的, 目中无人的, 委屈的, 以及小动作和习性。 如今再去想, 他曾忽略的细节, 却成了崔运一夜辗转反侧, 久不能眠的缘由。 你还下不下? 岂不曾落极子, 倒是发了不少的愣。 难不成大理寺又发生了大案? 崔运抬眸。 你说, 这世上可有精怪一说。 谢寻差一条眉, 也没闻见你身上有酒味。 崔运, 我昨夜翻查不少智怪野书, 曾有记载附身一词, 换来谢寻的一阵沉默。 这种事崔运说出来, 都觉得荒诞而可笑。 男子嗓音带着些许哑然, 大抵是疯了。 第二百三十一章, 我不是气你, 我是恶心你。 霞光染红了半边天, 澄澈的池水被熏得铜红, 瑰丽的火云烧照耀着大千事件。 崔运揉着眉心, 应是独女, 沈娘子又自小患有弱症, 沈家夫妇从不曾带她出过丰州城。 尹二跪在地上, 细细禀报。 尹二是负责各地情报的, 从去岁六月就去了雍州, 这趟回来途径封州城, 故, 被密报吩咐, 也便着手调查。 她将怀中之物城上, 上头事无巨细地记录着省化生平。 崔运看过去, 六岁那年, 她好不得意地敲碎了周知之二哥的一颗门牙, 当夜翻来覆去难眠, 愣是次日又去敲碎了一颗。 这才睡得安稳。 同年八月, 她将二房长子推下水, 嚣张跋扈地放狠话。 岂因二房长子戏弄沈坠, 见一次推你一次, 等着瞧, 我早晚腻死你。 一桩桩一件件, 多得令人发指。 伦奇惹祸的本事, 崔荣远不及他。 崔运闲逝地一字一字往下看, 最后落在一处。 九岁秋末, 沈娘子重金包下戏团, 只为同戏曲里俊俏的小声共用完善。 九岁, 她的过往可真是精彩又能耐。 崔运神色淡漠。 不过, 可以看出沈华性情一向如初, 从未大变。 她做了十余年的沈娘子, 又怎会同她的血团沾上干系。 崔运疲惫得闭眼, 身子朝后倾。 她按了按腹部, 饮食不规律, 此处稍得厉害。 谁能想到, 过了这些年, 崔运到底未放下当年之事。 屋内不曾点灯, 暗沉的光线落在男子半边侧脸上, 紧跟着陷入了死寂。 也不知过了多久, 她才出生, 回府。 霞光被暮色一点一点吞噬, 光线变得昏暗。 这几日, 沈华一直躲着崔运, 为此她极少出冬院。 女娘难得安分守己。 好在有的消遣, 唯应应时不时登侯府的门, 带来五公主回圣经的消息。 瞧把她给嚣张的, 眼斜到天上, 好似全天下的人都只配起她提鞋。 出身好, 仗着是正统, 原先三公主不曾远嫁时, 官家的心上偏。 如今三公主不在, 她也就显得无端高贵。 审话兴致缺缺, 谁让三和五都是单数。 可谓盈盈确实说的一份填膺。 也不怪她如此, 实在是五公主姬师敏过于目中无人。 一回圣经就办起了促聚会。 这是恨不得昭告天下, 她姬师敏归来。 其实, 这本也没什么。 可没给她发情帖, 姬师敏转头给维珠珠那个小贱人发了。 她能不气吗? 圣经里头, 原先捧着她的各府女娘, 各个翻脸不认人。 现今能说上梯极话的除却温柔似水的严密, 就剩下一个对她爱搭不理的审话。 府国公府的谢家女娘, 你大抵是见过的。 她那人胆怯, 最不愿出席这种场面。 姬师敏可了不得, 浅身边婆子去了两趟。 谢姨宁都已身子, 不是只有给婉拒了。 姬师敏却丝毫不怒, 更没摆公主架子, 转头亲自登了府国公府的门。 这哪里是寻谢姨宁, 分明是冲着谢氏子去的。 存着什么心思, 怕不是个蠢的, 心里都跟明镜似的。 真不是我埋带她, 她配不上谢雪。 沈华依旧贪着, 直到听到下一句。 女娘直起了身子, 姬师敏出圣经是为了养病, 可这些年下来也没见着她养好了身子。 不过, 她仗着身份矫情做做, 一言不合就装柔弱这一点, 和你挺像的。 沈华? 不会说话, 就不要说话。 谁矫情做做了? 你呀。 唯盈盈看过去, 你真是一点没输吗? 沈华冷艳高贵地冷哼一声, 银武把公布尚书之女请出去。 我记得屋里有一份双面绣卷帕, 你顺道送去维家二娘子手里, 恭祝她再次聚会上大展风资。 唯盈盈, 你同我才算是交好。 你为了气我, 欠了去找那个小贱人。 沈华告诉她, 我不是气你, 我是恶心你。 唯盈盈, 沈华侧脸沉静, 她去波动万间兜手串, 唯娘子再过几月就要出嫁了, 行事作风未免稚气了些。 交好算什么, 上下嘴皮子一碰, 便是兄弟姐妹都能生怨。 这世上怨我不少, 更别提那些貌若神离人前的恩爱夫妻了。 唯盈盈要骂过去, 可她发现沈华所言不无道理。 唯盈盈沉默。 沈华支起身子懒洋洋道, 如你所言, 五公主是官家和正公娘娘所生, 其兄为太子, 她也就有本钱如此。 她对谢氏子存有心思又如何, 说句不地道的。 那谢氏子又不是你我兄长, 被公主看上, 与你我何干? 这谢家未急, 你急什么? 白嫩的手指抬起, 她丝毫不心软地摘下唯盈盈身上的金钗。 女娘弯起唇绊, 以往前那些首饰, 笼共八成全部拿去典当换成银票, 一股脑地送去三皇子府。 这还没嫁出去, 合着就将身家赔了得干净, 长些心眼, 总该给自己留些, 免得回头又哭穷。 沈化看了眼睛拆成色, 还是去年的款式, 没有谁能依靠一生。 所以这人呢, 总该学着自私险。 沈娘子, 维音音刚走, 崔萱是身侧的房妈妈过来。 听闻这些时日, 您食欲不振, 主母便请了丰州城那边的厨子, 做了一桌子加香菜, 老奴请您过去用膳。 沈化微微一愣, 丰州的厨子, 她稍显在意地问, 表哥回府了吗? 房妈妈一愣, 笑得更为真切, 侯爷这几日忙, 夜夜晚归。 沈化放心了, 她隆重地整理了穿戴, 以翠推开了轮椅, 女娘坐上去, 一行人朝崔萱氏的院子而去。 途径小狼时, 沈化眼尖的远远瞧崔萱一身飞袍, 兴不闲停而归。 四目相望时, 崔萱脚步一顿, 换了方向朝沈化而来。 房妈妈惊喜, 哎呀, 可真是巧了。 沈化, 她死死捏着帕子, 不等崔萱走近, 只见女娘灵活地从轮椅上跳起来。 动作急了些, 身子跟着晃了晃。 崔萱却步, 她迷眼目睹沈化如见了脏雾般, 静止埋头往回走。 她好似忘了自己是病重之身, 跨过西院的门槛时, 还蹦了一下。 第232章, 这件事, 算我有愧于你。 崔萱垂下眼皮, 造一顿声。 平素瞧着醉事通透的女娘, 已别扭了五日。 哎呀, 沈娘子, 您不去用膳了? 小心些, 可别摔了去。 房妈妈压下困惑, 见沈化一个亮呛, 连忙出声。 她看看波澜不惊的崔韵, 又去看消失在拐角处的沈化。 侯爷, 这, 妈妈先去回画, 我会带她去阿娘院子。 房妈妈顿时喜笑颜开, 屈膝扶了扶身子, 这才离去。 西院回冬院, 还是有些距离的。 沈化按着心口, 急促喘气。 后半想, 她立在墙角, 也没等到乙翠推着轮椅回来。 总算, 身后传来沉稳的脚步声。 沈化转头, 看了一眼又兴兴地回正。 女娘敏唇, 脑袋一压一压地, 慢吞吞地朝东远而去。 将拒绝交谈的姿态, 袒露得一览无余。 可见是跑不动了。 女娘丧丧地, 搭拉着脑袋, 就连背影都不满了孤计。 崔韵眼里刮过深色, 她似透着沈化在看什么, 可又似将难以割舍的记忆, 以荒谬的形式, 试图转移到沈化身上。 男子身影凉如水, 随着她的走动树影摇曳生姿。 沈娘子可知, 我养过一只猫。 沈化眨眼, 听极心讲过。 她与你很是相似。 沈化平静的同崔韵对视, 哪有将人同猫比的。 表哥对我好, 莫不是为了一只猫的缘故。 沈化想, 那她可真成功。 崔韵不曾放过女娘脸上的一切表情, 可沈化的一言一行丝毫没有漏洞。 她合眼, 待睁开时又是一片清明。 你就没有话对我说吗? 男人嗓音充斥着疏离和冷清, 并不平易近人。 若她因此质问沈化, 女娘的脾气没准恼羞成怒, 彻底高昂上涨。 可偏偏她不嫌不淡地扔下这么一句话。 沈化一愣, 崔韵凝视, 那一言, 我拦过你。 可惜, 没拦住。 这倒是真真切切的实话。 这一题, 那一幕幕场景, 仿若又在脑中浮现, 也的确如崔韵所言, 是自个儿借着酒精, 一意孤行。 那你也不能看了还说, 我。 话语在唇齿边缘绕了一圈, 沈化羞耻地咬着下唇道, 那是, 是牙绿色。 崔韵抬了抬眼皮, 语气很淡, 毫无半点起伏, 正如其人, 纠正你的过失, 我自认无措。 同沈化这种女娘, 是没法说道理的, 只能顺着她那奇奇怪怪的思绪。 果然, 沈化一梗。 好似, 的确, 如此, 这个理由很牵强, 可, 沈化理解, 毕竟, 她也是这种人。 她还记得当年敲碎周芝芝二哥的门牙后, 沈薇带着她亲自上门致歉。 我家中这女娘, 行事过激了, 实在对不住。 周家自不敢得罪沈家。 然, 周芝芝的二哥气得连铁青, 说话艰难漏风, 一句对不住就完事了。 凭什么啊, 你们沈家不起。 沈化捧着小脸, 却是嚣张的哥哥直笑, 周芝听得眼皮直跳, 她一把按住儿子的嘴, 很是谦卑道。 质子之间的玩闹, 磕了碰了在所难免, 如何能怪沈娘子头上, 还劳沈老爷您亲自跑一趟。 此时也是因我而起, 是她说了不该说的, 让沈娘子听了去。 周家日后定好好管束。 沈化点头, 没错, 谁让她嘴臭? 我就说了, 这不能怪我。 是她的她牙根瓷器似的, 说碎就碎。 样样怎么可能有错呢? 如此也算是给她一个警醒, 保不齐吃了教训, 牙日后还能长结实些。 不说别的, 她总不能为了自身之过, 让崔韵自戳双目。 沈化敏唇不语, 沈化, 她换她的名, 你往后要在侯府继续住着。 当真决定, 至此后对我退避三社。 崔韵溃叹一声, 也算耐心。 或者你说个数, 还准备夺我几日。 沈化继续敏唇, 她想, 崔韵其实挺无辜的, 被迫看了不该看的, 还要给她抬接下。 她拧巴道, 那夜的事, 就算翻篇了, 你不许再提。 崔韵没在火上浇油, 好似她对付沈化的臭脾气, 总能游刃有余。 可。 沈化也一贯, 是讲道理的女娘。 在见崔韵汉首后, 她高高扬起头颅。 表哥适才地问, 再问一次。 崔韵难得配合她, 顺着她炸起来的毛。 对我退避三社。 再前面一句, 崔韵, 你就没有话对我说吗? 有。 我想了想, 表哥同我的情谊, 无需为了那些小事耿耿于怀。 做人何该或答些, 我没必要揪着一事斤斤计较。 显得小家子气了些。 女娘矜持道, 这件事, 算我有愧于你。 沈家女娘, 的确好哄。 崔韵眸中闪过惊恶。 她久违地轻笑一声, 嗓音也有了点点波澜, 有一股是萦绕在舌间的蓝散。 好啊, 我接受。 沈话严肃点头, 这些十日久久不得出门, 可把我憋坏了。 崔韵看着她, 沈话一梗, 我的错, 我认, 到了崔轩氏院子。 乔思彤崔荣也在。 寒暄一番, 刚入座, 还没等动筷子, 就听崔轩氏道。 三日后促居宴, 宫里送了两份情帖。 一份给崔韵, 还有一份自然是给崔荣的。 崔荣身份尊贵, 便是踢不了促居。 这个年纪最是好动去了, 也能寻个热闹。 皇后自愿意给崔家卖个好。 果不其然, 崔荣翘起唇办, 我去我去, 二叔陪我。 崔荣得意忘形, 只有两份情帖, 就不带沈姐姐了。 沈话懒懒, 你就这般欢喜。 嗯, 也是, 借着宴会, 能光明正大逃一次学, 换谁不乐意。 崔荣瞪眼。 崔韵冷然, 准你去, 用下次休目的日子补上。 那我不去了。 崔荣奶声奶气, 其实也挺没意思的, 上回做剧宴, 一群女娘拉着我问东问西, 问的都是二叔。 他愤愤, 我二叔是他们能消想的吗? 瞧四次, 吃你的饭。 就在这时, 崔荣忽而侧头去看沈话。 可想去…… 啊? 不是说憋坏了? 沈话慢吞吞, 可我没请帖。 崔荣还是网素的神态, 寡淡而端方自持, 你若想去, 自然能去。 崔宣史闻言, 一番私存后更着汗了汗手。 沈话日后为崔家父, 也的确免不得各种应酬。 他和乔四受寡, 到底有些事不能出面。 崔荣健壮小声嘀咕, 叫他做什么? 南不成祸害公主吗? 等等。 祸害公主? 第233章。 南不成还委屈你二叔了? 这四个字, 负有强大的吸引力。 他的眼当下蹭亮。 沈姐姐, 你去? 一定要去。 醋局会可好玩了。 一群人巴结的, 一群故作清高的, 还有一群说闲话的。 不如你我合力逼退那些, 恨不得将眼巴在我二叔身上的女娘。 她甚至吓狠话。 对了, 还有那个公主。 你如果能搞她, 日后我对你马首是瞻。 不同于杨林侯府, 眼下辅国公府气氛焦灼。 辅国公夫人面色凝重, 她将手中的琴铁重重扔在桌上, 震得上头的茶盏更着颤动。 她面带泊怒, 惊得谢宜宁一个哆嗦。 五公主一而再再而三地送, 我家女娘多次以身子不是推辞, 就差将避嫌顶到额尖了。 她倒好装傻充愣, 转头请了宫中御医, 这是非逼你去不可了。 而, 谢宜宁最是胆怯。 平素在圣经女娘里头也最不合群, 她不参加此宴, 也说得过去。 什么五公主举办的醋居宴, 实则由皇后一手操办法, 借着她的名义罢了。 请的也都是些不曾成婚的郎君和女娘, 辅国公夫人到底不好做陪。 不行, 我得去打听打听, 还有谁收了帖子? 也好照看你这个呆木头。 你这性子, 吃亏了还不自知。 辅国公夫人来来回回地走, 谢宜宁愧疚地半低着头。 阿娘, 谢寻割下手中的茶盏, 我陪宁宁一道过去, 您无需挂忧。 不行, 出生的是辅国公, 你只要现身身子痊愈的消息, 就能不攻自破。 谢寻温和道, 可总不能躲着, 伤能装一时, 到底装不了仪式。 皇家的心思, 也的确该结束了。 他稍一抬谋, 当年皇上登基, 为了打压旧臣扶持新贵, 一道赐婚圣旨下达, 逼得小姑不得不嫁。 当初同样被赐婚的周家女姓烈自已身亡, 可谢家女呢, 不幸地被折磨了数十年, 最后选择了跳江。 可偏偏贺帝好一番说辞, 那时的她, 以坐稳江山, 言辞已有迁怒之意, 最后全成了谢家女之国。 而谢家女去后, 对方不出三月再去。 辅国公府, 一招沦为笑柄。 这件事, 谢家能如何? 若不想殃及谢家全族, 唯有硬着头皮刃, 甚至至至今无法带回谢家女的牌位, 和一纸和离书, 谢家女死后, 也不是自由身。 而活着的人, 还要看那陈世美, 每每在谢家女继承, 深情缅怀。 此事, 谢家如何能被继续摆布? 提及此, 国公夫妇彻底雅言。 醋聚焰就在崔荣的期待下到来。 那日一早, 天上未亮, 她就跑去了冬院。 小女娘在引武再三保证不会打扰审话后, 点着脚尖, 靠着墙一步一步往里挪。 她前摆着一张茶, 上头只堪堪点了一盏微弱的灯。 崔荣去看安妻的审话。 她未曾上妆, 小脸白地如涂了面粉的脸。 女娘呼吸孱弱, 一碎地像个瓷娃娃。 崔荣退去了鞋和厚重的外衫, 爬上去, 熟忍地盖上被子。 她刚躺下, 已经能想象宫里的鸡飞狗跳了。 越想越激动, 以至于再无困意。 也不知过了多久。 突然间, 她听到身侧稀稀疏疏的动静, 随后是女娘的轻喘小壳。 她咳得很小声, 好似在克制。 可越这样, 咳得越是急促。 末地, 沈花半支起身子, 束手熟忍地从枕下取出白帕。 踏上的灯线不好, 沈花正难受不曾察觉出多了个人。 崔荣却是睁大眼, 看得真真切切。 她眼前目睹, 血顺着女娘的鼻尖喷涌而出。 不知是光线过暗的缘故, 白帕上的血字并非红色。 崔荣捂住嘴, 生怕一出声响。 沈花有那么片刻, 无感尽失。 痘大的汗没入病发, 她疼得蜷缩在一处。 病发时, 总想着这么疼不如, 真的死了算了。 可疼痛散去, 她就贪婪地想多活一日, 再多活一日。 人呢, 总是在纠结。 等她再醒来, 外头已大亮。 沈花浑身轻松, 再无不适之状。 她将带血的帕子背着人烧了, 这才小步小步往外走。 刚出屏风, 就见崔荣拿着包子在看。 你何时来的? 你管我何时来的? 崔荣视线游离, 给你带了包子, 我阿娘说了, 早膳必须得是身子才会好。 当然, 我就是随口一说, 你身子好不好, 与我何干? 你这小鬼, 说话真不中听。 用了早膳, 崔荣就一个劲地嚷着启程。 当然, 其中步伐带着异样的嗓音。 不行, 你这样不行, 你回去打扮, 好看些再出来, 定要把那些人全部比下去。 如此, 我才好拿得出手。 我都给你想好了, 就化桃花妆。 你手势怎么这么多? 崔荣大手一挥, 全戴上, 亮下那群人的眼。 沈花, 刚出戏院, 就见崔荣紧张兮兮。 这个时辰, 我二叔定在外头等着了, 你醒得太迟了, 等着被骂吧。 我让他等了, 他都没派人过来, 你催什么? 做男子的, 总该有定力, 往后他娶了妻, 还得等九个月瓜熟落地。 全当提前磨磨性子。 崔荣结巴, 真, 真的吗? 杨林侯府外, 停靠着一辆马车, 即亲后在车前, 见沈花他们出来, 连忙搬来踩脚蹈。 崔荣先爬入内, 他刚要告状, 就听沈花入内, 疲乏的暗主额。 崔荣不免后怕, 他一侧头, 二叔, 沈姐姐不是故意迟到的, 他实在是为你好。 崔荣的视线从书上挪开, 崔荣一扬顿挫, 真的, 二叔今儿也就只等了一盏茶的功夫, 回头还要等九个月。 谁同你说的? 崔荣问, 崔荣的手毫不犹豫地点向沈花, 沈花规规矩矩地去角落坐下, 见状促眉, 我说的不对吗? 难不成还委屈你二叔了? 女子生产可是遭了罪的, 崔荣捏着书的力道在加重, 他的手抵在唇间, 倾壳一声, 他着实还不曾想得这般久远, 左而还躲着他, 今儿就考虑这些, 沈花的性子倒是多变。 崔荣下河线绷紧, 他眸光微闪对上沈花, 他总是若即若离的同时, 试图让他选择自投罗网, 不愧是九岁就要小生用饭的女娘, 此法, 也的确有效, 以至于崔荣, 愈发舍不得, 他就这么死了。 第234章, 我将脑袋送给你踢, 朱强黄瓦, 飞檐夺拱, 处处威夷, 庄檐肃母, 皇宫并非头一遭举办促聚会, 一切根据以往流程走, 邹皇后于交房殿高堂而坐, 他吩咐下去, 自有手下的奴才, 有条不须的准备, 邹皇后保养妥当, 风韵犹存, 可若细细看, 眼皮子底下带着憔悴, 名下唯有太子鸡坠, 和五公主姬师敏二人, 他雍容华贵地接过宫壁递上来的茶, 稍稍抿了抿, 又用帕子擦了擦唇, 母后昨夜没睡足吗? 姬师敏从外头入内, 他一身霉红色宫装, 生得很是讨喜, 他一来, 宫壁上茶的上茶, 请安的请安, 邹皇后一见是他, 难免抿出一抹笑来, 母后好着呢? 你且仔细自个儿身子, 今日醋居能上场最好不过, 若身子不行, 也别勉强, 回头遭了罪的, 还是你自个儿? 左右是以姬师敏明一般的燕, 他就是众人捧着的对象, 孩儿直晓, 邹皇后汉手, 此燕, 未不曾成婚的郎君和女娘举办, 母后到底不好前去, 以皇兄和明秋宫那边的四皇子, 也成了亲, 他们不去, 你便是身份最尊贵的, 姬师敏刚要得意地翘起唇办, 吓一瞬你没, 那个傻子保不齐, 又要坏我好事, 姬聪是最爱凑热闹的, 便是不请, 他也能不请自来, 住嘴, 邹皇后轻斥, 再如何, 他也是你二皇兄, 他嘴里说着训斥, 面上却存着淡淡的不屑, 他行如这儿, 你同他计较什么? 明秋宫的靖妃护得紧, 可半点不在意, 他是个吃傻的, 他今儿若出了囚, 你非但不能嘲笑他, 还得将情绪压下去护着他, 这才是嫡公主的风姿, 姬师敏便是不情愿, 也要应下, 可难免出声抱怨, 这些年, 靖妃时不时就拿那傻子说事, 换取父皇联系, 牵连母后您和皇兄, 邹皇后笑笑, 却是不语, 姬聪未出世前, 可是出了名的聪慧, 几个皇子里头, 除雀鸡腾, 谁也不如他, 若姬聪无恙, 加上姬望, 那还得了, 怕是明秋宫的靖妃愈发猖狂, 好在, 一个傻了, 一个又废了, 牵连便牵连罢, 后宫里头最多的就是公妃, 官家尖可以, 林姓这位女儿可以联系那位, 要圣宠有何用, 巩固地位才好万全之策, 不然, 当年姬聪出世, 为何贺帝并未重罚, 便是靖妃拿着救世, 贺帝的迁怒又有哪次伤了筋骨, 先前, 贺帝将少贵妃捧在手心怕化了, 转头不就抄了少家满门, 可不得不说, 贺帝真疼她, 那段时日, 夜里七宿有三宿, 要暗中去冷宫林姓邵警惠, 贺帝去一次, 就如一把刀在她心口上割一次, 她又怎能不恨, 凭什么都这样了, 贺帝还对少景惠念念不忘, 可, 哪有江山要, 美人也要的, 少景惠自意了, 贺帝将怒火发泄到姬腾身上, 送她去当了质子, 少贵妃得宠时, 靖妃算什么, 少景惠一死, 贺帝宠爱靖妃, 不过是靖妃同少景惠侧言极为相似, 这个天子, 在目睹私人, 这一腔深情当真是可笑, 邹皇后叮嘱, 今儿入宫的小娘子, 有杨林侯府的, 你且让宫碧桥仔细些, 若是伤了碰了, 便是你父皇那儿, 都不能交差, 至于别的女娘家事也显赫, 你且仔细着些, 谢氏子那边, 你父皇是上了心的, 你切记, 同谢家女娘好生相处, 她稍稍露了个底, 赐婚圣旨你父皇早你好了, 今儿你就等着领旨吧, 姬师明脸一红, 总算有了些许扭仪, 孩儿直晓了, 谢氏却是例外, 她温润有礼, 又生得如书生般眉目俊朗, 又听了一番叮嘱, 姬师明这才退下, 朝明宫而去, 明宫那边已到了不少郎君和女娘, 由宫碧的牵引下前去席前坐下, 欲再次一盏风姿的, 也换上了轻便的衣裳, 姬师明到时自备好一番恭维, 她一面应付着, 一面四处打量, 却不见谢氏, 失落之余, 又让身侧的宫碧去宫门前瞧瞧, 而这边, 杨林侯府的马车停下, 崔运下车, 宫门外已停靠了数十辆马车, 更有往上走的趋势, 男子眉长入病, 气质轻渠, 他一出场就吸引了不少人凝视, 不远处的谢氏领着谢仪宁正要入宫, 就听身后的一阵骚动, 他顿足探取, 就见崔运抱着小团子落地后, 朝钢车厢的女娘伸手, 在此处瞧见沈华, 谢氏的眸中存有一样, 等他看见沈华很自然地将手搭过去时, 谢氏的眉跳了三条, 阿兄, 身侧的谢仪宁疑惑出声, 他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 他看见的是男子旗掌如玉的背影, 还有一场圆滚的女娘, 这天儿本有回暖的迹象, 可猛地倒起了春寒, 女娘魏寒再一次地裹起了他的雕, 可他的眉眼眼下尚存着几分挚意, 却生得相当好看, 假以时日, 定是, 沈华冷地缩起脑袋, 走得很慢, 你能不能走快点, 蜗牛都比你强, 崔家小郡主掐腰鼠了, 下一瞬, 谢仪宁听到那女娘悠悠道, 是吗, 哪里的蜗牛, 郡主且拿出来同我比一比, 但凡他比我快了, 我将脑袋送给你踢, 好血腥, 听得谢仪宁一个哆嗦, 随之而来的是身侧谢寻的一声轻笑, 阿兄, 他不免又唤了一句, 谢寻回神, 他说, 醋聚宴上男女都可上场, 可观看戏却是分开而做, 我不能时刻顾着你, 姨宁, 那女娘是极好相处的, 这边, 沈花正挑衅的同崔蓉对峙着, 崔蓉想了一下情景, 不免一阵恶寒, 谁要挽你的头了, 难不成旁人在猝拘, 我在踢你的头, 回头我梦魇, 定找你算账, 沈花抿着唇低头看她, 你去寻来, 再说这些话, 左而喝水呛着怪物, 眼下梦魇提前就想着算到我头上, 小鬼, 讲点道理, 崔蓉, 我六岁, 你都急急了, 沈花, 不要拿年纪说事, 我比你大, 你看我骄傲了吗, 崔蓉明显败下阵来, 二叔, 沈花, 有二叔了不起吗, 说着, 女娘看向崔运, 是吧, 表哥, 第二百三十五章, 我又不是你娘, 管你爹是谁, 崔运对上女娘清润黑亮的眼眸, 里头有狡黠, 有不怀好意, 也有, 依赖, 她沉默半想, 右手拉住崔蓉, 将她同沈花隔开, 行了, 能走了吗, 崔蓉气, 哼, 沈花小人得知的眉开眼笑, 沈花趾高气扬的那股劲还没消, 途中, 她随意张望一圈后, 飞快地朝崔蓉做了个鬼脸, 就听不远处谢寻温声道, 沈娘子, 沈花看过去, 原来等候多时的谢家兄妹, 沈花动作一僵, 很快, 女娘很规矩, 又矜持地焊了汗手, 谢氏子, 然后看向谢寻身后的妾妾谢姨宁, 不由感慨, 你们生得可真相, 是吗, 我和我阿兄就不像, 谢寻秀下的手稍稍一紧, 女娘边走边踢着地上的石子, 沈花, 她像我爹, 什么事都要管, 就连沈卫都自愧不如, 谢寻, 很快, 只见贺帝身边伺候的殷公公前来, 他意味深长地将视线从谢寻身上挪开, 朝几人请安后对着崔蓉道, 皇上知道郡主要来, 特地命老奴过来说要见见郡主, 崔侯, 您看, 有劳公公了, 崔运对崔蓉道, 在皇上面前不得无礼, 崔蓉撅嘴, 他很不情愿地, 对沈花比了个复杂的手势, 在空中滑来滑去, 见崔运沉连, 崔蓉忙不迭地跟着, 因公公离开, 郡主这是, 谢寻问, 沈花得意, 容光焕发, 他让我等他回来, 大开杀箭, 崔运淡淡道, 沈娘子手无腹机之力, 最柔弱不过, 荣杰喊打喊杀, 没有半点女娘该有的端庄, 我原想着, 你们二人是不同的, 沈花一顿, 他开始虚弱地捧着心口, 还是不同的, 我这人心肠软, 嘴笨, 脾气又软, 一向都是被人欺压的, 连渣都不胜, 早就摸透沈花性子的催运不意外, 谢寻不动声色, 谢怡宁, 啊? 他一出声, 沈花视线疏然锁定他身上, 女娘矫情做做, 演技浮夸烂到了极致, 谢娘子不知, 我是小地方来的, 大人捂腿都会打颤, 现在心砰砰跳得厉害, 崔韵瞥他一眼, 能导致多久, 沈花脚尖点起, 没骗他, 切换自如, 也罢, 随他, 这圣经的女娘里头, 没有谁比他通透又主义正, 他清楚这是皇宫, 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女娘心下自有一番考量, 便是惹祸, 大敌也是他能收拾百平的, 女席纳策, 正巧杨林侯府同府国公府相连, 崔韵和谢寻不好入内, 沈花捂着冻僵的小脸, 他跺跺脚, 还有什么要吩咐的吗, 谢寻下意识正要出声, 就听崔韵不咸不淡道, 席上会被点心喝酒, 我不会喝酒, 沈花激动, 崔韵微笑, 最好如此, 我就在对面, 每席设有公币, 你若有事, 可遣他来寻我, 沈花一言难尽地看向他, 表兄这会儿, 也挺像我爹的, 谢寻有些不顺气, 崔韵气笑了, 沈娘子运到好, 便是爹都比旁人多两个, 等他同谢寻去南席时, 崔韵又恢复端方自持, 肃然冷清之色, 就好似适才同女娘, 说笑的人不是他, 谢寻时不时看他一眼, 存着一肚子的话, 崔韵已有察觉, 男子只是淡漠地弹了淡衣袍, 谢世子若闲, 不若想想如何聚婚, 谢寻愕然, 他来回环视一圈, 压低嗓音, 你如何得知, 消息可靠, 崔韵平静无波道, 我入朝为官, 在官家跟前办事, 也已是多年, 贺帝的为人, 他早就摸透了, 谢寻沉默, 难怪童鹰公公打招面时, 他就察觉不对, 也就准备将计划提前布局, 不过, 他到底留有一分心神在审话身上, 你今日怎待他, 一语未完, 就听崔韵淡淡, 恭喜了, 谢驸马, 饶视谢寻, 也显现被崔韵一句话气的吐血, 怎么, 真当你表妹, 提都不能提了, 女席这边相风阵阵, 沈华左右张望地跟在谢宜宁身后, 谢女娘, 谢, 听到声声寒暄, 谢宜宁面色一白, 他吓得将头压低, 只顾埋头往前走, 沈华一时间没跟上, 他铁头似的也不急, 反倒顿足津津有味地听着那些女娘, 抑制不住的惊叹, 瞧见了吗, 是崔侯, 他身侧那个是谢家那位, 这俩人站在一处, 实在是扬眼, 他们怎么走到一块去了, 难不成崔侯陪着谢世子一道, 送谢女娘过来, 先前早有传闻, 崔侯有心仪的女娘, 原来是谢宜宁, 不可能, 崔侯能看上谢宜宁, 就她, 网日里胆小又蠢, 崔侯看上, 我都不会看上她, 一行人说着说着, 就见身侧冒出一个毛茸茸的脑袋, 神话眸光亮晶晶, 你, 沉默, 只因看清女娘精致的眉眼, 很快, 你是哪家的女娘, 我从未见过, 是才大放厥词的粉衣女娘质问, 我竟不知, 武功竹琴的女娘里头, 竟有如此不知礼数的, 沈话有些受伤, 她不高兴地敏唇, 八卦也不听了, 抬步就要走, 让你走了吗? 偏偏身后之人不依不饶, 吓着我了就想走, 你知道我阿爹是谁吗? 沈话在忍与不忍之间, 抉择两难, 好想骂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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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话认了, 她很真诚道, 我又不是你娘, 管你爹是谁, 这句话一出, 粉衣脸色大变, 只听轻微的嗓音传来, 带着颤意, 是发现沈话没跟上咬牙, 瑟瑟来寻的谢仪宁, 莫刁难她, 她窃窃小声道, 唐家女娘, 她手无腹肌之力, 最是柔弱不过, 又是头一次入宫, 粉衣女娘冷着脸, 看在谢女娘的份上, 不刁难也行, 那她是谁? 谢仪宁吓得后退一步, 沈话颤巍巍地捂住心口, 糟糕, 粉衣女娘? 沈话温吞, 我也好怕哦, 她只是个阔女娘, 为什么要遭遇这一切? 粉衣女娘, 你们什么意思? 合着当我是母夜叉, 谢仪宁一抖, 沈话有样学样, 跟着一抖, 粉衣, 你自己说, 你是那个府邸的, 我说了, 你要怎样? 粉衣见她还敢顶嘴, 当下怒, 我定修理你, 沈话软绵绵, 好呀, 谢仪宁刚要认可沈话 和她是怯懦卫生人的一路人时, 就见女娘毫无心理负担道, 唐女娘好, 我是公布尚书府的微猪猪, 第236章, 不懂就不懂, 何必装懂, 这是微猪猪头一次入宫, 她昨儿兴奋的一夜未眠, 盛装打扮后, 顿绝扬眉吐气, 出府前, 她特地去了围莹莹院子, 这些年长姐入宫的次数, 没有十次, 也有八次, 也不差这一回, 你我姐妹, 谁去都是一样的, 说心里话, 我倒是羡慕长姐闲暇无事, 不是我, 头一次入宫, 可是忙里忙慌生怕恼了贵人, 丢了微家的脸, 成功气得微莹莹砸了茶器, 她这才欢天喜地出门, 今儿能入宫的, 多为绅士显赫的女娘, 她自然要去结识, 于是, 她入宫后, 就锁定了目标, 唐家女娘, 其父拜官太尉, 其母同当今皇后, 可是一母同胞的姊妹, 微猪猪有诸多设想, 也许唐家女娘不会把她放在眼里, 但露了脸总比不露好, 日后若投其所好, 讨得其欢心, 定有颇多好处, 她过去时, 唐家女娘面前以为着不少人, 微猪猪整理了衣着穿戴后, 她学着平素围营营贵女走路的仪态上前, 唐家女娘安好, 粉衣游在气头上, 她事先在请安的女娘身上一触即离, 随后毫不避讳的同身侧的贵女道, 今儿是醋居宴, 我总不能在宫里同一个小娘养的计较, 你且等着, 等今日一过, 我定让她吃不了兜着走, 什么微猪猪, 她姨娘靠着狐媚货主的本事, 将她过到正式夫人名下, 真当自个血脉嫡系了, 要我说微营营也是蠢, 竟也能游得了一个假冒的嫡妹在外头冲冲掌柜, 肆意蹦打, 她若再出现在我面前, 我搞死她, 微猪猪, 她不明所以间, 觉得天都是暗淡的, 只能换一个人, 没错, 就是最为胆怯的谢姨宁, 谢姨宁并无手怕骄, 自幼便畏惧生人, 自闭得厉害, 若她能同谢姨宁有交情, 也不错, 微猪猪努力地在人群中穿梭, 就见府国宫席位上, 谢姨宁身侧, 还有个趴在暗桌上的女娘, 雕毛将女娘裹得严严实实, 便是一根头发丝都没瞧见, 微猪猪不在意, 她心思全在谢姨宁身上, 谢女娘安好, 我是攻不上舒服的微猪猪, 贫素胆怯的谢姨宁, 舒然抬头, 她下意识瞥了一眼身侧的雕后, 眼底带着惬意的慌乱问, 喂, 喂猪猪, 喂猪猪欢喜了, 是我, 她不忘投其所好, 都说谢女娘在刺绣上头颇有研究, 不如帮我, 瞧瞧我身上的, 微猪猪指着裙上的红眉, 都是老秀娘一针一线缝上去的, 娘子且仔细瞧瞧, 这梅花逼真的狠, 谢姨宁不想看, 她替沈话兴虚, 可身侧趴着的女娘一动不动, 微猪猪切而不舍, 从谢姨宁和她搭话的那一瞬间, 她仿若就取得了胜利, 谢娘子您再瞧瞧, 这可是苏秀, 谢姨宁坐立南安间, 沈话缓缓抬眸, 她很随意地瞥了一眼, 要听真话还是假话, 微猪猪看清沈话面容后, 心下遗憾, 沈话笑眯眯, 她点评, 都说眉开五福, 每一片花瓣带有福, 禄, 寿, 喜, 才之意, 眉存傲骨, 最是高捷, 你穿这一身入宫, 是用心了, 微猪猪一时之间, 不知沈话是敌是友, 下一瞬, 她明白了, 沈话身子微微前倾, 你懂苏秀吗? 我, 我自然是懂得, 有的人拿着针就说会秀了, 执着罗盘就说会算命了, 沈话似笑非笑, 你可知苏秀的秀法有几种, 唯显质感如何用针, 如何配色, 又如何用线, 不懂就不懂, 何必装懂, 沈话严肃道, 倒是用了苏秀的失真之法, 却毫无浑厚感, 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梅花光线明暗难分, 然, 总体下来绝非苏秀, 沈话说得很仔细, 女娘在最后刺秀方面的造诣颇深, 也最是, 见不得外行, 将天下的秀品, 靠着一张嘴, 随意普及, 全说是苏秀, 苏秀有苏秀的特点, 她美得独特, 好在, 她为真将眷帕送给围猪猪, 不然便是暴殿天物, 只听锣鼓喧天, 上场促居的女郎军们早早准备妥当, 姬师鸣走在最前头, 场地很大, 右侧是女席, 左侧就是男席, 姬师鸣一眼就锁定了席位上的谢寻, 她顿觉娇羞, 却又是遗憾, 谢寻若是上场, 定然能赢, 武将哪里会喜傅庸风雅的女娘, 将军崔杨就是例子, 她的先夫人可是促居取得好彩头的, 而崔轩氏只会念几句酸诗, 鼓声欲发激昂, 打鼓之人挥汗如雨, 手下动作加快再加快, 留下重重的最后一声, 促居正式开始, 姬师鸣全身心投入, 可谢寻却不曾看她一眼, 男席这边, 激活吊铃铛地往嘴里扔着花生米, 没劲, 男女席为何分开坐, 我没法看女娘, 起早来此, 是不是闲得有病, 怎么, 宫里的花生米香精吗? 她吵得崔韵头疼, 崔韵诞生道, 此次不同于往前促居, 擎铁并非以釜底发放, 激活, 也是, 上回我父王母妃都来了, 有长辈在此, 自无需在意这些, 激活郁闷, 她摊在座椅上, 促居有什么好看的, 我父王让我借着这次机会相看, 就这样, 相看什么? 激活, 好想澄清, 崔韵, 世子先遣了那一院子的小妾, 再提这些, 你这不是弯我的心吗? 那些真真脆脆连连什么的, 我哪里舍得, 说着, 她还事一周, 谢寻师才还坐着, 眼下人去哪了? 你可瞧见了, 崔韵不动声色, 不知, 就在这时, 就听有人喊, 不好了, 二皇子朝女席那边跑了, 拦也拦不住, 激活鄙夷, 等等, 女席? 她一下子来了精神, 不用着急, 你们坐, 继续看醋局, 她兴奋地呼吁, 本世子择无旁贷, 定将她带回来, 她刚走不久, 谢寻这才诗诗然归, 见激活的位置空着, 她也不曾多问, 席位上的人来回走动, 借着机会相互攀谈, 谢寻离席不过片刻功夫, 自无人会留意, 今日一事, 多亏侯爷提点, 她俨然安排妥当, 激聪就是她暗中引过去的, 第237章, 她珍贵, 细有, 得掉, 太子党同四皇子党派, 明争暗斗多年, 激望子不愿辅国功夫, 同东宫结清, 而激聪就是突破口, 谢寻, 激聪身上的秘密可太多了, 周遭说话声嘈杂, 崔远聊起秀百侦查, 柿子也算是战场浴血厮杀多年的人了, 形势倒是不够狠, 谢寻闻言轻笑, 若是你会如何, 她会如何, 崔远抬眸, 视线潮促居场上的人身上落, 她会让激师敏不慎受伤, 落个腿疾亦或是毁容的下场, 才能以除后患, 谁算计她, 那就千倍百倍算计回去, 世人总说以德抱怨, 然, 何以报德, 宽厚的人最是容易吃亏, 那就只能恶劣了, 何况崔远从不觉得算计皇家的公主, 害得她一生敬毁, 是品性败坏一事, 就像当年她设计三公主, 促使她远嫁那样, 天界便是再不厚道, 心思深沉, 可她最重名声, 当年杨林侯府如此, 眼下的府国功夫亦是如此, 赫帝怎会将残了的公主, 指昏给功勋之将, 谢勋顺着崔远的视线看过去, 姬施明, 她, 谢勋倒是从未考虑过, 因为审话, 她对女娘总是格外宽容, 女席这边, 惊叫连连, 宫碧和侍卫公共追上来后, 想围住姬聪, 可五公主可是下了命令, 得对姬聪恭敬再恭敬, 他们哪敢行事, 二皇子, 您请回, 姬聪往前走, 这些阻撻路的奴才, 纷纷后退, 姬聪可是静妃的宝贝疙瘩, 他们下见身子自不敢碰, 姬聪, 滚开, 本皇子就在此处, 二皇子, 这是女席, 唐女娘死死拟眉, 姬聪才不管这些, 女席怎么了, 你让开, 你的位置很不错, 本皇子要了, 凭什么, 我姨母可是皇后娘娘, 姬聪莫名其妙地瞅她一眼, 手里玩着泥, 揉搓成大大小小的圆丸, 我父皇是皇帝, 压你一头, 姬霍笑嘻嘻追上来, 俩然看好戏不闲事多, 可没半点要把人带走的架势, 姬聪, 你让不让, 唐家女娘咬牙, 可在见所有人的视线落在她身上, 如何能认怂, 不让, 姬聪很不高兴, 可下一瞬, 她的眉紧紧皱气, 手里的搓好的药丸掉落一地, 姬霍一领, 你怎么了, 不舒服, 姬聪, 定是药丸吃多了, 我得生鲜了, 沈话混在人群中, 看得有滋有味, 姬聪又开始捂着小腹, 又怎么了, 飞生前, 本皇子得如策, 姬聪急得不行, 她左看看右看看, 此处可没茅房, 她实在憋得难受, 当下就要解枯头, 啊, 众女娘惊恐地逃窜, 逃窜的人群中不包括沈话, 沈话为了看戏, 她能坚持到最后, 唐女娘也要逃, 可她发现, 姬聪要命地堵着她的路, 你让开, 这次的嗓音带着哭腔, 姬聪急得就差蹦起来, 可她一紧张, 记带打了个死劫, 她已经控制不住自己了, 也就一把拉过唐女娘的手, 往那处带, 快, 帮我, 啊, 你去死啊, 就在这时, 姬师鸣赶了过来, 二皇兄, 你疯了, 一群狗奴才, 还不拦下她, 而南习的众人也相继过来, 有愕然的, 也有强人笑意的, 更有带着家中女娘一道过来的公子歌怒的不行, 崔韵面无表情, 一把捂住沈话亮晶晶的眼, 谢寻见状, 她匆匆护住谢怡宁, 侍卫连忙压住姬聪, 可丝毫没用力, 姬聪的胳膊却跟一脆的瓷器般, 只听咔嚓一声, 脱臼了, 姬聪疼的两眼一翻晕了过去, 而她的下摆传来嘻嘻嘻嘻的声响, 有什么在意出来, 姬师鸣只觉耳侧轰鸣, 完了, 果不其然, 她等到的不是赐婚圣旨, 而是贺帝本人, 她牵着崔荣, 与她一道前来的是邹皇后, 太子, 靖妃, 四皇子, 齐全, 小包子哒哒哒跑到崔玉那边, 贺帝, 怎么回事, 天子智, 在场的人全部跪下, 乌泱泱的都是脑袋, 沈华不曾见过如此场面, 她反应慢人一圈, 左胳膊被崔玉拉住, 右胳膊被谢寻扯住, 两股力将她往下拉, 女娘被迫跪地, 她穿得多, 一点也不疼, 沈华不可置信, 她珍贵, 稀有, 得掉, 上回卡在假山里, 都不舍得被刮破, 那柔软的茅此刻, 和地面零距离接触, 地上还有鸡葱搓的泥, 沈华险些一口气没喘上来, 太医上前正骨, 邹皇后眼皮直跳, 再见那些女娘多半发际凌乱, 面带恐惧, 靖妃当即红着眼冲上前, 五公主, 你又是在聪儿药里洒土, 我能当你年幼无知, 你出宫养病, 我也心疼你身子孱弱, 可他到底是你皇兄, 你为何这般遭见他, 姬师敏, 不是我, 你还狡辩, 靖妃, 邹皇后出声, 此事上, 靖妃显然不听, 他生生打断, 这是宫里举办的促聚会, 是交房店亲自送的铁, 更有前前后后的宫壁侍卫, 娘娘要说什么, 还要说他不该来女席, 这是第几回了, 为何又这般诛心地害他, 他受的苦还不够多吗, 邹皇后温声, 此事若真是小五之过, 我定会给你一个交代, 什么叫若真是, 晕的是我聪儿, 伤的也是他, 娘娘若要包庇, 大可不必说这坦荡之言, 这是皇家丑事, 贺帝勃然大怒, 来禀报的太监支支吾吾, 他就提着一颗心, 却不想会是如此, 丢脸至极, 皇家威夷何在, 看你们干的好事, 他拂袖而去, 既望压着怒火, 尤其过来之前, 他得知贺帝有意将机师敏植给谢寻, 可笑, 他皇妹远嫁生不如死, 凭什么积坠的妹妹, 能入府国公府的门, 他可不同意, 母妃, 他隐忍不发, 对晉妃道, 先带二哥回去, 她的话, 晉妃自然是听的, 不过她走之前放话, 今日之事, 五公主最好有个交代, 眼看着人走了, 邹皇后确知, 还有场应战要打, 皇上那边的, 晉妃那边的, 他已然顾不得不争气地积师敏了, 今日一事, 本宫不愿听到宫外有任何诋毁皇室的谣言, 事实从他嘴里而出, 轻飘飘地成了一句谣言, 这话是对傅燕的人说的, 皇后一走, 闹剧结束, 众人稀稀拉拉地起身, 审话如贵定般一动不动, 崔韵邋遢, 女娘甩开, 男子惊讶俯下身子, 你这是同我闹脾气, 奶料, 审话眼圈红红的, 女娘很少哭的, 这次是真委屈了, 她别嘴, 我的雕, 本该白的不沾一丝尘灰, 谢寻头疼, 她清楚, 这样的审话不是能和她讲道理的, 她甚至能和你降到天荒地牢, 谢寻沉默后头退一步, 将舞台留给崔韵, 崔韵, 洗洗就干净了, 女娘表示听不见, 她娇气乌液一声, 你还扒拉我, 第238章, 最后的转机, 金刚菩提手串, 人都散得差不多了, 这边俨然成了一道美丽分风景线, 毛茸茸的雕, 将沈华果的岩石, 平素灵动脚霞的眼眸, 此刻布满了怨念, 女娘搭拉着脑袋, 丧得不成样子, 真的很像, 崔韵指尖威拳, 撇开杂念, 起来, 沈华敏纯, 你不和我道歉吗, 她即便跪着, 气场也有七尺, 女娘抬着雌尽的小脸, 虽然, 我不会接受, 激活见状, 及时地冲了上来, 这是做肾, 她就拆将兴奋写在脑门上, 盲鸟投鼠了, 崔韵,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怎么好端端就将沈娘子气哭了, 你还是不是男人, 甭管这件事谁占理, 别说惹哭女娘, 就是让她气着了, 也是我们男子的不是, 这么多年, 激活吃了不少亏, 崔韵欠她的是时候还了, 道歉, 这话不对, 凭什么道歉就够了, 沈娘子, 我觉得崔韵她如何也要给你磕头, 方显诚意, 你看看你, 在杨陵侯府有什么好, 崔韵有本世子风趣, 有本世子潇洒倜躺吗, 她更没本世子会讨女娘欢心, 沈娘子, 本世子给你保证, 宫卿王府的大门永远未避开, 你若要搬出来, 回头我亲自帮你提行礼, 她越说谋色越亮, 父王总训她样样不如崔韵, 可若能在崔韵手上抢到女娘, 可不得扬眉吐气一回, 然, 崔韵仿若未闻, 沈话更是一个自眉流星, 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她便是将天给说她都无人会礼, 崔韵深深看了一眼沈话, 你不起也是成的, 我如何能逼着, 沈话一听这话, 还挺纠结, 表哥就打算就这般让我继续跪着, 我说不起, 你为何不再劝劝, 他告诉崔韵, 没准, 我就改主意了, 崔韵语气平淡, 沈娘子主意正得很, 如何是旁人能左右的, 可眼下燕已散, 臣子到底不好久留皇宫, 我就只能先带容姐回了, 等你累了, 愿意回了, 再请宫碧向宫外传个信, 我再来接你, 也是不迟的, 这一来一回, 辛苦些也无妨, 沈话, 这套路不对, 眼见崔韵真的要走, 沈话只能费劲地从地上爬起来, 可刚起一半, 女娘察觉落在自己身上的道道视线, 激活的, 沈话不在意, 谢家兄妹的, 她也不在意, 她独独在意的是崔韵, 男子不知何时顿了足, 她朝沈话淡然自若道, 我在一线天酒楼定了雅间, 得巧过去, 真不一道用膳, 她知道沈话吃软不吃硬, 从始至终从未强势, 可却用着她的手段, 一步步引诱沈话, 这种感觉很不好, 就好似被她吃得死死的, 沈话莫名不安, 她, 岂是随随便便任由人摆布的, 然后, 她听崔韵诱道, 我名下司库里头, 有橙色极为不错的毛皮, 若有重义的, 全当我陪你了, 成不成, 沈话刚铸成的房线, 随着这句话, 毁了个稀碎, 激活文言, 不免讥笑, 不过, 是些身外之物罢了, 也亏你说得出口, 沈娘子, 你可不能丢了骨气去答应, 毛皮而已, 本柿子也有, 她能给, 我也能, 是吗? 崔韵淡漠, 她扯了扯嘴角道, 据我所知, 柿子你近些时日断了利盈, 几日前还寻七王爷要钱, 激活? 你别拿此说事, 我便是在落魄, 库房随意寻一件都是宝贝, 我不过是不愿拿去点档吧, 沈话困惑, 那你为何不点档? 问得好, 崔韵首复身后, 她恭顺道, 柿子库房能点档的, 早就点档了得干净, 留下的都是些官家赏赐, 官家赏赐的, 多半落着观印, 如何能点档? 至于金银首饰布料一物, 自得留着, 毕竟, 柿子会腾人, 满院子的真真脆脆连连地养着, 沈话若有所思, 激活? 他抓狂? 不是, 你接我牢底作善? 崔韵, 我这还没把人拐走吗? 你急什么? 激活向沈话保证, 真真脆脆连连和你比算什么, 你是排在最前头的, 若想要, 自然没他们的份, 崔荣看明白了, 激活对沈话有意思, 他眉头皱紧, 上次谢寻在宣府门前, 询问沈话也就算了, 这次又来一个激活, 沈话也不见得多好, 怎么就引得一个个上门? 他猛地冲过去, 指着激活, 我在外头听说, 你可花心了, 激活还挺得意, 谬赞, 女娘太多个有千秋, 她如何专一地起来? 我警告你, 别把主意打到她身上, 崔荣人小鬼大, 本郡主更不想听到, 哪日你院里, 有真真脆脆连连, 还多了个画画, 沈话莫名恶寒, 他警惕地后退一步, 他很矜持地问崔韵, 光泽如何? 油润感如何? 柔软度触感又如何? 我能都要吗? 涌到处, 寒风瑟瑟, 出了宫门后, 崔韵扶着一大衣小上马车, 他朝谢寻点头示意后, 也便跟着上了马车, 很快车轮滚动, 激活心烦意乱, 我真不甘心, 谢寻, 你我幼时便相识, 你和他告什么词? 因为他, 我不知挨了多少回父王的打, 那么粗的藤条啊, 直往我身上握, 我怀疑崔韵才是他儿子, 便追问我母妃, 可有报错的嫌疑, 没曾想, 我母妃转头同他说了, 他又抽了我, 谢寻眼看着马车渐行渐远, 他眼里有莫名的情绪一闪而过, 既如此, 你也该长教训了, 行了, 我也回了, 激活, 等等, 我还没说完, 谢寻从怀里掏出几张银票, 知道你这些时日结局, 收着吧, 无需还, 激活一改态度, 点头哈腰, 您慢走, 谢寻跟着上了谢府的马车, 他眼里的情绪在一点一点中消失, 有一道端对话再次浮现在脑海中, 世子一年后会寻平道, 故平道云游而来, 特地拜访小友, 世子所问, 平道的回复是, 曾用金刚菩提手串就了崔小侯爷一命, 这最后转机就在他身上, 世子切记, 三清道长扶着胡须道, 这一场战快打完了吧, 战鼓硝烟, 苦得是, 将士还有万千百姓, 世子打完了, 就早些回吧, 第239章, 上回这般激动, 还是买棺材, 酒楼宾客如云, 刚下马车, 崔荣就指着街头小贩叫卖的糖葫芦, 崔韵只好领着他去买, 沈化不愿动弹, 也便立在马车处等, 急清后在身侧保护, 百无聊赖间, 沈化望着人群, 等到了这么一句, 娘子, 您要买蜂蜜吗? 有身上挂着大大小小瓶子的商贩上前, 随着他的走动, 瓶子相撞, 发出极为悦耳的声响, 这里头装的可都是上好的野蜂蜜, 可清热, 可不重, 可解毒润嗓止痛, 更能治百病, 沈化摇头, 商贩没有为此放弃而退却, 他甚至滔滔不绝地夸起了他的蜜, 这蜜最是舔嘴, 貌合神力的夫妻喝上一口都能恩爱得如胶似气, 沈化微微瞪大眼,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还是你把我当傻子? 女娘俨然被这句话唬住了, 商贩就更唱戏似的, 张嘴就来, 娘子若有心意的公子哥, 他喝上一口, 尝着喂了, 知道娘子您的好了, 次日定来提亲, 沈化眨眼, 安安静静地听着他吹, 商贩, 此物不贵, 只需999文, 娘子买一瓶安心, 买两瓶顺心, 买三瓶趁心如意, 娘子别不信, 要买此物的人可不算少数, 可我同他们无缘, 那些人便是给出一万两黄金, 我也是不卖的, 女娘笑了, 你继续说, 这蜂蜜可还有别的疗效, 自然是有的, 上回从我这儿买蜜的, 是位八十高龄老太太, 走路颤巍巍地煮着拐杖, 哪曾想吃了一瓶, 剑步如飞, 沈化没忍住, 哇, 商贩来了动力, 还有位妇人, 多年囚子, 肚子都没动静, 她吃了蜂蜜, 就诊断出了喜脉, 沈化, 好神奇哦, 养子须前程许愿, 在朝东的方向拜上三拜, 定心想事成, 沈化, 明白, 商贩举起一瓶, 同自己的脸贴近, 求子, 吃她, 求姻缘, 吃她, 求福富贵, 也吃她, 沈化重重点头, 就在商贩以为她要掏钱时, 女娘很刁钻地询问, 可为何你有这么多蜂蜜, 还只是个商贩, 商贩笑意一顿, 眼瞧她被问住, 没了词, 沈化很贴心, 是为了普渡众生吗? 商贩, 是啊, 这年头谁都不容易, 我自然不能为了私心, 让旁人失去希望, 你我有缘, 就给娘子抹个零, 九百九十文, 如何, 她明明可以去抢, 却非要送一瓶蜜, 真是良心商贩, 沈化细声细气道, 我不买, 商贩, 你不买还问, 听得这么仔细, 她说这么多, 不累吗? 沈化摆手, 不必谢我, 女娘很认真道, 我只是让你过个嘴饮, 商贩骂咧咧咧地走了, 俨然, 推销的小贩很多, 很快, 沈化迎来了下一个, 这位女娘, 买兽衣吗? 这位商贩热情地上前, 那是我家祖传的手艺, 做的兽衣, 能抑制肉身十日不腐烂, 即清晨脸, 虚假销售蜂蜜的也就算了, 左右娘子涂个新鲜, 可兽衣如此不香, 她就要将人喝退, 却不想沈化眼前一亮, 你所言非虚, 我自不会骗娘子的, 这人死了, 时间久未到, 就重了, 可如何也要走得体面, 沈化觉得很有道理, 她很严肃地重重点头, 都说天子脚下圣经遍地都是钱, 商贩是来发财的, 可她在路上推销一日, 不曾谈上一桩生意, 又被骂得狗血淋头, 推销别人时, 我家兽衣可好了, 我信号你大爷的, 滚, 用祖传的药水泡制, 可保肉身多日不烂, 公子可要给自己留意见, 咒我, 你是不是有病, 我活得好好的, 我手签买它, 推销沈化时, 那兽衣, 别说了, 我买, 啊, 你说个数, 商贩, 她激动得不知所措, 娘子真有孝心, 这是给你哪位长辈买, 沈化也很激动, 自己穿的, 女娘白的泛光, 她明明很虚弱, 可一番妆容下, 却朱唇粉面, 冰激玉骨, 可瞧不出有不妥之处, 商贩是个人惊, 当下连连夸赞, 您高见, 买兽衣怎么了, 何人病了, 不能汇集积衣, 是一个道理, 存着以备不时之虚, 没准哪日就用上了, 沈化咬着唇问, 即是药水浸泡, 不知衣物可会残存味道, 不会, 商贩拍着胸脯, 娘子若没了, 您让家中人将兽衣早早地取出来, 薰桂花香也好, 薰梅香也好, 都是不打紧的, 急轻, 你在说什么, 怎么有人说话, 这般不中听, 乔娘子打扮, 也定是精细的主, 这人活着精细, 死了也得精细, 您说呢, 可这几句话, 说到了沈化心坎, 他眼眸亮晶晶的, 在商贩的三寸不烂金舌下, 已经彻底沉沦, 上回这般激动, 还是买棺材, 我能先瞧瞧吗, 自然是能的, 娘子若成心, 穿上一穿都无妨, 我那存着红的, 绿的, 白的, 什么色都有, 市面上的兽医, 千篇一律死气沉沉, 可一点不新鲜, 人就死这么一回, 可没后悔的余地, 沈化觉得, 要将此人介绍给他做棺材的师父, 沈化彻底上心了, 你说是祖传的密钥浸泡衣物, 既然如此, 这不料, 款式, 是否都能由我来定, 自是能的, 娘子想要绸缎也好, 锦缎也成, 只是这些需要娘子提供, 款式, 我可照着图纸现做, 不过费时, 这价钱, 沈化, 不要和我谈钱, 我像是出不起的人吗, 几倾听不下去了, 他连忙劝, 娘子, 属下觉得, 沈化, 嘘, 街上人声鼎沸, 崔运牵着崔荣过来, 他耳力好, 三丈之外, 就将说话声听了个仔细, 男子绷紧唇角, 崔荣痛呼一声, 二叔, 你弄疼我了, 崔运当即松了手下的力道, 他带着崔荣走过去, 将手上一根糖葫芦, 塞到沈化手上, 再说些什么, 崔运逆他, 一字一字问, 你要买什么, 商贩无比热情, 这是娘子的郎君吧, 呀, 娃娃都这般大了, 都说女肖妇, 看来是真的, 娘子, 您不如再定两件, 商贩诚心道, 没准, 走也走得整整齐齐, 第二百四十章, 这会儿, 怎不想着借着我的事, 街上熙熙攘攘, 雅间却是寂静异常, 男子轮廓分明, 下颗线条透着冷印, 周身充斥着疏离冷漠之态, 他在步于, 可, 沈化很自觉地反思片刻, 是那小贩冒犯咒人, 又不是他沈家样样, 反思后的结果, 他心情颇好的问, 怎么还不上菜, 沈化, 我要一份白灯笼软酥牛肉, 没心没肺, 崔运沈笑一声, 崔荣默默地将头埋低, 啃着点心, 中途, 影医进来了一趟, 他恭敬的富尔在崔运身侧说了些什么, 崔运这才抬了抬眼皮, 平静无波, 轩进来, 是, 很快, 影医领着人入内, 对方一袭黑衣, 身子勾搂, 脸藏在帽兜下, 看不真切, 侯爷, 来者嗓音尖细, 接近铜嗓, 静一时难辨雌雄, 崔运拢了拢眉心, 对方没废话, 更不敢同崔运叙旧, 他取出针对着指尖扎下去, 鲜血一出, 南疆苗族三长老, 最会治毒治骨, 崔运骨节分明的指尖抬起茶盏, 里头是刚煮好的毛尖, 茶汤清澈, 茶香鸟鸟, 沁人心脾, 让他给你看看, 沈话一听苗族, 微敏唇角, 只见三长老又从怀里恭敬地取出霞盒, 里头装着蠕动的骨王, 最后, 将扎破的指尖凑上去, 由着骨虫狠狠瞬息, 这是南疆之王, 骨王对骨虫有血脉的压制, 骨分各种, 皆不同, 可沈话身上只要重网, 一遇到骨王, 必能引出来, 三长老嘴里念着咒语, 骨虫的身体也在同一时间变大, 变鼓, 一摆上的铃铛在他走路时从不晃动, 此刻却是激烈地自行摇动, 沈话睁着圆溜溜的眼睛, 拖着下颌, 毫无反应, 结果不言而喻, 一盏茶后, 三长老小心翼翼地安置入睡的骨王, 他正要开口, 隐医上前, 三长老请吧, 人一走, 沈话慢吞吞道, 有件事, 我忍了许久了, 骨王长得挺丑的, 我最见不得这种软啪啪的虫子, 崔韵, 你倒是还有闲心说笑, 沈话轻笑, 日子过一日, 是一日也少一日, 做人还是得清醒些, 如此, 书心的事能多些, 遗憾的事也能少些, 雅间内染着探盆, 热气熏人自罪, 女娘小脸热出红意, 沈话顺势脱下雕, 沈话拨动万间的手串, 从左儿起, 手串发出的温度温热, 至今依旧, 她倒是心大, 也没退去, 其实, 我有想过, 身子若无恙, 定要回丰州, 将绣房夺回来, 发扬光大, 绣房到底是我阿爹阿娘的心血, 我不懂经商之道, 可一门手艺是有的, 绣娘也能一呼百应, 我要让沈家所有的旁支, 以及那装腔做事的祖老亲眼瞧瞧, 他们努力捧着的沈渠, 一番经营下绣房变得苟延残喘, 声名狼藉, 他们的选择错了, 这一辈子也只能继续错着, 日后绣房变好, 这些人也休想奋一杯羹, 我才不管那些封建约束, 什么女子不能抛头露面, 绣房能有今日, 有一半是我阿娘的功劳, 沈话眉眼弯弯, 我便是再起, 也虚承认律法律立下, 沈渠接手绣房手段, 我也想过, 崔韵眯眼, 他听见沈话丝毫不愧疚地说, 借着表哥您的事, 绣房一主, 不过是您的一句话, 他们当初已全押我, 我自然也能以全押回去, 若能得偿所愿, 的确手段无需磊落, 小人谁不想当, 沈话语气变轻, 可眼下是不敢想了, 崔韵听闭, 他眉心一宁, 他即便一手遮天, 也实在不能保证, 女娘定会无余, 这种空假话, 他说了, 沈话也不会醒, 沈话, 表哥怎么不说话, 他的唇张张合合, 最后成了一句, 白灯笼软酥牛肉, 还吃不吃, 吃, 女娘一听这话满血复活, 下一瞬, 沈话怨念, 可一线天酒楼, 每日只卖石盘, 这个点了, 早就没了, 崔韵低声, 错了, 这会儿, 怎么不想着接着我的事, 崔容疏然抬头, 他俨然还记得, 二叔, 鱼翅燕窝又没了, 下回早些来, 我不能命令, 若人人如此, 酒楼哪还有规矩, 凭什么, 他不可以, 沈话可以, 极度让他扭曲, 他, 可是郡主啊, 沈话抬眸, 这会儿还很为崔韵着想, 都说酒楼背后东家不简单, 天子脚下的圣经同风舟到底不同, 若是因此得罪了人, 这时, 点菜的小二入内, 客人今儿吃些什么, 沈话眨眨眼, 他小拇指翘起来, 白灯笼软酥牛肉, 小二, 今日已寿庆, 娘子不妨明儿的早再来, 沈话一锤桌子, 骄横跋扈, 你知道他是谁吧, 你们一线天反了天了, 猴要吃, 竟敢说不卖, 不是说不卖, 小的, 那就将明儿的份额, 今儿提前用了, 管你们后厨如何打算, 左右不上也得上, 他将顽固和无耻演绎的淋漓尽致, 小二顶着压力, 娘子还要点些什么菜, 沈话不免有点爽, 他甚至有些快乐, 酒楼限额的菜, 招牌菜, 最好是只剩下一份的, 都抢来点猴也, 小二, 你这就过分了, 崔韵轻笑一声, 小二小心翼翼地瞅向崔韵, 崔韵微微汗手, 小二一个机灵, 东家早些年就放话, 日后来用膳, 无需走特权, 便是小郡主来, 也亦是如此, 该是什么规矩, 就是什么规矩, 可眼下, 却是说破就破, 沈话催促, 不成吗? 成, 猴也要吃自然是有的, 我这就去后厨说上一说, 沈话没曾想, 崔韵的名号这般好事, 他甚至开始后悔, 往前喂了一道菜, 早早地赶过来, 只为拼一个名额, 等等, 沈话不免膨胀了, 客人还有何吩咐, 沈话, 记住我的脸, 小二一愣, 沈话身后若有尾巴, 早就疯狂摇摆了, 日后我单独来, 怕是也要为难后厨了, 沈话, 我只吃寿庆的菜, 第241章, 你怎知我在为难? 天气转暖, 冰川渐融, 这些时日, 沈话的精神状态, 却是愈发的不好, 尼康也从一日一脉, 改成了早晚个一脉, 在见沈话擦着嘴角的血字后, 他的眉越来越深, 不该如此, 怎会如此, 沈话脉相亦如从前从未变过, 仍旧是从他去岁年前诊断的一致, 说法不变五年, 确保无虞, 可沈话的身子, 却显而易见的, 不如脉相所探, 亏空的厉害, 就好似寿命不长, 游灯枯尽, 行将旧目, 加速再加速, 吐一回血, 身子就虚弱一成, 吐两回血, 虚弱三成, 尤其在夜里, 沈话吐了血后, 又再次昏昏欲睡, 尼康健壮, 出了冬院后, 直直朝岁院而去, 他急急去了崔运的书房, 侯爷, 崔运瞥他一眼, 慌慌张张作甚, 这些时日, 我摸到的, 怕都是假脉, 脉有假脉, 蛇无假蛇, 娘子蛇苔可观, 五脏六腑, 早已衰竭, 怕是, 崔运执着笔的手一抖, 墨字往下坠, 啪哒一声, 晕染了即将完工的文书, 夜色撩人, 月色佼佼, 冬院灯火通明, 沈话坐在房顶上, 低垂眼帘, 捡着蜜剑吃, 下回谢柿子若再送, 不许再收, 眼下, 他显然不同于在崔运面前的理所当然, 送一次也就算了, 哪有隔三差五送的, 再有交情, 也没道理做到这个份上, 尹无首在一旁, 一手提着灯笼, 护着沈话道, 属下会叮嘱宁珠, 沈话点点头, 吐出肉盒, 这才仰头去看月, 他幼时有段时间, 总是吐字不清, 阿娘指着月交他, 样样, 同阿娘念, 月, 他奶生奶气, 虐, 错了, 是月, 他精致的小脸呆着怒气, 很费尽执拗的发音, 虐虐虐, 沈志文声就笑, 那时他也年幼, 还不懂得退让的道理, 这丫头笨死了, 阿娘还是饶过他, 快别让我二遭罪了, 瞧瞧他, 念不对也就算了, 还有本事恼怒, 你说谁笨, 你了, 他委屈了, 肩膀一抽一抽的, 又气又绝丢人, 跑路时撞上了木桩, 额头上很快留下红意, 小女娘顿时哭得稀里哗啦, 阿娘, 他抽抽叶叶, 阿兄打我, 他用木棍打我, 他早就看我不顺眼了, 巴不得样样死了, 他就能称罢了, 沈纯氏如何不知这是沈话的胡编乱造, 可他却把险些哭叉气的女娘抱到怀里, 臭小子, 有你这般当哥哥的, 我没打他, 这种话阿娘怎可信, 他都哭成这样了, 便是你没打也定是招他了, 你妹妹体弱, 你且让着他险, 再后来啊, 是孙长氏搂着他, 今儿中秋是团圆的日子, 娘子若想夫人了, 有什么话, 您就对着月悄悄地说, 阿娘能听见吗, 住在月上的神仙会传达给夫人的, 他一度信了, 那些年日日夜夜总是对着天上高不可攀的角月, 絮絮叨叨地说着, 将他的思念和凄苦一并掩埋, 他这几日白日睡, 夜里也睡, 清醒的时间愈发地短, 身后传来脚步声, 银鲁看清来人后, 恭敬地退下, 天气转暖, 可夜里到底湿气重的, 崔韵将暖手炉送到女娘冰凉的指尖, 沈话将其报警, 冒兜下女娘五官精致, 却也苍白, 沈话侧头, 可是尼大夫说了什么, 崔韵, 这几日可有好好用药, 沈话敏纯, 哪有这样的, 不打反问, 崔韵一如既往的寡诞, 蜜饯吃得到不少, 却不可多食, 回头耽误了正经饭食, 沈话继续敏纯, 他捏捏的, 表哥十日没来瞧我了, 语气藏着他自个儿都没发觉的小忧怨, 这些十日过忙, 忙忙忙, 你们男子总是用忙来说事, 我阿爹如此, 你也如此, 沈话, 我都这样了, 好歹你我之间有情分, 你也不怕下回再见我, 我身子都凉了, 他叱叱, 休要胡说, 我晚归时, 你早已卸下, 总不能将你吵醒, 饶你轻梦, 沈话小声嘀咕, 今夜他好似格外粘人, 道理总归在你身上, 他凑近崔韵, 眼看崔韵身子往后仰, 你躲什么, 崔韵一顿, 不动了, 身子僵硬, 随后闻到了淡淡的药香, 混着女儿家清甜的味道, 他眸光一颤, 不再顾及那些繁琐的规矩, 抬手护住女娘腰身, 不动声色地扣着她, 甚至由着脊心, 迫使女娘贴近, 沈话撞到她怀里, 小声, 表哥, 崔韵侯结滚动, 视线和听力又一次的混沌, 现实和虚幻相碰撞, 女娘看到的只是模糊的影子, 他试图瞧清那本该熟悉的眉眼, 表哥应当是极为厌恶苗江三长老的, 那日, 茶展里的茶空了, 你眉天, 却是转动了数十余次, 沈话仰着头, 女娘嗓音清澈明朗, 你不必如此为难, 人各有命, 命数到了便是到了, 大罗神仙也就不得, 表哥与其在上头费心思, 不妨再多多给我送些毛皮来, 崔韵不爱听她说这些, 你怎知我在为难, 许事业过于寂静, 也许是女娘错得太紧, 而乱了她的心神, 她嗓音低哑, 像是配合她的语气, 我醉恨巫术不错, 可她做法时, 我却宁愿你身上是中了骨, 如此, 也算有了突破口, 知道病根, 自能医治, 而不是眼下的无能为力, 崔韵的视线一寸一寸苗模女娘眉眼, 她不再是娇艳的花枝, 更不似涌到一侧正发嫩绿的芽, 好似心生的枝干, 沈话, 嗯? 男子嗓音顺着寒风, 落到沈话耳侧, 我既已硬成, 同心取来, 你若觉着不够, 我让下头的人去买, 若你急着要, 春猎时, 我便亲自去猎场, 沈话, 你这样, 我要当真了, 你想了十余年的富贵, 却余生难想烟火荣华, 崔韵勾纯盼, 所以只能有老沈娘子, 多活几宰, 这样的女娘, 不能含糊委屈了, 别人有的, 沈话该有, 旁人没的, 至少, 我去给你争, 第242章, 到她手里, 就是她的, 雪团篇, 她的女娘, 此刻眼皮愈发地重, 困意搅动, 沈话身子彻底软了下来, 隐隐听到有人在轻患, 沈话顺着声援处, 一路而去, 转机间, 天光大亮, 她窝在崔韵怀里, 崔韵顺着妈的毛, 嗓音不疾不徐, 眼下官家赐婚, 是已成定局, 表哥还是少喝些酒, 此物伤身, 宣承不同于沈话记忆力的意气风发, 此刻颓然不已, 她嘴角满是讥讽, 官家, 可真是哪里都有官家, 她当年一道圣旨, 宣府不敢违背, 只能逼着姑母嫁入杨陵侯府, 眼下又是一道圣旨, 让我去娶果郡王之女, 宣家能如何, 早就换羹铁, 同宣家定好及时的温国功夫, 又能如何, 崔韵捏着软绵绵的猫儿, 集合昨儿夜里, 来寻了我, 她扔下一则消息, 太子友谊取温二娘子为太子妃, 她嘴里向, 奴仆眼观鼻, 鼻观心, 二公子的妈儿怎么来了, 乔四正合着燕窝, 她身怀六甲, 刨出那边变招法的, 坐着温补的药扇, 她也风欲不守, 但柔美温婉如初, 小腹高高隆起, 动作很是不变, 她闻言, 对上虎头虎脑的血团, 血团一步步凑近, 又跳上了一旁的长椅, 圆溜溜的眼睛, 晶莹而剔透, 表扫扫今日图的口汁, 可真好看, 想要, 乔四见状, 只当她馋了, 便吩咐奴仆取来干净的碗碟, 在中里咬了几勺血液, 顺势把猫抱到膝上, 偷跑出来的, 血团傲气地摇头, 乔四嫌熟地将勺子喂过去, 你也吃些, 血团摇头随后歪了歪脑袋, 她小心翼翼地用爪子 去摸乔四圆滚滚的小腹, 像是有回应似的, 胎动了一下, 小鬼, 血团一个机灵, 湿漉漉的嘴角好似在笑, 她把脑袋凑过去, 婆子在一旁道, 大少奶奶这一胎吻, 这孩子也不折腾人, 可见是腾丁这个阿娘的, 只是不知是小娘子还是小公子, 喵, 是小女娘, 这可是猴斧头一个子嗣, 乔四, 还有两月就要生了, 算算十日, 郎君也该归了, 她到底是想催泊的, 想到这儿, 她清浅一笑, 上回她在性中言, 若是男胎便叫催婿, 若是女胎便叫催戎, 血团身子有过片刻的僵硬, 她哼哼唧唧地看了乔四一眼, 她知道, 催泊, 是回不来了, 呼儿, 她一个机灵, 从乔四膝下跳出来, 朝外而去, 中途又折返, 乔四不明所以然, 就见血团熟练地跳上了梳妆台, 毛茸茸的前爪抓起口之盒子, 喵, 这是, 血团想了想, 她艰难地从脖子上挂着的小兜兜里头, 掏出一枚金瓜子, 随后, 朝乔四那边递了地, 又将小巧精致的口之盒, 塞到兜兜里头, 婆子惊讶, 这是向娘子您买口之, 这妈儿也怪鬼机灵, 乔四纵容, 她一贯是聪明的, 可, 这是大少奶奶您好不容易买来的, 这口之玉瓶刻的是精致, 可妈儿又用不上, 实在糟蹋, 婆子, 上回您用完的玉瓶, 奴才还收着, 不如讨喜干净了, 给妈儿玩就是, 血团一听这话, 警惕地捂住兜兜, 她又掏出几枚金瓜子, 她的, 到她手里, 就是她的, 她才不要空瓶子, 她显然不管乔四愿不愿意, 撒腿就往外跑, 身后传来乔四不放心的嗓音, 小心些, 又没说不给, 可别摔了, 血团回了屋, 她的屋, 也是崔韵的屋, 内室的下榻处摆着精雕细琢的香小床, 曼莎随着风轻轻浮动, 上坠有拇指大的丝线小球, 这是她现在的窝, 旁边是红柚瓷柳叶屏, 还有崔韵专门请师傅打造的小小梳妆台, 上头摆着满满当当的各种胭脂和香膏, 血团心满意足地将口汁也一并放上去, 第243章, 你这猫豹复兴挺重, 做好这些, 她才一路朝崔韵的书房而去, 吉星捏着鸡毛胆子正在收拾打扫, 见血团入内左左右右的打量, 也不在此处, 喵, 吉星小声道, 二皇子不请自来, 左右身份在那儿, 也不得不招待, 血团眨眨眼, 肉店指了指按桌上的纸和笔, 她甚至在想, 若将崔家父子会出事, 提前告知, 是不是会改变一切, 又想着胡来了, 喵, 不是, 她拒傲地啪的一声, 打落磨定, 在吉星困惑的视线下, 她费力地开始磨磨, 这可不是你能碰的, 吉星连忙把她抱下来, 爪子脏了吧, 给你擦擦, 回头脏了毛, 怕是没法洗, 喵, 她比划着, 做了个写字的动作, 吉星明白了, 她取出一张宣纸, 折了个漂亮的纸蜻蜓, 在空中一掷, 纸片羽翼颤巍微微地摆动着, 很快, 飞出屋外, 吉星拍拍雪团, 去玩吧, 她不玩, 她有正事, 雪团很严肃, 可惜性使然, 她控制不住小短腿, 追了出去, 雪团绝望, 救, 救命, 偶一阵风过, 落地的纸蜻蜓腾空而起, 顺着风, 轻飘飘地舞动, 一只手将其拦截, 这纸蜻蜓本皇子喜欢, 二皇子喜欢, 拿去便是, 崔运懒懒道, 可你的猫好似不是这般想的, 吉聪去看咬牙切齿气呼呼的雪团, 崔运指示道, 却无指责之意, 她顽劣了些, 算了, 一只不知所谓畜生罢了, 本皇子还能同她抢, 吉聪将捏得变形的纸蜻蜓揉成一团, 重重砸到雪团身上, 她高高在上, 好似恩惠, 赏你了, 雪团被砸得茫然, 很快, 她被人抱起, 崔运已有怒容, 吉青, 送客, 吉聪不可置信, 你这是作何, 我才刚来, 崔甫妙小, 容不下二皇子这尊大佛, 您来, 我李树周全没有半点差池, 可这猫平日我都舍不得碰一下, 您这是打妈儿, 还是打我的脸, 崔运不渝, 她硬气得很, 二皇子要去官家面前, 让她降罪也罢, 同静妃娘娘告状也行, 左右我等着, 吉聪就这样被擒走了, 雪团肥嘟嘟的肉垫, 安抚地拍了拍崔运的手, 却等到男子阴阳怪气的一句, 躲都不换, 就傻得不动, 任凭她咋, 你这猫暴腹心挺重, 感情就敢对我发脾气, 喵, 不疼, 给你上药, 喵, 没伤口啊, 崔运玉气难平, 蠢死了, 雪团, 她扒拉着崔运的手指, 费劲地指着书房, 吉星追过来, 见状也就解释, 雪团见着墨定好玩, 适才非要动, 眼下怕是求着您要了, 崔运低头, 懒懒散散地敲了敲她的头, 什么毛病, 见着你没的, 就都得要, 旁的也就算了, 随你捧去窝里, 可墨定不行, 吉星, 在, 那些不准她碰, 雪团苦恼地瞪她一眼, 尖尖的爪子在崔运手背写着什么, 崔运撕一声, 雪团愣愣地看着不慎被抓出来的血猪, 崔运凉凉道, 这一套怎么不拿去对付外人, 一日一早, 侯府的马车驶出圣经, 崔萱是眼下带着眷色, 她昨夜又梦魇了, 就远远地瞧见崔杨背对着她, 如何换也不回头, 甚至越走越远, 此刻去想, 仍旧心有余悸, 她正要起唇, 就见对面崔运懒懒地靠着车厢, 手里执着小铜镜, 雪团严肃地端坐着, 一面照着镜子, 一面涂抹口汁, 湿漉漉的唇, 愈发烟红, 她做着动作, 滑稽而诡异, 崔萱是一个没忍住, 笑出了声, 所有的玉气跟着烟消云散, 她倒是爱美, 崔运含着笑意应一声, 等她抹得差不多了, 这才取过帕子, 耐心擦去爪子上残留的印记, 崔萱是眼尖, 你手背怎么回事啊, 雪团低下头, 崔运逆她一眼, 气哼一声, 还知道心虚啊, 崔萱是闻言了然, 摇动手里的团扇, 垂眼笑笑也不再问, 道馆香火旺盛, 青石板被几日前的一场大雨, 冲洗得干净, 为求行程, 众人在山脚落地, 射击而上, 来道馆的人并不少, 此刻更是有人议论不止, 官家赐婚一事, 你可知晓, 圣经都传开了, 怎会不知, 要我说, 温家小娘子实在好运到, 先前宣誓子本就是人中龙凤, 眼下又许给了太子爷, 他这日后, 可是要母一天下的, 宣誓子也不吃亏, 那果郡王府门地可不比温国公府差, 此话一出, 崔运众人纷纷沉默, 等周边没人了, 崔萱是这才自嘲道, 左而温宣两府交换的信物, 各自退回, 夜里那温国公府的小娘子大病一场, 突发高烧难退, 东宫送了不少补品, 太子更是亲自登门, 你表哥连见一次的机会都寻不着, 崔萱是长叹, 你听听外头的风声, 都说圣上贤明, 好运到, 不吃亏, 可笑好好地轻视, 成了孽缘, 我实在忧心, 日后你若是第二个陈哥, 不会, 崔运语气不重, 却足够有力地抚平崔萱是心中的不安, 阿娘无需过于忧心, 一路走走停停, 又在中途的凉亭歇了片刻, 这才登顶, 崔萱是在蒲团跪下, 他闭眼, 前程许愿后摇起了铅筒, 雪团, 他指了指铅筒, 崔运把他的爪子放下, 雪团再度抬起来, 崔运好脾气地再度放下, 道馆内, 不许闹, 求千罢了, 万物有灵, 崔小友何必拘着, 先锋道骨的三清道长, 缓步而来, 崔运挑了挑眉, 放下雪团, 三清道长给的筒签, 抱起来, 有模有样地摇了摇, 他力气小, 一摇身子跟着晃, 崔运的视线从崔萱氏身上落到毛发发白的猫身上, 他滴滴闷笑, 雪人惊, 啪哒一声, 雪团摇出了一支签, 他欢欢喜喜地凑过去看, 是胸签, 雪团的眼当即瞪圆, 他怒得果断飞快将签色回去, 崔运目睹这一幕, 猫儿在签筒中挑挑剪剪, 猫儿皇之地咬出一根上上签, 又马不停蹄地跑去解签的摊位, 第244章, 天道所为将军命里该绝, 解签的人并不少, 队伍排得老长, 他素来没甚耐心, 不免为此认真的沉思, 他眼下是猫, 不是端庄的女娘, 可以没素质, 反正, 丢的也是崔运的脸, 想通这一点后, 他毫无顾虑一溜烟跑去插队, 大摇大摆地挤到了最前头, 刚要轮到的猛汉, 换成旁人插他的队, 他早一拳打过去了, 偏偏是只猫, 还是只通体雪白, 高昂养着脑袋, 努力递着嘴里牵的猫, 满汉稀汗地饿了, 柔柔鼻子后退一步, 解签的倒是沉默了, 他弯腰去接签, 在雪团期待的目光下, 正要解, 就见有人缓步而来, 崔运一身世家公子哥打扮, 气度不凡, 讨扰了, 他淡淡道, 猫儿不懂事, 非要耍赖, 他看向雪团, 手里捏着一根签, 这才是你摇的, 好歹是我精心养着的, 你在外讲点道理, 雪团仰头去看, 正是被他摒弃的那只胸签, 他气得将被对向崔运, 发泄不满, 三清道长是同崔运一道而来的, 见状笑了笑, 后道, 崔小友, 上回同你下棋, 还是半年前了, 不妨让平道见见, 你的棋艺可有精湛, 崔运也变硬了, 他安顿好崔轩事后, 跟着三清道长去了竹林, 竹林正中摆着棋盘, 眼见两人坐定, 雪团视线落在不远处的纸笔, 还有备好的墨汁上, 就搁在青石板台阶上, 好似等他发挥, 他心跳如雷, 丑崔运眼后, 做贼似的, 没客气地跑过去, 雪团歪头想了想, 没有去选类坠的毛笔, 任由毛茸茸的肉垫挤满墨汁, 费劲地在纸上一笔一画地写着, 他俨然顾不得这么多了, 很快, 他如捧着宝贝似的将其送到崔运手上, 喵, 快看, 崔运将手中的白旗落下, 这才垂眸, 他视线随意一瞥, 又轻飘飘落在雪团期待的圆眼上, 又想玩指倾庭, 回头让极心给你折, 雪团茫然, 喵, 他淒淒地喊了一句, 下一瞬, 胖乎乎的身子变得异常僵硬, 那一章被他写得满满当当的宣纸, 也不知在何时被抹去了一切莫迹, 带半点痕迹, 只有他的肉垫还黑乎乎的带琢磨的残香, 再提醒着他, 这一切是真实的, 崔小友, 三清道长总算出生, 他抬手去取崔运搁置一旁的签文, 我同他有缘, 此签, 不妨由我来捡, 三清道长最是德高望重, 当年, 新皇登基礼时便有意请他做法, 他却在新皇亲自登门的前一日, 离开了圣经, 四处云游, 这些年, 行踪不定, 今日却回了道馆, 他好似就是为了雪团来的, 崔运眯了眯眼, 他下意识拨动万间的手串, 是雪团之幸, 那劳烦崔小友去打些水来, 取水是假, 直开他才是真, 不过, 雪团的爪子也的确该洗, 崔运对三清道长并无防备, 若不然也不会佩戴他赠的手串多年, 当即, 他懒懒起身, 眼见着崔运走远, 不等三清道长再开口, 雪团一把捂住了自己的耳朵, 他不听, 那不是他摇的, 别和他讲道理, 然, 三清道长却是半俯下身子, 此前, 小友多半不是为自己求的, 雪团不可置信地, 疏然抬头, 三清道长, 这世上又有几人能得庇佑, 逢凶化吉, 天道所为, 将军命里该绝, 谁也更改不得, 你是, 平道也是, 你瞧这空中的云, 成团成团被蕴染得似非似血, 善成已破, 赤成, 他哑声, 也守不住了, 崔运察觉, 雪团启程回去后, 明显的神色低落, 与他一般的是崔轩氏, 崔轩氏求的签, 也是知极为不好的签, 他不免如梗在喉, 一人一猫, 崔运着实不知该如何宽慰, 可不知为何, 回程途中, 仿若霉蕴缠身, 乌云密布, 黑云压着沉闷的天, 忽而一场胖泼大雨, 铺天盖地而来, 逗大的雨珠, 噼里啪啦直往下砸, 落在地上四溅, 四溢股股白烟, 猝不及房间, 雷声四起, 山路泥泞, 无法前行, 逼得众人不得不在途中停下, 前不着村, 后不着地, 好在不远处有护人家, 崔运领着众人去躲雨, 开门的老偶, 听霸道不曾推辞, 连忙请人入内, 他患有眼疾, 走路直着跟拐杖, 家中穷, 诸位莫嫌弃, 血团圆溜溜的眼睛, 环顾四周, 的确穷, 逼则不说, 穷得家徒四壁, 便是老老身上的粗布衣裳, 都洗得发白, 满是补丁, 崔萱氏柔声问, 老人家, 多有打扰, 我高兴呢, 老老唱微微道, 家中小的死了, 老的也走了, 独独留下我一人, 也许酒没人气了, 他沧桑地笑了笑, 又很是歉意道, 这是饭点了, 来者是客, 若是米缸还有米, 定要请你们吃上一吃的, 崔韵垂谋, 不日前, 官家召见了各地富商后, 便下了一道旨意, 特困有急无所一之人去官府那边登记, 经期探查, 确定情况后每月能领一斗米, 一人能领一年有余, 宁可知晓, 这些银子自然由富商出, 也算是大手笔了, 富商从中得了贺地的亲笔题字, 这是能存在祠堂流芳百事的, 老老笑容一顿, 他苦涩的喃喃, 官府, 听公子声音, 就知你上笑, 这什么领你一说, 都是糊弄人的, 崔韵眉心一动, 这是何意, 老老失效, 官府说, 你能领你, 便是穿金带银的人都能领到, 官府说不准, 那些饿着肚子快要死的人, 便是一粒也甭想取, 左右嘴在他们身上, 天下穷苦人太多, 便是上面真颁布了此令, 这一人一斗, 百人百斗, 那些当官的, 哪知人间疾苦, 藏起来, 便是拿去卖, 都能发一笔横财, 崔韵眸光一顿, 似有灵力, 但想, 他发出一声冷笑, 也难怪阿兄气闻头五时, 说了一句, 为真你不知, 这世上的妖魔鬼怪, 总以一颗菩萨心肠, 试图赶怀天下, 你以为的天平盛世, 只是你以为的, 你还小, 日后就懂了, 第245章, 疼得五脏六腑都难受, 少年不由为此深思, 可有些事, 偏偏经不起推敲, 崔韵在想, 贺帝如此作为, 是真的体恤百姓, 还是只为了成就一番好名声, 若是前者, 为何不出动于使台的人, 形成制衡的局面, 以此相互监督, 明明杜绝此种现象的法子, 明明有很多, 是贺帝疏忽, 不曾为此想过后患, 还是那些狗官阳凤因为是揣夺了圣意, 这才敢如此放肆, 若只是后者, 那这一国之君, 实在太虚伪了, 咒语足足下了半个时辰, 等几人到此离去后, 老老却从桌上触摸到了巴掌大的小兜兜, 里头装满了金瓜子, 他患有眼疾, 又穷了一辈子, 如何知晓此事何物, 崔韵并未阻拦雪团所为, 只是在上马车后轻声道, 急轻, 回头让人每月送你过来, 雪团冲他笔划, 崔韵, 你给金瓜子, 老人家不知何物, 便是知晓也不敢用, 胡说, 雪团不想承认, 崔韵不免笑话他, 而此刻赤诚告急, 请求支援的消息八百里加急而来, 那夜, 雪团郁闷地又去了乔四的院子, 乔四正拿着针线, 一针一线绣着出身穿的衣裳, 屋内掌灯, 他嘴角清浅的笑意仿若能渲染人, 你的钱都呢? 往前日日挂着, 也不嫌勒得慌, 他甚至量了量雪团的尺寸, 给你也做一件衣裳, 他去扶肚子, 用一样的布料, 日后同样穿戴, 走出去了, 就知你是我们崔家的, 雪团奄奄, 喵, 怎么了? 难不成二叔赤你了? 乔四温柔似水的倾笑, 你这几日跑来, 寻我次数是越发多了, 不如我等郎君回来, 我让他去通二叔说, 再试试, 把你要过来, 雪团贪作, 他也不叫唤了, 只是安安静静地陪着乔四, 直到崔运来寻, 他愁眉苦脸地被崔运抱回去, 崔运你没? 你怎么回事? 雪团哼哼一声, 崔运审笑, 毛病, 雪团没力气去瞪他, 夜里他甚至忧心忡忡地不曾去抹香膏, 在屋内来回地走动, 崔运见他实在不对劲, 不免抱他上了踏, 雪团是真难过, 也便主动地把脑袋趴在少年胸口处, 难不成还想让我哄你睡? 雪团想了想, 这个可以有, 那就唱个小曲吧, 他眼巴巴地看着崔运, 崔运想得够美, 闭眼, 睡, 喵, 他忧伤地晃着尾巴, 半想, 屋内传来男子温润懒散的嗓音, 教你识字? 随着这一句, 雪团眼里仿若蕴藏了杀意, 好在, 崔运不曾为难他, 却是念起了近些十日刚读的书, 内容尖身晦涩, 比调身僻, 好折磨, 雪团, 他没忍住打了个哈气, 崔运念一句, 他崩溃一程, 妈儿眼皮一重, 沉沉睡去, 一日, 圣经繁华依旧, 沉沉的将士拼死一搏, 城中的百姓惶惶不可终日, 惊恐地经历着生离死别, 而往日在将士领着秩序极好的喧嚣街道, 早已横尸遍野, 死了, 一地的血, 仿若能汇成河流, 都死了, 可笑朝堂上, 却为了细微小事, 那些文官凭着一张嘴, 争润不休, 金大人, 早朝你姗姗来迟, 知道你的, 清楚你是暴病在身, 不知的会断定, 这是对皇上的大不敬啊, 柳大人何必阴阳怪气, 也是, 前不久我擦了你一本, 你, 柳大人不必恼羞承诺, 我的去害你被降了职, 你寻我的不痛快, 也是在所难免, 宫卿王立在队伍行列, 听得实在心烦, 他瞅了一眼辅国公, 瞧, 又吵起来了, 贺帝于高堂而坐, 他也不说话, 却是默认了百官的争执, 等差不多了, 这才一拍龙桌, 威延道, 住嘴, 而等当此地势何处, 杨林侯府, 这一日不见太平, 雪团失踪了, 何处都在找, 崔韵在屋内大开的窗戈下, 寻到了一只用了一半的捕获, 他的面色阴沉害人, 五年后的除夕那夜, 离园内他向沈化增提及, 却到底隐瞒了雪团也中过, 他只能拆遣府内的奴仆, 少年此刻不曾席绝, 又无功名在身, 便身份尊贵是侯府二公子, 可衙门, 刑部那边不会卖他面子, 将圣经挖地三尺去寻一只猫, 崔韵紧紧绷着唇, 头一次尝到了全室的滋味, 没有拳, 他什么都做不了, 而一处早已荒废的庙宇中, 传来凄厉的猫蹄, 他死死咬着擒他之徒的手, 可猫儿力道又有多大, 很快, 他被甩开, 身子在空中划出一道漆漆的弧线, 最后重重摔到地上, 疼得五脏六腑都难受, 小畜生, 那人全身肌肉囚结, 怒骂一声, 许事闲热, 他也没把猫当回事, 当即扔了碍眼的面具, 面具下是一张极凶悍的脸, 一道疤痕从眼角研制耳根, 还有烟熏黄的牙, 要不是留着有用, 早把你宰了, 雪团颤巍巍起身, 连连往后退, 他试图跑, 可中了不惑, 脑袋晕晕乎乎, 走路的姿势都歪歪斜斜, 他没走几步就啪一声倒地, 随后, 他瞧见有一张熟悉的脸入内, 是, 三长老, 他仍就是上回见识的打扮, 一身黑衣, 身子勾搂, 来了, 凶悍男人毫无耐心, 既然来了, 快些做法, 我还等着回去覆灭, 三长老似有抗拒之意, 我实在不想再作念了, 你, 有你说话的份, 三长老莫忘了, 你那儿子的命可攥在你手里, 劝你还是老实些好, 你们要如何才把猪儿还我, 还, 三长老说笑了, 他是主子请去做客的, 日日好酒好菜供着, 刀疤男人挽住手里的刀, 他蹲下来, 一只手按住挣扎的猫, 透着寒光的刀面在雪团身上随意地刮了竖刀, 血肉翻出鲜红的血质标, 鸟, 雪团剔透地惊绪着泪, 哒哒地往下滚落, 他好疼啊, 崔玉, 你怎么还没来找我, 崔玉这时候身边怎么没有隐位, 若是鸣武在, 妈儿虚弱疼得直抽搐, 嘴里发出呜呜的哭腔, 就听那人阴测测道, 这杀人也是门学问, 得神不知鬼不觉的, 不让人察觉出任何端倪, 那就只能从他身边的人或物件动手, 所以, 他找到了雪团, 刀疤男冷笑, 血也放了, 足够你下骨, 他说, 咱们主上这次要让侯府二公子死, 第246章, 谁愿意受这无妄之灾而牺牲, 这几日天象异常, 狂风四起, 很快骤雨即下, 霹里啪啦似要在天上捅出一个洞来, 护城河涨水严重, 吞噬桥梁, 便是城边的游人, 一个不慎也被卷席了去, 不过刚入秋, 明明还残留着下的鼠疫, 可不知为何, 雨刚停歇, 却又下起了出山拳头大的冰雹, 磕磕晶莹圆润, 配着纷纷扬扬的飘雪, 百姓足不出户, 顿觉不安, 冰雹在屋外堆积如山, 坊间传闻, 这是小人作祟, 天在收人, 黄昏时分, 一切停歇, 这是雪团, 侯府门前, 不知何时被扔下一只鲜血淋漓, 奄奄一息的猫, 瓶宿最是雪白蓬松干净的毛发, 此刻血淋淋的, 守门的婆子不可置信, 反反复复地查看, 最后在猫脑袋瞧见她爱美时, 特地编的一小撮发, 这才确定下来, 快去告知二公子, 真是造年, 雪团金贵, 瓶宿人谁敢碰一下, 怎伤成这般模样, 我看着都心疼, 何况二公子, 下手之人实在带毒, 同畜生何意, 一只猫都不放过, 崔运得到消息后, 急不而来, 她浑身带着怒气, 待瞧见那蜷缩早已晕过去的猫后, 瞳孔皱缩, 不安的心仿若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钻紧, 苦涩却又慌乱, 她哪里还有平素的淡然和懒散, 伸手想将雪团抱起, 可她身上太多伤口, 她不敢碰, 崔运退去外山, 小心翼翼地垫在雪团身下, 护在怀里去听她孱弱的呼吸, 她眼圈充斥着红衣, 愣着作甚, 去请大夫, 虽怨气氛凝重, 急心在院外来来回回地走, 时不时心骄地去看紧闭的房门, 又抬起袖子抹泪, 直到急心领着大夫出来, 急心冲过去, 如何了? 不等急心开口, 大夫拧着干巴巴的脸, 也不知受了多少罪, 怕是还被摔了, 断了好几根骨头, 入夜后, 雪团尚未醒, 她被安置在柔软的榻上, 浑身缠着纱布, 许是疼得厉害, 她时不时哼哼唧唧抽气一声, 崔韵细细地擦去妈儿, 眼角得累, 雪团被她养得太焦了, 往日自个儿走路摔了跟头, 都要跑去刨除, 趾高气扬地指着笼里比她体型还大的鸡, 要喝顿着老山生的鸡汤补, 那几日还得摆着谱, 躺在窝里, 悠闲地指挥急心抱着她去晒太阳, 一边晒, 一边翘着粉嫩嫩的腿, 还要殃及腥胃瓜果, 两颗葡萄, 两颗瓜子, 反复地来, 晒完了太阳, 夜里还要折腾地去晒月光, 还有一回, 崔韵动作不熟忍地给她剪指甲, 不慎剪到了皮肉, 分明都没流血, 她却瞪了她大半想, 仿若受了天大的委屈, 她明明说不了话, 可崔韵从那双黑润清亮的眼眸里, 好似瞧出了一句, 你会不会伺候, 既然伤到我了, 不该写检讨反思吗? 随后, 她矫情做作地, 吃饭要人喂, 喝水要人喂, 便是抹香膏都要崔韵待牢, 是理直气壮的小人行径, 这样金贵的猫, 眼下却在她眼皮子底下, 消失受了如此重的伤, 崔韵审问搜查一番, 也未曾得到有用的线索, 这些年, 崔甫英明在外, 武将皆以崔杨为首, 文官多数敬重, 又牵扯了不惑, 如此林武血团, 这是一次警告她, 还是存有别的目点, 可惜, 崔韵尚不得知, 血团醒来是一日后, 圆溜溜的眼眸, 无神而乏了, 俨然, 她被照顾得很好, 崔韵眼底泛着青丝, 是一日未眠, 血团在瞧见她的那一刹那, 铺天盖地的酸涩和憋屈, 在放大树被, 崔韵修长的手, 带着温度, 轻柔地揉着她的脑袋, 此刻少年温柔到了骨子里, 血团舒服地眯眼, 可下一瞬, 记忆在回放, 她眸中布满了惊恐, 被蛊虫是咬时, 她害怕得不行, 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软啪啪恶心的虫子, 从伤口中钻入, 一路往里, 啪, 那种滋味, 毛骨悚然, 三长老念着听不懂的皱纹, 最后伤感愧疚地看着她, 留下一句, 对不住, 对不住, 你儿子被抓走, 那是你的事, 与他何干? 凭什么牵扯到他身上? 谁愿意受这无妄之灾而牺牲? 沈家样样要他死, 且绝不冤诱, 醒了, 崔韵伟食松了口气, 张嘴, 将药丸吃了, 崔韵沉沉一叹, 吓到你了吧? 血团抗拒地看着她, 可她没力气, 无法闪躲, 挥不开崔韵的手, 她张嘴, 试图呵斥崔韵, 让她离自己远些, 那蛊虫显然是对付崔韵的, 可发出的只是滴滴的孱若绵软, 喵呜, 像极了的抱怨和撒娇, 崔韵眸光闪着碎光, 她跟着上榻, 侧着身躺到了血团身侧, 那我哄哄你, 她温声道, 小曲听吗? 鞭色告急, 也总算传入圣经, 满朝文武震惊, 皇上, 善成的副将当诸, 竟同蛮敌勾结, 这才导致成文失守, 金将军兼势头不对, 急急向赤城借兵, 三皇子送去当质子时, 便定下不再战之约, 已是我大齐皇朝的退让, 可这蛮横小国, 竟敢公然撕毁, 伪实可恨, 金将军已被斩, 驻赤城的杨灵侯闻训, 急急带着兵力奔赴, 苦苦支撑, 崔小将军留在赤城疏通百姓, 皇上, 求你快快下旨支援, 保下两座城池, 贺帝痛失一名爱将, 悲痛不已, 金鸾殿内, 他沉声问, 诸位爱卿, 谁愿意奔赴前线, 护我大齐百姓和领土, 是才, 你一句我一句报复不凡的文官顿然哑声, 而这时, 有人站了出来, 是金将军的爱子, 皇上, 臣愿领命, 不可, 你是金府的独苗, 傅义王, 臣为子更为臣, 自要护城池, 守百姓, 逼退蛮贼, 亲自收敛代父回京, 求皇上成全, 金小将军忍痛抱着圣旨不敢耽耿, 披上铠甲亲自点兵, 长长的队伍还未出圣经, 就有人先一怒马追了上来, 是谢寻, 金小将军, 我愿同你一道前往, 不成, 你且回去, 谢寻笑, 这话也是有趣, 打量你们金府的命不值钱似的, 你若不答应, 我便跟在队伍后, 左右我是去定了, 第247章, 你这几日愈发叛逆了, 杨林侯府主院书房, 崔老太爷不慎失手, 打翻了茶盏, 他明明慌得不成, 可作为一家之主只能佯装镇定, 崔太夫人捂着嘴在哭, 战场上刀剑无眼, 也不知他们父子如何了, 哭什么, 我崔家二郎自能全身而退, 崔太夫人斥, 你说得轻巧, 你每次说得都轻巧, 三年前, 崔阳身负重伤, 险些没缓过来, 你可知这些年你儿子身上有多少的疤痕, 他不是神, 再说百根才多大, 他才成家不久, 他激动得不行, 明明我们崔家有一个不要命的将军, 已然够了, 而习崔轩是同崔阳俱少离多不说, 长孙崔伯却又子成父业, 外人都说崔家二郎善战, 如何风光云云, 可其中苦楚只有自家人知晓, 父子每每出征, 他就整宿整宿地挂念, 崔老太爷你没, 呵斥,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妇人之见, 就是这时崔运从外大步入内, 他说, 祖父, 我要去赤城, 原先一直沉默不语, 神色恍惚的崔轩是疏然起身, 他死死拉住崔运, 你不能去, 阿娘, 我说了, 你不能去, 崔轩是一改往日的温婉, 你若还想让我安生, 就给我老实在圣经待着, 哪都不准去, 他自自泣血, 我这几日总是梦魇, 崔运死死抿着唇, 金小将军去了, 谢寻也去了, 儿子为何不能, 崔老太爷, 住嘴, 他起身去看墙上的字画, 背对着众人, 这天还没他呢, 崔阳崔伯多有能耐, 旁人不知, 你们焉能不知, 支援的队伍已派出, 黎善城最近的几座城池, 自也早早派兵过去, 他们定能平安归来, 莫让府上先乱了阵脚, 尤其得先瞒着百边儿媳妇, 他又身孕再深, 断不能忧心, 而受了刺激, 他安抚, 这八百里加急的消息, 也定得说得严峻些, 如此功力, 才会早早定夺, 不敢单个行程, 等几人深一步浅一步地离去后, 崔老太爷挺直地背, 却弯了几分, 他去侦查, 手却抖得不慎打翻了茶盏, 崔老太爷沉重地闭了闭眼, 是啊, 一个将去就够了, 熬得过去, 人若平安归来是万幸, 若不能, 崔家就盛维珍这个独苗了, 绝不能再出事, 崔老太爷在睁眼时, 对着窗戈直直看着少年离去的背影, 面上的情绪一点点散去, 他亮腔地坐到椅子上, 颓然不已, 干涸地唇动了洞, 嗓音轻不可闻, 到底是天灾, 还是人祸, 这一次, 我崔家怕事的大难临头了, 崔运回了岁院, 眸色沉沉, 直到他见了血团后, 才稍有收敛, 猫浑身上下, 只有眼珠子能上下左右地转, 他身上的纱布拆得差不多了, 挤出伤口, 为了上药, 早就被剃光毛, 丑得他丝毫不想照镜子, 可仍旧动弹不了, 带桥见崔运后, 发出威胁的声响, 崔运点了点他的眉心, 捅谁呢? 雪团, 喵屋, 崔运, 你这几日愈发叛逆了, 雪团, 那你倒是厌弃我呀, 快点, 崔运垂下眼皮, 放心, 我不会同你计较, 你真是没救了, 雪团麻木地望着慢顶, 那有崔运亲手挂上的丝线, 缠绕小球, 一晃一晃的, 雪团看了几个回合, 眼皮子越来越重睡了过去, 崔运弯下身子, 准备给他盖好小背, 刚触上那一瞬间, 万间的手串变得异常灼热, 这几日, 只要他靠近雪团, 皆是如此, 又过了几日, 赤城那边仍旧无信, 而, 院外传来嘈杂声, 崔运走出去, 只见守门的婆子同极轻说着话, 这是街头小起色给老奴的, 留下这张纸, 只说了句给二公子, 转眼间就跑得没眼, 极轻接过柔的褶皱的字条, 打发了婆子后, 承给了崔运, 崔运以着门, 视线随意一落, 呼得宁住, 他转身抱起雪团, 敏春吩咐, 背车出门, 破旧的木屋内, 三长老等候多时, 在他一度以为崔运不会来时, 外头传来了沉稳的脚步声, 下一瞬, 一道凌厉的刀光袭来, 锋利的匕首直直落在他脚边, 入土三分, 紧紧贴着靴, 但凡烧片, 定然, 二公子来见我, 只带了一个随从, 你也不怕有诈, 崔运冷冷地看着他, 这一身装扮, 是苗族人, 再根据特征, 他很快猜出了身份, 倒是不巧, 我知此地, 是南疆苗族在圣经的暗庄, 南疆地广人稀, 这些年已没往昔的辉煌, 通小巫术的苗族那一脉, 凋零不出百人, 他来此, 自然不会莽撞, 早已安顿妥当, 他若出世, 恐怕十人都不会再胜, 这点宣臣, 还是做得到的, 中古是怎么回事, 说, 二公子放心, 既然您来, 我断不会再害你, 下谷之人让我放心, 真是可笑, 三长老扑通一身跪地, 我也不想的是他们逼我的, 我同发七老年得子, 就这么一个儿子, 这些年只能唯命是从, 苗族善巫术, 本昌荣, 可十几年前族人接连的变少, 全部被利益熏心的人控制, 为了财, 为了运, 为了虔诚, 为了算计人, 有谷王在, 他能感知儿子是否还存活, 也就是如此, 他一次又一次地给人办事, 直到昨夜, 他悲凉道, 我儿已经死了, 下一个怕事就得轮到我了, 他知道太多了, 自然是隐患, 同样的, 那些人也将他利用得差不多了, 崔运, 我不是来听你说废话的, 三长老细细地看了崔运一眼, 最后落到那手串上, 索性, 谷虫对二公子并无威胁, 我问的是他, 崔运凉薄至极, 冷冷道, 雪团若有个好歹, 我定让整个苗族一同陪葬, 三长老闻言, 心思跟着活络, 谢骨可以, 二公子也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送我平安离开圣经, 眼下, 还和他攀谈条件, 真是可笑, 见崔运不为所动, 三长老也有些急了, 他若出事, 族人怎么办, 二公子不知, 那边隐藏得很深, 不或是他们所研制, 所谓的主上, 我一次也不曾见过, 此种蛊虫能反噬最亲近之人, 一旦得逞不出一月, 您必亡, 他压下恨意, 透露, 也不怕让您知晓, 宫里的二皇子, 就是以巫术和蛊虫控制, 彻底吃傻的, 第248章, 我崔运, 只会比你想得更残忍, 雪团中篇, 苗族的暗装, 很是隐蔽, 两人说话, 也无需避讳, 三长老正要取出蛊王, 可见崔运对雪团的珍惜, 到底还是肘肘出生, 此蛊古怪刁钻, 猫为其栖身宿主, 一旦离体必必命, 他眼下伤势过重, 若强行去解, 只怕有损受养, 崔运的眼跟着翠冰, 若他并无手串, 蛊虫得逞爬出雪团的身体, 他也就, 他一阵后怕, 他也不愿拿着雪团去赌, 三日之后为月圆之夜, 蛊虫最为活跃, 会在体内四处游走, 此日结骨最为合适, 也定不会有样, 结骨一事, 到底还是推迟了, 崔运心思重, 他为此更是留下极青, 死死守着他, 三长老, 你该知晓, 宁愿得罪君子, 也不能得罪小人, 我崔运, 只会比你想得更残忍, 回去的马车, 是崔运轻自驾的, 雪团舒舒服服地躺在车厢内, 可途中, 却横生变故, 山脚下, 平得冒出一群黑衣人, 各个提刀来, 马车跟着四分五裂炸开, 雪团的小心脏颤了颤, 眼瞧着就要再度砸到地上, 崔运目光伶俐, 他身上未配件更无武器, 只能徒手巨搏, 又一个闪身接住了雪团, 少年分身伐术间, 以无力安置雪团, 只能一边阻挡攻击, 一边将猫揣入怀里, 雪团滑入衣领, 他没有骨气地瑟瑟发抖, 他为什么要遭遇这些, 隔着一道薄薄的礼仪, 雪团能听清崔运加快的心跳, 不远处, 适逢有车队在前行, 我在恒州待得好好的, 父王让我回来作善, 激活对此很是不满, 他在恒州刚同隔壁的小女娘打得火热, 就被棒打冤冤了, 怎能不弃, 念及此, 正撩开车帘透气, 忽而视线一宁, 哇哦, 打架, 随后, 他瞧清了少年的眉目, 是熟人, 激活到底还算个人, 当即命身后的一群卫兵, 把人给本世子救下来, 啊, 开心, 这样, 他就欠我一条命了, 快去, 只见那边, 少年腾空而起, 未躲招数, 身子往后翻, 血团锋利的爪子死死捏着他的继带, 唯恐不慎飞了出去, 崔韵是习武不错, 可如何能敌一群人, 这些人显然是要杀了他, 刀刀致命, 很快, 血团听到了一声闷哼, 使刀刺入血肉的声音, 紧跟着, 崔韵身上挨了好几刀, 却苦苦支撑, 也是能耐将怀里的血团护得好好的, 崔韵万剑的金刚菩提手串, 在闪躲间也跟着被挑断, 血红还在发着灼热的珠子, 顷刻间磕磕掉落一地, 血团浑身一痛, 有什么在蚕食着心脏, 最后从眉心处钻出, 爬向崔韵, 他的身子同崔韵一并落地, 眉心的恐恐动动的骇人的颈, 里头的精血仿若早被吸干, 只留下最后一滴, 恰到好处地坠在了散落的其中一颗珠子上, 珠子仿若有光泽浮动, 崔韵的确被救下来了, 等他再醒来, 激活却一改救命恩人的高高在上, 他手里端着药, 神色复杂, 珠子, 我已给你一并捡了, 崔韵正正地看着他送上来的金刚菩提手串, 血团呐, 激活不语, 只是身子稍稍往一侧站了站, 他一挪动露出身后的暗桌, 崔韵的视线一寸一寸探过去, 严严实实地遮住了身躯, 神话的魂魄在血团闭眼时, 不再受固执地飘出身子, 他眼睁睁地看着崔韵起身, 随着他的走动, 伤口跟着崩裂, 男子显然并不在意, 你疯了, 且回去躺着, 激活呵斥, 将你就出来, 我可是折损了不少冰水, 崔韵仿若未闻, 他指尖带颤, 掀开白布, 妈儿的身体已彻底僵硬, 圆溜溜的眼此刻还睁着, 却已丧失了全部的生机, 崔韵紧紧绷着下河, 他抱住猫儿动作轻缓地将它安置在金雕细琢的香小床上, 连钩上的灵溢如既往地发出轻快悦耳的声响, 少年打开一瓶又一瓶珍贵的药, 乳白色的养神丹, 赤红的回魂丹, 这一幕场景, 沈话见过, 可在看的心境却是大有不同, 女娘心里堵得慌, 药丸像是不值钱似的, 一颗又一颗在男子越来越冷的神色下, 喂到猫儿嘴里, 他面容愈发地难看, 可偏偏手下动作温柔到了极致, 深怕弄疼了这只娇纵的猫儿, 可, 终是不得回应, 姬霍, 我知道你难受, 可有些事, 我必须提, 赤城那边有消息了, 此事, 他还是刚回府时, 在从宫亲王书房外偷听知晓的, 一得消息, 他转身就来了杨陵侯府, 可面对崔韵, 却如耿在喉, 姬霍难得正经地揉了揉鼻子, 赤城伤亡惨重, 侥幸拖到金小将军赶过去, 可你父兄, 他有些不忍, 已牺牲了, 金将军去后, 拼尽全力, 堪堪指护住赤城, 将士们元气大伤, 已不宜再作战, 姬霍也从宫亲王嘴里得知, 贺帝得了信后, 连忙做了二手准备, 更怕蛮贼再犯, 两座城池都保不下, 而朝中已无合适的人选, 再去援助, 兵力更是不敌, 异国之君也便想着求谈和, 这几日天生异象, 本就人心惶惶, 皇家也有异能满几日, 就满几日, 姬霍觉得闹得狠, 一再妥协, 有什么用? 当年送去了姬藤还不够, 显然满敌贪心不足, 眼下难不成还要再送一个皇子过去, 听说, 一箱又一箱金银细软, 早已准备妥当, 实在卑微到了骨子里, 何况, 凭什么满, 崔一家人不该知晓吗? 难不成等官果快入圣经了, 才告知, 他就要说, 随着这一句, 崔运手里的药瓶全部落地, 他才知道, 原来, 当人陷入极度悲伤时, 是不知道疼的, 沈化想要去抚平男子紧紧皱着的眉, 到底只是徒劳, 他安安静静地立在崔运一侧, 鼻子有些酸涩, 沈化不知, 为何, 想让崔运死的人, 那么多, 明明这个时候, 他只是简简单单, 对任何人没有威胁的仙衣木马少年郎, 那批黑衣人, 是谁派来的? 若他们消息灵通, 早已知晓赤城的事, 是不是让崔家彻底绝后, 才是最终目的? 细思极恐, 第249章, 崔家的子嗣, 没有什么是扛不过去的, 崔运是侯府二公子, 难不成就是原罪, 沈化不敢再想, 女娘甚至觉得, 谁都不是好人, 她别嘴, 去看雪团, 也不知过了多久, 激活悄然离去, 雪团是崔运亲手葬下的, 她留下的那些瓶瓶罐罐, 以及一切打扮的小手势, 跟着一并埋入了土里, 就在崔运的那颗歪脖子树下, 做完了此事, 崔运去了趟主院书房, 见了崔老太爷, 他麻木地将激活所言, 原封不动告知, 崔运说话, 再无往日地懒散尽, 只有死气沉沉, 崔老太爷久久不语, 失态地瘫坐在背椅上, 空气更着陷入凝滞, 也不知过了多久, 崔老太爷起身, 崔老太爷苦笑, 为真, 咱们崔家, 再也禁不住半点风浪, 我要你撑起整个崔家, 这是命令, 你只能比你父兄更为出色, 崔运和言, 是, 再后来, 崔家父子亡顾的消息彻底传开, 这件事, 如何能再瞒乔四, 侯府上下, 也跟着乱了套, 乔四动了胎气, 他捂着小腹, 腿间有什么在往下滑, 杨林侯府白灯笼高挂, 贴上碗帘, 灵堂桑帆跟着设起, 就等着两座官果归家, 屋门紧闭, 隐隐传来乔四断断续续的痛苦呻吟, 贺地派英公公送了整个太医院的太医前来, 崔萱是险些一口气没传过来, 明明是酷暑, 他却冷得全身都在发寒, 屋内一盆又一盆的血水送出来, 崔运立在院中, 他俨然还记得, 乔四当时被诊断出有了身孕, 崔家人为此大喜, 他提笔写信给崔伯, 收到的回信是, 维珍, 你要当二叔了, 阿兄常年在外, 怕是得你来起教导之责, 不过是一日的光景, 崔运的天彻底坍塌, 一个时辰, 两个时辰, 天黑了, 崔萱是生怕扰了里头, 只能死死地用帕子捂住嘴, 无声哭泣, 早产, 胎位不稳, 生得自然艰难, 时间一点点游走, 破小时分, 就在所有人都不再抱有希望时, 屋内传来极其微弱的一声哭啼, 是位女童, 沈化离崔萱是最近, 他听见又哭又笑的男男, 百歌最是心疼阿四, 自要护他们母女平安, 刚出生的崔蓉躺在摇篮里, 呼吸似有若无, 小小的一团, 便是太医不提, 明眼人瞧见, 也恐气活不长久, 御医和医女怕出意外, 可如今也绝不容许再有意外, 一病都留在了杨林侯府, 阴公公剪着好听的话, 连连道喜, 他很快回宫, 将此事禀报, 不出片刻, 太子击坠同四皇子, 寄望一同领命前来, 他们身后, 是各种补品和赏赐, 崔家人除却乔四母女, 和婚厥的崔太夫人, 皆跪下接纸, 内容无非是, 贺帝痛施爱将, 悲痛不已, 望崔府上下节哀, 还有的就是, 崔阳赐意追风爵位, 世子崔伯追风为怀化中朗江, 其女崔蓉受风郡主, 崔韵席绝, 府上崔轩氏, 乔思的告命之身, 念完圣旨后, 鸡坠亲自扶崔老太爷起身, 这可真是天大的满门荣耀, 还是天界对崔府上下的叹息怜悯, 崔韵神色恍惚, 二公子, 鸡望温声道, 鸡或说你也受了伤, 父皇得知此时更是震怒, 此事行不会严查, 你学问好, 只要考取功名, 不等鸡望化毕, 崔韵朝皇宫的再度跪下, 崔韵后谢天恩, 父兄同崔家先辈死的壮烈, 只是相比之下, 崔韵无才无德实在逊色, 生着悲痛, 眼下容景实在小, 绝对不能出事, 只有亲自照料才最安心, 才能告慰父兄在天之灵, 他拒绝了皇家给的登天云梯, 往后的几年, 杨林侯府的几位主子, 更是足不出户, 大门紧闭, 崔家无人入朝为官, 也一步步没落, 直到贺帝不顾朝臣, 破格提拔崔韵, 而彼时, 沈花趴在摇篮上, 再看崔荣, 他在乔四腹中憋得太久了, 此刻皮肤都是青紫色, 带着少许水肿, 哭声小的几乎听不见, 这样的小女娘, 谁能想到日后有多么折腾人, 为了方便乔四休息, 崔荣被安顿在边上的侧屋里, 送走两位皇子后, 崔韵这才如丢了浑室的入内, 他小心翼翼地握住那双小小软软的手, 他说, 你阿爹给你取名为荣, 是盼着你长大后, 能变成一个同你阿娘那般细心, 温柔的女娘, 你坚强些, 崔家的子嗣, 没有什么是扛不过去的, 沈花听着, 心里不是滋味, 崔韵嘀嘀地笑, 笑得苦涩, 容解儿莫怕, 往后二叔护着你, 崔荣自出生后的半月, 都是崔韵依不解怠的照顾, 等他情况有所好转后, 崔韵吐了血, 他忍着不适, 才去找了三长老, 带着他去了梨园, 梨园偏僻, 却最适合养伤, 三长老摸了他的脉搏后, 大惊, 这, 二公子怎么才来, 蛊虫离开最先的宿主后, 短短一日就会在体内大几倍, 且只逼心脏而去, 磁骨的厉害之处, 一个时称蛊虫能一分为时, 恶心地以此反复, 身体若不好的人, 怕是半个月也熬不住, 俨然情况, 比在妈儿身上难解得多, 我这就给二公子做法, 他为难地透露, 若不伤身, 估摸着需要三年, 反反复复施法, 才能彻底清除, 崔运恨透了他, 他眉宇间布满了冷漠, 我只给你一夜的功夫, 解了滚, 解不了也不必活着了, 可那只能心口处包皮削肉彻底放血, 蛊虫会一并放出来, 浑身的血得由蛊王倾毒后, 再输回去, 这便是闻之色变得秘书了, 急轻, 可有性命之忧? 不会, 三长老说的惶恐, 可如此也需精细养伤半年, 这半年内都无法下榻, 这是最快的法子, 崔运沉默片刻, 动手, 沈化在一旁急眼, 半年释养, 三年也释养, 又不是死期将至急着投胎, 可这边为了结谷, 崔运已退去外山, 接着是礼仪, 沈化瞥一眼后, 又低头瞧了瞧自己的, 一番对比后, 他故作淡定地鄙视崔运, 可真凭, 随后, 矜持让女娘红着耳朵出了屋, 却在院外瞧见了三清道长, 沈化飘过去, 肆无忌惮地围着他转了一圈, 三清道长只是笑, 沈娘子, 此处有我, 你该回去了, 第二百五十章, 恶人坐静, 何必假慈悲, 沈化惊讶三清道长能看见他, 他又没忍住朝身后摇摇望了一眼, 无法听清屋内的动静, 女娘郁郁地抿了一下唇, 我有一事困惑至今, 血团就是他, 便是没有附身, 那也是他是真实存在的, 可为什么, 明明六年前, 他身上在风舟和崔运 并不该有交集, 三清道长仿若猜到他要问什么, 他手拿浮沉, 先锋倒鼓, 有因必有果, 万事皆轮回, 沈娘子既然问了, 平道不妨让小友亲自瞧瞧, 不等沈化回应, 三清道长一甩浮沉, 他眼前有强光浮动, 小巷轻忧散去, 场景跟着变换, 他心口一颤, 秀下的手紧紧攥起, 这, 是神佛, 他疏然转身, 却再也不见三清道长的身影, 只有前头激烈的争吵声, 沈渠, 你疯了不成, 当初是你点头, 将沈化送去孝敬周判大人的, 死在了花轿上, 是他命薄, 好在周判不计较, 也没嫌晦气, 而迁怒沈家已是天大的好事, 可你却为了一个死人吼我, 这是沈靴氏拔高的嗓音, 沈化敏唇, 这是前世, 屋内气氛很是紧张, 更有剑拔弩张的意味, 好在见沈渠眼底是悲痛欲绝之色, 沈靴氏也跟着缓了语气, 这是他的命数, 没福气入诸府享福给周判作妾, 他虽对我不敬, 可我这个继母到底也是难过的, 他摇着手里的团扇, 一身绫罗绸缎, 眉眼间都是傅家妇人的雍容华贵, 此刻, 见沈渠不语也就愈发虚伪的出声, 他的后事, 你欲如何处置? 你二叔可是说了, 这轿子到底出了门, 理虽未成, 可也算半个诸家妾了, 实在不好违背我朝礼法, 让他入沈家坟, 母亲还是住嘴的好, 沈渠冷冷打断, 再无往日的温润, 你试试提及二叔, 不过是为了约束我, 可别忘了, 我是大房的子嗣, 不让他入沈家坟, 母亲心里打的什么算盘, 当我不知, 沈渠心顿顿的疼, 他是想利用沈化, 可他从未想过让沈化死, 夜夜的辗转反侧, 他心里的欲念无处顿寻, 他甚至贪婪的在想, 周判年事已高, 等他嫁和西去后, 那个时候自己也定然坐稳了位置, 谁也不能摆布他, 他必定接沈化回来, 不会嫌弃他身子早就被人占了去, 更会好好地疼他, 那个时候谁敢说一句不是, 可他怎就这般不争气, 凭什么就死了, 沈渠对他又恨又恼, 可天人永隔的怜惜和不舍最终占据了一切, 他的理智一点点散去, 沈化目睹此人的丑恶嘴脸, 他听到沈渠用质问的语气道, 先夫人留下的嫁妆, 这些年被你霸占了得干净, 那样在绣坊每年的红利分成, 更被你吞得一两不剩, 他再如何也是名正言顺的沈家女, 难不成让他做孤魂野鬼, 沈薛氏被这些话逗笑了, 他缓缓起身走进沈渠, 你倒是好一番的正义做派, 你是大房的家主, 没你点头, 通判一事, 我和你二叔再能耐, 还能左右得了你, 至于那些金银, 我哪屎怎么不见得你了, 眼下出息了, 就来指责为娘的不是, 怎么, 从头到尾, 你就一点错处都没, 他温柔地理了离沈渠的衣摆, 说着诛心之词, 你当真以为我没瞧出来, 你私下对他的龌龊心色, 你时常夜里去他的屋, 以兄长之名又安的什么姓, 念在母子情分上, 我可是都给你瞒着, 他笑得直颤, 沈渠, 你同我是一类人, 沈渠不愿再听, 他转身就要走, 样样的灵鹫必须摆在神府, 出殡下葬的位置, 我已选好, 就在沈志坟边上, 此事没有商量的余地, 沈渠的心口长长的, 沈化, 你看啊, 只有我, 还在记挂你, 这世上, 唯有我对你是真心的, 可你生前为何就对我没有一个好脸, 也许女娘含情默默柔顺地服个软, 沈渠没准就硬不起心肠逼他了, 站住, 沈薛氏把人喊住, 他笑够了, 又言归正传, 知府不久前死了儿子, 你可知晓, 他眼里闪着金光, 眼下正愁殷婚的人选, 你说巧不巧, 沈化的八字, 同其子是极配的, 在知府面前, 周判算什么? 当初沈追那个庶女, 殷婚佩解了董家, 咱们沈家也从中得了颇多好处, 只可惜董家同知府, 也算关系甚度, 可那时, 知府却见也不见, 更不卖他们沈家的账, 他们也只能将心思放在周判身上, 盼着他能将沈渠引荐给知府, 好成大事, 他满是算计, 你想想, 样样若明婚, 他的丧事也无需你我为此争执, 伤了母子情分不说, 我们同知府更是庆家了, 你还怕没有出头之日, 绣坊也必能蒸蒸日上, 取杆, 你是个聪慧的, 定然知道取舍, 这儿女私情是万万不可取的, 有知府在, 你又何愁娶不了关家小姐? 行了, 阿娘话已至此, 你且回去好好思量, 这要同知府明婚得多了去了, 可别给旁人抢了去, 回头回忆, 好话坏话, 也全由他给说尽了, 沈渠的颓访若千斤重, 如何也没法挪动一步, 他的一腔情深, 显然只是在自我感动, 好似只有这般, 才会减少些许负罪感, 此刻, 他也无需取舍, 就有了答案, 他的野心跟着燎原, 沈渠甚至没跨出门槛, 他便无比痛苦地哑声道, 听阿娘的, 出了沈薛氏的凝孕院后, 他漆漆地去了一处院子, 没有沈渠的吩咐, 他安安静静地躺在榻上, 了无声息, 以翠正跪在地上哭得悲痛, 见了沈渠, 他浑身都是刺, 你来做什么, 恶人坐静, 何必假慈悲, 他一群凌乱, 发了疯得上前, 一个个道貌岸然的人, 怎么不去死, 好人不长久, 凭什么你们一个个逍遥快活, 我家娘子, 是世上鼎鼎好的女娘, 我要带娘子走, 我给她安葬, 你凭什么压着, 我同娘子回来, 她都死了, 死了, 为何还不放过她, 第二百五十一章, 相互羁绊的开端, 沈渠听后很势不渝, 没烧处尽是怒火, 看在你是伺候她的份上, 我已对你一再忍让, 可你偏要敬酒不吃罚酒, 既然真这般心疼她, 不如你也下去陪她, 说到这儿, 她似有些癫狂, 是了, 她呀, 最喜欢你给她盘的发, 日日同你处在一处, 胜似姊妹, 没你伺候, 怎么能成, 让她如何放心, 身后的吴管家闻言, 眼里闪过些许不忍, 她早早就同以翠说了, 这沈家已然变了天, 偏她蠢任死理, 也只认沈化一人, 不系统所有人对着干, 看吧, 这就是下场, 也没有人, 会给她求情, 管家一抬手, 吩咐小丝, 拖出去, 处置了, 沈渠满意了, 后面说的话, 带着丝丝阴柔, 动作倾斜, 莫惊扰了样样, 说吧, 她一步一步走进床榻, 痴迷的宁氏女娘, 她深情款款地自言自语, 样样, 你应当能理解我的, 魂魄的沈化作呕不已, 她还着手, 相属有皮, 仁而无疑, 她骂, 呸, 死贱人, 沈家递了信后, 很快知府路远道那边, 也应允了下来, 继双方已敲定此事, 沈化就被送了出去, 这段时日, 朝廷派了不少御史, 出动行监察之责, 也以尽数抵达, 这些御史台的人, 个个不是吃素的, 冥婚一世, 民间实在常见, 可御史台那些人, 对此很是不迟, 若是知晓一道折子上去, 只怕对她的官道有阻, 路远倒是谨慎之人, 他亲自去董家, 请了奉为做上宾做法的巫师, 妻子生前做了多端, 可那沈家娘子, 却是极好的八字, 巫师掐指一算, 定好了及时, 一再告知, 这一旦误了, 定断了胎儿转世投胎的路, 甚至, 会波及她的官运, 以及小妾妇中的胎儿, 路远道不敢在此事上存侥幸, 他也的确相信这个巫师, 自他做法改了董家的运侯, 这些年, 董家的瓷器生意都开到了圣经, 很是红火, 路远道不敢在丰州城那行冥婚仪式, 也便将其定在了一座风水极好的荒林, 荒林处, 地上两份草席躺着尸体, 右侧的沈画, 画着精致的妆容, 穿着燕红的嫁衣, 身侧摆着两人的生辰八字和姓氏名讳, 而此刻, 一辆马车缓缓而来, 书玉使乏力地靠着车厢, 同对面端坐举手投足, 都是世家公子哥一态的崔运温声道, 这次多亏了你, 崔运的嗓音冷清, 却又似诸玉落盘, 书大人言重了, 丰州城同圣经相隔甚远, 您派手下的人来行公事即可, 何必自个儿跑这一趟, 书玉使摇头, 也不瞒你, 丰州城这边的水实在太深, 若不亲自过来探查, 我不放心, 他年事已高, 身子也差, 舟车劳顿自然受不住, 也就让手下的那些官员先骑马来此, 先探个底, 他顺着水路坐船过来会晚上些许时日, 可谁曾想他运船, 几日下来吐得死去活来, 只能换乘鹿路, 只能下船出了码头, 侍逢就碰见了回崔家老宅的崔运, 你送我过来, 可有单个手头上的事, 手头上的事, 崔运分明是冲书御史来的, 御史台的人以清廉正直的书御史为首, 他呀, 得从他下手, 才好为以后铺路, 崔家老宅在众州, 正好地经过丰州城, 算是顺道了, 那就行, 对了, 别往官道, 一些官员最会装枪做事, 看碟子下菜, 没准早早按了眼线, 卖弄狡猾, 就走山路, 那地儿偏僻, 只是不知好不好走, 山路颠簸, 刚行一处时, 隐一眼间, 远远就见腰间提着刀, 巡逻的士兵, 他顿绝不对, 疏然停车, 崔运撩开车帘, 去打探, 隐一, 是, 片刻后, 他回来, 大人, 爷, 前的荒林有巫师做法, 说这话时, 他脸色很难看, 毕竟当年, 崔运有手串在身, 他从道观回圣经的路上遭了暗杀, 手串被挑断后, 莫名地就中了鼓, 险些丧命, 崔运面色一沉, 舒大人的脸色也不好看, 能出动数十名的官兵的, 自然是官员无疑了, 这边, 符纸飘飞, 巫师正盘腿而坐, 点燃了三炷香, 可下一瞬他被人踢飞, 十几名官兵不过多时, 都被影衣降服, 陆远道大怒, 放肆, 舒玉使便是为了查陆远道而来的, 他自然认出了人, 本官看你才放肆, 陆远道瞳孔俱缩, 腿跟着一软, 颤颤伏地, 大, 人来前怎不招呼一声, 下官也好亲自去赢, 舒玉使, 你这是做的什么法, 大人误会了, 不过是家中人下葬的风俗仪式罢了, 风俗, 崔运上前几步, 去看地上的八字, 明幻陆周辰的, 是你之子, 是, 可是奇怪了, 这位女娘姓沈明化, 如何是你陆家人了, 她语气沉静, 此等阵仗, 我瞧着倒向是阴婚, 隐医的手一动, 手里的剑抵住其中官兵的脖, 说, 官兵一个哆嗦, 里里外外什么都交代了, 果然, 舒玉使大怒, 有备人伦, 不寒而栗, 压走, 此事我定然彻查, 崔运脸眉, 她淡默道, 都说男尊女卑, 我却实在难认同, 明明生而为人, 男子该厚得载物, 女娘须谦卑柔顺, 如等鼠辈, 穷极龌龊之能事, 崔运视线沉沉, 从被五花大绑的巫师身上, 缓缓落到那一身嫁衣, 面容僵硬, 却万般明艳柔美的女娘身上, 女娘闭着眼, 可崔运总觉得, 她的那一双眼眸, 定然是璀璨若星河, 男子拨动万间的手串, 不知为何, 心生烦躁, 以至于没控制好力道, 串着手串的绳绷断, 珠子跟着散落一地, 影翼连忙去捡, 还有一颗, 就落在女娘搭在小腹交叠, 白得几乎透明的手上, 珠子红的似火, 趁着她的柔仪, 愈发得白得刺眼, 同她倒是极配, 眼见影衣正要去识, 崔运出生, 算了, 许是她恨巫术, 所以难得生出一丝怜悯, 也许只是为了做给书彧使看, 她的唇动了动, 将其安葬了吧, 这是崔运最大的善意, 也是沈华死后, 从外界得到的最后体面, 更是女娘重生后, 相互羁绊的开端, 第252章, 谢世子为外男, 还是出去的好, 西院东院, 风速速而过, 浮动满地萧瑟, 上下伺候的奴才面色胶着, 自沈华上屋顶赏月后, 至今已昏睡了足足三日, 所有人都急得不行, 崔运在大理寺那边告了假, 守在屋内, 面色愈来愈沉, 尼康挫败, 有抓狂的翻查医书, 可是在心有余而力不足, 只能极力地开温补的方子, 珍贵的草药通通煎好给喂下去, 谢寻也不知从哪得了信, 快马加鞭赶来, 西院她来过几次, 自认的路, 无须人来引, 她也顾不得旁地直直闯入内室, 崔运听到动静眼底瞧不出情绪, 细细地给沈华擦着手, 若不是女娘的面色差到离谱, 所见之人只会以为, 她只是单纯地睡着了, 屋内氛围凝滞, 稍照银鼓叹, 一股热流扑面而来, 可谢寻却莫名地浑身汗毛竖起, 那是慌乱和窒息感, 这种感觉, 一共两次, 上一回还是, 她不敢再想, 可耳边仿若想起女娘说话的娇蛮, 阿兄, 认命吧, 你就一个嫡妻妹妹, 劝你还是让着我些, 也有她的理直气壮, 心眼全让我长了, 谁也没法占我便宜, 那些小女娘也没这个本事, 还有她的无助, 样样, 能不能贪心地求个长命百岁啊, 崔运垂眸, 手上动作并未停顿, 她只是意味不明地嘲讽, 谢氏子若真挂忧, 怎么不见你私下去寻人, 酒楼那次, 我记得增殃你去寻三清道长, 那时, 谢氏可是应得好好的, 可转头呢, 她不曾派出一兵一卒, 崔运良薄地扯了扯唇办, 也是有趣, 只知日日送些小物件过来, 敢问谢氏子对沈娘子是真的上心吗? 此处为女娘内侍, 谢氏子为外男, 还是出去的好, 外男? 谢氏能说什么? 她总不能对一个最后正真的外人言, 将沈化送到崔运身边, 是多年前三清道长曾对她的叮嘱, 谢氏不敢上前, 她甚至都不敢走近了, 去看沈化, 见崔运以兄长出面的这般做派, 又顿绝不是滋味, 那是她的妹妹, 她捏紧拳头, 疏然夺门而出, 她如何了? 问的自然是倪康, 倪康硬着头皮, 也不敢当面去道, 沈化怕是不成了, 何该准备后事了? 她思存善善道, 沈娘子的脉为假脉, 从一开始就不对劲, 引发假脉现象的诱因, 实在太多, 可这些时日, 沈化的身子是她亲手调理, 入嘴的吃食, 每日的药膳, 都由她所定, 便是沈化时而嘴馋, 跑出府用膳, 什么该吃, 什么不该吃, 也提前同她通过气, 几个月下来, 脉相仍旧不变, 然, 不是中毒, 那就蹊跷了, 是长期服用入嘴的吃食有问题, 还是置患之物所导致, 这就说不清了, 话已至此, 谢勋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沈化在审府时, 就早早遭了暗算, 女娘是打娘胎来的弱症, 可五岁之前, 养得尤为精细, 又有上好的补药养着, 当时, 虽比不得别家女娘康健, 可症状还不算重, 谢勋抿着唇, 直到后头害了几次风寒, 情况变得极其严峻, 女娘身子更为虚弱, 也变成日日吃药, 尤其是九岁那年, 住, 时间线是恰好是血团出现的那年, 女娘在游湖期间突然晕厥, 险些没救过来, 自此后, 三天一小病, 五天一大病, 走三步喘四声, 当时, 谁都没去多想, 只当她弱症严重了, 也恐再难医, 可眼下, 谢勋怎能不深思, 可是吃的药有问题, 尼康, 先前的药方我见过, 除了药性裂了些, 并无错处, 谢勋沉沉地吐了口气, 就在这时, 崔韵从屋内走了出来, 以翠, 她换, 你家女娘可有长期服用有一只物, 以翠连忙道, 不曾, 老爷夫人还在时, 多数陪着娘子一道用膳, 后继时进门, 娘子过嘴地吃食, 也总会分婢子一份, 从未出事, 崔韵眯了眯眼, 衣物, 长期佩戴的首饰, 以翠努力回想, 先前娘子的衣裳都出自绣房, 那些绣娘都是靠得住的, 款式每年有变, 娘子也只穿最实心的, 往往, 多数衣裳没穿一次, 就赏给下面伺候的婢女了, 至于首饰, 也是如此, 这些都是奴婢亲自打理, 屋内的装饰, 百件, 娘子也经常采买换着, 除却几样, 以翠入屋, 由银武帮忙, 很快爆出几箱匣子, 里头装的都是沈威, 沈纯氏, 沈智所赠, 沈化保存得很好, 不用崔韵吩咐, 尼康忙上前, 一件一件地去变, 最后, 他沉重地朝众人摇了摇头, 都没问题, 以翠小心翼翼道, 此前, 夫人在实行掌家之权, 夫人最容不下沙子, 也最是紧张娘子, 恨不得世事亲力亲为, 便是整个神府也没人敢暗中做手脚, 尼康皱眉, 那就奇怪了, 照理来说, 再没什么事落下得了, 谢寻思想到了这么, 疏然抬头, 寻香呢? 这三个字仿若点醒了以翠, 他最是清楚, 娘子只用一种香, 那香料最是稀缺, 暗香浮动四春性梅香, 最是入骨, 娘子喜欢, 就连衣裙也要熏上一熏, 多年如此, 从未更改, 闲暇时, 甚至特地去变其成分, 却只堪堪变出, 里头混有贵如黄金的上等龙脑香少许, 至于旁的, 也就一概不治了, 可, 以翠浑身一寒, 那是老爷在外形商时, 通义人脉和高价买的, 是谁在害娘子? 尼康, 若是香料同服用的药香客, 的确能起扰乱卖相和拖垮身子之危害, 她的话刚落, 就听屋内铜盆落地的动静, 随后, 是宁珠惊恐和无措的嗓音, 娘子, 崔远顾不得其他, 大步往回走, 沈化仍旧没醒, 可她嘴里, 鼻尖都在一血, 这一次是鲜艳的红, 崔远死死拧眉, 再听凝珠小声道啜泣, 不免失控遭遇, 她冷声道, 都滚出去, 而在这时, 女娘万间松松垮垮的手串, 珠子饱满, 鲜艳欲滴的同时发出耀眼的光泽, 下一瞬, 好似收到了毁灭的阻力, 顷刻间, 十八颗珠子, 有十七颗全都化成了粉末, 第二百五十三章, 沈化就是血团, 这一变故实在让人匪夷所思, 所有人都凭住了呼吸, 可崔远却没有旁的心思去理会, 她只有慌乱和心惊, 喜欢两字对她而言太陌生了, 她的性子平淡, 也甚少对外界之物能再泛起连衣兴趣, 沈化是除了崔家人外, 她真真上心, 也心甘情愿去娶的女娘, 她是不同的, 这点就够了, 崔远到底不想她死, 也的确, 舍不得, 她一点一点擦去女娘身上的血, 可怎么也擦不完, 甚是越流越多, 谢寻一遍又一遍拼命又重复地提醒自己, 沈化在崔远身侧才有生机, 女娘张了张纯, 好似陷入了可怖的梦魇, 她发不出声, 可细细分辨口型是两个字, 阿兄, 什么生机, 通通不可信, 这些时日, 沈化哪有好转, 崔远童样样无亲无故, 她能给出什么生机, 谢寻理智彻底湮灭, 她忍无可忍, 正要推开崔远, 将女娘抱走, 偏此刻, 尹一从外头大步入内, 爷, 道观来人了, 崔远漠然转身, 她早早派人去道馆寻了多次, 也不曾打探到三清道长的行踪, 眼下来了人, 却能猜出是谁派来的, 谢寻动作也是一将, 来的倒是瞧着眼熟, 是三清道长青自收的弟子, 她说了一句话, 却足以安定人心, 师父云游时曾特地嘱咐, 让小道今日末时三刻, 来此为行一事, 时间紧迫, 不可耽搁, 只能冒犯了, 道士并非多舌之人, 走进查看榻上的女娘, 崔远不曾挪开一步, 对此, 道士毫不在意, 她一摇手中的浮沉, 正是三清道长留下的, 那颗唯一完好的金刚菩提珠子, 跟着腾空而起, 随后飘去了女娘眉间, 原先红润的珠子里头, 引有血液流动, 道长低声念着一段福令, 手中的浮燃烧的同时, 珠子里坠出一滴精血, 直直掉落女子眉心, 唯一的一颗金刚菩提, 仿若是完成了最后的使命, 那红润的珠子, 跟着这暗淡无光, 眨眼功夫, 也化为粉末, 而那低被珠子, 滋养了足足六年之久, 来自神化魂魄, 却也属于血团的精血, 终是回归了本体, 场面让人顿觉荒唐, 然, 那滴血却以一种常理无法解释的情形, 一点一点怪力乱神, 被诡异地吸收了去, 道士做完这些擦了擦额间的汗, 收拾收拾就要走, 师父说了, 杨子估摸着两个时辰之内能醒, 那珠子是怎么回事, 那血又是怎么回事, 你试才做什么, 是谢寻的声音, 道士想了想, 小到也不知, 既然能醒, 那他可是无碍了, 还是说, 只是暂时稳定了病情, 道士茫然一瞬, 小到不是大夫, 诚然也不知, 崔韵没出声, 他好似听不到那些吵闹的动静, 男子只勾勾一瞬不瞬地看着踏上双眸紧闭的女娘, 他伸手, 去把脉, 翩翩脉相如旧, 崔韵目光沉沉, 不由绷着唇, 谢寻承认, 他的腿至今还是软的, 你师父可还留下什么话, 小到这会儿顿布, 他记起了一事, 的确留了, 是给崔侯的, 崔韵却是淡漠依旧, 小道长请说, 师父说了, 不惑一物唯有在中者, 才不会受其所控, 女娘是血团时, 中了不惑, 被刀疤男从杨陵侯府带走后, 这才下了谷, 故几年后, 他来了圣经, 在黎原住下的那次夜里, 不惑对他无效, 崔韵却不知, 其中曲折, 他眉心微拢, 不应该, 上回除西同他提及不惑时, 女娘吃惊不已, 显然是头糟听说, 何况, 不惑只针对宦官, 尤其是忠良臣子府上的人, 小道笑了笑, 师父还念了半句诗, 他学着三清道长的语气道, 日暮秋山玉, 崔韵狠狠一致, 眼底惊恶难藏, 只见竖然捏紧, 手背上道道青筋突起, 那些他曾多次冒起, 又觉得荒唐亲手掐断的念头, 此刻疯狂地助长, 女娘顽劣得趾高气扬, 闹脾气的蛮不讲理, 得意时的左右显摆, 爱美, 出门前总要装扮, 废银子, 便是那双灵动脚侠, 黑润透亮的眼眸, 也像急了他的血团, 往昔重重, 依依在眼前浮现, 他的血团, 一贯以来都是聪慧的, 听得懂人话, 甚至摇到胸签都能识字, 毫不犹豫地给扔了, 猫爪子指着红柚柳叶平, 最后和女娘轻车熟路, 冲入他的书房, 还试图顺着瓶口, 往里头钻的神话, 彻底融合, 在见了适才的怪诞仪式, 崔运好似没有什么是不敢去想的, 越想越像, 越想, 他眼睫越颤, 沈化好似睡了很久, 心口那处如针扎似啃时, 让他极度不适, 可那么一瞬间, 一股暖流从额尖一路抵制心口, 抚平那里的疼痛, 就好似最难养活早就枯萎的月计, 得到了威风的轻浮, 和恰到好处的浇灌, 缓缓发出了新的内涯, 决定了日后的枝繁叶茂, 这是沈化许久不曾感知的温暖柔意, 甚至全身毛孔都打开, 浑身舒畅不已, 待他醒来, 已是黄昏, 沈化一睁眼, 就见谢寻冲了上来, 可有不是, 沈化眨眨眼, 谢寻眼底含着诗意, 他仍旧是温润如玉的模样, 偏偏说话间带着些许急切, 你许久不曾进食, 也定然饿了, 眼下刚醒, 不宜油腻浑腥, 喝些白粥, 再撒些红糖可好, 沈化却抿唇, 缓缓将视线挪到一旁的崔韵身上, 女娘眼角酸涩, 她弯下眼, 冲崔韵甜甜一笑, 很轻很轻地喊, 表哥, 谢寻, 崔韵对上沈化的视线, 她猴结微动, 她定定地看着她, 阿嫂那里偷的口汁, 你这猫涂抹后, 可找了铜镜, 血盆大嘴实在难看, 带出去都觉着丢人, 还不速速擦了去, 沈化上有些迷糊, 一听这话, 当即面露凶光, 我付了银子的, 她虚弱得气势汹汹, 不可能, 你胡说, 你才丑, 崔韵的指尖深深钻到肉里, 却浑然不觉痛意, 她却默然笑了, 她低笑而不止, 笑容没法克制, 反倒越来越大, 却只有她自个清楚其中的心酸, 日暮秋山玉, 下去她对了出来, 恰似酷人归, 第254章, 真是, 过于刺眼了, 沈化晕晕呼呼间, 觉着崔韵的反应有些奇怪, 可女娘没醒多久, 被喂着吃了要喝粥后, 又再度沉沉地睡了过去, 入夜后, 谢寻不提离去, 这是有意堂而皇之在崔府住下, 宁珠为此, 私下拉着程妈妈好一番感慨道, 娘子是遇见好人了, 侯爷如此, 谢世子亦如此, 程妈妈却是过来人, 谢世子的驾驶, 哪里是关怀至有之妹, 且不提前断食日, 隔三差五地送个色吃食, 画本, 有趣的摆见, 就说, 适才她那紧张的劲儿, 瞧着就是不简单, 也得亏娘子是见过世面的, 若换成别家眼皮子前的女娘, 只不定早被这些花花肠子哄得迷了眼, 谢世子身份尊贵, 是圣经女娘都想嫁的人物, 可她对付女娘实在有一套, 如此之人, 比那公亲王世子还难缠, 偏偏在谢世子不曾打破窗户之前, 娘子还得顾着那点滴儿情分, 短短一瞬, 成妈妈想得颇多, 可宁珠是个没心眼的, 以崔又只顾着沈花的身子, 旁得全然不理会, 这些话存在心里, 她也没出说, 而此刻, 崔侯眉眼轻松, 她让吉青送来大理寺的公文, 就坐在内侍的暗桌上, 一一阅览, 吉青恭敬入内, 她朝谢寻扶了扶身子, 世子这边请, 相仿以安置妥当, 谢寻想留下来, 左右屋内存有一张贵妃塔, 她也是能躺的, 她视线一转, 落在崔运身上, 崔侯不去歇线, 崔运抬眸, 眼瞼一盖, 她这边离不开人, 谢寻温声道, 沈花托你照顾多日, 我甚是感激, 你若是有所求, 只要我能办得比, 崔运闻言, 视线转为淡漠, 她此刻还真不想, 从谢寻身上得到什么, 去见女娘入圣经的缘由, 也早不纯粹了, 同理, 谢寻不欠她什么, 谢寻知晓, 崔运为人正直, 行事也靠谱, 崔运的性质死板又无趣, 她这种人, 娶得得是温婉贤淑的女娘, 好日后能掌管中愧, 自然不会对如此折腾人的神话, 别有用心, 这点, 谢寻还是放心不过的, 可, 谢寻不得不提醒她, 可眼下已入夜, 她的情况也有所稳定, 你在此办公事好意, 可男女有别, 到底不太妥当, 她喊你一声表哥, 可到底没血缘, 这点, 你我都是清楚的, 更何况, 外头有伺候的奴仆, 侯爷着实无需亲自守着, 崔运对此未生微词, 她甚至不愿去计较, 这就不劳谢世子费心了, 我的事, 心下自有一番计较, 倒是世子你, 管得未免太宽了, 谢寻, 急心最会看眼色, 当即又到, 世子请罢, 原先站着的谢寻, 见崔运在座椅上纹丝不动, 大有彻夜不眠的姿态, 矛盾和纠结, 让她有些不解, 让她照看审话, 女娘最懂亲疏远近, 她心里的兄长, 尤其只会有一个, 谢寻脾气好, 当即, 她也不愿同崔运摆扯, 她妇重新坐下, 我不困, 劳烦给我上些浓茶, 程妈妈俯身到势, 还不等她下去准备, 就听谢寻温润如玉, 巧了, 沈娘子这边我也不放心, 眼下无事, 倒不妨再次陪陪侯爷, 程妈妈, 这是挑衅吧, 可崔运只是面无表情的沈笑一声, 她好似没将谢寻放在眼里, 男子冷淡到了骨子里, 世子自变, 沈花半夜彻底清醒, 她刚撑起身子, 动静并不大, 崔运耳间割下公文, 就要起身, 而一旁的谢寻, 快她一步绕过屏风, 对此, 崔运眯了眯眼, 等她走过去时, 谢寻已在血寒温暖了, 以翠刚端着要入内, 崔运正要去接时, 谢寻仍旧快她一步, 要此刻还烫着, 谢寻熟忍地摇起一勺, 沈花的心思都在崔运身上, 她俨然还记得迷糊时的那番对话, 她有些不知所措, 余光谨慎地去看崔运, 男子的视线却不嫌不淡地落在谢寻身上, 谢寻将吹凉的药送到女娘唇办, 徐氏心里存着是, 沈花下意识张唇, 咽了下去, 很快, 反应过来, 她有些抵触, 我自己喝, 谢寻, 见外, 见你这几日吃腻了蜜饯, 我就背了玫瑰酥, 店家的手艺做了十余年玫瑰酥成花瓣状, 精美得很, 我想着, 你定喜欢, 沈花抓住重点, 几片花瓣, 谢寻, 本是欺骗, 沈花的眉拧了起来, 可我让店家做成六瓣的, 沈花的注意果然被谢寻所言吸引, 六好, 什么店家, 一瞧就是不会做生意的, 卖什么七瓣, 听着就不吉利, 谢寻在喂咬, 沈花下意识又咬住汤勺, 她微微一愣, 索性懒得纠结了, 谢寻要伺候她, 左右不是她吃亏, 女娘也就接受得理所当然, 崔韵立在一侧, 将一切尽收眼底, 真是, 过于刺眼了, 沈花也的确是不省心的, 前不久说不会同谢寻走得太近, 眼下一个喂一个吃, 还真是亲密无间, 崔韵冷不丁道, 谢氏子喂药的倒是熟人, 谢寻轻笑, 眼见沈花乖乖地喝药, 她眼底闪过柔异, 伺候过家里的祖宗, 崔韵淡淡, 是听说当年谢老太爷故去前, 世子服侍在侧, 谢寻微微一顿, 却没解释, 沈花被伺候得得当, 又见崔韵只顾着同谢寻攀谈, 丝毫不曾质问她半句先前的事, 可见是不在意的, 什么妈的, 定然是她迷迷糊糊见听差了, 念及此, 一颗心落定, 她捧着精致的玫瑰酥, 也便真心实意地夸谢寻, 你真孝顺, 谢寻, 沈花却看了眼天色, 窗外浓稠如梦, 随后又道, 你睡了好些时日, 怕是骨头也酸痛了, 回头得多出去走走, 的确如此, 沈花觉得有理, 谢寻, 等你能下地, 我捅你一道, 沈花身子往后仰, 她审视地盯着谢寻, 你为何要捅我一道, 我出门是去买胭脂, 你一个公子哥跟着我不合适, 给你副长, 提务, 沈花茫然, 你看我像是缺奴才的人吗, 第255章, 你没瞧见, 她对我心怀不轨吗, 等谢寻为了药后, 亲自端出去, 事事周到, 还不忘吩咐外头伺候的乙翠, 做一份馄饨过来, 她也该饿了, 屋内沈花不免胶着, 偏见崔韵对此冷眼旁观, 半点没有回应, 她不免有些恼火, 女娘伸长脖子, 朝外叹了叹, 见谢寻没入内, 她压低嗓音质问, 你视才怎么不说话, 崔韵却很冷淡, 沈娘子想让我说什么, 沈花促眉, 你没瞧见, 她对我心怀不轨吗, 都这么明显了, 崔韵些许恍然, 沈花却莫名察觉出 她的态度好了不少, 男子语气慢悠悠的, 若诸欲落盘, 所以沈娘子, 想让我出面组吗, 这是什么话, 沈花莫名其妙, 给我解决麻烦, 这不就是表哥应该做的吗, 崔韵却仍旧淡淡, 可我瞧着, 试采你喝药时, 还挺愿意的, 她眉梢微拢, 好似为难, 以至于我瞧了, 实在寻不出合适的时机打断, 生怕坏了沈娘子的好事, 沈花觉得, 此刻的崔韵怪, 阴阳怪气的, 有鼓舟吱吱的味, 她一定是多虑了, 好在后头也不用崔韵动手, 不过片刻功夫, 辅国功夫的人急急来寻, 瞧着样子, 好似府上出了不小的事, 需她回去定夺稳定局面, 谢寻难得陈连往外而去, 可还不等她跨出门槛时, 她顿足转身见沈花 俨然是输了口气, 欢欢喜喜的, 好似总算将她送走了, 谢寻险些一口气没喘上来, 她只能提醒, 我赠的见面里, 你该打开瞧瞧了, 那小匣子, 沈花随意地瞥了一眼后, 早早让以翠扔去了箱子里, 眼下, 她眼不眨, 说得好一番做做的漂亮话, 柿子说笑了, 你眼光好, 所赠的簪子, 我前些日子还带呢, 可喜欢了, 谢寻的嘴, 没来由抽了一下, 这话, 她是一个也不信的, 不然, 沈花对她会是这种态度, 她头疼不已, 却仍旧叮嘱, 若真打开了, 就细细地瞧, 等她离开戏院, 崔韵这才揉着眉心, 她许久没去大理寺, 今日也定然得出府的, 可动身前得回趟随院, 换上官服, 去前, 她语气平淡, 很是不在意的道, 既然真这般爱不释手, 下回出门不若也戴上, 崔韵弹了蛋的衣袍, 她徐徐道, 谢寻眼下同五公主还存有牵绊, 她给的那些, 沈娘子是真敢要, 五公主的为人, 我应应早就同沈花提及多次, 是个仗势压人的主, 沈花一听这话, 我骗她的, 都不知扔哪个箱子里头了, 嘻嘻嘻, 她可真是机灵鬼, 崔韵微勾纯, 是吗? 可听谢世子所言, 你不拿出来再瞧瞧, 沈花本有这个打算, 看看谢寻到底摆什么谱, 可眼下顿然没了兴致, 我是疯了不成, 不放着机灰, 带着她给的簪子招摇壮士, 自个儿寻麻烦上身, 崔韵, 的确, 谢世子就不该送, 沈花点头, 还占地儿, 这一句话, 好似取悦了崔韵, 女子末发柔顺, 崔韵对上女娘乌溜溜的眼睛, 忍住了去府的冲动, 可这回儿子, 她又计较上了, 当时她送食, 你也在, 怎么这会儿, 全是我的不是了? 沈花, 表哥这是怪我吗? 她越想越不对劲, 你在我面前多次提及五公主, 沈花问, 你是不是想同谢寻抢人? 沈花语重心长, 那五公主真不怎么样, 要样貌没样貌, 却存着一肚子的心眼算计, 上回宫宴还出了酒, 她配不上你, 更别说五公主是一根拇指, 都比不上严密, 你还不如看看严密啊, 沈花严肃, 她绷着巴掌大的小脸, 表哥, 她努力憋出一句话, 你得珍惜眼前人, 崔韵只留意到, 她的最后一句, 她深深地看着沈花, 离去前留下三个字, 知道了, 沈花仍在榻上躺着, 直到薛书月出现, 虽然都在西院住着, 可到底沈花所住的东院偏僻, 这几日, 东院上下紧张得不成样子, 可却没惊动旁人, 薛书月自然不知, 沈花病倒的事, 可她早间瞧见, 崔韵从东院出来, 男子容貌冷清, 说是脚尖月也不为过, 可薛书月不会看错, 崔韵当时嘴角擒着浅浅的笑意, 薛书月又是嫉妒又是欣慰, 嫉妒崔韵连早膳都要过来陪沈花一道用, 却也欣慰沈花能勾出崔韵, 所以, 她来了, 沈娘子, 沈花看着她, 默默地翻了个身, 拒绝交流, 薛书月讨好的凑上前, 我有件事歌星底许久了, 总觉得该告知你, 沈花见她这样, 又翻了回来, 摆了个最舒服的听姿, 你说, 薛书月也没计较, 那还是去年的事, 我掉了一只耳坠, 那是我阿娘生前留给我的, 平素我也是珍惜不过, 当时丢了, 心下胶着, 也顾不得天黑就出去寻, 薛书月, 你说巧不巧, 那吴韶英也出了门, 打扮得花枝招展的, 她当时不屑同吴韶英打招呼, 所以, 一个往东, 一个往西, 很快分开, 可我又琢磨, 总觉得不对, 愣是没忍住, 追上去瞧了, 她可真不简单, 眼巴巴地送去表哥书房, 眼下, 吴韶英虽被赶出了侯府, 可能骂她的机会, 薛书月从不放过, 神话黑润透亮的眼睛, 带着八卦, 见神话听得认真, 薛书月讲的也就愈发卖力, 表哥的书房亮如白昼, 我可是瞧得真真的, 怎么说她, 祖父未出世前, 是朝中声望在外的太师, 就连几个皇子也是受过课的, 即便落魄了, 她也是世家名门出身, 就凭她, 也配痴心妄想, 薛书月冷笑一声, 她学着吴韶英刻意柔媚的嗓音道, 还不忘娇弱的吟吟一拜, 表哥, 我做了点甜汤, 奉老太太致命送了, 沈话疏然瞪大了眼, 薛书月见状很得意, 她也实在是胆大, 夜里孤男寡女容易出世, 谁知道她送的甜汤下没下药, 沈娘子你说说, 她这是在谁府上勾引谁呢? 沈话听得很快了, 她蹭一下从榻上爬起来, 女娘压低嗓音, 勾到了吗? 天晴了, 军中惊作起, 觉得她又能行了。 第256章, 谁稀罕你的臭钱? 表哥是正人君子高风亮节, 怎会看上那见人, 何况虽怨如森严壁垒, 河府上下出了崔家人, 又哪个不知死活的通传前敢肆意闯入? 偏偏吴韶英运道好, 正巧碰见出了院子的崔韵, 也便自诩聪慧地打着老太太的旗号。 薛书月心有余悉, 若换城旁的男子没准中计了, 可表哥是大理四卿, 形形色色什么人没见过, 怕是一眼就识破了她的算计, 又如何还会被她那狐媚模样蛊惑? 沈话别嘴, 漫吞吞又躺了回去, 薛书月畅快淋漓, 顾, 让她自重, 当时留下这话就走了, 你是没瞧见, 吴韶英当时脸色要多难看多难看, 我要是她, 这般丢人现眼, 早就去投胡了, 何必留着祸害人, 她对崔韵有心思, 也是只敢心里暗暗想, 说着, 她羡慕又感慨道, 这一番对比, 表哥对你真真不一样, 你的命真好, 这话, 女娘却不乐意听了, 她甚至觉得薛书月是给她寻慧气的, 沈话却很不高兴地拧眉, 你以为我是随便的女娘, 任谁对我好, 都愿意收着, 明明是崔韵命好, 有她这个表妹, 何况, 吴韶英和我能比吗? 薛书月无语, 你个不害骚的, 都是表妹, 也都是想作妾的, 怎么不能比? 沈话翘起小拇指, 她下意识去转动万间的手串, 却摸了个空, 女娘稍稍一愣, 随即又得意的大话张嘴就来, 也别不信, 我便是端独要过去, 她都能给面子喝得一滴不少, 一碗甜汤算什么? 薛书月, 沈话, 还有什么事要说吗? 这种没得逞的, 就不必讲了, 怪没意思, 等沈话能下地, 已是一日后, 可没走几步, 她便双腿无力, 也便有以翠推着, 女娘却觉得, 今此几页好似沉重的枷锁松动, 有解开的迹象, 至少夜里没有疼得再吐血了, 这件事, 她没和任何人说, 女娘对此, 也理不出所以然来, 而尼康也没察觉出异常, 用衣, 许是这些时日闷的慌, 沈话便由着已翠推出了西院, 去了最近的一处水县, 已翠包着花生, 甚至贴心地退去外头的薄皮, 这才趣味沈话, 娘子, 宁珠从外头跑入内, 这是从巨巢隔脉的新绣品, 您瞧瞧, 沈家绣坊隔一月就向巨巢隔进一批货, 这几月, 沈话一直让宁珠留意着, 宁珠禀报得很是仔细, 巨巢隔的掌柜也是人精, 许是前几月营收不好, 见买主少了禁数大半, 也就压低了价钱, 这不, 奴婢巨石, 堂内不算冷清, 说着, 她摊开山水绣品, 沈话动了动眼皮, 面无表情地撇过去, 随后是轻面, 她稍一抬手, 指尖随意地点了点绣品, 宁珠, 以翠教你刺绣, 也有些时日了, 你来评评, 绣品所呈现的是青山绿水间, 有麋鹿在饮水, 整幅绣品配色得当, 也有一番疑人自得, 宁珠干巴巴地看了许久, 远看是美帝, 可凑近桥总觉得少了什么, 这就对了, 沈话细细地告知, 此麋鹿机里何该先毫必现, 然, 所绣的丝线过粗, 要知道, 这苏绣绣工最是绵密, 绣工功底, 却亦于求成许事迫切地想证明本事, 特地下了不少花招, 可几处针法阅祖带袍, 以至于整幅绣品缺了灵动美而不协调, 于我而言, 就是次品, 沈话泽一声, 这么久了, 那些人可真是没有半点长进, 拿走拿走, 看一眼都心烦, 又过了些许时日, 西院里头, 住着最没存在感的表姑娘, 张素出了阁, 张素到底只是远亲, 崔家并未兴师动众的大半婚宴, 可该有的体面并不少, 他一身嫁衣, 去了主院给崔老太爷和太夫人磕了头, 又拜别了崔轩氏, 崔轩氏将手腕上的镯子送到张素万间, 原先定的婚期本该在一月后, 可姑爷家中长辈生了恶极, 只怕撑不了多久, 提前澄清, 有冲喜之意, 而更多的是担忧家中长辈若美没挺过来, 守之三年都不得嫁去, 张素总不能被拖成老姑娘, 故两家商谈一番, 将婚事提前, 你是个温顺的, 也最让人省心, 入门后的孝敬长辈, 姑爷是个老实人, 也肯上进, 也须得同他有伤有量, 情色和鸣, 张素泪光闪烁, 他真诚道, 这些年得崔家赵福, 是我知性, 有此姻缘, 也多亏了婊嫂嫂, 乔四柔声道, 侯府就是你的娘家, 院子给你留着, 日后多回来瞧瞧, 轮到审化了, 他奉上礼盒, 张素笑得真诚, 接了过来, 盒子很轻, 也不知里头是什么, 待日后你同薛娘子成亲, 我定也来给你们添妆, 审化敏纯, 你为难我, 还是为难你自己, 期间, 只有审化留意到张素嫁衣袖百处, 本该逢上宝像花纹之地, 缺了一块, 怕是婚期提前, 来不及赶制了, 薛书月却是不舍地拉着他, 眼底闪烁着忧郁, 他其实不介意, 都是姐妹分享一个男人怎么了, 横竖几人都相识, 崔韵纳了他们之后, 愿也能一团和气, 偏偏, 张素欢欢喜喜的嫁人, 嫁给了一个穷酸近视, 他想, 回头有张素哭的, 迎亲的队伍吹锣打鼓, 及时至, 张素上了花轿, 翠蓉眼巴巴地看着花轿队伍离去, 他奶生奶气, 成亲真好, 喜服真好看, 花轿是红色的, 我也喜欢, 酒席的菜, 也是我爱吃的, 他惆怅, 我也好想成亲, 沈华低头腻他, 凡啊, 你成亲我定然给你包得大的, 谁心害你的臭钱, 沈华懒得灌他脾气, 当下就要走, 翠蓉连忙跑上前, 把人拉住, 你又怎么了, 说不上几句话, 就给我甩脸, 你这是对本郡主的大不敬, 沈华, 说够没, 翠蓉, 我不会同你计较, 沈华目光悠悠, 怎么, 还想着让我道谢, 你不应该吗, 沈华很温柔地笑, 我感到, 你敢听吗, 第257章, 糟糕, 是快乐的信号, 张素嫁人一事, 对沈华而言, 虽都在西院, 可到底算不得熟, 又过了几日, 沈华总算出了阳陵侯府, 马车很有目的, 朝燕支扑而去, 女娘掀起白皙的小指, 勾起车帘的一脚, 视线稍稍朝外探去, 呼而一顿, 锁定一处, 当即失态道, 停车, 陈贵连忙拉紧缰绳绳, 引武促眉, 娘子, 怎么了, 沈华不语, 只是极其冷淡地看着尤卿, 正挽着弃婆母的手, 说说笑笑间入了最近的布庄, 尤卿嘴角挂着笑, 还真是刺眼, 沈华当真是极度坏了, 女娘嘴角扬起一抹嘲弄, 捏着不连的指甲, 因用力而泛白, 没什么, 只是碰见了最生厌的人, 走吧, 到了烟纸铺后, 马车停下, 他在银武的搀扶下, 款款落地, 烟纸铺声一心龙, 客流量又大, 铺子的婆子和小二芒的热火朝天, 实在分不出心来招待, 沈华也不在意, 仔仔细细地挑选着胭脂, 谢娘子, 你手上的这盒装粉, 正是我想买的, 可惜这是最后一盒了, 我知你最识大度, 不若让给我可好, 又前侧的说话声传来, 随后是一道怯懦的嗓音, 可, 这是我先看中的, 沈华听着嗓音熟悉, 不由停下手里的动作, 他微抬眸, 就见谢仪宁捏着装粉盒, 稍稍往后退一步, 拒绝一丝明显, 偏偏他面前的紫衣女娘存着笑脸, 宁可是国公府的女娘, 照理来说不该这般小姐, 谁不是谢娘子身份尊贵, 要什么没有, 何故同我抢一份装粉呢? 谢仪宁为难, 呼吸更是有些不顺畅, 他身后的婢女急得不行, 可生生忍着没给谢仪宁出面, 娘子命苦, 又是灯会走散, 辅国公府的人寻了整整三年, 等找到时, 谢仪宁已被折磨得不成人样, 娘子从圣经被拐走, 因年纪尚小, 模样又娇憨, 连着被转卖了数次, 也不知遭了多少罪, 谁接近他就害怕, 就哭, 会大叫, 尤其是刚接回来那段日子, 便是老爷夫人, 娘子都不敢亲近, 府上所有人都小心翼翼的, 谢仪宁不愿见人, 那就不见, 谢仪宁躲在屋里, 那就在屋里, 这些年下来, 娘子情况却有好转, 可到底也只是对自家人, 玉依说, 这是病, 若不从根源府底抽薪的治, 但是那三年的阴影一辈子都难消, 府国公却不在意, 谢仪宁若一辈子不好, 他就养一辈子, 可玉依也说了, 就怕日后出了意外, 病情反弹恶化, 娘子只怕会比以前还自闭, 前些十日, 娘子受了惊, 高烧了整整三天三夜, 对此, 国公也只能下令, 让娘子多多同府外的人接触, 于是, 这些十日, 总是让谢仪宁出门, 而此时, 谢仪宁谋中闪过畏惧和惊慌, 他匆匆埋着头, 就要去前头付钱结账, 偏偏那紫衣女娘丘兰不依不柔, 可他却以柔弱者的姿态道, 也不满你谢娘子, 为了这一小盒妆粉, 为此我足足等了三个月, 若是买不着, 他是得耿耿于怀了, 谢仪宁连忙去看身后的婢女, 快帮她呀, 婢女只能狠狠心, 当作没瞧见, 谢仪宁跨着脸, 将妆粉朝台面上一放, 窃窃地去选别的, 如愿已得, 可显然贪婪让她面目全非, 她先是夸她, 谢娘子真是面慈心善, 随后提出要求, 不若, 你顺道将账给结了, 我身上银子不够, 可想来一盒妆粉对你来说, 不过是是指头缝随便录下的, 审话, 谢仪宁好似下了很大的决心, 她鼓足勇气, 嗓音很轻, 可我不认识你呀, 眼下不就认识了, 何必在意这些, 行不行, 谢娘子, 审话, 谢一宁是从哪里跑出来的冤大头, 怎么, 一对兄妹, 心眼全在谢寻身上了, 审话懒得管, 她继续挑胭脂, 谢一宁窃欠, 拿了银子后, 你能不能不缠着我了, 我不想和你相识, 你别这样, 我怕, 审话, 她深吸一口气, 糟糕, 是快乐的信号, 女娘到底没忍住, 她走进不由分说的隔开两人, 当下抬着下巴指高气扬, 没钱还来买胭脂, 适才那些话, 你怎么好意思说得出口, 和这谢娘子欠你的, 还是说, 你救了国公府全家, 也不嫌害骚, 审话很有礼貌, 我劝你, 不妨去街上童教花子学学, 银子不够, 没准跪在地上, 借个破碗, 得路人的几个赏, 这钱没准就凑够了, 她居高临下地看着错愕的秋兰, 至少这银子来路明了, 是你自个儿凭本事求来的, 秋兰顿时红了脸, 她能如此, 无非是不少女娘在她面前提过, 也成功地占了谢一宁的便宜, 这几日圣经也禁述传遍了, 谢家娘子最是乐上好诗, 你说话怎这般不尊重人, 审话莫名其妙, 你是什么金贵的人物, 难不成还要我捧着你, 厚着脸皮要了妆粉还不够, 竟想着旁人给你付账, 怕是那些无赖混账都能给你磕个头, 拜师学艺, 也得亏这是谢娘子, 你若是遇上我, 敢说一个字, 我敲碎你一颗牙, 瞧给你能的, 很快, 铺子彻底安静下来, 所有的人都看了过来, 审话丝毫不在意, 谢一宁忐忐忑不安, 丘兰没脸见人, 她努力地保持镇定, 谢娘子自己愿意, 需要你在这里充好人, 审话转头去看谢一宁, 你愿意? 谢一宁咬唇, 不, 还算有救, 审话又将头给扭了回去, 丘兰何曾被这般对待, 可眼见怯怯思语的人转多, 落在她身上的目光, 道道都是审视, 形如凌迟, 而就在这时, 外头传来一道嗓音, 远远就听见这里有争执, 女娘多的地儿, 就是有气儿, 吵架有什么意思? 打起来啊, 本世子最喜欢看女娘打架了, 说着, 激货大步入内, 看清了审话, 以及她身后缩着的谢一宁, 激货, 她一改浪荡模样, 情绪激昂, 怎么回事? 是谁欺负你们了? 快告诉你们的霍哥哥, 第二百五十八章, 我人品不好, 不吃那套, 审话窒息的面无表情, 激货乐滋滋, 面无表情都是好看的, 谢一宁埋头继续缩着, 激货也就接着乐滋滋, 嗷嗷可爱, 都是她得到不到的女娘, 你说气不气人? 不想遭心事, 激货清了清嗓子, 拿捏住姿态, 关键时刻, 还是丢我来给你们做主, 你们自个儿瞧瞧, 崔运在哪儿, 谢寻又在哪儿, 那两人夹在一块儿, 都没有靠谱, 秋兰文言, 心下一个咯噔, 一个激货就够她吃一壶的, 谁不知道激货是什么人, 她是最没一态, 不讲究礼数的世家公子哥, 偏偏身份尊贵, 官家对这个皇侄也很是上心, 怎么又凭空多出了谢寻和崔运, 这几日谢宜宁吃亏, 也没见过功夫的人出面护着, 不是吗? 再看神话, 她到底是谁? 可不管是谁, 左右是吃醉不起的, 世子误会了, 说着她柔弱的灯石, 渲染玉气, 可怜极了的抽气, 好似能认定这世上眼泪能解决一切, 能让人垂怜的同时, 洗白一切的罪恶, 果然, 一番对比之下, 倒觉得抬着下巴的神话, 从头到尾的咄咄逼人, 花花公子激货, 最见不得女娘哭了, 再见, 此人模样虽清汤寡水, 可也算得上秀气, 有点像她以后的第十八房小倩, 她的怒气散了一般, 是吗? 我不敢扯谎, 是我的不是, 我在这里赔个不是, 说着, 她吟吟一败, 碎, 激货去看沈话, 她克制的压低嗓音, 沈妹妹不若看在我的份上和解了, 不久前, 信誓旦旦放话给她们撑腰的激货, 一改先前口风, 我寻思着都是女娘, 不打不相识, 秋兰感激不已, 她似松了口气, 谢世子做主, 最后一个阴结还未散, 只见尹无几个快步, 二话不说, 上前夺了她手里的装粉, 随后恭敬地送到沈话手上, 女娘嫌弃地用帕子擦了擦, 仿若上头留了脏东西, 她取过来, 嘴里哼着不成调的小曲, 稍稍凑近闻了闻, 是淡淡的花香, 味道不重, 倒也能用, 秋兰见状, 很争气地泪珠滚落, 无辜地咬着唇就要示弱, 可一个字都没说出口, 就硬生生被女娘打断, 沈话不耐烦, 收一收, 我人品不好, 不吃那套, 对方一梗, 几个回合下来, 显然讨不到好处, 谁让沈话又拽得过于蛮横, 丝毫不给她发挥的余地, 她善善地用帕子遮着脸, 羞愤无比地就要溜, 沈话见状, 煞有其事地瞇了瞇眼, 又将此物收入囊中, 我要了, 她似朝非朝, 谁让抢来的都是最好的, 跑出铺子的秋兰, 险些一个量抢, 许是被沈话护了, 又也许沈话做了她不敢做的事, 谢一宁莫名有些欢喜, 谢一宁难得主动道, 我给你买, 你还要什么, 都可以, 沈话瞥她一眼, 谢一宁紧张地平住了呼吸, 女娘慢悠悠, 那多不好意思, 我愿意的, 银武皱眉文言很不高兴, 我们娘子是缺银子的人吗, 这种话, 谢娘子可不能再说了, 她知道, 沈话付得流油, 给沈话付账, 这不是侮辱她吗, 然, 沈话皱眉, 她称怪, 不懂事, 银武, 沈话, 上赶着的便宜, 为什么不占, 言之有理, 银武这些时日, 疯狂补着奇奇怪怪的知识, 此时又被上了一课, 鸡霍在一旁听得真真切切的, 她揉了揉鼻子, 低声道, 你说, 这种占便宜的话, 好歹也清闲, 谢妹妹就在你身后, 她可没聋, 万一回头, 将你想成贪婪无厌的女娘, 沈话醋眉, 你怎能恶毒揣测, 一向光明磊落的我, 鸡霍, 你说谁恶毒, 谢一宁连忙表示, 我不在意, 激活, 不对, 为什么还不勾心斗角, 她见识过的女娘千千万, 不说旁人, 便是院子里的那些小妾, 在她面前姐妹情深得很, 各个为对方考量, 可她不在, 丁点小事都能吵起来, 自诩最懂女娘的激活, 行了, 我还不知道两位妹妹, 这会儿定然暗中较劲, 却顾着身份, 这才没有双双黑脸, 你们可不能吵起来, 不然, 我也不知道该拉哪一个, 毛病, 沈话娇气得崩唇, 她素来不达雅弥问得相当直接, 猫猫生气脸, 你是在挑拨离间吗, 谢一宁经这一提点, 也便后知后觉反应过来, 她倒是没说话, 可看向激活的视线, 充斥着胆怯的不赞同, 沈娘子是帮了她的, 她谢都来不及, 作何要黑脸, 她都说了愿意付钱, 激活这般言语, 万一沈娘子不好意思接受怎么办, 被相互嫌弃的激活, 老子活该行吧, 她甚至觉着自己就是个傻额子, 男人气得转身就要走, 她今日出门是要去逛花楼的, 走至几步, 她停下这儿往返, 能屈能伸, 谢妹妹, 好歹这些年谢寻不在, 我时常护着你, 眼下哥哥遭了困难, 谢一宁捏紧钱包, 哥哥在花楼的一个相好, 最近同我闹别扭, 说要手势胭脂, 可我手头紧, 实在没有多余的银钱, 你借我几个, 谢一宁同他的确相识, 早些年, 激货总来谢府寻谢寻, 这一来二网间, 谢一宁并不怕他, 可你上回借的都没还我, 激货, 你既这么轻作肾, 我还能贪了去, 沈化文言炯炯有神, 她去看谢一宁, 谢一宁, 上上次的, 柿子耍赖, 还少给了一百两, 沈化, 哈, 谢一宁, 你明明有嫡亲的妹妹, 怎么总欺负我, 她, 同我父亲沆泻一气, 巴不得我穷得不如小启, 如何指望, 什么叫欺负, 我不客气是将你当亲妹妹, 谢一宁别过脸, 激货到底算个人, 没上前去抢, 于是, 沈化心满意得的将谢一宁的钱带化了个金光, 不似以往大肆挥霍的, 在谢一宁前带彻底空了时, 女娘很有良知地停下了动作, 谢一宁难得不心疼, 沈娘子不妨再挑挑, 沈化善解人意, 我总不能让你打欠条赦账, 第259章, 外头梁, 表妹可要进屋做做, 谢一宁心肩一趟, 下回出新的胭脂, 我再请你, 沈化也挺乐意, 当即客客气气地提醒她, 行, 那你下回记得多带点银子, 我都没买痛快, 换成往前, 沈家样样做金发作, 是要发脾气的, 这也是看在谢一宁性子太软, 才有所收敛, 谢一宁明白了, 对不起, 沈化很体贴地接受了她的道歉, 激货全程都没走, 直至谢一宁羞涩地朝沈化挥手, 离开前都没给她一文钱, 激货酸死了, 于是她换了个目标, 沈妹妹, 她有意靠近, 沈化瞥她一眼, 二话不说捂住心口, 银雾啊, 娘子, 您怎么了, 肚子疼, 扶我上马车, 激货, 你敷衍谁呢, 捂错地儿了, 激货咬牙, 什么拙劣的演技, 沈化这就不乐意了, 拙劣, 她明明出神入化, 刻骨三分, 我以为世子能明白, 明眼人瞧出来, 也定心领神会地走了, 你为何非要将我不待见你的事, 当面指出来, 激货沉默, 原来是这个意思, 现在懂了, 许是她实在太穷, 也就难得忍辱负重, 激货看了眼时辰, 飞快地算计了一番, 此刻去花楼免不得用饭, 那里的酒水茶点, 价格不菲, 又是一大笔开销, 算清后, 她生硬地转移话题, 我听说崔运出面, 一线天的菜品, 沈妹妹能随一点, 凭什么, 我比崔运差哪儿了, 一线天怎么不有破格, 就凭崔运比她优秀那么一丢丢吗, 激货忍着不平衡, 对了, 沈妹妹每次出门都去一线天, 今儿去吗, 沈话已经猜出来了, 她的别有用心, 女娘慢吞吞地问, 所以, 世子借钱不成, 就打算, 蹭个饭, 总有那么一个人, 会死皮赖脸, 激货凭着本事, 总算做到了一线天的雅阁, 冻块之前, 她一条眉, 一有所指, 我总不能白吃白喝, 近些十日, 刚得了一件密室, 说给你听听, 沈话看她不顺眼, 不想听, 别啊, 寻常人, 我才不告诉她, 骗她的, 激货恨不得逢人就说, 激货神神秘秘, 太子妃前些十日, 刚诊断出有身孕, 这件事还没报到官家里, 不出一炷香, 就小产了, 算着关系, 太子鸡坠是她堂兄, 可激货却不傻, 激货同姬望嘴里不说, 可却是看不上她的, 谁在意, 所以, 她转头同姬合成了好兄弟, 故, 说起此事, 她丝毫不觉, 家丑不可外扬, 激货扬言是姬望下的手, 指责她的狼子野心, 算来算去, 在皇宫里有通天本事的, 又有几人, 激望的确对有动机, 若是难胎, 然, 她没有证据, 但也算急红了眼, 龙颜为此震怒, 赫帝重重呵斥了激货, 可她疑心重, 转头又将激望宣入宫, 她一发问, 激望就常跪不起, 激望不认, 却口口声声说是污蔑, 她说, 父皇, 儿臣冤枉, 儿臣敬重皇嫂, 如何会害她, 更遑论太父自幼教会兄弟手足之情, 我又如何能对不成行的胎儿下手, 皇嫂尚且才诊断出来, 儿臣如何有通天本事, 提前知晓布局, 东宫守卫森严, 皇兄实在太高看尔臣了, 他所言更占得住脚, 真真假假, 他便是天子, 又如何能变, 他摆手让激望回去, 后对着先帝留下的莫宝, 伴想不语, 可, 赫帝并未撤去对激望的疑心, 若是真的, 他的手未免伸得过长了, 在他眼皮子底下, 皇子可以出色, 可以义见风, 这就得亲自折断了, 若这只是鸡坠的贼喊抓贼, 刚有孕就小铲, 哪有这要求, 这宫里头, 最不能讲的就是一个情子, 父母兄, 帝之间的牵连只有算计, 或者, 是另一波试炼, 赫帝疏然睁眼, 面色沉如墨, 殿内伺候的奴才正端着茶水入内, 心肝一颤, 手斗间茶盏坠落, 茶水四溅, 茶具碎了一地, 奴才面色一白, 跪到地上, 皇上息怒, 拖下去, 处死, 激活欲扬先逸, 怕是说书人都要敬佩三分, 最后, 他叮嘱, 这种事, 我只和你说, 你可不能说出去, 沈华, 我的嘴最严实了, 回头, 他就要告诉我营营, 毕竟鸡疼不得宠, 别说是太子妃流产, 便是太子死了, 都没人会怀疑是他下的手, 也算是安慰, 说着, 他眼尖的丑奸, 激活袖口鼓鼓嚷嚷的, 激活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 当下眉飞色舞, 我阿娘本给我准备了一场相看宴, 偏身宫里, 发生了那档子遭心事, 也就耽搁了, 他掏出来, 是一本厚的步行的画册, 都是原先要来赴宴的女娘, 一个个水灵灵的, 我真狠不得全取了, 就是养不起, 画册的女娘身份, 配公亲王柿子是低微了, 可谁让他浪荡知名在外, 但供他选择的并不少, 那图册后的比筷子还高, 也不知他是怎么, 塞到袖子里头的, 激活有一显摆, 书页翻动, 快速哗啦啦的响, 沈华, 看见过这种场面, 他深吸一口气, 这哪里是相看, 这是来进货的吧, 用了饭后, 沈华就带着银武, 各种铺子的逛, 累了就坐下歇歇, 娘子, 这两份玉佩, 您配着都好看, 他刚要问沈华要那一种, 沈华, 两个怎么够, 给我取一箱来, 我平时都是带几日就扔了的, 银武, 娘子下回扔, 同属下说一声, 属下去捡, 等天快黑了, 披上一层黯淡的薄纱, 这才意犹未尽地回服, 他提着裙摆, 小步小步走在阳长小道上, 打算抄进入回冬院, 得巧, 得经过岁院, 而崔韵就立在风口处, 他这一身长服, 身姿如玉, 袖摆随风鼓起, 崔韵冷清无波的眸子, 此刻染上醉态, 炼眼无端, 男子面若脚尖阅, 如淡云清风, 此刻带着淡淡的薄红, 沈华听到他懒懒散散的一声轻笑, 有点勾人, 磨得沈华耳根发软, 外头粮, 表妹可要进屋做作, 第二百六十章, 可别一个不慎跑到他的坟了, 这是喝了多少, 才会是眼前的妖精模样, 沈华欣赏半想, 同崔韵对视可很快败下阵来, 他蹭蹭蹭走上前, 鼻尖是浓郁的酒香, 沈华缠尽灯时上头, 喝酒不叫我, 你我之间怎这般生分了, 沈华不渝, 我今儿出门可是给你买了礼的, 银武他怎么不知, 他可是一直跟着沈华寸步不离的, 崔韵也不知信没信, 他低声问买了何物, 沈华理直气壮, 我给你买了富尔坠, 有乃玉所致, 雕工精美, 白玉剔透无瑕, 你可要瞧瞧, 崔韵倒也不必, 他还能不明白沈华的心思, 果然, 沈华表示遗憾, 那我只能自己留着了, 银武又学到了, 崔韵抵着胀痛的鹅, 垂眼看着女娘, 酒, 还有一坛, 可你不能多识, 这还是六年前, 他亲自酿的, 当时, 他在黎原养了半年的伤, 差不多稳定下来, 这才回府, 那时的杨林侯府, 已有衰败的迹象, 可这半年, 却有百姓陆陆续续地, 来紧闭的侯府门前磕头, 更别提当年崔家父子官果运回时, 赤城的百姓来了禁数一半, 浩浩荡荡的人, 就跟在棺果后, 这一路过来, 不知磨破了多少些, 这些人, 是父子生前以己命护着的, 他们跋山涉水而来, 只为了送他们最后一城, 那时, 圣经的百姓, 恒州的百姓, 池州的百姓, 也有赶过来的, 乌泱泱的人潮, 盛况空前, 怕是往昔帝王都没这个阵仗, 就好像, 那两个丧命的人, 没被遗忘, 至少在这些人眼里, 他们应用无味, 然, 又如何呢? 对此, 崔运声不出半点感激, 父兄都死了, 感激什么? 他不曾听到那些人的悲戏, 也难闻他们, 一句高过一句的, 将军慢走, 那时, 崔运只留意到, 崔荣在乔四怀里哭啊, 他小小一团, 就连哭声都是小的, 明明什么都不懂, 却如何也哄不下来, 乔四披着素衣麻布, 紧紧地抱着崔荣, 唾气不止, 崔太夫人伤心过度, 当场晕厥, 时隔半年, 崔运踏入杨林侯府的门槛, 身后的大门再度缓缓眼上, 他回了岁院, 亲自酿了两滩酒, 就埋在了那颗歪脖子树底下, 这才抱着厚厚的书卷, 去了主院, 养伤的日子, 他不曾懈怠, 隐一来去自如藏书阁的书, 通过隐一, 他也看了禁书大半, 崔老太爷病发不知何时彻底发了白, 可他站得仍旧挺直, 就如同崔运不在的这些时日, 崔老太爷站在女眷面前, 撑着杨林侯府的天, 背急, 不敢弯曲, 崔运不再是他记忆里懒散的少年, 他规规矩矩地请安, 动作和姿势挑不出半个错来, 端方自驰, 祖父, 崔老太爷眼下眼底的热感, 进来吧, 是, 那两壶酒埋至今已是数年, 崔运是才喝了一坛, 另外一坛还在树底下继续埋着, 沈花看过去, 有一处冻过土, 还留着崔运取酒时留下的坑, 未来的吉田平, 他丝毫不犹豫地走过去, 拖着铲子蹲下跑着, 崔运这个方向看过去, 是女娘田径的侧颜, 为了酒, 女娘很拼, 沈花手都酸了, 铲出来的土堆积成小小山坡, 在女娘耐心即将告庆之际, 有一道嗓音顺着风吹来, 两坛酒没埋在一处, 沈花竖然抬起茫然的脸, 表哥怎么不早说, 他扔下铲子, 见崔运不知何时坐在吉青送来的被椅上, 手中捧着能醒酒的茶, 他细细抹扎着杯壁上的纹理, 不知看了自己有多久, 见你忙得热火朝天, 总不好打断你, 沈花, 他险些一口气没喘上来, 女娘死死抿着唇, 他试探地看着眼前的狐狸精, 那我, 谢谢你, 换来崔运的一声闷笑, 沈花总不能和一个酒鬼计较, 他用帕子擦去指尖的泥, 绕着歪脖子树来来回回转了好几圈, 不免狐疑, 果真埋在树下, 嗯, 在哪个位置, 崔运退后一丈, 沈花照做, 又开始铲, 片刻, 没啊, 崔运, 许是我记差了, 沈花不怪他, 那你好好想, 崔运, 朝右五步, 沈花这次警惕了, 裙摆探除精致图纹的绣花鞋, 逐渐在地上点了点, 这儿, 崔运起身走过去, 步履很缓却也很稳, 崔运在他相隔十步的位置顿足, 又朝右侧走了几步, 也有可能是这儿, 沈花, 你怎么不说, 让我将这片地全挖了, 很快, 他有了猜测, 墨地瞪眼, 你是不是不想给, 就故意为难我, 他将铲子一扔, 我不挖了, 性子是一如既往的急躁, 崔运眼尾薄红, 轻轻上调, 连带着今夜的风, 带着道不明的意味, 水芙蓉同血水, 根据古籍记载酿的酒, 就那么两坛, 存了多年, 我替你尝了, 前味相纯, 后味清烈, 沈花不争气的夜夜口水, 他埋头小心翼翼的东翼铲子, 西翼铲子, 崔运深深地看着, 他哪里想过会有今日, 便是做梦都不敢, 人哪, 总不敢生出过多妄想, 去奢求, 可上天到底垂帘, 将他送了回来, 鲜活如旧, 四亿如旧, 久久亦无所获, 沈花狠仰着小脸, 浑身上下充斥着不满, 崔运, 铲子给我, 你早该这样了, 沈花叮嘱, 交给他时还不大放心, 小心些, 可别一个不慎跑到他的坟了, 崔运很快取出了酒坛, 屋内点了灯, 昏黄的灯光肆意摇曳, 男子五官显得愈发浓硬深邃, 眉眼一寸一寸, 仿若刻满了沈花从未见过的温柔, 两人相对而坐, 龙肠的雨节落下机影, 女娘唇红齿白, 娇嫩柔白, 沈花仿若回自己家班, 捧着脸, 眼直勾勾地盯着酒坛, 水芙蓉酿的酒, 酒色成深红, 一取下酒赛, 香味便强悍地溢了出来, 好香, 崔运煮着酒, 天上了, 还是喝些热的才好, 沈花心满意足地等着, 表哥说得对, 你身子差, 不宜多喝, 嗯嗯, 在沈花的期待下, 崔运给他倒了半杯, 沈花, 第261章, 表哥是觉得我不省心吗? 喝酒伤身, 崔运的确, 只让沈花尝了味, 女娘捧着半杯酒, 愁容满面, 换到往前, 她避位着畅快, 肆意地饮, 谁也拦不住她, 可眼下到底不同, 沈花比谁都爱惜她这猜不透的古怪的残躯, 沈花凑近闻了闻, 隐约间还透着一股清甜, 她生怕一口下去就没了, 也就珍惜得一点一点的鸣, 好惨, 可胜过沈花往年喝的所有酒, 她不免唏嘘, 表哥日后不做侯爷, 凭着这门手艺也能养家糊口的, 谈个铺子, 你酿酒, 我收银, 没准要不了多酒, 就将半弦居给比下去了, 崔运一点也不向往, 我便是不入朝为官, 也不至于沦落至此, 沈花想了想, 的确如此, 又念起崔运书房成堆的书, 那当个教书先生也挺好的, 别说小鬼了, 日后有了孩子也能亲自教导, 免得都是些不省心的, 剑府上请来的夫子年纪大了, 就想着逃学懈怠, 说这一番话时, 他坦坦荡荡, 没有半点愧疚, 崔运垂谋, 教书先生, 也得亏他说的出口, 崔运若想去国子剑教学, 都是够格的, 可国子剑又如何, 教导了皇子皇孙又如何, 还不是官场里, 说不了半句话, 只有手里握了拳, 才是真的有用, 尊贵的侯夫人, 和殊四的师娘哪个, 听着气派, 沈话毫不犹豫, 侯夫人, 崔运沈笑, 沈话一改语气, 你还是继续当侯爷吧, 围观若是不如意, 人人也就过去了, 这世上也没几件事是称心的, 不如意, 崔运眼底暗光浮动, 他抬手, 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起先刚入大理寺, 的确不如意, 可这些年过去, 他身居高位, 谋略算计玩弄人心, 还有几个人能让他不如意, 酒杯总算见底, 沈话跨着脸闷声道, 谁愿意同那些人打交道, 表哥, 你这样的君子, 这些年也不知吃了多少亏, 沈话, 你可不能成为第二个书役使, 崔运好笑, 书役使怎么了, 沈话, 他兄弟是他一手送入牢狱的, 崔运纠正, 那人贪污受贿, 按律法处置, 如何出错了, 沈话, 也就贪了三百两, 又不是多大的事, 回头填上去就行了, 这还是最繁华圣经的官, 不说旁的, 小县城里头的县官围观多载, 都能摊到这个书, 一对比他兄长也算收得少了, 我却不信圣经的那些官员有几个是干净的, 保不齐一窝子早就脏了烂了, 既然不能全部绳之以法, 可见处置一人是没有半点用的, 沈话补充, 当然, 这定然不包括表哥你, 你都为人我清楚, 崔运, 你还真不清楚, 得让沈话失望了, 这几年, 他的一双手不知沾了多少的血, 见崔运不语, 沈话也就继续往下说, 齐兄入狱后, 所有人都说他高风亮节, 我却觉得他是个傻的, 图什么呢? 图一个家宅不宁, 故, 其母气急攻心, 就这么去了, 图一个公正言明, 可书役使节而参这位, 敏而参那位, 全都给得罪了个干净, 那些人恨不得吃他的血, 吞他的肉, 而, 有些人的地位撼动不了, 便是做了太多的孽, 就连官家都得睁只眼闭只眼, 崔运却不知, 这世上有几件事是真的公正言明, 明面上交好, 研制暗地里会不会捅一刀, 踩着你的头往上爬, 职位越高, 越得器重, 可一个不慎, 便是掉脑袋的事, 崔运哑然道, 皇城, 确然是会吃人的, 那你平素小心险, 莫让人算计了去, 审化五助纯, 压低嗓音道, 表哥日后离太子, 四皇子远些, 东宫出事, 我寻思着, 这两人都不是好人, 这件事, 崔运自然知晓, 他也在猜是谁动的手, 可此刻, 崔运眯眼, 谁同你说的, 宫卿王柿子, 你今儿出门碰见他了, 审化毫无保留, 他甚至告状, 他还自称是我的祸哥哥, 崔运沉了沉眼眸, 可说话时, 仍旧是平素的从容淡定, 他一向如此, 大他六岁的女娘, 都能睁着眼, 道一生妹妹, 杨林侯府同宫卿王府并无私交, 此人浪荡名声在外, 还是不宜有过多的前扯, 宫里的事, 知道的越多, 与你越不利, 审化觉得他说的实在严重了, 道一眼, 崔运淡笑, 这件事已被彻底封锁在东宫, 官家有意封嘴, 知晓此事的公奴全部赐死, 眼下东宫再乱, 可乱也乱不出宫外, 宫卿王是个明白人, 保不及见情况不对, 早早将激活捆回府邸, 一再警告, 审化是个聪明人, 怎会不知崔运之意, 他心下意警, 崔运, 吓着了, 审化, 我下回见他, 尽量闭着, 必有何用, 崔运道, 回头我去拜访拜访宫卿王, 空气里都是酒香味, 审化不过沾了沾, 可偏是这般, 欲发心痒痒, 如何还能受得了再待下去, 女娘甜甜唇绊, 这酒, 崔运, 急轻, 送去宣府, 崔运甚少喝酒, 可宣臣却是贪卑之人, 审化错愕, 我辛辛苦苦挖了这么久, 虽然最后不是他挖上来的, 他有些急眼, 你转眼就给别人了, 崔运酒尽散了不少, 他耐心道, 开了风若是不及时喝了, 口感会变, 让你拿走, 没准夜里爬起来, 偷喝得一滴不上, 审化, 他有些不可置信, 都这样了, 你还想和我讲道理, 那是我的, 快哄我, 说酒指给我, 我, 再给你一次机会, 崔运拢了拢眉心, 怎么还这样, 好歹大度险, 审化, 他继续留下他就去死, 他气势汹汹地往外走, 跨过门槛时, 不曾留意到过长的裙摆, 足一歪, 只听咔嚓一声, 沈化, 崔运嘴唇抿出一条线, 舒然起身快步而来, 眉目闪过紧张, 肩上一紧, 崔运扶住他, 女娘一个劲地吸气, 小脸煞白, 他揪紧崔运的领口, 却又嫌丢人, 沈家样样还了好半赏, 故作高贵冷艳, 我不要你管, 他泪花冒出, 却深残至尖, 不就是崴个脚, 多大点事, 你看我在意吗? 第262章, 这会儿知道心疼了, 天色浓稠如墨, 屋内却是灯火通明, 沈化通红着眼, 靠在榻上, 他捏着被褥, 一个劲道, 轻点轻点, 崔运下河线紧绷, 取过软枕, 将女娘受伤的腿垫高, 褪去她的鞋袜, 再将层层堆叠的裙摆往上推, 细消光滑的小腿, 白的泛光, 愈发显得伤处肿胀的厉害, 无情无情的, 沈化妍搅须着泪, 她呜咽一声, 再无先前的嘴硬, 我会不会要截肢啊? 休要胡说, 沈化哭声一顿, 可见是很疼了, 随即她开始抽抽气气, 你还凶我? 崔运低声, 你扛很快就来了, 再忍忍, 这会儿知道心疼了, 沈化眼睫上挂着泪, 趁得女娘愈发可怜兮兮, 晚了, 崔运侯姐滚动, 也是后悔, 明知她的秉性还要逗她, 那谈酒都给你留着, 每日只能饮半杯, 等入了下汉诞花开, 我再去采来, 给你酿几谈, 女娘的情绪来得快, 走得也快, 算算十日, 汉诞开放也是五六个月后的事了, 酒酿下后, 又得在土里埋上几年, 若她的身子真有在好转, 那时是不是就能无碍了? 她不清楚, 可她同意了, 好似同崔运香互许下一个约定, 她盼着康剑的同时, 等着催运兑现, 沈华指尖泛白, 鼻音很重, 嗯, 对沈华病情格外忧心的尼康, 这会儿倒在榻上, 留在深思, 这些十日, 沈华的精神状态极好, 一开始, 她以为是回光返照, 可第一日, 沈华没死, 第二日, 沈华也没死, 她到现在还没死, 怎么回事? 尼康百思不得其解, 沈华明明几日前情况岌岌可危, 已是断香淋浴, 可今儿一早, 她下地了, 出府前撞上她后, 女娘还不忘瞪她一眼, 这正常吗? 这俨然违背了医术常理, 这太诡异了, 好似没法解释, 瞧着是有好转的迹象, 我也有些时日没把脉了, 实在有偏差, 可又不能断定, 哪日沈娘子一个不慎, 又倒下了也说不准, 凡事, 得有两手准备, 也不至于最后被打得措手不及, 这些话, 她曾对崔韵说过, 当时, 崔韵沉默了许久, 最后只是叮嘱, 免得她空欢喜一场, 审话的是, 对倪康而言, 显然是难以突破的盲区, 倪康一头白发, 这些时日又掉了一大把, 于是, 她又拼了命地四处翻看医书, 眼下已是困急, 她何以歇息, 很快陷入沉睡, 隐一没把人叫醒, 偏偏门和窗都关得严严实实的, 不过多时, 床顶瓦片被翻动, 一个人跳了进来, 隐一嗓音是被力气破坏损伤后的嘶哑, 沈娘子崴脚了, 你快去瞧瞧, 倪康被咬醒, 她绝望地睁开着布满血丝的眼, 沈化也许没死, 她都要入土为安了, 倪康背影一一路扛过来的, 好不容易稳定情绪的女娘歪头, 看向还没缓过来呆滞的倪康, 沈化的手伸出来, 友好朝她挥了挥, 晚上好, 倪康, 她不好, 房顶一个洞, 对上倪康, 催运淡淡, 给她瞧瞧, 倪康没好气, 来了, 问,怎么歪的, 沈化语气随意, 就, 挺神奇的一桩事, 倪康, 你身上就没一件事是正常的, 倪康, 行了, 未曾伤及经脉, 但也得养些时日, 瞧着大底再过几个时辰, 若不冰敷, 会肿得更厉害, 我先开个方子, 吃几贴药, 她从药箱取出自制的膏药, 因为时常受伤, 这些膏药, 她屋里备了不少, 换出先冰敷, 再涂膏药, 明后两日弱, 还肿胀, 再试试热敷, 包扎的是, 崔韵应了一声, 要留下, 人可以走了, 倪康明白了, 是用不上她了, 崔韵吩咐急心, 去冰窖取些冰块来, 是, 屋内染着炭火, 小卒那处也不觉着冷, 崔韵用厚实的棉布包裹住冰块, 她面色不改, 可沈化仿若能瞧出棉布上头进出来的丝丝凉意, 沈化不免嘶一声, 好冷, 崔韵, 还没碰着你, 沈化看着崔韵手里的棉布, 我替表哥说的, 随着崔韵靠近脚裸处是刺骨的梁, 痛感麻木也相对应地散了尽数大半, 沈化不适应地下意识地缩腿, 崔韵腾出一只手按住, 别动, 男子止骨分明地手压在女娘匀称柔白的小腿上, 手下触感柔腻, 崔韵拂着冰的动作一顿, 她呼吸有过片刻的停顿, 随后她嗓音低沉, 我在倾斜, 前世沈渠虽寄于她, 可从未对沈化行不轨一事, 轰的一声, 那从未被外男触碰之地, 如此染上属于崔韵的温度, 和她是猫儿时是不一样的, 沈化别扭的耳根溢出热潮, 她眼是红的, 连此刻也咽如海棠, 女娘抬起一只手, 身子朝后仰, 故作镇定地扇了山峰, 不值得冰敷多久, 表哥明日还需早朝, 不如让银武来吧, 我也该回东院了, 崔韵沿着乌青的脚踝一路扶着, 银武有一回伤了手臂, 习武之人伤势总是比常人好的快些, 尼康那些药, 疗效最好, 本该半月能养好的伤, 脱旧的手被揭好她自个儿养着, 一月下来伤势中了一半, 若不是, 尼康顺道去看她, 发觉不对, 怕是整只手的肺, 沈化, 一个月, 那个月, 她如常人无意, 整日去刨除偷吃食, 借着养伤的功夫, 四处闲逛, 定然是接骨没接好, 我说这几日怎么越来越疼, 崔韵最后还是尹姨去照顾了几日, 沈化, 银武怎么这么不靠谱, 我还要尼座, 她压下心底那一丢丢的不自然, 尼座最是沉稳不过, 崔韵淡淡勾唇, 前些十日你昏迷不醒, 她端要的路上摔了两次, 交集间路都不会走了, 沈化呼吸一顿, 所以她额头顶着的包至今未消, 崔韵告知是磕在了桌角, 沈化, 崔韵的手法娴熟, 她也略懂医术, 这一圈下来, 沈化最信的就是她, 女娘若有所思, 崔韵按着她小腿的姿势改帷幄, 稍稍转了个方向, 方便敷另一处, 她的嗓音恢复了以往的冷清, 手下的触感似语, 她说得很慢, 细细听去, 却掺着一股猜不透的意味, 表妹还急着走吗? 第263章, 共眠, 沈化找了个舒服的姿势, 靠着她平复好波动的心绪, 有一下没一下同崔韵说着话, 待会上了药, 会缠绷带吗? 嗯, 崔韵心知她这样的女娘最是暧昧, 她叮嘱, 这些时日, 怕是都得包扎, 最好别下地走路, 沈化明白了, 她眼一眨, 忽而道, 我上回只见被扎破流了血, 央大夫将我整只手都给包扎了, 沈家女娘的交作, 是出了名的, 她得伤最好的药, 缠最后的绷带, 恰逢那段时日, 阿爹经商归来, 她见我的手果成粽子, 当着满屋子奴仆的面, 狠狠斥责继母看管不当, 没给她留半点情面, 那时的沈化巴不得两人生下戏, 她就在一旁煽风点火, 崔韵静静地听着, 沈化侧一下头, 她有些自嘲, 没来圣经前, 我只当是如此, 继母才会在阿爹去后, 同二房的人沆泻一气, 崔韵闽纯, 她不由去想, 若非沈化有些小聪明, 换成没心机的女娘, 怕是早被那些豺狼虎豹吞了得干净, 也许, 都等不及, 她去丰州城街, 当时, 她为了公务一拖再拖, 好不容易启程, 坐在离开圣经的马车上, 三成心思应对一同前去的鸡河, 六成想的是大理寺的案子, 还有一成事, 嫌沈化累赘, 又怕麻烦缠身, 便私存着, 将沈化随意安置在梨园, 崔韵秘密的眼睫在眼底击下浓腻, 那你这会儿怎么想的, 人总有几日是犯糊涂的, 我先早所想, 显然是蠢了, 女娘拖着下颌, 语气难得沉浸道, 有些人是烂了就是烂的, 根子坏了, 今夜又如何能好, 这才是她的真面目罢了, 她装了多年, 没必要再装了, 沈化眼神有过片刻的飘忽, 她没去看崔韵, 只是清了清嗓子, 表哥就不说些什么, 你应该也受过伤吧, 崔韵眸色忧深, 她眼底闪过诧异, 所以前头她说了那么多, 又好一番铺垫, 都是为了套她的话, 她脸眉, 猴结滚动, 嗯, 挨过几刀, 沈化点头, 期待地看着她, 等了许久的沈化, 就, 嗯, 没了, 崔韵轻笑一声, 只是道, 为了一只猫挨的, 沈化坐直身子, 目光炯炯, 沈化很谦虚, 这猫能得表哥庇护, 一定是有过人之处, 女娘尝试伸过来的试探, 在不经意间被崔韵察觉, 被她掌控, 转眼朝沈化扔了回去, 崔韵薄唇动了洞, 平平无奇, 怎么就平平无奇了, 平平无奇你还养, 崔韵, 那猫厚着脸皮, 求着我养她, 如何也赶不走, 经不起夸, 更受不了吃, 有回笑她腿短, 她也不拿取了根短竹竿, 扛着几袋金子, 离家出走了, 崔韵瞥了沈化一眼, 她轻飘飘道, 不像话, 沈化, 女娘自那会醒来后, 属于血团的记忆跟着被唤醒, 她有些恼怒炸毛, 你已经侮辱她了, 妈也是有血性的, 她走自然没出错, 崔韵, 不懂她, 乌碍, 银武随时听后差遣, 急心提着灯, 心事重重地去了歪脖子树下, 她双手捧着土浆坑田上, 小声地叙叙叨叨, 奴婢本以为这两坛酒, 是不会重现天日了, 沈娘子想来会是咱们虽怨的主子, 急心说着又埋怨, 这么多年给你烧了不少金元宝, 你怎么一次都不托梦给我, 没良心, 等她整理好泥土又收了边上的铲子, 这才去银武跟前坐下, 见屋内没动静, 也就点着脚尖问, 尹一呢? 别说不知你嘴里的鸡腿是她送来的, 我瞧得真真的, 咬着鸡腿的银武去修屋顶了, 急心, 果然, 她的行踪除了也就你最清楚, 我这些十日攒了不少银子, 银武莫名其妙, 你攒了的银子又不会分我, 急心, 你们何时半久, 给你添妆, 银武你没, 你胡乱攀扯些什么, 我何时同她好事将近了, 你和她没事, 她给你鸡腿, 急心上回将一盘子的鸡腿摆到我面前, 你怎么不说让我当你嫂子, 急心, 不是, 才到沈娘子身边伺候多少时日, 嘴皮子竟然这般麻溜了, 能一样吗, 当时尹一在边上, 我阿兄还能同你抢, 急心凑近, 尹一对你自来就不同, 习武训练时, 她揍我的时候, 下手是一样的很, 急心沉阴片刻, 去年训练时, 她给你震骨, 银武, 那是因为胳膊是她亲自折的, 骨头没结好, 我愣是疼了一个月, 最后尼康又给我接了一回, 两人说着话, 房门被屋里的人打开, 尹武连忙起身, 我这就带沈娘子回去, 崔运垂眸, 她睡下了, 这边不用伺候, 都下去吧, 不去看两人错愕的眼, 崔运夫又合上了门, 女娘许是累坏了, 也不知何时睡的, 这会儿正倒在榻上, 睡得香甜, 崔运走过去, 这几年, 崔运也不知, 她是怎么顶着整个崔家的希望熬过来的, 沈花问她好不好, 不好, 背负得太重, 曾有一度险些被压垮, 可, 值得, 崔运凝视着她的睡颜, 从容不迫地解下女娘发上的手势, 她的反应, 可见是还记得血团的事, 显然是这些时日才有的, 若不然, 往前种种, 她早就露现了, 她屈膝半座, 眉眼含着淡淡惬意, 容色褪惧冷清, 反倒有了几分人间烟火, 沈花夜里必须抱着兔子玩偶睡, 被褥里探出一双手来, 毫无目的又摸了摸, 又朝左摸了摸, 她下意识朝崔运滚了过去, 手落了过去, 搭在她的腹上, 不是熟悉的绵软, 崔运看着近在咫尺的女娘, 眼底的暗涌翻滚得厉害, 她喉结滚动, 本欲起身去书房将就一夜, 却侧身躺下, 屋内的灯不知何时熄了, 只留下她前一只企业的灯, 灯光很暗, 给沈花盖上被褥, 崔运稍一犹豫, 指尖从女娘精致的眉眼往下滑, 一点一点描眸轮廓, 最后落到柔软的唇上, 眼眸暗了暗, 第264章, 你说得很对, 但我不听, 一日虽怨, 沈花醒来, 屋里的摆设对她而言并不陌生, 可昨儿夜里, 她睡得很不舒服, 还异常地热, 屋外依稀听见, 吉星河来寻沈花乙翠的说话声, 吉星绝口不提崔运和沈花共处一事的事, 昨儿沈娘子崴了脚, 也想着来回折腾动态实在不好, 也就让沈娘子在此处住下了, 你大夫夜里来瞧过, 沈娘子由我们照顾, 不会出错, 乙翠连连道谢, 昨儿引午夜里回了冬院, 特地说了, 知晓娘子在侯爷这儿, 我们自然是最放心不过的, 说着, 她看了眼房门善善道, 可不曾想, 娘子霸占了侯爷的屋子, 这如何使得, 害得侯爷寻别的睡, 实在不合规矩, 吉星沉默片刻, 她有些良心不安, 吉星拉着乙翠的手, 沈娘子是自己人, 可没必要讲这些虚的, 你伺候沈娘子, 我伺候爷, 这算下来, 你我也是自家人, 乙翠感动不已, 你说的是, 沈花撑起身子, 昨夜睡前, 她还穿着外衫, 想来是夜里出了汗, 被吉星体贴脱的, 不等沈花多想, 身下涌起一股热流, 这种感觉, 熟悉却也陌生, 她扯开被褥, 果然瞧见裙摆上刺眼的红, 上辈子来月室, 总是会疼得下不了她, 那时, 她的身子过于虚弱, 喝药调理也没多大用处, 沈花却不曾想, 这次一点也不难受, 日子还提前了, 她终于, 来月室了, 沈花的唇瓣正要上扬, 可很快凝滞, 她的腿动弹不得, 女娘很是费力地往边上挪, 果不其然, 殿青沾了血迹, 沈花眼一颤, 整个人都不好了, 救, 救命, 崔运昨夜将床榻让出来给她, 她转眼恩将仇报留下一大块血子, 沈花猛了, 她甚至窒息, 沈花把头埋在软枕上, 悲痛地呜了一声, 乙翠听着声也就上了台阶, 到底是崔运的屋, 她不好擅自入内, 娘子可是醒了吗? 婢子这就入内伺候, 等等, 屋内传来沈花急切地制止声, 乙翠推门地动作一顿, 你们谁都不许进来, 沈花翘着受伤的腿, 在踏上很不自然地挪动, 费力地单脚落地, 一个不慎又将踏前茶几上早已燃尽的烛火, 碰到地上, 重重地啪哒一声, 乙翠在外头不安, 娘子, 您怎么了? 可是摔着了, 您可万得仔细这些, 可不能再伤着腿了, 沈花, 我好得不得了, 女娘费劲地仔仔细细地翻茶, 好在盖着的被褥是干净的, 两久, 屋内嘻嘻嘶嘶, 就在乙翠同吉星面面相去, 越发察觉不对劲时, 屋内总算传来女娘的嗓音, 静, 吉星闻言推门, 乙翠推着轮椅入内, 她是个本分的, 入室半垂着头, 不曾随意打量, 双双绕过屏风, 就见沈花规规矩矩坐在踏前, 女娘淡定, 我今儿早膳吃乳膏和油酥饼, 乙翠无有不应, 是, 女娘自个儿已披上了外衫, 又将沾了血的电青一股脑抱着, 床榻被她弄得很是凌乱, 沈花想过整理, 最后越理越乱, 管不了了, 吉星一愣, 沈娘子, 您这是? 沈花无辜, 表哥的电青同我极配, 我实在爱极了, 恨不得拿回去供起来上几炷箱, 说着, 她还特别愿意询问意见, 你们觉得呢? 吉星? 沈花? 嗯, 我听到了, 吉星? 沈花? 那我就不客气了, 吉星只觉荒诞不已, 她回过神, 连忙道, 旧的怎么成, 柜子里有新的, 是同样花色同样布料, 我给娘子取来, 眼见她说做就做, 沈花蹭一下单脚起身, 她吃力的单脚跳, 你说得很对, 但我不听, 别管我, 我就喜欢旧的, 大理寺, 大人今儿审案子时, 可不比往前的铁石心肠, 见犯人渴了, 还命官吏取了水来, 主部一早就拦住了江照, 她贼眉鼠眼道, 怎么一回事? 我寻思着实在不对劲, 江照懒得与她多言, 你实在是闲的, 大人偶尔软软心肠, 讲究些人情怎么了? 我今儿忙得很, 朝衡接出了命案, 还得派人过去查探, 公务自是最重要不过的, 主部不再拦她, 不过问了一句, 命案都是刑部和衙门在管, 何须我们大理寺出手了? 江照面色凝重, 死的是程阳侯, 主部一顿也收了面上的笑, 程阳侯贪污受贿被曝光, 是大人亲自抓的人, 后,贺帝念其曾救驾有功, 特地赦免其罪, 却急了她的职和爵位, 天安浩荡, 程阳侯眼下也就占了个侯爷的名, 再无其他, 能活着也是她命大, 可这才多久, 却死了, 江照亲自点了几人, 这件事主要还是刑部衙门出面, 大理寺派出的人无非是走个场面, 免得回头留下诟病, 或者被谁泼了一身脏水, 早去早回没出头, 没必要烫这浑水, 惹了一身心, 官吏齐齐道, 是, 江照又去忙别的事, 不过一个时辰, 主步又拦住她, 是真的不对劲, 江照, 我试才去送公文, 大人急着要, 我年纪大了, 也有些迷糊了, 人去了, 公文忘拿了, 换成以前大人定然给我一顿训斥, 江照, 我看你不是年纪大了, 是脑子装了一滩水, 可大人这次却没计较, 别说乏了, 只是云淡风轻的, 让我再跑一趟, 江照正要把人推开的手落在半空, 不信我, 崔运最是公事公办, 主步眉飞色舞, 我寻思着, 定然是她的婚事有进展了, 男人嘛, 不就是那么回事, 江照面色一僵, 他看向主步身后不知何时立着的崔运, 男子一身官服, 眉眼淡漠, 素素清清, 主步, 我一瞧大人眼底就是晕着桃花, 江照, 你眼瞅什么, 你不信, 难不成要我再空着手进去一趟, 身后传来一声冷笑, 主步顿时头皮发麻, 崔运, 江大人信不信本侯不知, 可主步你也得离块碑了, 第265章, 砸你几下也是你祖上积德, 主步一个战力, 他僵硬地转过身, 大, 大人, 崔运没有情绪, 说的话却让主步胆战心惊, 继续说, 我听着, 下官有罪, 江照, 的确有, 要我看不罚部长记性, 而就在此时, 银儿顶着凝重的面色从外头大步入内, 爷, 属下有事禀报, 崔运顿觉不对, 他收回落在主步身上, 沉沉带着警告意味的视线, 领着尹二去了平宿办公的巫室前留下一句, 若在口舌声势, 我定饶不了你, 尹二合了门, 连忙恭敬道, 东宫太子妃, 小产的消息不知是哪方势力蓄意散播, 瞧着势头, 怕是不过半炷香, 圣经城内就能闹得沸沸扬扬, 崔运神色淡淡, 查不出来, 属下惭愧, 对方有意闭着, 刑事也实在谨慎, 把柄实在难抓, 同我们的人周旋一方后, 全身而退, 此事定然是早已布局, 蓄谋已久, 尹二不敢隐瞒, 而此事波及的不只是圣经, 属下收到分布在恒州, 东周, 续阳等多处暗装传来的消息, 各地皆如此, 是组织有目的性的散播, 赫地不想让这件事闹大, 偏偏有人与其, 作对反其道而行之, 眼下, 怕是坊间各说纷纭, 说什么都有, 多数针对皇家, 崔运讽刺一笑, 太子和四皇子都不是省油的灯, 东公子四本就单薄, 太子妃小产, 为谁所害上不得知, 可崔运却清楚, 太子击坠自乐家公主一世后, 仿若被吓了将头, 日子很不好过, 太子党羽更是夹着尾巴做人, 也许是四皇子的落井下石, 也许是这一胎本就保不住了, 击坠得将计就计托四皇子下水, 皇宫的人不就是那么回事吗? 或是, 那些同他一样, 对皇室存有足够怨念的人, 传播此事同害太子妃小产的, 也不知是不是同一批人, 更不知是敌室友, 可无论如何, 宫里定然不会太平, 御史台的人以书御史带头定然坐不住, 怕是不过多时, 会为此事联名上书。 崔运漫不经心道, 官家能封皇宫的嘴, 却封不住悠悠众口, 此事顾及的是天界体面, 无需拦着, 且由他们去, 必要时帮上一帮掩盖其行踪和线索, 这圣经也该热闹热闹了。 是, 崔运, 上回吩咐你的事, 可有眉目。 银儿恭敬道, 自沈薛氏入门, 沈家的奴才换了又换, 府上的老人也尽数发买了, 属下寻了在丰州城给沈娘子看病的大夫, 从其嘴中得知, 沈娘子迈向自七八岁之余, 就有了枯竭之状。 时隔多年, 到底不太好查。 沈娘子迈向有意一事, 还请爷再给属下些许时日。 至于以翠嘴里所言的香料, 属下顺着沈老爷生前往来的伤骨中逐一地查, 最迟三日的功夫便有线索。 崔运汗手。 不过, 银儿将头压低, 属下这几日查出一桩去世, 只怕说出来脏了爷的耳。 崔运看下他, 说, 沈薛氏自入门后, 早早就同沈家二房沈赫文勾结油染。 沈薛氏为其打过胎。 故, 他帮着二房的人行过计一事, 他蹉跎沈化, 刑事乖章。 崔运弹幕的眸子总算起了淡淡的波澜。 查一查沈薇的死因。 杨林侯府, 沈化惆怅地报了本秀法典籍, 只见下意识地抠着书。 娘子, 宁珠从外头小跑入内, 奴婢远远瞧见侯府来客了。 问了一遭说是宣家的。 宣娘子都出去了, 娘子您不妨也去瞧瞧。 沈化在宁珠期待的目光下, 探出裙摆下被绷带包得像是粽子的脚。 沈化气若犹斯, 我好虚弱。 宁珠遗憾地退了出去, 不过一炷香, 她又跑了进来。 娘子, 沈化又将腿伸了出来。 宁珠, 她憋了憋, 小郡主发了好大一通气, 正在花园发了狠地惩戒宣家来的一位奶娘。 沈化一愣, 奶娘? 可知为何? 好似是奶娘说了不中听的话, 被小郡主听了去, 到底是什么? 婢子也不清楚, 可小郡主当场就发作, 宣家来的那些奴才乌泱泱跪了一地。 沈化慢吞吞硬了一声, 你能得了这消息, 想来表嫂嫂也得了, 自会出面。 小鬼得宠着呢? 宣家的奴才她还会罚不得。 说着, 沈化念起一桩事, 她心思一动, 我若是没计差, 她今儿该去学堂。 真是不得了, 竟会逃课了。 虚弱的墨地沈化和尚书, 修一下缩回脚, 又自顾自地理了理群白。 从一都掏出小铜镜, 往前,今儿日头好, 晒着人舒服, 又有风, 最适合放纸鸣。 奴婢记得屋里的桥有一只。 沈化, 你所言极是。 乙翠, 花园空旷地儿又大, 娘子去那儿可好, 那岂不是得装见小君主她们? 沈化小拇指翘了起来, 四为难, 我呀, 最不愿意凑热闹。 乙翠忍着笑, 谁说不是, 偏偏冲突了。 乙翠瞠她一眼, 呆子, 还不快去将娘子的纸鸣取来。 宁珠听着两人一唱一和, 茫然, 翠荣果然正发着怒火。 放肆! 你又是个什么东西? 顶破天不过是个奶娘, 让你养几日咬紧儿。 你还真当自己是了不起的角色了? 翠荣由不解气, 对着奶娘又踹了几脚。 换来三岁孩童嚎啕大哭。 翠荣骂她, 你是傻子吗? 被一个奶娘耍得团团转。 回了圣经, 不先回宣家。 是谁叫做你的? 宣耀鼻子红红的? 她话说得不利索, 甚至磕磕绊绊。 我要回外祖家。 我? 我再也不回来了。 翠荣越听越气。 你姓轩? 她吩咐婢女, 把她给我拉过来。 是。 眼瞧着身边的婢女拉着轩咬去了边上。 翠荣捡起一块石头, 就朝奶娘头上砸。 郡主息怒。 奶娘吓得一哆嗦, 她往边上一挪, 给躲了去。 翠荣没砸到人, 更是火冒三丈。 让你躲了? 我可是郡主, 砸你几下也是你祖上积德。 还不把头凑过来, 自己对着石头磕。 奶娘? 轩咬冲翠荣大吼, 坏人? 我讨厌表姐。 翠荣气死? 你当我喜欢你? 第266章, 我和你二叔掉水里了, 你就谁。 与此同时, 消息也递到了主院。 翠太夫人闭言假妹, 身边伺候的婢女, 为她垂腿揉肩。 她们都不在。 回太夫人, 都出门了。 翠太夫人一头白发, 在白发人送黑发人后, 不急不徐地吩咐奴婢, 给我七壶茶来, 就用运根前些十日送来的茶叶。 太夫人不去瞧瞧, 虽是奴才, 可到底是果郡王府的人。 翠太夫人魂不在意, 容姐不过是六岁孩童, 果郡王府也好意思 同她一个不知事的小女娘计较。 她逗了会儿鹦鹉, 悄悄让人去宣服递个信。 有些事大人不好做, 由容姐出面, 我看也行。 她明面上打的是奶娘, 又何曾不是果郡王府的脸? 不急, 喝了茶再去, 这茶得慢慢煮, 慢慢品。 说到这里, 崔太夫人不免叹了口气, 宣称那孩子同百根, 运根同气连枝, 逢年过节对我的礼数, 哪次缺了? 只是命不好, 当年一道圣旨, 将她好好的姻缘给拆散了。 不得不娶了果郡王之女, 虽说不好同死人计较, 可当年官家圣旨里, 将她夸得天花乱坠, 却是个不敬婆母, 目无尊长之人。 可又得如何? 官家闭着眼说, 这是最好的姻缘, 她就是最好的姻缘。 宣称成了任人摆布的活死人, 那几年哪有人样? 眼下, 总算兜兜转转同温已染, 再续前缘, 那股精神劲儿, 才算回来了。 在宣称成婚前, 果郡王亲自前来, 以果郡王妃思念王女, 和王女留下的小女娘为由, 强势带走宣耀。 宣称无法, 派了亲信一同护送, 可不过数日, 尽数被退了回来。 他不放心亲自登门, 却连宣耀的面都没见着, 吃了一日的冷板凳。 照着规矩, 宣耀的在成亲那日, 给温已染磕头喊娘, 算是认清。 果郡王府所为, 已然再明确不过。 他们不认温已染这个心腹, 也不让宣耀认这个继母。 损人阴招, 也不嫌丢脸。 他冷笑, 果郡王真是好大的官威啊。 当年就因为他女儿看上了宣臣, 闹得沸沸扬扬, 人尽皆知。 谁不知, 他是贺帝信任的忠臣。 一番算下来, 从头到尾, 宣家温家都是受害者。 怎么, 合着宣臣一辈子不续闲, 他才满意。 审话去得很快, 他心不在焉地抱着纸鸳, 抵达花园时, 视线很快锁定一处。 那边带着孩子的哭声, 奴仆的求饶声, 简直吵得不行。 郡主, 是小娘子记惯您, 奴婢才带她先来见你的。 奶娘扯出难看的笑来, 崔蓉不买账, 怎么, 他还不敢, 他不懂事, 怎么你们果郡王府的人都不懂事? 这么爱养孩子, 是整个王府都绝后了, 怎么不去街上抢? 眼下怎么又愿意将姚锦送回来了? 闹得好似宣家能饿着苛待他似的。 郡主误会了, 奶娘投福地。 他边上跪着的奴才, 也尽数是果郡王府的心腹。 这会儿自然以奶娘为首。 琪琪道, 郡主误会了。 审话听着有意思, 让以翠将她推过去。 以翠顶着压力, 根据审话吩咐将女娘推到翠蓉边上。 翠蓉发挥到一半, 看向突然冒出来的审话。 翠蓉心下一个机灵, 我没逃学。 我和夫子说了的。 审话闻言, 失望不已。 他抬眸看了眼明媚的天, 回去吧, 总觉得阴沉沉地会下雨。 这种天气, 怕是不好放止冤。 而就在这时,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宣瑶咬了婢女一口, 奴婢吃痛下意识松了手。 宣瑶迈着小短腿跑过去。 翠蓉不高兴, 自己走回来。 宣瑶心疼地拉着奶娘, 奶娘, 你疼不疼? 瑶瑶给你吹吹。 奶娘一把抱住宣瑶, 她顺势哭得泪绝, 小娘子。 夫人去得早, 王妃不能时时看顾, 你日后怎么熬啊? 她是当年果君王妃派到宣府乃宣瑶的。 眼下姑爷再娶, 娶的还是记挂了多年的女娘, 王妃心里怎能痛快? 姑爷明明娶了仙夫人, 凭什么这些年惺惺念念的, 还是温家那个。 王妃以思念王女的缘由, 逼得永昌伯爵府的人, 拦不得只能眼睁睁看着宣瑶离开。 宣瑶虽小可, 也要成全老祖宗留下的孝道。 前些十日, 宣臣当着文武百官的面, 不在刘情面将此事捅到了圣上面前。 后, 贺帝特地召见了果君王。 隐晦地留下一句, 到底还是永昌伯爵府的小女娘, 总不能一直养在果君王府。 王爷王妃恼火, 故, 她带着宣瑶来了杨陵侯府。 这是特地打温宜染的脸。 王妃也交代了, 要时时刻刻提醒小娘子, 她有生母, 万不能被别有心机狐媚了宣臣十余年的温宜染给哄骗了去。 奶娘只是没想到, 她对宣瑶说的一句, 这天下的继母有几个是好的? 新夫人坏着呢? 能吃人的? 尽数让翠蓉听了去。 翠蓉见她眼下, 还敢多嘴饶舌, 当即背着手做沉思状。 她想了很多种恶毒的法子。 最后, 选了最恶毒的一种。 翠蓉甜甜地跑过去, 沈姐姐, 你先别走。 这天好着呢, 听说你伤了脚, 回头我给你放。 沈化还着手, 你的目的不要太明显。 翠蓉手指了指, 你把对付我的那一套, 去对付地上跪着的那个成不成? 沈化, 这几日, 屋里总缺一个端茶倒水的。 翠蓉, 我来。 沈化仰头看天, 许久没听小曲了。 我学, 若是有一日, 我和你二叔掉水里了, 你就谁。 翠蓉丝毫不犹豫, 二叔。 沈化看着他。 翠蓉, 你算什么? 当然是我二叔。 翠蓉很硬气, 只会是我二叔。 说着, 他奶生奶气, 那我问问你, 我和二叔掉水里了, 你就谁。 我在岸上给你们诸威呐喊。 奶娘哭声一顿, 有些恍惚。 眼下这个局面, 他哭给谁看? 沈化蹙眉, 他直勾勾去看地上的奶娘, 语气很不痛快。 继续, 掉水多严肃的事, 你不哭, 我怎么找情绪? 第267章, 别太把自己当回事。 奶娘面上闪过恼怒, 她抱着喧咬, 腕上的金镯子在光线的照耀下, 熠熠生辉, 发出闪耀的光芒, 可见价值不菲。 还是果郡王妃这次赏的。 念及此, 她也就有了底气, 态度也跟着化为强硬。 我是奴才, 可也是果郡王妃的人, 是特地伺候小娘子的。 郡主, 我们小娘子喊你一声表姐, 日日夜夜地念着您, 可郡主, 您却这般不待见她, 又伙同外人如今欺辱, 这是要含了姊妹之情。 这一句话, 透出来的消息太多了。 沈化也很快猜出了炫耀的身份, 她有些惊讶, 眼看翠蓉气的直垮脚, 女娘抬起手, 食指和大拇指捏起翠蓉的一块衣角, 将小鬼往身后扯了扯, 她懒懒散散地靠在轮椅上。 你还知道自个儿是奴才身份啊? 沈化轻飘飘, 我看你拿枪做吊摆的威风, 做奶娘实在屈才了, 回头努力一番, 你家王妃没准也要退位让衔, 把位置让你坐了。 沈化与奶娘而言实在面声。 你, 竟然如此对王妃无礼。 沈化撑了她一眼, 听不懂人话了不是, 我这是抬举你呢? 奶娘沉默, 她不免窃喜。 她的确, 姿色不错。 王妃一把年纪了, 如何比得了她? 前些十日, 王妃还直勾勾地看着她呢? 沈化却顿然冷了脸。 这是杨陵侯府, 不是你们果郡王府, 她更是圣上清风的瑞安郡主, 瑞安瑞安, 是得天子庇佑的。 你方才仗着什么靠山吓唬谁? 姊妹固然情深, 只怕有人故意暗中耍小聪明。 这些都是翠蓉憋在心里, 不知如何言表的话。 翠蓉得意地扬起下巴。 没错。 这会儿, 宣耀胖乎乎地手捂着脸, 呜呜呜, 沈化愣是观赏了会儿。 瞧瞧, 这萱小女娘都哭成什么样了, 还不把人抱过来。 银武漠不吭声地上前, 她劲儿大, 随意一拨就将宣耀同万般警惕的奶娘分开, 轻轻松松地抱到沈化面前。 宣耀挣扎, 眼瞪得圆圆的, 放开我。 我喊人了。 你喊啊, 喊破喉咙我看谁救你。 崔蓉, 宣耀也就哭得愈发可怜。 往前她哭, 都是有人劝的。 可这会儿, 眼前这陌生女娘却只顾着摆弄膝上的纸鸢。 她手上的纸鸢, 很是精致漂亮。 是猫儿性状, 还有条长长的尾巴。 沈化对着一个按钮轻轻一按, 猫嘴里头吐出一条长长的舌头。 她将手收回, 舌头又慢悠悠收了回去。 她再按一下, 猫儿的尾巴缠眉地甩了甩。 宣耀看愣了, 当下也不哭了。 凑近。 沈化按一下, 宣耀, 哇。 沈化又按一下, 宣耀又很给面子, 哇。 喜欢吗? 喜欢。 沈化戳了戳她的脸, 又将纸鸢送过去。 宣耀连忙一把抱住。 女娘性眼弯弯, 银武带着小娘子去放纸鸢。 银武, 是。 眼看着宣耀轻轻松松被红走, 奶娘的脸色很是难看。 她善笑一声, 小娘子身边一刻离不了我, 回头又得哭了。 奴婢不放心, 得过去瞧瞧。 话音刚落, 传来不远处, 喧咬铃铛般的笑声。 小女娘这会儿捧着脸, 看着飘在半空的纸鸢。 飞起来了。 她让银武放她下来, 还不让乐颠颠地追着跑, 尽情撒欢。 奶娘。 沈化, 哈, 别太把自己当回事。 小郡主没让你起来, 你就得跪着。 衣柱香的跪, 一个时辰的跪, 便是腿废了也得跪。 崔蓉很爽, 没错, 一地的奴才面面相去, 再不敢言。 永昌伯爵斧, 宣恶氏得了消息, 酝怒。 她气急败坏地起身, 让婆子被马车。 可没出门, 就见心腹温宜然, 安安静静地立在大门处。 温宜然见着宣恶氏, 连忙上前。 婆母, 我也去。 宣恶氏看了她半想, 你可知咬紧为何在催家? 温宜然垂眼, 她搅着手指, 是给我南堪和下马威。 你知道你还去, 就没见过这般实心眼的。 他们当自己是谁? 当咱们永昌伯爵府 和温国公府, 是死得不成。 还给你南堪? 陈根同你公爹早有商议, 咬咬。 他还是很乖巧的, 身边的那些奴才 也自然是要退回去的。 只是, 这件事得慢慢商议。 若是同果郡王府的人 没有缘由直接退回, 他们也能做得到。 可得顾及温宜然。 只怕果郡王府的人 会再次生事, 大肆发话, 心腹不容忍。 宣厄氏, 我走这趟就成。 他拍了拍温宜然的手, 你在府上等着, 这件事本就让你受委屈。 不委屈。 温宜然, 我也该去。 见他如此, 宣厄氏也不好再说什么。 婆媳二人, 上了马车, 一路朝杨林侯府那边赶。 到了侯府, 得巧童匆匆回来的崔宣氏 和乔四打了个照面。 一行人顾不得寒暄, 匆匆忙忙朝花园而去。 而此刻崔太夫人已抵达花园。 他原以为整个花园都得让崔蓉给拆了, 会闹得乌烟瘴气。 却不曾想。 宣咬蹦蹦跳跳, 咬咬的纸鸣真好看呀, 在高点。 在高点。 崔蓉看在眼里, 烦死了。 崔太夫人立于假山一侧, 难得露出几分惊讶。 太夫人, 怎么不过去? 崔太夫人的视线落在沈花身上, 她眯了眯眼, 若有所思, 不急, 眼下这不是没事吗? 且先瞧瞧。 这边, 崔蓉很不在意, 不就是一只纸鸣吗? 有必要稀罕成这样吗? 见沈花没理她, 崔蓉忍无可忍, 她恼羞成怒。 我, 也想要。 你为什么单单给她了? 我不管, 我要一模一样的。 沈花, 你当我白给的, 都是要付钱的。 她想了想, 也不多要, 就四十两吧。 崔蓉, 真黑, 外头几分钱就能买到, 你这纸鸣瞧着是不一样, 可没道理贵成这样, 我就知道, 你想捞一遍。 沈花冷笑, 本来还想分你一半的。 崔蓉, 我表叔有钱, 别和她客气。 第268章, 这运根儿媳妇, 选得好。 两人顺利地分了脏后, 沈花懒懒散散地坐着, 视线稍稍一转, 落在那些跪着表情, 还万般不情愿的奴才身上。 准确来说, 是集中在一身精细料子的奶娘身上。 看她这身打扮, 不知情地, 都要以为是富家夫人了。 也不知捞了多少油水。 沈花问得漫不经心, 将小女娘带来侯府, 是谁的主意? 奶娘的心思百转千回。 她知晓, 侯府养着不少表姑娘, 可她是见过世面的, 沈花身上的穿戴, 怕是样样价值不菲。 女娘举手投足间透着的金娇, 再瞧沈花和翠蓉的轻逆镜, 想来身份也怕是尊贵。 这种人, 失罪不起。 即便在恨沈花多管闲事, 她也咬牙坚持己见, 是我们娘子想郡主了。 沈花沉脸, 还是谎话连篇? 你糊弄谁? 六岁小孩都懂得道理, 那小女娘回圣经得先回永昌伯爵府, 见见长辈, 再同心夫人认清。 果君王府调教出来的奴婢, 是翻了天了? 是不懂规矩, 还是想让小孩背上目无尊长的罪名? 她年幼不知是, 还会哄不回去。 沈花身子微微前倾, 是哄不了, 还是不想哄。 眼看着姨奶娘当手的, 一群奴才面有惊慌之色, 沈花也不曾和善半分。 她甚至刻薄如斯, 不愿留颜面, 非要将果君王府案中的那些小心思, 彻底曝光于众。 若是不想哄, 那就有气儿了。 是果君王府的意思? 还是你们这帮狗奴才的意思? 崔荣亮津津地看着沈花, 她就知道。 让沈花来, 准没有错, 也定能对得这些人哑口无言。 她跑开, 很快殷勤地端来一杯水。 狗腿! 沈花则一声接了过来, 轻轻抿了一口, 润了润嗓子。 这才一字一字地出声, 却偏偏让人挑不出错来。 将士与飞, 从头到尾都掰开礼上一礼。 轩世子娶了新妇, 贵人恐小女娘受了委屈, 本是常礼。 派了王府的奴才照顾小女娘, 是长辈关怀备至, 也是理所应当。 可。 小女娘到底是轩世子的长女, 她得换新妇一身阿娘。 今日一世到底难看了。 常人都盼着继母良善, 孩子过得好了, 便就真的好了, 这才是双赢之道。 得亏眼下的世子夫人性子和善, 若换成尖酸刻薄的妇人。 且看你们娘子, 还有几次能笑得这般开怀。 我琢磨着果郡王府的贵人, 杜良不该是如此狭遣的。 不是狭遣, 沈化怀疑他们脑子装了一滩烂泥。 崔家宣家是什么关系? 杨林侯府还能被一个不知所谓的果郡王府摆布, 去打自家人的脸。 她话风一转, 开始装着明白揣糊涂。 可见, 这定然是你们这般狗奴才的意思。 沈化慢悠悠道, 陷害小女娘和郡主的姊妹情深, 肆意胡言害了她同世子夫人的母女情分。 又顶着王府的名号, 试图闹得果郡王府同用昌伯绝腐, 彻底不合。 装装剑剑, 随便是一剑, 都都给你收尸的, 真是好大的胆子。 心思如此不纯, 卑劣无耻, 逞性妄为, 可见仰不好小女娘。 如何还能让你们在她跟前伺候? 崔蓉撅嘴, 正是, 我定要同表叔说, 把他们统统逐出府去。 奶娘心里一个咯噔, 她额间开始冒起秘密的汗, 又急急道, 是哄不好, 我们哄过的, 小娘子不听, 这也是没法。 沈化一言难尽地看着她, 那就更加留不得了。 宣家小女娘身份尊贵, 是不允许出半个差池的。 她轻蔑, 十几个人竟然没一个有本事哄住三岁孩童, 也是件稀奇事, 便是哄不回去, 仍由她哭闹, 也能抱回去。 可见, 你们也不是尽心伺候的, 留着作肾, 是白石吗? 急急赶过来, 一路上绞尽脑汁想着, 如何将人打发走的宣恶事, 陷入了久久的沉默。 眼下机会送上门了, 简直不要白不要。 崔韵这小媳妇, 是哪里找来的宝贝? 她一改愁容, 背脊挺直。 走过去, 沈娘子是句句说道, 我心坎里了。 亲家本是好意, 我心领了。 可对姚姐不好的, 我绝不答应。 来人啊, 把人客客气气地送回去。 她出门前, 带了不少奴才过来。 当即纷纷恭敬应试, 乃娘见状, 当下扯着嗓音就要喊, 就被死死捂住了嘴, 快些带出去, 免得扰了摇摇的清静。 乃娘眼珠子都要瞪出来, 她死死盯着不远处, 满心满眼都在紫渊身上的喧耀。 小女娘搂着银舞, 轻轻觅觅。 欢喜道, 我看见了, 紫渊飞在天上, 尾巴还在摇。 乃娘? 将整件事从头到尾 看在眼里的崔泰夫人, 不曾走过去, 反倒带着身后的婆子往回走。 走到半路, 她脚步一顿, 冷不丁地出声, 真是好厉害的一张嘴。 婆子闻言, 小心翼翼地去看崔泰夫人的面色。 崔泰夫人面色如常, 她垂着眼皮, 腹又在踢步。 她把手搭在婆子手背上, 走得不急不缓。 是才, 你也都听见了。 那就是, 运哥看上的女娘, 我记得姓沈。 婆子恭敬应, 是。 崔泰夫人扯了扯嘴角, 我们侯府的女眷, 知书达礼秀外惠中, 从不与人有口舌之争。 婆子忽而猜不透, 崔泰夫人的想法。 太夫人说的是, 崔泰夫人穿过永道, 又射击而上。 我顾着身份, 从不同人唇枪舌战。 崔泰夫人似有杆发, 当年吴家在, 疏语的头又几次能抬起来。 她性子软, 甚少同人急红眼。 偏偏我而催羊不会疼人。 你再看看百根儿媳妇, 一窝子都是容易吃亏的。 说着, 她忽而问, 南太夫人下回若在办宴席, 让下面的人收了请帖。 婆子一惊, 太夫人宁同南太夫人不和, 她又时常在您面前显摆, 没几句话是中听的。 你早些年放话, 再不去。 说到这里, 她似想到了什么。 果不其然, 崔泰夫人眼里蓄起笑意, 回头将我屋里先皇赏赐的玉佩送去。 这运根儿媳妇, 第二百六十九章, 两两相望, 一眼足矣。 天色正好, 马尔指缘在空中摇摆, 童趣满满。 宣恶氏打发了人后, 神清气爽。 许久未见宣咬, 她迫不及待地想上前抱住心肝。 宣恶氏刚要抬步于光, 却见温依染无措捏着帕子的手, 再用力泛白。 温依染看着宣咬的视线有些茫然。 她不由再想, 若当年不曾徒生事端, 她和宣臣的孩子, 大抵也有这般大了吧。 对于这个孩子, 温依染到底心绪复杂。 宣恶氏握住温依染发凉的手, 温依染一正, 男男, 婆母。 宣恶氏, 走, 婆母陪你一道过去。 咬咬。 宣咬听到熟悉的嗓音, 当下眉眼弯弯跑过来, 拿着毛茸茸地去蹭她。 祖母。 宣恶氏心疼不已, 瞧着怎么瘦了。 沈花目睹宣恶是领着温依染朝着宣咬的方向走近。 隔得远, 她听得并不清晰。 不过, 在宣恶是笑着将温依染推过去, 弯下身子, 同宣恶说了什么后。 小女娘当即垮了脸, 她敌意地看着温依染, 甚至后退几步。 阿爹娶她不要咬咬, 祖母也不要咬咬了。 宣恶是盲道, 阿爹和祖母怎么会不要咬咬了。 宣恶埋下头, 她用袖子狠狠擦眼, 外祖母说的, 说阿爹就不想让阿娘生下咬咬。 就是因为她, 她是狐狸精。 温依染的面色, 舒然沙白。 狐狸精? 这三个字, 三岁孩童如何会说, 定然是有人教的。 这句话, 宣恶说得很大声, 顺着风镜树吹了过来, 乔四沉沉地叹了口气, 实则与她而言, 同宣恶的生母认识得更为久些。 然, 想到宣恶的生母, 乔四美眸染上几分不渝。 当时, 杨林侯府没落, 那人身份又尊贵眼高于顶, 当崔家人是攀着宣家的穷亲戚, 又如何看得上小门, 小狐出生的乔四? 看不起她也便罢了, 偏偏还看不起荣儿。 宣臣在时尚且收敛, 宣臣若不在, 那施灵灵浑身上下, 毫无一处比得上温依染。 崔宣是吩咐身后的婆子, 也快到饭点了, 让厨房那边多做几个菜, 这是要留人了。 也对, 眼下这般情形, 也的确不好回去。 是, 宣恶很抗拒温依染, 她甚至不愿看见温依染, 可见果郡王府的人日日灌输的那些话, 是极有成效的。 俨然宣恶是说什么, 她都不听。 最终, 宣恶是免不得赤她几句, 她便哭, 风筝也不要了, 四处寻乃娘, 闹着要回果郡王府, 泪眼汪汪的, 好似受了天大的委屈。 她这般, 宣恶事事又恼又心疼, 她是宣咬对祖母, 也是温依染的婆母, 手心手背都是肉, 眼看着局面一发不可收拾, 好在崔萱是快步过去, 崔荣也跑过去, 乔思跟了几步, 又走回来, 推起审话, 摊在轮椅上的审话沉默, 归属感让她端正了姿态, 女娘做得规规矩矩, 棉白的束手置在膝前, 崔萱是轻生, 瑶瑶啊, 还记得姑祖母吗? 姑祖母屋里存了几件有趣的宝贝, 本想着给女容表姐的, 可一见咱们瑶瑶, 就不给她了, 姑祖母带你去瞧瞧可好, 崔荣, 所以, 受伤的总是她吗? 崔荣当即大怒, 然后被沈花腻了一眼, 她别别嘴, 这才没发作, 崔萱是把抽抽叶叶的宣咬抱在怀里, 又冲温宜染温温柔柔的笑, 侯府早些年成根就带着你来过, 可以执行的身份, 来府上还是头一走, 自要留着用饭的, 这一句话, 很明显是刻意说给温宜染听的, 早些年, 温宜染来此, 便是用宣臣未婚妻的身份, 乔四也道, 我刚研制了几何胭脂, 正要送给表嫂, 不如先去我院子坐坐, 温宜染指尖蜷缩, 知道这是给她点台阶, 忙不迭, 好, 崔荣也跟着崔萱是走了, 温宜染有些无地自容, 像是找事做, 很快代替乔四的位置, 去推审化, 这一家人, 真是没有一个把审化当外人, 乔四的院子, 审化来过几回, 三人入了屋, 乔四让婢女上了茶点, 等所有奴仆都退下, 乔四张了张嘴, 似有迟疑, 最后话成一句, 这茶是年初宫里娘娘赏的, 嫂嫂觉得如何? 温宜染捧着茶盏, 我以为你会劝我。 乔四若是温宜染, 定然地钻入死胡同里了, 遥遥这个年纪, 最容易被人叫缩, 虽说童言无忌, 可那番话却也伤人。 乔四说话细声细气, 很是温婉动人, 我没有立场劝, 便是真劝了, 只怕嫂嫂也不爱听。 温宜染疫症, 适才压抑许久的情绪, 让他漠然红了眼眶。 他低头去看展中, 茶叶茶沉沉浮浮浮, 嘴角也溢出些许苦涩。 他不过是三岁孩子, 我如何能同他计较? 长辈恩怨也不该算到他身上。 他还是明是非的, 可有些时候, 便是如此才会伤身伤己。 可以前的他, 不是这样的。 他是温家嫡次女, 最是尊贵不过。 自幼要封的封, 要语得语。 他更能为了不起眼的一件小事, 同宣臣吵得不可开交。 有一回, 他理智不再恼怒不已, 甚至将手里的书重重砸到宣臣身上。 宣臣吃痛, 温宜染。 他输也不要了, 得逞后就要跑。 却如何跑得过宣臣? 很快被他扣住了手腕, 压到墙角。 这样的姿势, 让他顿觉不安。 我再也不敢了, 每次你都是这么说的。 下回该砸还是砸? 是半点不长记性。 宣臣又好气又好笑。 疼的是我, 怎么你还哭上了? 你我的是。 他仔仔细细地盯着他看, 少年狼红着耳根却作镇定严肃之状。 女娘家的嫁衣最是好时, 你也该着手准备了。 再后来, 她的嫁衣的却绣好了。 可宣温两家却在黄安浩荡下, 不得不退了婚。 为避免抖声势端, 青天监选了个最近的吉时。 宫中重视, 邹皇后出宫亲自管理。 长长的殷亲队伍, 锣鼓轩气。 宣臣一身喜福, 坐在骏马上。 他目光并无焦距, 好似一只被提了线的木偶。 毫无新郎观的意气风发。 直到, 他舒然看向一出。 人群中, 太子姬真以胜利者的姿态, 站在温宜染身侧。 后, 鸡坠硬着拉着温宜染去宣家道喜吃酒。 温宜染不胜酒力, 在婢女的陪同下, 去不远处的小狼吹风。 小狼五步一盏红灯, 暖色融融。 宣臣迎面来, 两人之间隔了三丈远。 一个另娶心腹, 一个是代驾的太子妃。 他们再无可能。 两两相望, 一眼足矣。 宣臣深深看他一眼, 左依, 怨二娘子此生平安喜乐。 温宜染笑, 他扶了扶身子。 井水伤伤, 与君长绝, 在转身时, 双双红了眼。 二娘子, 宣臣背对着他。 别再回头。 第二百七十章, 黄泉是会吃人的。 屋外翠鸟提名。 屋内, 温宜染没在说话, 乔四也不是话多的, 很快陷入了死寂。 直到, 轮椅上的女娘稍稍探过头来。 宫里赏的茶叶, 的确不错。 舌尖唇齿流香的同时, 他将手里空的茶盏, 朝乔四那边递了地。 能续杯吗? 这一声, 将温宜染从记忆拖回现实。 宣臣是一个时辰后赶来的。 身上的官服尚且未脱。 他着急忙慌, 阿染, 便是澄清了。 温宜染成了他的枕边人, 宣臣却仍旧不能心安。 他小心翼翼, 害怕失去。 而温宜染也因为那些遭遇, 性情大变, 变得异常怯懦。 二人早已经被时间的齿痕, 抛弃了数年。 温宜染一见是他, 连忙起身。 王军可曾去看过瑶瑶。 他一月没见你, 应当是吉祥的。 若是以前的他, 定然会扑到他怀里, 拧他身上的软肉。 宣臣, 都是你的错。 乔四见状, 连忙腾出空间给小夫妻说话, 于是沈化又被推走了。 为此, 沈化很苦恼, 我不能待着吗? 乔四撑他一眼, 不能。 可我想听他们的提及话。 他想, 乔四无奈, 夫妻间的事, 你凑什么热闹? 沈化思喘一番, 告诉他答案, 我不像话。 换来乔四一梗。 屋内, 宣臣走进温宜染。 瑶瑶已被阿娘哄睡下了。 温宜染闻言, 他放心地点了点头。 那便好。 宣臣看着他, 我来侯府, 先去看瑶瑶才来寻你。 你就没有生出半点不痛快。 一碗水端平太难了。 温宜染体贴周到。 出嫁前, 阿娘便叮嘱我, 莫要以为小女娘年幼, 就忽略了她。 她才三岁, 正是需要爹爹的年纪。 眼下伺候的奶娘全部送了回去, 想来瑶瑶也会难受害怕, 宣臣一致。 他娶了果郡王之女, 一月后, 其父受了刑罚, 无人知晓。 那夜, 崔运给他递了一封信。 当时, 他狐疑, 却仍旧连夜去梨园见了人。 那时的崔运半倒在榻上, 身上披了件松松垮垮的外山。 宣臣走近, 闻到了浓郁的血腥味。 隐医端着要入内, 他对崔运道, 三长老已送出城。 这是宣臣第一次见隐医。 可他的心思却在崔运身上。 是谁伤的你? 崔运的唇很干。 这是影医, 我养伤的半年, 表哥有事同他联系。 宣臣的心往下沉。 怎么回事? 他说, 刚解了骨。 你何时中的骨? 我怎么不知? 崔运抿了抿唇, 一月前。 宣臣想到前些十日, 崔运明明还在杨陵侯府照顾崔荣。 他沉脸当即肃然。 你到底还瞒了什么? 孤独一事, 涉及不惑, 上京无法追究。 崔运面色苍白如雪, 说了先前遭刺杀的事。 可那些黑衣人, 我却有了线索。 谁? 崔运嘲讽。 他们对我存了杀心, 招式很辣。 打斗间, 我曾扯下一人面罩。 在他耳根后, 看见了半小块图腾烙印。 虽是一闪而过, 可崔运却记得很清晰。 照顾荣解尔时, 我也没闲着对着阿兄留下的图册, 一一排查。 总算找出了罪相的。 崔运告诉他是虎腾。 宣臣听着这里, 神色难看至极。 他也得到了答案。 他一字一字地道, 似运了怒火, 惊无味。 崔运的唇很干。 起先, 我也不愿相信。 父兄死后, 崔运家独留我一脉。 天子为何还要对我下狠手? 可, 见了父兄下葬万人相送, 我却顿悟了。 功高盖主, 天子如何能乐见于此? 父兄既已死, 他们留下的荣耀必定落在我身上。 宣臣浑身带颤, 可, 辜负忠心耿耿, 并无谋反之意。 崔运眼里闪过滔天的狠意。 当年淮安王少武又何曾生谋反之心? 淮安王府还不是遍地横尸, 一个活口都不留。 黄泉是会吃人的。 可笑他们现在才懂这个道理。 宣臣难以消化这一切。 然后, 他听着崔运用平静没有半点起伏的嗓音, 麻木地再问。 表哥, 我这些时日在想一件可怕的事, 你说那一战, 蛇了三位能将, 吃了一座城池, 兵卫损失惨重。 百姓隐身硝烟, 会不会也是他的手笔? 不。 宣臣想说不。 他想说, 贺帝不可能如此丧心病狂。 为了除宣家父子, 不惜硝烟弥漫, 将城池拱手相让。 可。 他的喉咙却发不出一个声响。 明明听着荒唐, 可他好似却信了。 那个坐在龙椅上哀悼的人, 如何不能肆意地一挥手, 用损失惨重的代价, 谱写一句天子之威不可侵犯。 皇家想要除的人, 得死。 皇家想要温宜染, 也定会不择手段。 杨陵侯府如此, 他们永昌伯爵亦如此。 故, 崔韵默允了杨陵侯府的衰败。 换一个生机, 故, 宣臣不再存有任何遐想。 眼睁睁地目睹温宜染离自己越来越远。 正如他澄清那日告诉他, 别再回头, 这个是上本不该有宣耀。 这个孩子又何尝不是他当年的无能为力。 宣耀出生后, 小小一团在宣臣怀里睡得香甜, 慢慢地他会翻身, 他会喊阿爹, 他会小跑地扑向他后。 是鲜活的生命。 宣臣对他的冷漠也逐渐有了松动。 他没想过再去。 久而久之, 宣臣甚至觉得这样也挺好的。 直到他再遇见了刚回圣经的温宜染。 是多年未见的, 他的阿染。 那时, 女娘安安静静地抱着书, 再见她时, 眸中未曾生任何波澜。 他闭闲地没多看她一眼, 领着身后的婢女同她擦身而过。 本该如此, 可宣臣忽然又不满足了。 也就是见着温宜染的那一刻, 她的身子开始站立。 她才后知后觉, 活着的滋味真好。 她开始贪恋, 开始卑劣。 她闯入明廷雅阁的雅间。 温宜染正在喝茶。 她在温宜染对面坐下。 温宜染死死捏着茶盏。 这个年纪的她还未出嫁, 再回圣经, 却已是众人嘴里的老姑娘了。 和皇家解除了婚约后, 也没人敢娶她。 这时的她不再是五年前的 守无妇姬之力少年郎。 她会隐忍, 会算计。 表兄第二人百般谋划下了好大的一盘棋。 她让皇家一步一步将心爱的女娘 送回她身边。 不折一兵一卒。 第271章 我有情绪了。 她和温宜染结为夫妇, 也不得不承认。 两人之间早已隔了一道深渊。 这六年, 太久了。 她抚上温宜染的脸。 温声道, 你可这来时的路上, 我在想什么? 温宜染仓皇的别开眼。 我在想, 你会不会生气? 如今的你, 大抵是不会的。 可我又不甘心, 也就琢磨着定先去看瑶瑶, 盼着你会生气。 这种情绪是矛盾的。 温宜染后退一步, 不慎打翻茶几上的茶盏。 砰的一声, 茶水似箭, 茶具碎裂。 宣臣。 宣臣心下一颤, 指尖跟着僵硬。 屋内染着香, 有平心静气之功效。 温宜染缓慢地对上宣臣的眼, 他还记得那日, 在茶楼的雅间里, 宣臣克制地与他相对而坐, 茶香鸟鸟轻瞎一口, 苦中带着回甘。 起先两人都没说话, 宣臣看着他, 他怯懦地捧着茶盏。 也不知过了多久, 雅间内传来他嘶哑的嗓音。 我已有一女。 温宜染。 他笑容牵强, 望着熟悉的眉眼, 将决定权连同真心, 一并送到他手上。 他可以握住, 同样可以扔到地上践踏。 明知配不上你, 可我又不甘心, 也只能硬着头皮卑劣一回。 我想问, 这样的我, 你还要不要? 可此刻, 见温宜染不说话, 宣臣后怕, 视之方寸大乱, 他嗓音带颤, 你后悔了? 没有。 温宜染揉搓着手指, 我只是很羞愧。 他咬着下唇, 没剑咬咬钱, 我想过对他好, 给他买精致的首饰, 漂亮的衣裳, 我想着不让你为难, 想着做好宣家父。 可宣臣, 这太难了。 他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 他会哭会笑, 不是百贱, 我才知道, 先前所想太亲浅了。 首饰衣裳, 也只是身外之物, 你得养他, 并非天寒了, 给他添衣就行。 养儿莫听狂言, 养女莫叫黎母。 我得悉心照顾他, 徐旭图之交他是与非, 须以身作则, 让他幸福。 可我没当过母亲, 何况宣妖不是他亲女, 亲不得重不得, 做什么都得计较后果。 宣臣愧叹一声, 心疼的指尖都在抽搐, 他把人揽在怀里, 轻浮他的背。 该羞愧的是我。 阿然, 你不必如此懂事。 他呀。 深陷情谈, 也不怕天下人笑话。 为父对宣妖的疼爱, 一分不少。 以前是, 以后也是。 宣妖于他很重, 重过自身, 可温已染, 是他的命。 为难你了, 其余的交给我。 屋外, 石桌旁, 轮椅设备齐全, 沈化了无声趣地 从侧兜里掏出纸袋, 里头装着以翠做的肉斧, 他垂头丧气地咬着, 还不忘扭头去问乔四, 表嫂嫂吃吗? 你少吃些肉斧, 没误了正经饭食。 沈化, 哦, 他礼貌地印了很好, 然后, 又掏出了蜜饯, 直到, 沈化耳间也顾不上吃了, 打起来了, 可屋内再未传出别的动静。 沈化身长驳梗, 他做忧心之状, 语气却很激动, 不行, 我得去拦着, 我圈家的本事挺不错的, 有我在, 嫂嫂的房顶, 没人能掀开。 以翠听的真切, 他家娘子从来都是劝分不劝和。 以翠到现在, 游记的沈化有回出门, 撞见陌生女娘哭泣, 稍稍了解一番后, 推心致富地说, 他都对你大打出手了, 这种人, 你还愿意同他过? 长辈劝你忍, 怎么他们不把脸凑过去, 替你挨打? 没打, 只是赤骂我几句, 骂你也不行啊, 谁不是爹生娘养的, 他凭什么高你等? 可是, 是我做错了事, 他才骂我的, 的确是我之过。 所以, 他为什么不去反省反省, 是不是惹着你了? 这才导致你不慎犯了错。 这, 这样吗? 你能想通再好不过了, 明明是他有错, 反过来却指责你, 这种男人如何要得? 很好, 一桩刚定下不久的婚事, 就被他们娘子搞黄了, 偏偏那女娘对娘子千恩万谢, 逢人就到, 食人不轻, 险些入了虎狼窝。 以翠看着沈化提起裙摆, 胆脚起身蹦打, 就被身后来的人按了下去。 沈化恼怒不已, 一转头对上了崔韵淡默的脸, 腿好了? 没。 崔韵赤, 那折腾什么? 沈化茫然一瞬, 随即拟眉。 女娘有过片刻的不可置信, 无名火跟着冒起, 还不等她发作, 就听崔韵诱叨。 回头若不慎摔了去, 就伤天心伤, 春烈不想去了。 春烈是皇家举办的围猎, 在半月后, 杨林侯府就在名单上。 沈化瞪大眼, 你要带我去? 这些年, 但凡银子能买的, 女娘都见识过, 可因身子骨叉, 长辈居着, 极少出门。 名下便是有几处温泉, 沈化都不曾去过。 她如何能不惊喜? 崔韵神色放松, 府上家眷可一同前往, 来回路程加上三日围猎, 足有七日光景, 我想着你, 应当是愿去的。 沈化眉眼弯弯, 很赏脸地点了点头, 她扭头问乔四, 表嫂嫂去吗? 对崔韵要带沈化参加春烈仪式, 乔四也不意外。 她温声道, 我同婆母都不爱凑着热闹, 倒是荣景, 每月都要问上一问。 说着, 她念起一试。 年前, 荣景同南太夫人的孙女起了冲突, 南家这次, 怕是也得去春烈。 起了何冲突? 乔四无奈, 南太夫人的孙女, 穿了同荣景同色的衣裳。 南府小女娘好好地来寻荣景一道玩耍, 便她霸道, 非让人家将衣裳包下来。 你这回去了, 定帮嫂嫂看着她。 沈化不做推辞, 有我在, 表嫂嫂放心。 崔运审笑, 她和荣景凑在一起, 场面只怕会更糟糕。 沈化盯着她, 崔运, 不服。 沈化恼怒, 我有情绪了。 崔运逆着沈化, 若你当时在场, 你会如何处置? 沈化轻蔑。 什么南太夫人, 没听过。 那小女娘穿了一样的衣裳, 还来小鬼面前晃, 可见她是自找的。 沈化, 我处置什么? 女娘的手用力, 戳着石桌。 是, 她, 我, 该。 第272章, 于帝王而言, 除她一人, 皆为蝼蚁。 崔运带沈化回了冬院, 拆开绷带看了眼伤势, 好在并未肿胀, 估摸着再过几日, 就能正常行走了。 她略松了口气后, 又重新给女娘上了药。 一番耽搁, 午膳是在沈化这边用的。 沈化吃着饭, 中途, 到底没忍住, 多嘴问了一句。 当年, 温家同东宫婚事仓促取消, 到底发生了何事? 崔运沉默, 却也没瞒她。 表扫服了披霜, 沈化猛然抬头, 还记得曾听唯英印讲的周王梁府的事。 前有周家女, 自已身亡, 后有温家狄次女服毒, 都是贺帝赐婚做的念。 可她是天子啊, 世人眼里, 天子不会有错。 崔运眼下讥讽, 当年, 温国公夫妇进宫请罪, 跪在殿内不起, 磕破了头, 求官家请御医救命。 帝怒, 不见, 尼康及时救治, 换回一命。 其实, 那时温已然早就认命了。 她也一日复一日地提醒着同镜里头的女娘。 不难过, 太子妃这个位置, 旁人都求不来。 可是, 她太怕击坠了。 孤贵贵为储君, 日后便是大旗皇朝的天子, 宣称如何彼得? 孤看上的女娘, 只能是孤的。 为了得到你, 孤费尽心思谋划数年, 又同爱女心切的果郡王合作, 这才换来父皇的松口。 躲什么? 碰都碰不得了。 你和宣臣会没亲过? 孤都不嫌你脏。 没有, 宣臣和她一直发乎情指忽理。 鸡坠又把她带去一桩别院。 她当着她的面, 将别院的侍女压在窗前, 做那种事。 误会不堪。 她还是未出嫁的女娘, 如何受得了这种乳。 偏偏, 鸡坠咽足后, 又来吻她的唇。 这次, 她忍着恶心没敢躲。 好在鸡坠到底不急于一时碰她, 可却逼着她明白了一个道理。 孤的疼爱, 能给你, 也能给旁人。 孤是你一生的仰仗, 你得听话。 女娘浑身寒毛竖起, 心口处却被鸡坠重重地点了点。 她阴森森道, 这里, 只能是孤。 紧跟着, 温依然日渐消瘦。 温国公府的二娘子, 祖父是开国公臣, 更就先帝有功。 上头有嫡姐嫡兄, 下面又有弟弟妹妹。 多她一个不多, 少她一个也不少。 她夜里恶心地呕吐, 又如何能想象, 嫁入东宫会如何禁语。 她紧绷的嫌彻底断了。 坊间流言四起, 周家女的事又被世人翻了出来, 就是重提。 世人总是这样。 当时温依然赐婚给太子时, 一个个都说她是凤凰身。 夸她命好。 眼下又开始抱怨, 说是周家女的惨案重现。 正逢那时, 西北的战士连连战败。 而朝中上下已无能人将士。 辅国公辅世子谢寻同经将军留下的独子, 再次出征。 不知归期, 局势本就紧张, 眼看着大旗的龙脉动荡。 官家静还有心思去逼个女娘。 何其荒谬。 文人默客字字诸击指责。 御史台句句真言, 贺帝最要面子。 最后, 这庄室以一道圣旨解除婚约。 温国公江温宜染送往老家, 成了最后的落幕。 沈话扒着饭, 菜都不佳了。 他心思沉重, 官家不曾开罪。 温家祠堂供着一块御刺金牌, 由此物在或殃及不了全家。 御刺金牌, 沈话记得, 机货也有一块。 忽然, 他说得很认真。 我若是他, 这次回来定不会同臣表哥再续前缘的。 也许是他没爱过人, 不懂情的滋味。 都说破镜重圆, 可镜子破了就是破了, 再如何总会有裂痕。 不怕表哥笑话, 我总是看不透 这世上能将女娘生吞了的四个字, 男尊女卑。 沈话不明白, 为什么男子可以再娶, 而女娘但凡被羞气, 就没了活路。 更可笑的是, 那些数落此事, 嘲讽此事, 指指点点的人中, 仅多数也是女娘。 女娘何苦为难女娘? 明明从头到尾, 已染表嫂, 才是最憋屈的那一个。 沈话揉了一下挺翘的鼻, 我若是他, 才不乐意做后娘。 说着他烦躁地推开碗, 甚至用没受伤的腿踢了踢捉肚。 真烦, 你表哥怎么就同果郡王之女有了孩子? 表嫂嫂都能吞毒药。 他怎么? 沈话说着, 他也觉得此话无理取闹了些。 待他瞧见崔韵眼底的无可奈何后, 他默得住了嘴。 崔韵没和他说, 有关精无畏的事。 当年, 新婚那夜连着一月, 表哥都写在书房。 果郡王之女心悦宣承, 偏偏宣承油盐不尽, 他身份最贵, 如何能忍。 崔韵的薄唇动了动, 次月, 舅母的马车无端失控, 发了疯的跑。 要不是宣承来得及时, 他怕是早已命丧黄泉。 这是果郡王的警告。 再后来, 果郡王入了一趟皇宫, 紧跟着, 舅父以教子无方的罪责, 足足遭了三十大板。 这是来自贺帝的敲打。 永昌博士文官, 如何受得住? 那一双腿险些被打折, 伤处鲜血淋漓。 便是现在, 阴雨天气都阵阵地疼。 下一个又会轮到谁? 当年, 杨林侯府如坠心陨落, 西北战士还未起, 放眼看去, 朝中在无能威胁他的人, 贺帝把全朝政, 说一不二, 正是春风得意时。 宣承不过没有园房, 却成了他眼里的赤裸裸的挑衅。 也是那晚, 宣承去梨园见了刚解了古独的崔玉, 得知了太多的秘密。 永昌博爵斧是薰贵府邸不错, 可却是祖上先辈留下来的功勋。 这也是当年, 崔轩是被迫嫁入崔家当即式的缘由。 永昌博手中并无实权。 何况宣承, 他是永昌博爵斧独子, 全家荣辱戏他一身, 身上扛着家族兴衰的重担的同时, 还有宣家上下的命。 黄泉之下, 谁也不能独善其身。 就那么一次, 施灵灵就有了身孕。 他的确能交差了, 可终究背叛了温怡然。 崔韵良宝, 黄泉之下, 人有高低贵贱, 可于帝王而言, 除他一人皆为蝼蚁。 审话不说话了, 女娘闷闷不乐地瞥他一眼。 春烈那日, 他要亲眼看看, 贺帝那个该死的糟老头子。 他又扳着手指算了算, 出门在外要带不少物件。 女娘又经不住地想, 到了春烈时, 他仍旧不再吐血腥脚痛, 大抵身子真的无大碍了。 那他, 就得风风光光回丰州城了, 夺回绣坊, 在创往日辉煌后。 最后, 为自己招续。 第273章, 样样犯灵性, 成成应家伟。 用了扇后, 崔韵就离辅了。 他平时都是在大理寺用犯的, 审话后知后觉, 崔韵这趟回来, 只是为了给他上药。 女娘郁郁不平的心境, 化为一股难言的愉悦。 唇半步由向上翘, 见四下没人看他, 审话做贼似的, 又用手指拉平弧度。 等扭伤好的差不多后, 已是三日后。 而这时, 尹二再次见了崔韵。 他风尘仆仆, 呈上一物, 却仍旧恭敬无二。 随着他入内, 屋中便有暗箱浮动。 四寒冬雪梅。 也, 这便是沈娘子早些年用的熏香。 属下一分二, 是才让吉青带着另一份 交给了倪康分辨。 崔韵汗了汗手, 沈长的指尖沾了点乳白色细粉。 尹二忙道, 还有一事。 谢世子在丰州城, 也在追查熏香。 崔韵眯了眯眼。 这几日, 谢寻梅在辽伯审话, 原来是出了圣经。 他面色淡淡地看向尹二。 尹二忙道, 他还亲自在查沈娘子母胸落牙一事。 想来怕事也有蹊跷。 崔韵不由脸了脸眉心。 半想, 他鼻音淡淡地恩了一声。 而吉青也将香粉送到了倪康这边。 尼康放下手头上的事, 敬手, 再用棉布吸去水渍。 这才对着香粉细细地闻, 又沾了点尝了尝。 香是好香, 同样并无异常。 可他总觉得忽略了什么, 也就在屋内来来回回地走。 也不知走了多久, 他猛然顿足。 他想起来了, 尹翠曾给他看过的药方, 上面有一味药, 同香粉中的一种的香, 香冲。 虽说不致命, 药方若常年服用, 常人都会紊乱脉向损伤受缘, 何况沈华本就患有弱症。 这也是他三天一小病, 五天一大病的真正缘由。 便是再好的补品, 也没法填身体的亏空。 数日后, 街上熙熙攘攘, 一辆马车再停在杨陵侯府门前。 婢女撩开车帘, 谢一宁小心翼翼地探出身来。 她怀里抱着石河。 女娘下了马车后, 有些忐忑。 我不请自来, 沈娘子会不会? 婢女刚要安抚她。 就见准备出门的沈华, 她脚步轻快跨出门槛。 婢女连忙请安, 沈娘子。 沈华瞧见谢一宁有些意外, 很快, 她跳着下了台阶, 谢娘子是寻我吗? 谢一宁忐忑, 可瞧见沈华眉眼弯弯, 不见被打扰得不愚后, 又不免输了口气。 她将石河朝前递了递。 你喊我姨宁就好。 舅母托人从老家带了些吃食, 圣经里买不到。 我明儿就要随阿兄要去春猎了, 去之前带给你尝尝。 她怕沈华不收, 说的嗓音越来越轻。 好在下一瞬, 手中的重量消失。 沈华抱着石河, 眸光璀璨若星河。 眉目还留着稚气, 冲她笑的模样, 显得又乖又娇气。 谢一宁被蛊惑似的, 没忍住抬手摸了摸沈华的脑袋。 沈华茫然。 谢一宁后退一步, 看向小她一岁的沈华。 对对对, 对不起。 她的反应沈华看在眼里。 在谢一宁的面色越来越白时, 女娘得意。 你也察觉, 我的头发保养得又顺又柔是吗? 谢一宁? 沈华也大方, 木井叶柔碎, 再用温水冲泡。 这种水用来洗头, 头发也香香的。 梳头时, 再用木梳沾少许香膏。 香膏油菊花、 薄荷、 香白纸。 记不清了, 左右八种种草草做的。 你若有兴致, 回头我将方子给你。 沈华看了眼天色。 我要去一线天酒楼, 你去吗? 酒楼, 仍旧近了雅间。 沈华点了几道招牌菜, 又在银武的凝视下, 单独给他点了三只鸡。 平素面无表情的饮味, 欢欢喜喜地去屏风后的小方桌等着。 同银武隔了一道屏风, 谢一宁也松了口气。 些许日子不见, 沈娘子的气色瞧着好了许多。 沈华爱听这话。 前些十日, 尼康过来看诊时, 一改往前愁苦, 神采奕奕地又重新换了早晚两顿药膳的食谱。 几支前因, 再整治也定然是对症下药。 喝了几顿药后, 沈华能明确感知, 这几日她的胃口好了, 气色好了, 一切都在往好的发展。 她想, 尼康塔, 终于有了神医的样子。 女娘拖着下巴, 端向着谢一宁。 谢娘子有心事? 你怎知? 沈华都写在脸上了。 她知谢一宁怯懦, 也便问是为了春烈的事。 谢一宁却摇摇头, 她没错地紧紧地。 家中有一点阿兄相看女娘, 听我阿娘的意思, 是恨不得阿兄今年就能成婚。 这是好事。 谢一宁却摇头, 许是心里这块石头压得太久了, 也许是她对沈华并无戒备, 她也便小声透露。 可我阿兄有心意的女娘, 沈华包着瓜果的手一抖, 她心虚地将身子朝窗边靠。 别是她吧。 我曾听宫亲王世子提过, 本不信, 可如今却也信了, 她礼府多日至今未归, 想必就是去见人了, 怕是夜里才能赶回来。 好在不是她, 沈华喝了口茶压压惊。 既然如此, 令兄婚事已有眉目, 可见皆大欢喜。 你阿娘无需操劳相看的事, 谢娘子还作何忧心? 一听这话, 谢一宁反倒更为忧心忡忡, 可我最近陪的阿兄三心二意, 喜欢的女娘不止一个。 沈华, 她没想过, 谢寻竟然是这样的人, 八卦让她快乐, 她凑近谢一宁。 你同我说说, 也许是你弄错了, 也不一定。 有一回夜里, 我端了厨娘熬的银耳汤 去了阿兄的书房, 许是困急, 她趴在暗毒上便睡了。 我去时, 也没惊扰她。 夜里寒气重, 谢一宁给她披上外袍。 我听到阿兄梦里, 你拿了个的女娘名, 她回忆的想了想, 是瑟瑟二字, 沈华有过片刻的恍然, 巧了不是, 我阿兄曾有个极真爱的女娘, 也叫瑟瑟, 谢一宁愁苦。 可喊完瑟瑟后, 她转头又喊了个名, 我记得真切, 那名出自一首我很喜欢的诗, 样样犯灵性, 呈呈应家伟, 沈华嘴角的笑慢慢连起, 女娘的指尖颤动, 理智在拉扯。 随后, 她听到谢一宁说, 是样样。 第274章, 好啊, 原来是外头有人了。 这会儿正是用午膳的点, 路上的游客尽数少了一半, 街上的喧嚣声也跟着放轻, 明春猎为猪猪也去, 我阿爹竟然让我在猎场, 把她介绍给圣经的贵女。 她阴阳怪气, 为了为猪猪, 她倒也愿意对我合颜悦色。 父慈自笑, 真是让人好生羡慕。 唯盈盈生着闷气, 这次她在账房支了银票, 又去云响阁三楼买衣裳了。 她那样的人, 哪个世家子弟瞎了眼能看上? 她越想越气, 又低头看看自己。 这一身衣裳还是去年的款式。 鸡腾, 她红着一张脸, 对边上的鸡腾道, 我上回给的银子, 你都花完了吗? 给出去的眼下又要回来, 她有些开不了口, 可又不想被围猪猪彻底踩在脚下。 唯盈盈狠了狠心, 你先借我五十两, 二十两也行, 我就想扯见新衣服。 不是云响阁的, 但至少也是新的衣裳。 鸡腾低着头, 只修气了住的屋子, 其余的银子都存了起来。 唯盈盈刚欢喜, 就听鸡腾又道, 鸡腾的地儿怕是会更多。 我的近况你知晓, 不得父皇看重, 也甭想着能从皇家讨得了好。 皇子的月银金层层剥削后, 到我手上都没法给你买一个银柴。 我寻思着自己能苦, 也不能苦了你和日后的孩子。 唯盈盈听着这里, 莫名的惭愧。 她为了虚荣之心, 只想着攀比买衣裳, 都不曾考虑这般久远。 对啊, 日后她还会和鸡腾有孩子。 孩子是吞金兽? 鸡腾, 我这就回府给你取来。 不, 唯盈盈拦住她。 我不要衣裳了。 鸡腾惭愧, 那本就是你的银子, 已经给你了。 唯盈盈, 你好好存着。 我可以不穿新衣裳, 你女儿得穿。 她心思沉重, 抬头肩不经意一瞥, 却见一线二楼天九楼一处雅间窗格大开。 里头坐着的女娘, 竟是谢怡宁。 唯盈盈正要收回视线, 下一瞬停在另一张熟悉的脸上。 沈化。 她怒急, 这些时日, 我给她下了多少次铁, 邀她出来, 她一直都在聚。 好啊, 原来是外头有人了。 鸡腾, 若是崔侯也就算了。 我认, 凭什么是谢怡宁啊? 再怎么样, 我认识沈化的时间也比她久啊。 听到崔侯二字, 鸡腾眸光闪了闪, 她顺着围阴影的视线看过去。 沈家绣方之女沈化, 年十五, 绣得了一幅好刺绣, 竟得其母真传, 却倾出于蓝而胜于蓝。 这些鸡腾都不在意。 她就在意一点。 沈化是崔运上心的女娘。 她很快收回视线, 再度卑微地低下头。 维盈盈入了九楼, 直逼二楼而去, 却撞上了刚从雅间跑出来的沈化。 维盈盈哼了一声, 怎么, 见着我就打算跑了? 乃曾想, 沈化眼通红, 泪珠晶莹剔透。 维盈盈一愣, 你。 沈化仿若是个失了魂的人, 她没有看维盈盈一眼, 跑着下了楼。 维盈盈顿觉不对劲, 她气势汹汹地入雅间, 就见谢一宁拉着婢女的手怯怯地问, 沈娘子怎么了? 是不是我的话太多了, 让她不高兴了? 怎么办? 维盈盈想, 这样的谢一宁大抵没本事, 让沈化哭成那样。 冬月, 趁着日头大, 程妈妈抱出被褥, 居院内晒着, 对袖着手帕的乙翠道。 咱们娘子大方, 逢年过节赏赐, 评宿也赏赐, 那些银子我都攒了起来, 日后给程贵讨媳妇。 以翠文言扑斥一声笑开, 你这丫头笑什么? 我看你也该到了嫁人的年纪。 说到这儿, 她来了兴致, 不若我给你物色物色。 宁珠吃着灵嘴, 不成。 娘子说了, 以翠姐姐可是有婚约的。 程妈妈惊讶, 以翠, 怎么不曾听你提起? 以翠低头绣花, 有什么可说的? 只付为婚的玩笑话罢了。 那年河水枯竭, 灾民无数, 饿表千里。 我万幸遇见夫人, 这才有了今日。 他们, 怕是早就没了。 也就娘子隔三差五地念上一念。 她轻轻一笑, 娘子上回半夜醒来, 突至我的屋, 我迷迷糊糊见她身上连外衫都没皮, 着急忙活将娘子拉入被窝, 拒捂她冻僵的手。 你们猜猜, 她在我耳边说了什么? 明珠, 说了什么? 娘子说, 嫁妆都给我攒好了。 她还说, 她晚来一日, 我就在嫁妆里头装十两, 晚来十日, 便是一百两。 以翠当时就笑, 不会来的。 会, 你信我? 那我倒盼着, 她莫来了。 那不行, 我钱带得空了。 几人正说着话, 就看女娘埋着头, 从外头匆匆入内。 砰的一声, 她一脚踹来门, 静止回了屋。 宁珠和成妈妈面面相去。 以翠拉着银武, 出去前还好好的, 这是怎么了? 银武? 我不知, 娘子明明一驻乡前, 还高高兴兴, 给我点了三只剑。 以翠不放心, 连忙追上去, 就见沈化死死咬着唇, 在翻箱倒柜。 沈化动作很僵硬, 可偏偏她越急, 越做不了事。 找不到, 怎么找不到? 她的嗓音带着无措的哭腔。 娘子, 你要找什么? 让奴婢来。 沈化一把拉住以翠, 仿若攀上了救命稻草, 谢柿子给她见面脸。 那是奴婢放的, 不在这个柜里。 以翠不知沈化怎么了, 可她没有多问, 快不开了角落的柜子, 从最底层取出来。 娘子要找得在这儿。 沈化强制镇定的, 结果要是开锁。 里头躺着跟做工精致的布瑶, 上回她错说成了簪子, 谢寻都不曾纠正挑明。 布瑶上头追着盛开的玉兰, 配着小巧的铃铛, 拿起来一晃三下。 很快, 她察觉出了不同寻常。 指尖捏着的簪根处, 凹凸不平, 仿若克了字。 她凑近平住呼吸, 视线一寸一寸地落过去。 上头不过堪堪克了两个字。 祖宗! 她仿若能看见, 克自然的眼眸带着怅然和宠溺。 沈化捂住嘴, 又哭又笑。 沈志这人有个毛病, 最后收笔, 危险飘逸, 总是拉长半解。 之前是, 眼下不咬也是。 第275章, 没了, 都没了。 一日一早, 天色尚未大亮。 可沈化却是一夜未眠, 很有精神地来来回回挑选裸裙。 这件会不会太素了? 她又换上一件, 痘扣子得怎么样? 娘子穿什么都是美的。 沈化却挑剔, 不行, 我总觉得太老沉了。 宁珠, 湖水兰那件如何? 沈化, 不够稳重。 好不容易换上满意的裸裙后, 她又坐在铜镜前, 细细地上妆。 嘴里还不忘哼着不成调的小曲。 半点瞧不出嘴儿, 在乙翠怀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模样。 乙翠压下困惑, 也不去问, 免得再惹了沈化伤心。 她巧手灵活地给沈化盘了法, 插上沈纯氏留下的遗物金簪。 念着这次出门都是薰贵女卷。 娘子不好过于随便被旁人比了下去。 她便要取首饰盒里头的珠花。 用这个。 沈化将左握着睡得不摇地了上去。 谢世子眼光出挑, 我配着定然是好看的。 成妈妈在一旁看得胆战心惊。 侯爷对娘子用心, 这次春烈都要带着。 哪家的表姑娘有如此殊荣? 可娘子眼下这般, 倒, 倒想着借着崔韵私会情郎。 不管了, 只要他们娘子喜欢的, 就是姑爷。 等沈化一切打扮妥当后, 崔韵抱着困得还犯迷糊的崔荣过来。 早膳用了吗? 沈化, 我有准备点心。 昨日谢一宁送的, 她还没来得及长。 崔韵汉手, 马车已在外头候着, 一刻钟便得出发, 先去宫门前回合。 吉青, 去给沈娘子搬行礼。 是。 吉青在宁珠的带领下, 去了偏方, 对着摆得满满当当的六大箱, 陷入了深思和凌乱。 宁珠, 原先准备了八箱, 可我们娘子生怕给侯爷添麻烦, 特地列了单子, 挑挑选选将八箱缩减了六箱。 吉青有点窒息, 她空着手走了出去。 沈娘子, 春烈各府, 抵多知准备两辆货车。 您的箱子大又占地儿, 怕是一辆货车只能装两箱, 你瞧瞧可否能再缩减些。 沈华失落不已, 她看向崔韵, 很小声道, 可那些都是平素要用的。 对此, 崔韵好似并不意外。 往年我同容姐儿, 共用一辆货车足矣。 这次出门, 吃住由内务府的人插手, 崔韵也就带了贴身衣物和平素看的书。 她想着, 沈华是爱美的女娘, 除了衣物外, 带些手势胭脂, 精致些也无妨。 另一辆货车独独给你用。 我想应当是够的。 沈华愕然, 她得将六箱压缩成两箱。 崔韵看了眼时辰。 见沈华设下什么都为难后, 她没去偏方。 而是入了沈华的屋后, 吩咐以翠, 将你们娘子列的单子取来。 很快, 厚厚一叠单子入了她的手。 崔韵看过去。 七日春猎, 带了十四套换洗衣裙。 沈华, 我不洗漆。 崔韵瞥她一眼, 取过毛笔, 划去十四, 改成八。 沈华探出脑袋, 也算满意。 崔韵不急不徐地念着, 青花辞早闻晚, 和田白玉错欠宝石碗。 沈华告诉她, 是我拿来用膳的。 单日用青花辞早闻晚, 双日用和田白玉错欠宝石碗。 崔韵直接划去, 湖水色丘罗角圈杖。 嗯嗯, 那可是掺着金丝线的。 平素我都舍不得用。 崔韵继续划, 六颗叶明珠。 这是表姑母送的, 师父本将其嵌入棺材了。 我寻思着, 没准用得到, 昨儿亲自去抠下来的。 哗, 后面, 崔韵也不问了。 她全部看了一番后, 改了五处后, 从第三叶起, 一路往下滑。 沈华攥紧小拳头。 最后, 就见崔韵在末尾处留下一物。 她看过去, 是她夜里总要抱着睡的兔玩偶。 沈华突然又没脾气了。 崔韵将名单交给乙翠, 收拾出来。 是。 女娘奄奄地倒在椅子上, 惆怅地看着房梁。 纯一张一和翁洞。 没了, 都没了。 很快, 一辆辆官员马车跟在皇室马车后, 队伍长得探不了镜头, 出了圣经。 杨林侯府的马车宽敞, 沈华在角落吃着点心。 砰砰砰, 有人在敲打车门。 崔荣跑过去, 撩开车帘。 鸡河也磨微挑。 我就知这次你二叔定又带你。 他骑着马与马车同诉, 又有些意外地同车内的审话打了个招呼。 做好这些, 他跃跃欲试。 崔韵, 出来骑马啊! 你又不是养胎的妇人。 车帘大开, 风卷着寒气, 捧着书的崔韵稍一抬眸, 对上鸡河的眼。 须看顾家中女眷。 崔韵轻笑, 七王爷同王妃新婚艳儿, 何该多陪陪她? 新窝处最脆弱的地儿, 你时不时都要拿出来捅一捅是吧? 鸡河, 他就是同乐家一辆马车, 别扭不已, 这才出来骑马的。 传闻的乐家多情柔媚, 这才将其兄长迷得丢了魂, 可相处下来, 鸡河知, 他也就长相柔媚, 却是个缺心眼的。 上回失身一事, 他才是受害者, 却有人指着他的鼻子骂。 他也不反抗, 只是老老实实听着。 别人骂一句, 他真切地嗡嗡一声, 得知此事, 鸡河契机, 你就站着让他骂。 乐家公主用别脚的口音, 啊? 那就是在骂我吗? 他没听懂, 他以为这是跨越两国, 语言不通的, 还能交流。 鸡河, 说得谁没有家眷私的? 崔运看似恭敬, 可神色却淡淡, 容紧儿, 放下车帘。 崔荣显然很听崔运的话, 鸡河气得直抽抽, 转身找了鸡腾。 鸡腾的马车, 是队伍里最不起眼的, 很好找。 三哥, 坐车里有什么意思? 不如策马来的畅快。 鸡腾羡慕地看着车外骑马的鸡河, 扶他又搓了搓手指, 支支吾吾地低着头, 上回碰马, 还是十多年前, 我怕是不会了。 君子六亿早已还给了夫子, 字都识不得几个了。 鸡河难受不已, 当年鸡腾本是皇子里头最出色的一个, 眼下随意指一个世家公子都比他强上百倍。 你也别太气馁。 刻苦刻苦, 就追上鸡获了。 他说, 他倒是识字, 但也只有去花楼点女娘牌的时候, 才用得着。 如此想来, 还不如你。 第276章, 样样还是样样? 阿兄, 还会是以前的阿兄吗? 车轮滚滚, 为了赶在天黑之前进一战, 午膳都是在马车里用的, 便是天恒贵胄都能忍受。 那些没吃过苦的世家公子哥儿, 同娇生惯养的女眷, 又怎敢有怨言? 好在马车内垫着厚厚的褥子, 一路也不见颠簸。 翠蓉苦着一张脸, 委委屈屈地做崔运不治下的功课。 他时不时抠一下茶几, 时不时又发一会儿呆。 反观一旁的沈话, 席上放了本秀法点击, 有一下没一下吃着新鲜的瓜果, 好不惬意。 可他的心思早已飘到千万里。 崔运时只弯曲, 对着茶几敲了敲, 崔荣连忙去看体。 崔运监督崔荣的同时, 留意到女娘的漫步惊心。 还不等他过问, 沈话便凑近。 谢世子这些年战功赫赫, 前有平定西北战士, 不久前又将善成夺回, 接回质子。 我听闻一同作战的金小将军, 这次归来, 已被家风禁绝, 彻底光耀金家门眉, 谢家那边怎么不见官家下诏书? 崔运的眉梢烧龙起。 早些年谢巡跟着金小将军 平定西北战士举国欢庆, 可官家又如何愿意目睹 第二个崔杨出现? 起先, 由金小将军打头阵。 可最近几年, 谢巡的风头已经高过他了。 风赏一事本定在谢巡剿匪回圣经入宫述职时, 可在前一日, 府国公曾为此面圣。 沈话听得很认真。 崔运见他对此事感兴趣, 也便继续道, 府国公府指谢巡一脉。 谢家不愿再见他上战场, 有意让其在圣经谋职。 后, 五公主宴席又出了事。 贺帝近些十日仍旧在头疼权衡, 一面受了谢巡交出的虎符对其和颜悦色, 一面又不愿将圣经的好官直拨给他, 却又怕惹来非议。 这时, 贺帝的权力再也不是六年前的达到顶峰。 真的, 不再去战场了。 崔运淡淡抬眸, 凝视过去。 女娘很快收敛好情绪, 用相当不在意的口吻道。 如此也好, 战场上到底刀剑无眼。 崔运淡淡地用鼻音应了一声, 沈话见他兴致不高, 也就没再问。 昨夜无法入眠, 眼下兴奋劲还未散。 可到底困急。 车厢内很快恢复了平静, 也不知过了多久, 崔运柔柔泛酸的小手将功课交到崔运手上。 马车稍稍一抖, 对面不知何时睡去的女娘身子往右侧斜。 还不带思考, 崔运以手急眼快地接住了沈话的身子。 车厢空间大, 怕是也有数个时辰才会到驿站。 崔运男子有力地守护着他的背, 一路朝下又圈住腰身, 这是一种极为轻腻又占有的姿势。 下河抵着女娘的头, 再去检查小女娘的功课。 崔荣也没觉得不对, 他双标, 二叔做什么都是对的, 可若沈话这样抱崔运, 他就会骂他。 这会儿胖乎乎的小手去拿沈话吃瓜果的盘子。 小女娘别别嘴, 哪家表妹做成他这模样? 我看他是横道不行了, 也不给我多留几块。 西院的薛书岳见找我, 乃回不是毕恭毕敬地请安罕郡主。 他说这话时, 沈话其实已转型, 他眸光微颤, 这种姿势让他有些不知所措。 他就忍着没睁眼, 二叔你也不该见我同他还算交好的份上, 便对他过度照顾。 沈话? 胡说八道? 崔荣, 谁家不喜那些又乖又软的妹妹? 这一句话到底让沈话分了神, 他不免想起了沈坠。 沈坠便是又乖又软的。 当年, 沈志对他多有照顾不说, 便是自己都忍不住对他好。 可, 阿兄明明死了三年了, 他是当了三年的谢寻吗? 可三年前, 谢寻人还在圣经, 为何当时不来找他? 念几次, 被喜悦冲昏头脑而忽略的一件事, 再度卷席而来。 祖老的一句话, 仿若魔咒般凌迟。 你阿娘阿兄是给你求要, 山路险峻途中又起了雾, 马尸精, 这才坠牙的。 还不是被你害的。 女娘不免又捏紧一百, 面色有些苍白。 所以, 阿兄迟迟不来寻他, 是不是心中也有怨? 一边是怨, 一边又是放不下。 所以他赠了不遥。 谢寻清楚, 只要自己看了, 便能知他身份。 他还是愿意认自己当他妹妹的。 可上回阿兄来寻自己, 已相隔多日。 阿兄如今是谢寻了。 他有新的阿爹阿娘, 还有新的妹妹。 他如今姓谢, 不是沈了。 就如眼下的光景, 他坐在杨林侯府的马车上, 而谢寻在府国公府的马车上。 他没法光明正大的跑去府国公府的马车上, 便是两人身上流的血都不一样了。 不知何时起, 女娘变得多愁善感。 他若是沈志, 也定然会更喜欢不会惹事的谢姨宁。 沈话没有要争什么, 他不知原来的谢寻如今怎么了, 可思心却由衷感谢他。 至少阿兄还活着, 他只是突然很难受。 样样还是样样, 阿兄, 还会是以前的阿兄吗? 女娘平稳地呼吸化为急促, 崔韵察觉沈话醒来。 可沈话窝在他怀里, 一动不动。 他未曾出声挑明, 也不意外, 沈话为了同他亲密, 竟然装睡。 他的确, 一贯心眼多。 崔韵眼下眼底的无奈, 索性由着他去。 他薄唇动了动, 答得不错, 再去练几张字。 争取路上就将学业一并做了, 进了猎场的那两日, 不会拘束你。 崔韵用褥子盖好沈话, 又难得贴心地 给他找了个舒服的姿势。 可我也想睡了。 崔韵汉手, 马车里还有一条毯子, 去寻。 崔荣很快抱着毯子靠近。 崔韵温声, 是这块, 自己去睡吧, 记得盖言实现。 二叔不该把沈话推走, 再来抱我吗? 那个位置, 是他的。 紧赶慢赶, 傍晚时分入了驿站。 沈话眼一间, 瞧见了三丈之外, 正扶着谢一宁下车的谢寻。 仿若有感应般, 谢寻的视线看过来, 定定地落在他身上。 那是属于永远不会生他气的 沈志的目光, 一点没变。 沈话仿若回到了多年前, 在马车上那些紧张和患得患失, 骤然散去。 女娘捏了捏手指, 又捏了捏手指。 他又抬手拨了拨发间的步遥, 铃铛清脆入耳。 沈话走过去, 直勾勾地看着谢寻。 叫他, 抱他也行。 我? 谢寻为什么没反应? 是谁先开口, 谁会输吗? 于是, 女娘绷着小脸, 愣是绕着他走了三圈。 第277章, 你难不成不知侯爷忠义你? 谢寻在沈话过来时, 其实早已留意。 他立在那处, 等着女娘走近。 很快, 他注意到一处, 是他刻意显摆的步遥。 女娘仪态显然是好的, 她走得再快, 可发现的步遥只是轻轻晃动。 谢寻清楚, 沈话此刻带上意味着什么, 他眼眸的笑意仿若能溢出来。 眼里跟着寒上柔柔的光, 女娘在他面前站定, 冷着一张慈白娇柔的小脸, 等着谢寻先同他说话。 并未。 于是, 他开始转圈。 一圈, 没有。 两圈, 还是没有。 三圈, 谢寻竟然在笑。 沈话拉平嘴角, 他怒气冲冲地往回走。 就在这时, 崔荣哒哒哒跑过来, 一把拉住沈话的手, 把人拦下来, 高高地扬起脑袋。 你怎么乱跑? 也不和我二叔说一声, 一转眼的功夫就不见了。 他警惕地看向沈话身后的谢寻。 谢寻有什么好的? 别以为他看不出, 谢寻想拐走沈话。 可崔荣一愣, 记忆里, 崔韵很少笑, 便是笑了, 也总是肃然中带着疏离和冷漠。 不似谢寻这般璀璨而美好。 这样好看的男子, 也难怪沈话丢了矜持, 也要凑近了看。 崔荣敌意被击碎, 他扭了扭胖乎乎的身子, 捂着脸。 他长得可真够俊。 沈话故意大声道, 我不觉得。 谢世子和表哥比起来, 差远了。 说完, 他还时不时回头, 去看谢寻的神情。 那话也显然是说给谢寻听的。 谢宜宁见此, 面露不解的喃喃自语, 沈娘子这是在挑衅兄长吗? 可他分明是极好的人。 不该如此。 很快, 他想起一桩事, 开始心虚。 沈话刚才是不是专门来看, 念着好几个女娘名的多情郎的? 身侧的谢寻看着沈话气鼓鼓, 仿若能僵地给踩塌了的背影, 到底没忍住笑出了声。 失位了。 谢寻, 别看他那附生人物镜的模样, 实则胆子最小。 傻样样。 这边, 翠荣听了沈话的后, 骄傲得挺直腰板, 这是自然。 下一瞬, 他反问, 那你刚刚过去是做善? 我在后面, 叫都叫不住。 你难道不是冲他去的? 沈话, 怎么可能? 我瞧得真真的, 你还盯着他看? 沈话, 闭上你的嘴。 崔韵缓不而来。 闻言, 他的眸色冷了冷。 谢寻很有善, 崔侯, 他问, 你怎么将沈娘子也带来了? 不能崔韵回应, 他便做出邀请。 既然一到, 不如明日坐一辆马车, 路上也算有办。 马车宽敞, 是坐得下的。 为了路上热闹些, 也有不少釜底, 是这般安排的。 崔韵淡淡地看了眼角尖正慢吞吞地, 在地上画着圆的神话, 拒绝, 不了。 而就在这时, 有人大摇大摆而来。 激活穿了一身的红衣, 江浪荡二字刻的入骨三分。 远远就听你们再凑在一起, 怎么? 说什么呢? 你们是不知, 这一路过来, 我父王都在骂我, 听的耳朵都要起茧了。 围场没到, 我怕是都得被念叨死。 激活看向谢寻, 明儿, 我坐你的马车。 谢宜宁闻言, 连忙抗拒地摇头。 激活不可置信, 是哥哥平素对你不好吗? 谢寻, 世子甚严, 你怎么不曾去找七王爷? 找他? 可得了吧, 那傻子骑了一天的马, 也不嫌累得慌, 他没好气地看向崔韵。 在讨厌崔韵和宫亲王念叨中, 很快有了答案。 算了, 坐崔家的马车也行。 崔荣, 不要。 如果是谢寻, 他还愿意考虑考虑。 崔韵嗓音冷清, 也道, 怕是不能。 怎么不能了? 崔韵看了严审话, 他怕生。 激活? 谢寻面色一阵古怪, 崔韵倒是给激活出了个主意。 你不如找找三皇子。 激活还挺挑, 他的马车太简陋了, 可一圈下来, 愣是没人愿意收留他。 激活的没挤出三条线来。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他热情地拉住低着头, 存在感很低的鸡腾。 三堂哥? 鸡腾无措, 怎? 怎么了? 我明儿想同你叙叙旧, 就在你的马车上。 如何? 鸡腾红着耳根支支吾吾, 五十两银子。 鸡腾? 这种不要脸的话, 也说得出口。 平日里见着老老实实的, 怎么张嘴就是钱? 他恼怒。 你瞧这本柿子, 像是手里有现银的人吗? 鸡腾下的后退几步, 入夜, 驿站灯火明亮, 众人舟车劳顿, 皆早早地回屋歇息。 晚膳游驿站的士兵, 亲自送来。 味道一般, 算不得精美。 可此处前不着村后不着地, 也算荒僻。 有的吃喝已然够了。 沈化一直在想谢寻, 却等到了维莹莹。 维莹莹手里拿着五十两, 很是炫耀。 怎么样? 鸡腾给我的。 我不过是上回提了提, 她竟然全放在心上了。 沈化? 维莹莹少女怀春, 这才多久, 她竟就能弄到五十两, 可见是有出息的。 说来也是奇怪。 早些年, 她打赏奴婢的银子, 加起来都有百两了。 可鸡腾给的, 总觉得不一样。 她格外珍惜。 沈化? 你知道吗? 这银子最后是激活到 崔蓉这小鬼手上借的。 沈化? 还有事吗? 怎么? 你困了? 维莹莹, 我同维莹珠珠一间房, 想着来寻你睡。 不行。 维莹莹簇簇簇, 很快反应过来, 她意味不明地笑了笑。 我知道了, 她几眉弄眼, 崔猴尖就在你隔壁。 你是怕我坏了你的好事? 沈化听得云里雾里。 你在胡乱说些什么? 你还瞒什么? 春烈都带着你了, 我还能瞧不出来, 你同崔运是一对。 这可不是小场合。 一个表妹, 如何够格? 只怕是未来的侯夫人了。 沈化听必却是沉脸训斥, 这种毁人明洁的话, 不可胡说, 我表哥还没娶妻呢。 维莹莹一愣, 你难不成不知侯爷忠义你? 沈化严肃, 绝无可能。 她这样子, 可没半点女娘家的娇羞。 维莹莹好似发现了什么秘密。 她试探, 万一你喜欢她呢? 那不是完了。 第278章, 阿兄这回, 大抵是没来迟的。 夜陷入沉寂, 维莹莹走了, 银武吃饱喝足在小榻出睡的正香。 这会儿已经三更天了。 沈化瞪着眼, 翻来覆去, 如何也睡不着。 她抿着唇, 披了件厚重的外衫, 屋内捎着探盆, 女娘下榻, 月色佼佼, 透过窗格, 涂留一地青霜。 沈化跨着脸, 丧丧地缓步走过去, 刚支起一个缝, 就听到窗外的动静。 下一瞬, 窗格大开, 谢寻跳入内, 她身上还携带着寒气。 沈化一改奄奄, 当即抬起头来, 漂亮的五官努力地在保持心下的喜悦。 她高贵冷艳, 又将拿捏的姿态掌握得死死的, 谢氏子怎么来了? 女娘慢条思理, 我寻思着, 好歹与你不熟, 以至于那会儿驿站门口处倒显得是我失礼了。 听着她那阴阳怪气, 谢寻忽而有些感慨, 她弯了弯唇半。 是我的错, 当时这么神, 其实也不怪她, 那会儿在沈化身上看见了沈唇氏的簪子, 心底如何不会掀起巨浪? 样样见过游宜, 那是不是, 她到底怕沈化知道那些难以启齿, 就连她都没法接受的阿渣内情。 当时回过神来, 又见沈化绕着她转的, 圈都异常严谨的圆, 这才没绷住笑了。 阿兄带你出去转转。 沈化只高气扬, 谢寻含笑, 你若真不想走, 在这里说话也是成的。 她转身取出火折子, 将屋内蜡烛点燃。 灯火通明, 彻底驱走黑暗。 沈化瞪大眼, 银武还在, 你就不怕被听了去。 她说完又觉得不对劲, 换成往前, 但凡有风吹草动, 银武就醒了。 可眼下, 睡得可真死。 谢寻温和解惑, 她夜里去厨房偷的鸡腿, 我下了足量的蒙汗药, 不会有大碍, 却保证一夜到天亮。 至于隔壁的崔韵, 早被关家叫去问话了。 沈化? 所以, 晚上吃鸡也许不会大吉大利, 是昏迷。 屋内陷入安静。 也不知过了多久, 沈化听到谢寻的嗓音又轻又慢。 宣家喜宴那日, 无意见听, 激活提起你去了, 我这才动身前往。 那次, 她不是专门去接府国公夫人和谢怡宁, 她是专门去见沈化的。 她指尖蹭了蹭女娘的脸, 眉目柔和。 阿兄这回, 大抵是没来迟的。 沈化贪恋那点温度, 她其实是很好哄的女娘, 其实无需审知说什么, 她的出现就是上天给沈化最大的善意。 女娘忍住眼底的热议, 她凑近谢寻, 细白的指尖也不知何时攀上她的衣摆。 谢寻纵容着她试探的小动作, 我们样样如今是大姑娘了。 如往前一般, 她俯下身子贴近她, 细细去看她的眉眼, 也像急了阿娘。 她不说这话还好, 一说女娘泪如绝地, 她眼圈红红的, 就连鼻尖也是红红的。 她仰着头去看静在咫尺的阿兄, 这么高的悬崖, 阿兄很疼吧? 不疼, 我都忘了。 你骗我。 沈化, 可我那时好怕。 沈化咬着下唇, 滚烫的泪珠大颗大颗往下坠。 再也没有阿娘哄我睡了, 我看见的只有冷冰冰的排位。 阿娘生前罚你抄的经文还差三卷, 我怕她会数落你懒惰, 都给抄完了。 她跪在棺果前写得很吃力, 那时女娘卧笔的姿势并不标准, 更遑论写出来的字。 她不学无数, 经文上的字十个里头怕是只认识一个。 笔画繁多, 莫自染了一大片, 实在丑得不忍直视。 可她当时却写得很仔细, 更虔诚。 最后又投入火盆, 仍有火光肆意吞噬。 我又后悔了。 我阿兄才学出众, 是夫子弟子中最出色的艺人, 莫说秀才, 便是春围上也能取得好成绩的。 我抄的经文, 如何配得上她? 谢寻心下顿顿的疼, 她嗓音哑的厉害。 样样。 沈化吸了吸鼻子, 起初, 我很不适应。 我总是跑去沈家祖坟, 去看你, 去看阿娘。 可后来他们说, 是我害的你, 就不敢去了。 我想, 你们也是不愿见我的。 谢寻沉脸, 胡说, 沈化很小声, 很小声道。 再后来, 阿爹娶了继母。 我不愿意, 可所有人都说我任性, 他们指责我, 将我训得一无是处。 其实, 随他人如何口舌, 我都不会在意的。 刀梅插在那些人心口处, 他们如何会疼? 我不愿意, 就是不愿意。 明明一开始, 阿爹也极力反对的。 可自从他见了沈学士后, 就变了。 他将那句样样, 日后我们父女二人相依为命, 改成了样样。 阿爹总不能总是一个人。 日后你出嫁, 怕是连个说话人都没了。 随着女娘一句一句带着哭腔的哽咽, 谢寻的面色越来越难看。 谢寻用指腹擦去女娘面上的泪痕, 却越擦越多, 如何也擦不完。 他问, 他后头, 是不是对你不好? 沈化点点头, 又摇了摇头。 没有阿兄好。 沈志疼他, 那是因为就这么一个嫡亲的妹妹。 可沈卫就不一样了。 他有了心腹, 自还会有嫡亲的女儿。 沈卫的确疼他, 要心形要月亮也无非是一句的事。 可。 他回府后的第一件事, 不再是来沈化屋里, 却是去见新婚燕儿的沈薛士。 所以, 他愧疚。 在银钱方面, 给我极多。 沈化早就看出来了。 只是他没有将最后的体面撕开, 他愈发厌恶沈薛士, 用最恶劣的孩子把戏, 试图得到沈卫的关注。 可他后头也死了。 样样最后还是一个人了。 沈化抿了抿唇, 见谢勋心疼不已, 话锋一转又开始告状了。 还记得沈菊吗? 谢勋点了点头, 他可了不起了。 那么重的瓷器, 不由分说就往我脸上砸。 沈化点了点, 早就愈合不见半点伤痕的呃呃。 就这儿, 当时的血都没法止住, 他是想把我砸死的。 足牢也不是好东西, 偏偏还挺长寿。 沈贺文也是。 沈化说着说着, 猛然指了口。 他忽然反应过来, 一字一字地问, 什么叫做阿兄这回? 没来迟。 第279章, 后来我才知, 这是我身亡后的第二年。 这是谢勋藏了数年的秘密。 久到他都忘了, 其中煎熬到底有多少年。 现在要说, 更不知该如何说起。 灯光摇曳下, 谢勋的这张脸同沈质相差太多。 可沈化却一点也不陌生。 明明都是一个人, 沈质是将温和刻在了骨子里, 他的身上很纯粹, 有意气风发少年感和岁月静好的书香气。 可眼前的谢勋身上却多了以前没有的味道。 有世家子的贵气, 更有战场上的灵力。 即便他在沈化面前温和依旧, 可那是如何也隐藏不了的。 长廊处传来整齐滑衣脚步声, 这是官吏在巡逻。 这种动静, 沈化已听多回了。 驿站住着天子, 还有皇亲国妻, 也有各朝中重臣, 安危为重中之重。 不允许有半点差池。 此处也的确不是说话之地。 谢勋身上好似藏了太多命令。 沈化凭住呼吸, 点了点门口, 又将食指抵在嘴角处, 做了个噤声的动作。 随后, 他捏手捏脚穿袖花鞋。 谢勋见此, 心下了然。 他享受着来自沈化的贴心。 等沈化准备妥当, 身上一众, 谢勋将他包裹得严严实实。 沈化也便推来窗探出头, 楼下巡逻的士兵各个举着火把, 来来回回地转, 怕是时不就有一个人。 守卫可见森严。 他猝眉小声问, 好多人。 无事。 谢勋留下这一句话, 抱着人跳了窗。 沈化惊恐, 就怕那些巡逻的人全部围攻, 个个将手中的刀砍过来。 果然, 那些人听到动静, 齐齐看了过来。 在沈化的心惊胆战间, 又齐齐地挪开视线, 好像什么都没瞧见似的, 自顾自地去做手头上的事。 甚至有人, 还贴心地牵了一匹马过来。 沈化凌乱不已, 就被谢勋送上了马车。 两人一马明目张胆地离开了驿站。 这些巡逻的是金小将军的人, 我和他有过命的交情。 自然, 那些人也听他拆解。 周遭一片虫鸣, 好似还有风的呼啸。 沈化文言心安。 他时不时地去摸身下马柔软的毛发, 谢勋全都看在眼里。 五岁那年, 你见郑家女骑马, 也嚷着药。 那时沈纯氏担忧沈化出世, 如何敢让他碰。 本想着小女娘不计事, 他得多念叨几次就忘了。 可小女娘馋得不行, 便是梦里都是念马。 沈纯氏总是说, 样样身子再好些, 阿娘去马厩亲自给你挑一匹性情温和的, 咱们骑个够。 可样样的身子总是不得好。 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病情反反复复。 他总是搬着小板凳, 去沈家门前坐着, 眼巴巴地看着街道。 各种商贩的叫卖声, 都是卖灵嘴的。 他吞咽着口水, 却安安静静地坐着, 没让人去买, 不哭也不闹。 沈纯氏说, 吃了肚子会疼。 有一回, 他不信, 偷偷摸摸去买了。 夜里就吐了, 为此发了好几日的烧。 所以, 他不敢了。 终于, 由远而近的马蹄声传来, 小女娘软软的小手抵在心口处, 他连忙站起来, 头上的啾啾跟着晃了晃。 他眼不眨地看着骑马的人从眼前飞驰而过, 最后消失在远方, 可他久久不得回神。 说起这事, 沈话也想起来了。 阿兄当时不忍心, 硬是将身上所有的积蓄跑去买了小羊羔。 沈至当时抬手熟忍的波罗波女娘发上了小啾啾。 这是他最常做的动作。 就算他望望, 小女娘还会自个儿将脑袋凑过去。 这是给样样的。 叫声软软地咩咩小羊羔, 显然比高大的马更让小女娘欢喜。 明明不能骑, 他却可稀罕了。 谢寻美好气, 是啊, 你为了答谢, 将他取了个名叫智智。 整日智智长, 智智短。 三日后, 智智还被小女娘给养死了。 他可伤心了, 当时哭着抱在怀里。 我的智智, 你怎么说走就走了? 沈话笑, 眼红肿, 可里头仿若蕴藏着心火。 也不知是谁, 为了报复将我的智智送去了厨房。 谢寻无奈, 我记得酒肉你吃得最多, 边吃边哭, 智智, 呜呜呜, 你可真好吃。 念起往事, 兄妹两气气笑开, 散去了之前的沉闷阴霾。 四处空屁, 谢寻翻车下马后, 牵着缰绳, 带着马上的女娘, 行于山野间。 沈话抬头去看苍穹, 上头坠满了星辰。 脚跃卸下来的光泽带着朦胧的美感, 使人沉沦, 甚至贪婪地想让时间走慢些, 再走慢些。 谢寻也陷入了回忆, 那时坠牙, 已是谢寻。 与他, 前一瞬, 明明耳边还传来沈纯氏的尖叫声, 下一瞬却是战火纷飞, 硝烟弥漫。 金小将军在他面前来来回回地走, 神色胶着, 时不时停下来, 去看桌上的渔图。 上头载有山川, 各方地区。 山川, 地形, 关爱, 城池。 我方将士以筋疲力尽, 蛮敌若再攻两次, 只怕抵不住。 金小将军的唇一个劲再动, 可沈志却一个字也听不见。 他只觉得诡异, 那么高的悬崖, 他可该死了的。 可这是怎么一回事? 他低头, 几日前未见萧瑟瑟, 不慎被萧家妈抓了一爪子。 他手上的伤痕却不见了。 我? 他刚说出一个字, 嗓音却是陌生的厉害。 金小将军虎背雄腰, 他常叹, 我知你也忧心。 你我早些年, 可是平定了西北战士的, 还怕会死在这里。 他用袖子, 胡乱地擦了擦眼, 又点了点于徒善成同志成的位置。 此处, 我阿爹, 崔将军, 崔兄皆命丧于此。 当年拼尽全力, 却只能带着他们的官果回去。 这一次, 你我兄弟二人得将失去的善成收复回来。 大齐的城池, 大齐的百姓, 只能由大齐来守护, 由那群强盗什么事。 这些话的信息量太大。 原来, 他成了谢寻, 谢国功夫之子。 可沈志从未听人谈起, 金小将军同谢世子, 又去打战了。 谢寻已经忘记了, 当时变成另外一个人时, 是有多么的惊恐。 他转身看了掩马背上的女娘。 告诉她, 后来我才知, 这是我身亡后的第二年。 正身处边塞, 对抗蛮敌。 第280章, 可沈家再无神话。 他努力地消化这诡异的事实。 可沈志只是文若书生, 同战场格格不入。 那场战足足打了一年。 他没法离开, 也离不开。 甚至连封家书都没法送去封州城。 沈志不会武功, 可身体的本能说不了价。 敌人一剑刺来后, 他一个翻身行云流水地给躲了过去。 可很快, 身上中了好几件, 险些丧命。 养病期间, 沈志如何敢懈怠。 这个局面稍有不慎, 就是死。 他整宿整宿地翻查兵书, 作战经验在积累。 后, 为了撑一口气回去, 他学会了将匕首插入敌人的胸膛。 鲜血溅了一脸。 这是他第一次杀人。 恐惧的手都在抖。 那一年, 每时每刻, 与他而言都是煎熬。 再后来, 金小将军跑入他的仗侧。 他手里抱着鱼图, 摊开扑平。 谢徐! 我想到一梁计。 前次作战, 我方伤亡惨败, 贼敌也没讨了多少吼。 若是火烧他们的梁仓, 势必会乱上一万。 他点了点, 我刚得了密报, 他们押送粮草的车队会经过此处。 沈志看过去, 于途中已被金小将军标记上。 金小将军又点了一处, 此处射麻扎刀, 因为万千骑兵高速而来。 还有这里最是关键。 再后来, 善成总算夺回来了。 所有人都在欢呼雀跃。 被扣在善成多年, 颠沛流离的百姓一窝蜂冲到赤城, 同赤城的百姓抱头痛哭。 那夜, 众将是大口喝酒, 大口吃肉。 金小将军将酒水洒在善成的土地上, 净死于战争的万千亡魂。 他对身后站着的一人道, 谢学, 你我并肩作战多年, 你是好苗子, 当真不愿做五江了。 还有一旁被解救出来的鸡藤, 他有一下没一下地喝着酒。 他说, 真没想到, 我还能再回去。 一个不起眼的质子, 走到哪里都只有被丢弃的命。 再后来, 他同队伍一道, 回了圣经。 他迫不及待的树之后, 就准备去丰州城接赏话, 却意外得知沈为亡顾。 沈志本对当年坠崖的事耿耿于怀, 他比谁都清楚, 那次不是意外, 是人为。 其中更是重重一点, 他怀疑的人有很多, 这些都是他要去一一调查的。 可一团乱麻下, 贺地的一道圣旨让他动身剿匪。 他不得不领命。 然, 他到底是过于天真了。 去后, 他建了当地之府, 要了布防图, 同其商量作战策略。 如何攻, 如何防。 可谁能猜到, 那些山匪同官府早已勾结。 等他察觉不对时, 已是前后受敌。 整支剿匪队全部被击杀。 他的头也被割了一半, 再也没法去接他的样样。 少年的眼睁得大大的, 死不瞑目。 沈志的魂魄飘了出来, 他看着装着尸身的棺果, 被运回圣经。 辅国公苍老了数岁, 一夜白发。 谢一宁跪在棺果前,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而辅国公夫人死活不幸, 非要开棺宴上一宴。 我而活得好好的。 谁说他死了? 里面不是他, 绝不是他。 开棺? 我不信。 我如何能信? 棺材板被挪动, 浓郁血腥味和死气腐烂味弥漫开来。 随后, 灵堂传来辅国公夫人彻底地崩溃大哭。 沈志莫名地难过。 谢寻入葬后, 他就在那守着。 不知为何, 他的魂魄四受了禁锢般, 无法离开墓第三丈远。 金小将军来过, 烧了不少兵书。 春又去, 东又来, 四季变化。 也不知过了几载, 鸡腾来了。 他不再是审知记忆里, 古兽灵巡的模样。 此刻一身黄袍, 威严贵气逼人。 鸡腾静静地, 看着墓碑许久。 你说说你, 给那昏庸无道的蠢货, 卖什么命? 谢寻, 你若是还活着, 应当愿意为我办事的。 直到, 有人身子勾搂, 将脸藏匿于帽兜之下的三长老, 为了躲贺地追杀, 途进此地。 自寿命给杨林侯府催运下古失败后, 他躲躲藏藏狗起了数年。 三长老缓缓地看向谢家祖坟处, 准确而言, 是沈志所在的方向。 沈志心口一跳, 险些以为他能看见自己。 可很快, 三长老又继续赶着路, 沈志没法听到他嘴里的念念叨叨。 我一生恶贯满盈, 不知害了多少人。 愿做善事为我而天蝎福德, 愿他早日投胎, 来世顺遂。 他一走, 沈志惊喜地发现他能动了。 他迫不及待地去了丰州城, 可沈家再无沈话。 明明布局依旧, 可一切都是陌生的。 来来往往, 奴仆全部是生面孔。 他游荡无果, 却见紧锣御衣的妇人, 金头迎面。 他对面坐着沈贺文。 沈薛是用帕子擦了擦唇绊, 公子可回来了。 回夫人, 还不藏。 让厨房做些鸡汤, 这几日, 他也辛苦了。 也好补上一补。 沈薛是没烧带洗, 也得亏他想开了, 将沈话送给了陆之府。 一个死人, 换来我沈家绣防鼠不尽的荣耀。 这是好事。 沈贺文儒雅地笑了笑。 我家样样, 一直是好孩子。 沈志恨不得手刃这些畜生。 他从未想过, 日思夜想的妹妹, 此刻孤零零凄惨地躺在草席上。 所有人都在利用他。 道貌黯然至极, 不要脸更慎。 沈志浑身都在轻颤。 他扑过去, 想把他抱走, 却总是碰了个空。 他只能呆滞地坐着。 直到, 有人赶来。 有个被称作催猴的男子, 面色冷俊, 容色冷清。 他端人正式秉公任职, 彻底揭露了陆远道的肮脏。 这才让御史大怒, 将其制服扣压。 他手上的珠子, 很漂亮。 有一颗留在了样样手上, 他还吩咐手下的人, 安葬了他的妹妹。 沈志如何不屑他。 紧跟着, 他的魂魄被迫飘起, 一路飘去边塞。 再度醒来, 他又成了谢寻。 还是金小将军在说话。 我方将士以筋疲力尽, 满敌若再攻两次, 只怕抵不住。 不同于上次, 此刻的沈志很平静。 金重, 我想到一凉计。 金小将军, 你说, 沈志将他的话原封不动地送回去。 前次作战, 我方伤亡惨败, 贼一敌也没讨了多少吼。 若是火烧他们的粮仓, 势必会乱上一乱。 第281章, 兜兜转转间, 他是谢寻, 还是沈志。 在后来, 这一战快结束后, 他见了三清道长。 他忧心沈话孱弱的身子, 三清道长却在他面前提起了崔韵。 若是放到以前, 他怎放心将沈话交给外人。 可在三清道长点名崔韵后, 他二话不说的硬朗, 崔韵身边有尼康不说, 他的为人, 沈志也信得过。 这一世, 同前世的诡计重合, 鸡藤孤零零地坐在一处, 一个不起眼的质子, 走到哪里, 都只有被丢弃的命。 他没有同上回那般, 沉默待之, 而是上前拍了拍鸡藤的肩。 他示意鸡藤去看那些欢呼雀跃, 盔甲上还沾着血的将士。 丢弃? 至少在这些人眼里, 他们等着一刻很久了。 他笑了笑, 冲最不起眼的鸡藤拱手, 谢寻在此宫后三皇子归。 他回圣经后, 果然接到了剿匪的命令。 他也去找了崔韵, 成功将沈化托付给他。 有的再变, 有的却没变, 应了那句势在人为。 所以, 他哪里舍得不要样样, 兜兜转转间, 他险些都要分不清自己是谢寻还是沈志了。 可他清楚, 这一世是专门为沈化回来的。 这些惨痛的事, 谢寻如何舍得说出来, 让女娘再哭上一哭。 许氏阿兄在, 月色显色格外温柔。 沈化显然很在意谢寻的那句话, 他抿着唇, 就这样看着他。 谢寻也看着他, 眉目俊朗温柔。 多次想过亲自去接你, 却总是为人愿, 许氏想得多了, 夜里总能梦到。 梦到我们样样坐在小圆凳上, 在沈府门前左盼右盼。 那时马蹄渐渐, 沈化激动地站起来, 他握着缰绳翻身下马, 来到小女娘跟前。 能说上一句, 阿兄带着样样想要的马回来了, 只是梦总是碎的, 我没找到样样。 沈化指尖跟着泛白, 总觉得不对, 可又说不出哪里不对。 后来, 请催侯去接你, 却不想, 你同他怪事亲密, 我迟了一步。 你不曾看不瑶, 又对我疏离万千, 还总想着不留千扯亲算个彻底。 沈化默默地垂下了脑袋, 听着, 好像是他的错, 那也不能全怪我。 阿兄当时就不能直接将不瑶送到我眼皮子底下。 谢勋无奈, 你身侧有个功夫不浅的隐位, 片刻不离, 若像今夜这般哭得厉害, 只怕让其察觉不对。 这件事实在扑朔迷离, 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杨陵侯府辅佐帝王, 至今不曾站队, 谢勋不知崔运最后会选择太子, 还是四皇子。 左右这两种选项, 辅国公府不会选。 因有审化的关系, 谢勋不愿同崔运疏途末路, 他也有意将其拉到三皇子鸡腾麾下。 如今, 崔侯对你照顾有加, 想来是真把你当表妹对待的。 这一点, 沈化认同, 他萌萌地点了点头, 他对我的确没话说, 我也不是不懂事的女娘, 日后, 自会孝敬她。 往后的逢年过节, 定会送去节礼。 也成, 万不能失了礼数。 沈化恩了一声, 又慢吞吞地问, 你托崔运照顾我, 前因是剿匪, 后你回圣经, 为何不把我接走? 谢寻顿足, 马儿也止步。 他低头咀嚼山野的草, 时不时悠闲地甩下尾巴。 我若提出接你走, 你还会留在杨林侯府? 不会, 这两个字很干脆。 谢寻笑, 可泱泱, 在身子好彻底前, 你得继续留在那里。 沈化若有所思, 谢寻明明别的什么也没说, 可女娘好似猜到了什么。 一日, 赶路继续, 车厢内。 崔柔明显地察觉, 今儿沈化心情极好, 眉眼弯弯, 同他说话的语气都透着一股愉悦。 尤其崔运拧着没问崔柔, 为何如此简单的诗句都能被出错时, 沈化竟然还帮他说话了。 错了改就是, 你怎如此严苛? 他错一次, 你纠正一次, 错两次, 纠正两次。 若是一点错都不犯, 还用得着你教? 崔柔都感动死了。 崔运当时一言不发地听着, 随后神色淡淡地落在沈化身上。 你若得闲, 不若帮他背诵。 沈化一口硬下, 不过多数, 女娘和平的语调, 不由自主地往上飙升。 错了, 下一句又忘了, 不要用这种眼神看着我, 我不会给你放水。 反反复复地听着你背, 我都会了。 崔荣, 他让出舞台, 你会你来。 这么长又绕口的诗词, 他就不信沈化会。 沈化一梗, 表哥, 还是你来吧。 我想了又想, 还是严实出高途。 到了围场, 光是行程花了足足两日。 围场设在东浦山, 此处是皇家猎院。 沈化他们到时, 此处早已搭好了牙杖垫卧。 舟车劳顿, 贺帝和太后早已撑不住, 早早地去账那些行。 一同来此的, 除了邹皇后, 还有三位妃嫔, 其中有最受宠的靖妃, 也全然入了账。 他努力在四周寻找谢寻的身影, 却在下一瞬, 瞧见了许久不见的严密。 他穿得很是单薄, 同上回相比, 下巴都尖了不少。 他脸眸恭敬地, 跟在提督夫人身后。 行为举止规范标准, 贵女气度净险。 同周遭, 挽着阿娘的众女娘, 格格不入。 提督夫人正同魏国公夫人攀谈。 魏国公夫人身后, 是戴着面具的魏西衡。 提督夫人问, 大公子的脸。 可是上回被毒锋咬了, 还不曾得好。 这些时日过去, 也颇久了些。 魏国公夫人忙到, 是花粉过敏。 他绝口不提, 魏西衡地被毒锋钉了后, 至今不得好转。 红一块, 肿一块, 更会流浓。 丑得不成样子。 如何能见人? 好不容易治好了不能人道的毛病。 他胆怎么又要吃这种苦? 魏家仿若乌云笼罩, 上下为了他急的团团转。 可偏偏魏国公府被贺帝狠狠�斥责。 也跟着不好过。 圣经的大夫就插看了个遍, 又不敢去皇宫请太医, 触贺帝的眉头。 春烈名单上有魏西衡的名, 他又敢能不来。 魏国公夫人对魏西衡道, 上回定亲你没法献身, 已是委屈了颜娘子, 还不快上前道个不是。 魏西衡闻言, 连忙朝颜密行礼。 颜密也便服了服身子。 第282章, 他疼, 你快给他吹吹。 提督夫人同魏国公夫人轻易地说着话。 至于其中几分真心, 几分假意, 就不得为之了。 魏西衡对最闲尽不过严密, 满意至极。 他只是痛恨脸, 无处一致。 总不能待着面具过一辈子。 他如何能忍受, 就连照着镜子都嫌恶险。 一群庸医。 为此, 他的脾气越发地差, 怒火无处发现, 对身边伺候的奴仆更是非打即骂。 严密微蹉了一下眉, 他没看魏西衡一眼, 反倒稍稍测了一下脸, 去看不远处正看着自己的省话。 省话娇娇柔柔地立在那处, 两人视线一对上, 女娘便歪了歪脑袋, 亲浅笑开。 他在看严密是有些复杂的。 严密喜欢的是真正的谢寻, 还是省知? 不管是哪一个, 可阿雄喜欢的是小姐姐。 便是他嫁人了, 也没舍得忘。 年少的喜欢和求而不得, 是最致命的。 就怕有的人会用一辈子去缅怀。 严密对着省话也弯了弯唇半。 魏西衡不曾想, 严密冲他笑的模样, 可真美。 他晃了晃心神, 同位国公夫人离开后, 都久久难忘那惊鸿一瞥。 提督夫人一直在留意严密, 此刻顺着他目光的方向看过去, 他俨然记得省话。 上回省话同为盈盈, 激活这帮人贸然闯他提督府, 伤他, 甚至闹到官家里。 为此, 他是特地查过省话身份的。 再见, 让他如何会欢喜? 他冷不丁出生, 一个身份卑微的表姑娘, 也值得你惦记。 这女娘也是有本事, 靠着一张脸, 静哄得醉君子之风的崔猴, 将人带来了猎场。 他胜卷正浓是不错, 可当此处是什么场合? 杨林侯府的长辈, 也能由得了他胡来。 若是严安敢如此, 他比不会留这么一个表姑娘在府上, 定然早早处置。 这点上, 宣书与永远比不了他。 你还要阿娘说多少次? 你身份尊贵, 一言一行, 不能丢了严家的脸面。 为家那个翻不了身, 我不让你同他再有来往, 更遑论这一个。 身份尊贵。 这句话严密听得够多了, 可偏偏身份最贵的他 被荡成物件, 卖给了魏国公府。 这四个字真是自相矛盾。 阿娘, 他刚起了个头, 就被提督夫人冷冷打断。 我不愿听的话, 你就默提了, 别让阿娘不渝。 他抬手将严密发间的簪花拨正。 好孩子, 你是乖巧的。 你只有听话了, 每月去钱庄的事, 我才好继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你说是不是? 这一句话, 彻底掐住严密的软肋。 他面色一白。 阿娘。 说的是, 这便两人的说话声, 自然传不到沈话里。 他刚觉得严密不对劲时, 崔韵便走了过来。 不远处有座湖, 七王爷他们正在垂掉。 你可要过去凑个热闹。 官家这几日食不甘味, 晚膳得先紧着宫里的贵人, 此处比圣经冷得多, 山头的雪至今未容。 回头送过来的饭菜, 怕也都得凉的。 沈话明白了, 自然要去的。 他还挺爱吃鱼的, 尤其是抢来的。 夕阳往下坠, 残鱼霞光万丈, 落在湖面上连带着一道勾勒绚丽的画卷。 梁风搜搜, 沈话国锦雕锚锚, 再度感受到了圣经的冬日。 那边, 姬霍肆意嘲讽, 骑了两日马, 自个儿媳妇都不敢面对。 你躲得了初三, 躲不了十五, 这几日得同公主入一个仗。 我是愿意收留你的, 不过, 姬霍已经听不下去了。 谁稀罕? 你求我, 我也不乐意过去。 这些十日, 贺帝多次催促他开枝散叶, 他还能跑去别的帐篷。 他早就和乐家商量好了, 他打地铺, 久久不见鱼儿上钩, 激活不免兴气浮躁。 别说话分我心神, 你也离我远些。 自己没本事, 也怪得了谁。 姬霍肥色舞的显摆, 这垂雕技术, 你还是得多同我学学。 当然, 我不会教。 这话, 说得实在猖狂。 沈化险些怀疑, 鸡河的桶里装满了。 他走进, 去看鸡货的水桶, 一尾鱼都没, 真没用。 再去看先前叫嚣的鸡河身侧摆着的水桶, 有一尾鱼, 却还不及他小拇指长, 也没好到哪里去。 沈化嫌弃地后退几步, 撞上了崔韵的胸膛。 女娘下意识转身, 额头又重重地磕到她的下额。 沈化狼狈抬手摸了摸额, 她痛苦地一别嘴, 很孝顺地焦虑询问, 表哥你疼吗? 你们干嘛呢? 当这里没人吗? 好歹注意些。 激活看过来, 见两人贴在一处, 刺眼万千, 不免恼怒。 崔韵没理他。 不疼。 这话是对沈化说的。 沈化放心, 那就好。 崔荣看着沈化故意投怀送抱, 很严肃地蹦着脸。 你额头都撞红了, 你说我二叔疼不疼? 他疼。 你快给他吹吹。 自己做的孽, 你得还。 我二叔不是能被你白撞的。 激活不怒了, 鸡河手里的吊杆落地, 就连远处一直默默垂掉的鸡腾 都没忍住侧头看过来。 崔韵眉心微拢, 训斥之言还不曾说出口, 就见沈化眸光一亮。 女娘眼底崩出喜意, 崔韵很为难, 她能看出沈化的迫不及待。 她的唇动了动, 正要委婉地拒绝, 就听身后一道温和的嗓音。 她是女娘, 如何能行? 崔侯若不介意, 我可代劳。 沈化亮晶晶的眸子, 看向谢寻。 她忍住跑上前的冲动, 鸡腾的手一抖, 吓跑了刚要上钩的鱼儿。 鸡和错愕地平住呼吸。 这会儿, 鸡祸跳起来, 打起来, 谢寻争气点, 我赌你赢。 谢寻的话, 听着实在刺耳。 崔韵似听了极为可笑的言辞, 她取出玉瓶, 只副沾了膏药, 细细推开涂在沈化额尖。 沈化吃痛, 身子往后痒。 别动。 崔韵拿着玉瓶的手, 扣住她的肩。 这一小瓶花了数十种珍贵的药材, 倪康光是凑极花了三年。 效果几好。 沈化不动了, 她的额头那处痛感, 好似也有在削减。 沈化叮嘱她, 那你多图点。 两人的互动, 好似别人如何也插不进去。 崔韵得应了一声, 做好这些, 她这才转身淡笑地看向谢寻。 谢氏子说笑了, 你拿什么身份代劳? 第283章, 崔韵倒有些心疼谢寻了。 谢寻狠狠你眉, 却很快诱书展开。 她倒能理解崔韵。 往前若有别家少年郎凑到沈化跟前, 她也不会给一个好脸。 自家好好的女娘, 如何能被外人寄予? 崔韵不知她身份, 顾不待见她作为, 这半道来的表兄, 也的确称职。 她失笑, 在军中多年, 我烤的鱼味道不错, 等晚些, 崔侯同沈娘子一道尝尝。 沈化一口硬下, 好啊, 我们本来就是来吃鱼的, 既然谢柿子会做, 那就等她吃了。 崔韵不渝于沈化。 沈化仰头去看崔韵, 只当她不想欠人情。 换成以前沈化也不愿, 可此刻自然另当别论了。 她愿意的, 表兄何必对她这般客气? 你我不用动手, 坐享其成等着吃不好吗? 女娘又细细叮嘱谢寻, 要烤娇一些, 我喜欢。 好。 给我表哥也烤娇一些。 好。 崔韵一顿, 女娘这个时候, 还不忘自己。 看来谢寻便是在殷勤, 女娘眉心眉肺, 也不会把她放在心上。 这一刻, 崔韵倒有些心疼谢寻了。 她的眉心松了下来, 又扯了扯嘴角, 那就有劳了。 崔韵谈了谈一百, 她向谢寻致歉, 我这表妹使唤起人来, 是当真不见外。 让世子见笑了, 激活听得一阵火大。 谢寻, 删她。 谢寻却笑, 无事, 激活。 她没想到, 谢寻为了审话, 可以这般卑微。 眼瞧着, 不久前还凝重不已的氛围, 轻飘飘被掀过, 换成了一派和平, 好似不久前的一幕从未发生。 看戏的激活, 为此颇为不痛快, 等谢寻走开, 崔韵带着沈华去周边拾柴, 她费解不已, 怎么回事? 如此嚣张挑衅, 我都瞧不过去, 谢寻竟然还笑了下。 她请沈娘子吃鱼也就算了, 请崔韵又算了什么事? 她又推了推身侧的激活, 你看懂了吗? 激活陷入深思, 也不知过了多久。 你可知我, 为何同崔韵交好? 交好? 明明是你死气白赖缠着她。 行, 你可知我为何死气白赖缠着她? 激活没好气, 我怎知? 激活语重心长地告诉她, 圣经二子是她和谢寻, 压根没有我的一席之地。 物以群分, 人以类聚, 我总想着相处久了, 总能学到些什么, 久而久之下去, 若没法几下谢寻, 没准多了个圣经三子。 激活? 这种梦, 我都不敢做。 激活仿若未闻, 可我努力了这么多年, 一直原地打转, 毫无意义。 她又平心静气道, 你为何觉得我能懂? 这边, 谢寻走进激藤, 果然如她所想, 激藤的耐心极好。 不同于另外两人, 她的鱼桶早已满了, 娓娓肥美。 激藤望着被风吹的褶皱, 一圈圈荡着水波的湖面。 催运不洗你, 她嗓音很低, 却足够让谢寻听了得彻底。 何以见得, 我对她还是颇为了解的。 谢寻一愣, 她俨然还记得, 年前同激藤回圣经时, 她有意向其透露如今的时局。 刚起来的头提及鸡坠, 激藤却不愿听她的事。 那时, 她只是问, 杨林侯府的催运可相识? 同我说说她吧。 谢寻知, 当年邵家满门惨死, 是催杨领命行刑。 可激藤对催运的态度 一直让人身不透, 让她没法看出 其中有没有恨。 她念着沈话, 到底斟酌一下后出生。 圣经能用的人并不多, 你觉得她如何? 杨林侯府地位居高不说, 她又在官场臣服多年, 人脉也有。 大理四卿虽是三品, 可手中的权力 却高于不少公骨老臣。 谢寻又道, 她不于衷, 同妻父兄到底不同, 这些年, 行事力求一个吻字。 许是不愿掺太子 和四皇子的那趟浑水。 激藤却道, 这种人也最适合当宁臣。 你信不信, 她能成为最锋利的匕首? 可若使用不当, 刀刃对的是我们。 说着, 她给湖面撒了些鱼石。 别小看她, 她的暗中势力只怕不守。 她对皇室的恨没准 更不比我少。 谢寻想起一事, 眸光一颤。 那你如何想的, 好歹给一句准话。 若是有意, 我尽早安排。 激藤, 此事日后在意。 我瞧着你, 对她身侧的女娘很是不同。 可是重业, 你多虑了。 那便好, 不然回头也麻烦。 谢寻听得云里雾里, 可很快, 她去看木桶里的鱼。 倒是多, 也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那便全烤了吧。 怕是吃不完, 吃不完的拿去卖。 鸡藤很有生意头脑, 卖给公亲王柿子。 天色渐晚, 周遭跟着陷入黑尘。 篝火生起, 烤鱼的香味, 令人垂涎。 沈化吃得鼓鼓嚷嚷。 三堂哥, 这么多条鱼左右你也吃不完。 给我一条怎么了? 崔韵他们都能吃, 凭什么没有我的份。 不同在谢寻面前的神色, 鸡藤此刻不敢去看激活。 说得很小声, 他们是谢柿子请的客。 鸡藤吃得满嘴流油。 你学我付银子, 也就有得吃了。 堂堂柿子抠抠嗖嗖, 也不怕让人笑话。 哼, 说得真是轻巧。 鸡藤恨不得甩头走人, 可偏偏他太想吃了。 鸡藤心浮气躁, 去看鸡藤多少钱。 鸡藤伸出一只手, 又是五十两, 你怎么不去抢? 鸡藤四下到了, 红着脸吞吞吐吐, 说不出所以然来。 他这般模样, 鸡藤本就可怜, 当质子这些年 更不知遭了多少罪。 能说他见钱眼开吗? 不能, 他只是穷太久了。 能说他出价昂贵宰人吗? 也不能, 三皇子亲自钓的鱼, 谢柿子亲手烤的, 如何能同酒楼的菜品相提并论? 崔韵旦旦, 柿子若不吃, 就不用给了。 我吃, 谁说我不吃了? 鸡货还是一周, 锁定一人。 荣姐儿, 再借我五十两。 崔荣很好说话的, 给他银子。 沈华看在眼里, 不免惊诧。 你? 崔荣凑近他, 我和你说, 他可傻了。 钱都同我讲, 回头会翻倍还我。 算了算, 他得给我两百两。 他浑身上下都写着, 快夸我。 沈华沉阴片刻, 你就不怕。 他还不起。 崔荣一愣, 的确也有这可能。 他有些心慌到底询问, 还不起的话, 他会如何? 沈华微微一笑, 赖账。 没写完, 还有一张晚点发。 第284章, 命中范小仁。 一日, 赫帝扶着太后出场, 邹皇后跟在身后, 领着这次来春烈的后宫嫔妃。 所有人都恭敬地跪在地上, 恭请圣安。 赫帝入座后, 这才笑道, 无需多礼, 快快起身。 春烈放松身心, 而等无需拘谨。 说着, 他沉阴片刻, 似不惊一般提及, 去年镇计的是金仲拔的头筹。 邹皇后浅笑应, 是金小将军不错。 这次他养伤无法前来。 赫帝感慨万千, 也便当着众人的面, 生情并茂, 分说, 武将亲人巨少离多的不容易。 他一身明黄色祈福, 上头还绣着针脚细腻的龙纹, 俨然也是要下场打猎的。 何善童威严在他身上并存, 却不显为何。 可就是这么一个人, 将虚伪二字刻在了骨子里。 黄泉在握的这一路, 他不知害了多少人。 沈化看在眼里, 轻轻地择了一声。 我总算是明白了人面兽心是怎么一回事了。 再看看那些个达官显贵。 听得多认真, 甚至有人用袖子擦了擦眼角的湿润。 真假。 沈化没忍住侧头去看身侧的崔韵, 男人神色淡淡, 同那些官员相比, 实在冷漠了些。 沈化惊不住地问, 你要不要也一丝一丝。 不了。 哎, 不合群了。 沈化, 不过也是, 好端端的日子, 哭什么丧。 两人正轻声说着话, 远处的击鼓声彻底响起。 春烈正式开始。 贺帝率先驾马离去, 诸多公子哥背着弓箭, 雄姿应发地跟上。 谢寻领着谢一宁走过来。 他温和地看向崔韵, 难得见你上场, 可要较量较量。 崔韵神色平静, 雀之不恭。 就在这时, 姬师抿着一身精致的祈福, 朝这边走过来。 谢一宁一见是他, 下意识攥紧了手指。 他是万分不喜这个五公主的。 而, 沈化只会比他更厌恶。 在看场地还未散去命负眼底的新赵不宣, 以及高台上坐着的邹皇后。 沈化面无表情。 是了, 险些忘了, 五公主和谢寻, 玩家有意止婚。 姬师闽打扮得很娇俏, 他笑盈盈地拉住谢一宁的手。 一点没有公主架子, 谢一宁吓得下意识的剧烈抖了抖。 是穿得少了, 竟冷成这样。 姬师闽, 左儿送的樱桃你可还喜欢。 谢一宁不喜欢, 他都不敢吃。 偏偏是公主赏的。 如何能推辞? 可姬师闽越是这般, 他心下愈发抵触。 姬师闽身后的宫壁, 恰到好处的出生。 那是公主从皇后娘娘那里得来的, 是附属国上贡之物。 公主就得了这么一盘, 尽数都给谢娘子了。 可见, 公主是真的喜欢谢娘子宁。 姬师闽, 此话不假, 我瞧着谢妹妹, 便觉得可亲。 谢寻及时解围, 姻宁可有谢过公主。 谢一宁抽回手, 连忙扶了扶身子, 老公主费心了。 见外了不是。 谢师子, 入围场后, 我能同你一道吗? 谢寻是武将, 自然对骑射不错的女娘赞赏有加, 她贵为公主, 主动向提, 谁能拒绝这美差事? 姬师闽很有信心。 她得体的倾效, 我也才会圣经不久。 前些年一直在境外养病, 眼下看看好了些, 可又生怕有个意外。 简直是将心思摆在明面上了。 谢一宁紧张不已, 忧心谢寻应下。 前头姬师闽还提及樱桃, 这会儿谢寻若拒绝, 实在不讲情面了些。 可若不拒绝, 众目睽睽之下, 只怕谢寻就贴上驸马的标签了。 答应不是, 不答应也不是。 然, 沈家样样能让这什么公主挟恩图报得逞? 她挤上去, 怕是不巧公主来晚了, 谢师子同催侯约定一同狩猎, 若是带着你, 被拖累, 只怕会影响发挥。 姬师闽, 这有你说话的份, 要不是念着沈化是崔韵带来的人, 她定然翻脸。 姬师闽自持身份, 也不愿同沈化这般没教养的女娘多言, 只是美眸柔柔, 韩晴凝视着谢寻, 我是给谢师子添麻烦了吗? 可不是吗? 沈化抵御防备, 气场全开。 谢师子拒绝的话直说便是, 无需考虑这个, 又去考虑那个。 五公主还能仗着身份压人, 她读的是圣贤书, 在世之书打理不过, 知道强人所难这四字怎么写, 又如何会逼迫你? 她是那种人吗? 不是。 沈化说完这句话, 扭头来寻求姬师闽意见。 对吧? 姬师闽面色一僵? 对。 可是人都说谢师子见无虚发, 本公主喜欢射箭, 自也想亲眼见见。 她仍旧没得谢寻回应, 就见沈化眉眼利见的再次出声。 公主喜欢射箭, 可瞧了, 你也没法将本事学到自己身上。 这一句话到提点姬师闽, 若能得谢师子指点, 那就更不可能了, 公主是金枝玉叶, 教射箭一事, 免不得姿势不对, 还得手把手地叫。 谢师子如何能冒犯您? 公主若真想学自有夫子教, 谢师子指点的都是皮操肉厚的将士兵士, 他手下没轻重, 若是伤了您又如何是好? 闻言, 姬师闽恼不已, 他看着沈化的眼神转为不善。 放肆! 崔侯带来的人, 竟敢如此大不敬? 谢师子一句话都没说, 这儿有你多嘴的份。 崔运不已, 他上前淡淡道, 他生性单纯良善, 聚聚为公主考量。 公主这是作何? 既然身子鼓弱, 还是默去为常的好, 免得受了惊吓。 若真要去, 谢师子怕是无法实时看顾, 公主还不如寻上数十名官吏陪同保护。 谢寻也道, 确然如此。 姬师闽咬着牙, 那便算了。 见谢寻这边没法松动, 只好又同谢姨您亲你说话。 过些十日, 我要去三清关寻道长算算姻缘, 你可要一道。 他说这话是, 还不忘看谢寻一眼。 谢姨您紧张不已, 直到一双手附了上来。 守得主人沈化张嘴就来, 巧了不是, 前些日子, 谢师子也去算命了。 姬师闽看向谢寻, 算的是什么? 不太好。 沈化微笑, 倒是说, 谢师子近些十日命中犯小人。 沈化又补充一句, 生了股玉盖弥彰的味道, 当然绝不是公主您。 第285章 我劝表哥对我说话客气点。 姬师闽实在找不出任何理由降嘴沈化, 只能阴沉着脸离开。 他一走, 崔运同谢寻自也得入猎场。 崔运逆着哼着小曲得意忘形的沈化, 他冷冷轻轻地站在一处, 别再惹事。 谢寻, 不过是些无伤大雅的言辞, 我倒觉得无妨, 女娘调皮些才好。 沈化躲着小步, 他看看谢寻, 又再去看崔运, 女娘伸出一根拇指, 点了点崔运的胳膊。 你看看你, 说的话一对比就不中听了。 崔运扯了扯嘴角, 若不管数, 你怕是得上天了。 谢世子倒有妹妹, 故他盼着谢娘子能胆大些, 若谢娘子是你这种的, 你当他还能说得出这种话? 我这种的怎么了? 沈化你没, 我劝表哥对我说话客气点。 他可是有亲兄长的人了。 崔运神色变凉, 半想亲和一声, 而姬师闽入了帐后, 更是翻手摔了帐内的花瓶。 公主息怒, 看着一地狼藉, 姬师闽平复急促的呼吸, 脸淡带着丝丝扭曲, 她由不解恨。 被一个身份卑微的女娘, 如此戏耍, 她如何能愿意? 去给我查查她。 是, 宫必应下, 不过多时, 就见外头有人入内。 眼下在外, 你少惹事。 邹皇后一态万千, 她端庄不凡, 雍容而华贵。 随着她步步走近, 姬师闽的神色化为不甘。 母后? 行了。 邹皇后, 你常年养病, 故, 无无法起教导之责, 也让你的心思实在浅了些。 难怪当年姬师岳在时, 你父皇对她的喜爱高过你。 现在是去计较审话的是吗? 没瞧见当时, 崔韵同谢寻都护着她吗? 若是真有这功夫, 同谢宜宁相处融洽, 才是正理。 一听邹皇后提及三公主姬师岳, 姬师闽的脸色变得愈发难看。 当年, 只要姬师岳在, 就能轻而易举地夺走留在她身上所有目光。 她已远嫁, 如何再比得过我? 邹皇后闭了闭眼, 这种话日后莫说了。 若是回到当年能够选择, 你父皇定会保下她, 送你去远嫁。 一年又一年过去, 每年的中秋, 贺帝总要多次询问, 可有姬师岳的家书。 你父皇昨夜又留宿在禁飞帐内, 眼瞧着四皇子如日中天, 可你皇兄至今还在吃冷板凳。 这次姬和邪乐家一到来, 你父皇对他的态度也好转了不少, 这次狩猎亲自让他相拍。 换成以往, 你父皇会给他多少好脸? 可越是这样, 他们的日子愈发煎熬。 所有人都说过去的少贵妃输得一败涂地, 可他作为一国之母, 又如何赢过? 姬师岳呼吸一致, 你可知你父皇没有一个好友投钱, 为何迟迟不敢下圣旨赐婚? 邹皇后去圆椅前坐下, 很快有宫碧轻生轻脚地处理了一地的瓷片, 又有伺候的人送上热茶。 他没接, 只是看着姬师敏, 眼瞳里头空洞洞的, 他也没指望姬师敏能答上。 两个呼吸间, 他说, 周王两家一世后, 本就存下诟病。 吼, 你皇兄看上温儿姑娘, 你父皇也有意打压永昌伯爵府。 当年, 正逢多世之秋, 西北战事未平息, 水米之乡的恒州又是大汉, 灾民无数。 温依染囚死败, 大旗为此事闹得沸沸扬扬, 更有人言和地德不配为。 虽说后头你皇兄退了婚, 可流言蜚语仍旧残留许久。 你父皇如何能听的? 贺帝有意打压武将, 可这天下没法太平, 若不想大旗陷入乱世, 能少了武将。 又过了几年, 贺帝手中的权力分散, 更有各地之府贪污受贿, 做起了土皇帝。 杨林侯府这才再次走进众人视线。 所有人都说, 贺帝不愿崔家子继续明珠蒙臣, 不顾众臣反对, 三品大理四卿的位置说给就给。 可真的是这样吗? 贺帝明明需要一把足够锋利的匕首。 而崔运身份特殊是最合适的人选。 何况, 这份提拔之恩, 崔运办事更会尽心, 对贺帝感激涕零。 若非如此, 他如何会重用崔运? 帝王就是这样, 用得到你实现好白好。 若用不到了, 后果如何? 谁又说得准? 如今, 朝中势力盘根错节, 你父皇也老了。 他培养心腹, 为了就是制衡二字, 就越害怕失去。 所以, 他打压你皇兄, 又不准四皇子党派得意忘形。 后, 又因诸多因素, 这才又将温依然再赐婚给宣臣。 贺帝是知道错了吗? 不是, 他不过是为了私心和利益。 这件事, 也算是自打脸面, 可出自帝王之手, 经他有意引导, 反倒成了美名。 如此事下, 贺帝如何再能对朝中官员大手一挥赐婚? 你有功夫在屋内生闷气, 倒不如接着机会多同谢家女攀谈。 邹皇后, 我只让你如此是自降身份, 可谢勋的确是良配。 他为驸马后, 便是不能入朝为官, 也能助你皇兄一臂之力。 你父皇至今不曾给他委任官职, 一事不知该给什么位置, 二事还在给你机会。 他的身子往前倾, 我的二, 你的荣耀是你父皇给的, 他能给自然也能收。 可等你皇兄登上那个位置, 才能抱你永久尊贵无双。 送走邹皇后后, 姬师鸣整个人都是凌乱的。 他捧着热茶, 喝了几口, 身上才有了些许暖流。 而这时, 公币从外头跑入内。 公主, 奴婢刚命咱们的人留意的女娘, 去得知一事。 昨夜半星湖内, 谢世子曾对他照顾有加。 姬师鸣疏然起身, 当真, 应当不假, 他算什么东西。 不过一炷香, 姬师鸣身侧伺候的公公低垂着头, 袖口处鼓鼓地, 不知藏了何物。 他急步而行, 等到了审化的帐子, 见里头无人, 四下也无人, 迅速扔了一屋入内。 很快, 做好这些, 又匆匆离去。 鸣武咬着鸡腿, 目送他走远。 他眯了眯眼入内, 就见地上多了条, 藏了条游在冬眠的毒蛇。 其中花斑点点, 鲜艳夺目。 寻常女娘, 见了, 怕是得吓破胆。 沈娘子娇娇的, 又何尝不是。 鸣武的眸光变得凌厉。 第286章, 我帮的可不是你。 这香, 有不少野物从崔运眼前窜过, 毛色皆不如省化那一身雕毛。 为此, 他很快撇开视线, 不曾举起手中的弓箭。 谢寻好像也不急。 他慢悠悠地架着马, 从袖中取出一物, 抛给崔运。 前些十日, 我去丰州了, 这是沈娘子早些年用的熏香。 崔运一把接住, 他平静地看了一眼后, 这才淡漠道, 尼康已咽, 熏香里头的一味相同药方的一味要相冲。 谢寻的脸黑了。 当年得了药方, 他去变了丰州所有的药方, 数十名大夫接一一看了。 这才敢让沈花吃, 一吃就是数年。 起先是有效果的, 可后头沈花身子越发得不好, 效果也渐渐地淡了。 他忽然一致, 后背隐隐发凉。 药方是早有的, 可, 熏香是后头才出现的。 当年, 沈薇经商回来, 带了不少女儿家的物件。 而那熏香原本是给沈纯氏的。 后来, 样样爱美时不时跑去沈纯氏屋里蹭。 熏香难得, 沈纯氏见他实在喜欢, 索性就都给他了。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 沈薇梅回高价从外头带来的熏香 也一并随着流水般的补品一同送进沈花屋里。 那这期间, 是凑巧还是人为? 他刚想到这里, 就听崔韵淡淡补充。 说是香, 实则也不妥当。 此物比熏香里头最贵的龙咸香, 还要昂贵不说, 此物难寻更难种植, 等嫌作坊嫌少会加入此物, 若是客树控制不好, 多了刺鼻, 少了寡淡, 稍有不慎便会影响熏香特有味道。 崔韵看着他, 三个字说得很慢, 是人为。 既然要查, 他无法拦住谢寻, 不如交换各自的信息, 情报互通, 才会事半功倍。 谢寻也自然明白崔韵之意, 他的唇动了动。 你的消息倒是灵通, 我去丰州城的确查的还有一件事。 崔韵脸眉, 我知。 谢寻不免防备。 崔韵并非查你, 只是在封州城流的眼线不少。 要帮忙吗? 谢寻形势一向隐蔽, 可见崔韵的眼线。 谢寻比谁都更迫切地想要让真相大白。 而偏偏, 他在圣经有人脉, 在军中有威望, 独独在封州, 没有半点势力。 若要查, 只怕会多费许多功夫。 至少眼下, 他还没有头绪。 而熏香仪式, 也成了一桩迷案。 崔韵能这般问, 可见他本事不小。 也是, 短短几年让不少猖狂数多知府成了阶下囚。 他的情报网和暗装怕是更不容小觑。 谢寻看着他, 我要知道当年坠马的真正缘由。 既然是一条名, 你的为人我也信得过, 也无需再瞒你。 据我所知, 初世那日, 山路并未起雾。 马儿也没受惊。 而坠牙只是假象, 他和沈纯氏以及一干奴仆是挨了几刀后, 连人带马车一并被推入山崖的。 崔韵也有些意外, 沈家二房有足够的动机。 谢寻绷着唇脚不语。 崔韵, 春烈结束后, 我会安排人手下去, 往后调查一事, 会有人同你对接。 谢了。 崔韵只知道, 我帮的可不是你。 两人正说着话, 就听身后的马蹄声, 双双默契地不再多言。 贺帝追忆头颅来此, 他安抚坐下的马, 左手持弓, 右手勾弦, 瞄准一处。 只听嗖的一声, 剑射了出去, 直击露身。 他又快速地诱补了两件。 庞然大倒下, 身后追上来的人一阵吹捧。 贺帝笑容满面, 却谦虚不已。 老了, 不如先前了。 正说着, 他心思深沉迷了眯眼。 看向崔韵同谢寻。 崔韵谢寻翻身下马, 前去请安。 贺帝免了两人的礼, 不亏是圣经二子。 你二人站在一处, 也实在扬言。 宫金王放声笑, 要不是说皇兄您鸿福齐天, 大齐人才几几。 这年轻一辈, 要闻有闻, 要乌有武, 样貌还拿得出手。 我记得前些年, 朝成国使臣觐见, 其太父之子文才斐然, 有一同大齐较量, 当时是派崔小子去的。 他这话一触, 边上的几个官员, 纷纷笑开。 朝成国的人长相粗犷, 太父之子虽是书生, 却高个子, 方圆脸, 是个彪形大汉。 当时, 崔韵一身素雅的袍服, 金贵冷俊, 太父之子当即就傻眼了。 支支吾吾地道, 我是来对诗词的, 不是来比美的。 念起这桩事, 贺帝也有了几分笑意。 若猎场如此之久, 你二人尽无收获。 谢寻, 朕就得说说你了。 你是马背上的将才, 且拿出你的本事, 可不能放水。 谢寻, 是。 贺帝又看向崔韵, 似有欣慰, 神色也柔和了不少。 唯真啊, 这次你待的女娘, 怎么不领着给朕见上一见? 谢寻心下一景, 崔韵却从容不迫, 仍旧道, 他怯懦胆小, 恐不能直面天言。 激活一口气, 险些没喘上来。 他愣是翻了个白眼, 宫亲王最见不得他如此, 低声斥。 你又犯什么病? 激活把人拉到边上, 告诉他, 父王, 你就这么欣赏崔韵谢寻吗? 自然。 激活, 你别看他们表面上光鲜亮丽的, 其实暗地里明争暗斗, 就为了个女娘。 昨儿我亲眼见的, 一个醋坛子翻了, 一个面面聚到伺候的低微殷勤, 宫亲王眼底金光一闪。 所言非虚? 我像是那种肆意造谣的人吗? 宫亲王有了主意, 你趁着两人斗得厉害前, 早一步将那女娘抢过来。 儿啊, 证明你的机会来了。 他一拍激活的肩, 去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把两人都比下去。 激活, 我是过了。 没成, 我如果再是, 没准就能和激聪一起玩泥巴了。 而这边, 沈化从影五嘴里得知毒蛇一事, 谢仪宁夏的面容惨白。 翠荣气的跺脚, 我就知道他没安好心。 吓到你是小事, 吓到我怎么办? 沈化敏唇, 蛇呢? 属下扔了。 沈化从不信奉以彼之道, 还尸彼身。 他只知道, 加倍奉合, 后果自负。 去捡回来, 用火烤醒了, 再扔回去。 第287章, 这棺材岂不是得留着鸡灰了? 天晴朗, 此处无风光线晒在身上, 倒也暖和。 女眷无法入猎场, 太后难得有雅姓出面举办了投壶比赛。 她老人家于高位而坐, 身侧是邹皇后, 另一侧是幽宁郡主。 年轻女娘投着壶, 笑声一片。 沈化远远地丑了一眼。 湘风阵阵, 放眼望去, 全是锦衣华服, 但也有不少眼熟的。 太后看了许久的热闹, 这才招了承伯侯夫人到近处。 这些时日, 身子可好。 幽宁回承伯侯府后, 可有在弃着你这个婆母。 承伯侯夫人咬着舌, 愣是咬出血来, 却是笑迎迎的请安。 太后娘娘, 您这是什么话? 先前名副得病, 不过是操劳家务, 又吹了凉风导致。 太后满意的汗手, 她拍了拍幽宁郡主的手又道, 幽宁在我膝下长大, 就是我的心肝。 我难免纵容着她, 以至于行事乖张了些。 你还得多担担。 乖张? 在屋里偷人如此胆大包天, 竟然不过是一个乖张二子。 承伯侯夫人敢怒不敢言。 幽宁啊, 太后语重心长, 你嫁入承伯侯府数载, 这肚子怎还没动静? 幽宁郡主眼底闪过不情愿。 我一给郎君纳了妾, 前不久就诊断出有了身孕, 日后养在膝下。 一语未完, 就被太后不语打断。 你又不是不能生, 简直胡闹。 哪家在正经嫡妻未曾淡下子四前, 能让小妾抢了先? 看看你说的是什么话? 你也该玩够了, 不能看在婆母疼心你的份上, 就忘了本分。 开枝散叶, 天成伯侯府香火才是。 幽宁郡主有些恶心。 成成伯世子这些年不修蝙蝠, 肥胖了许多, 他看一眼都闲碍眼, 愈发不能同记忆里的男子相提并论。 这种人连上他的踏都不够格, 给他生孩子? 真是做梦。 可在太后面前, 他一向是急听话的。 是, 他恶心, 成伯侯夫人也恶心。 如此不守复道的儿媳, 偏偏不能修了。 如何指望他开枝散叶? 他宁愿不要嫡孙。 谁知道, 是不是他们成伯侯府的种。 太后又说了不少话, 这才乏累去账内歇息。 幽宁郡主送他回去, 在回来后, 视线落到不远处的崔蓉身上, 他厌恶地拧了拧眉。 乔四? 幽宁郡主至今不知, 他到底哪里比不过乔四? 以至于崔伯从不会多看他一眼。 说幽宁郡主深情吧, 他就差人尽可夫了。 说幽宁郡主多情吧, 那个人死了六年了, 他还记着。 程伯侯夫人都看在眼里, 心下饥逢冷笑。 他面带慈爱走过去, 却压低嗓音道, 崔家的小郡主模样生得好。 当年他爹娘婚宴, 我也是去了的, 跨火盆都是崔大公子抱着, 实在会心疼人。 滚。 幽宁郡主面色沉沉, 目中无人地起身擦过程伯侯夫人。 神话懒懒地收回, 落在幽宁郡主身上的视线。 崔蓉, 有小女娘奶诺的再喊。 神话抬眼看去, 就见他这呕色颈群跑来。 前不久, 还抱着神话胳膊, 半眯着眼的崔蓉, 一下子坐直了身子。 他绷着脸, 你怎么来了? 我给你看看, 我的新手势。 小女娘炫耀地将手腕凑过来, 上头是橙色极好的玉镯。 这是我阿娘送我的生辰礼, 是他亲自买的子料, 聘请中山先生做的图, 又找了做工艺三十多载的师傅定制的。 他眼神落在崔蓉空落落的手腕上。 你阿娘怎就没给你买呢? 小女娘样貌清秀, 打扮得很是精致。 抹着胭脂, 擦着口汁, 身上涂着香粉。 发际术的一丝不苟, 也缺了份铜针。 沈化拖着下颌。 看崔蓉这般, 眼前怕就是南太夫人府上的小女娘了。 当年这个年纪, 她身上也只是熏了香。 沈家样样纯红齿白, 无需过多装扮, 真正接触胭脂水粉, 还是十岁后。 反观崔蓉, 只有肉嘟嘟的娇憨可爱。 她脸上直抹了沈化给她擦的香膏。 再无其他, 白白嫩嫩干干净净的。 崔蓉语气很冲, 要你管。 沈化却很虚心求教, 中山先生是谁? 崔蓉被问住了, 不知道。 沈化, 看来没什么明显。 谢一宁亲声提醒, 中山先生是圣经最负盛名的绘图师, 专攻守势, 弃敏之物, 曾在皇宫给贵人绘图多年, 年纪大了, 这才被放出宫。 许多人慕名而来, 求他精心设计, 多半是一场空。 沈化明白了, 他很赏脸地冲南枝招了招手。 小孩, 再深进些, 给我也瞧瞧。 南枝有些得意, 他看在沈化长得很不错的份上, 很大方地给他看。 中山先生可傲了, 我阿娘日日去拜访, 足足一月, 他才点头印下。 手镯在太光照下, 呈乳白半透明色, 花纹样式复杂, 雕工也很漂亮。 的确别出心裁。 崔荣看沈化看得仔细, 不由恼怒, 他压低嗓音。 你怎么回事? 没瞧见我和他不合吗? 沈化却是忧愁地抿着唇, 早知有这么一号人物, 我何该早早去见上一见? 他若是同那点先皇画过图纸的棺材师傅, 一同给我绘制, 我的棺材一定更亮眼了。 若是再蒸汽些, 没准来年开春, 就能成型了。 沈化想到这里, 不免又开始焦虑。 他如果真的不死了, 这棺材岂不是得留着机会了? 用不着了。 烦? 谢仪宁。 崔荣, 他想到了沈化的定官帝王墓, 内官紫檀墓, 棺材板是白玉, 雕工关外是盛京大街, 那是星辰大海, 顿时觉得南枝万上的手镯不如何了。 写卖什么呢? 这也值得你特地来自夸。 南枝傻眼。 很快, 他痴痴地笑, 好好同你说话, 你怎么又恼了? 且让我猜猜, 可是你整日如猴般上蹿下跳, 他磕了碰了, 这才没敢带的。 他有些骄傲, 你身上的手势也的确少了些。 寒酸了呢。 崔荣撸起袖子, 准备打架, 后领被沈化提住。 崔荣, 啊, 别拦。 手腕上一重, 沈化将血液挂到崔荣的腕上。 崔荣不敢动, 这看着很贵, 能买一座宅子。 我? 我若摔了, 要赔吗? 给你扔着玩。 第288章, 成家的意义是灵魂所归。 而就在这时, 南太夫人姗姗来迟。 知姐儿, 她称, 我找了你一圈, 还以为又跑哪里去也了。 说着, 她好似才看见崔荣, 南太夫人眼底划过一丝金光道, 你祖母没来吗? 我还想着, 趁着机会见见她。 她也是, 一点小事记在心上, 还在怨我。 这度量还是太浅了些。 崔荣盯着尺寸并不适合她戴的镯子。 我祖母才不稀罕搭理你。 南太夫人一梗, 你这孩子又怎么了? 沈话, 她大敌想在南府边上买一座宅子吧。 很快, 南太夫人沉着脸领着男只走了。 韦盈盈也凑了过来。 几个女娘坐在偏僻一角, 相对于头湖那边也显得冷清了, 可没有暗自较劲相互说着话, 各自轻松时间过得很快。 直到韦列那边出了意外, 魏大公子满身脏污被侍卫背了回来。 他一路痛呼, 一摆下的血往下躺。 面上的面具不知何时掉了, 那惨不忍睹带着浓血的脸, 彻底暴露在众人面前。 周围全是一片稀气声。 这是谁? 原来人也是能长成这样的。 一同回来的还有谢寻。 谢寻吩咐官兵, 寻跟随的太医去魏公子的帐内。 是? 什么? 魏大公子? 我记得他长得泼俊啊。 这是换了的头吗? 魏夫人整个人都不好了。 连忙上前, 颤身问, 这是怎么了? 见识不对, 提督夫人不动神色地领着严密走近。 他冷冷地扯了扯嘴角, 面有怒容。 这就是所谓的花粉过敏。 这怕是彻底毁容了。 严密却神色平静, 他好似一点也不在意 西横长得有多苛尘。 谢寻, 魏大公子误入陷阱, 那是官家先前命人设的。 魏大公子许事捕猎专注投入。 一个眉流神连人带马一病掉了进去。 怕是伤势不清。 饶是谢寻在温和, 这会儿也压着怒火。 他好不容易发现兔子窝, 里头十几只兔子都是刚出生不久的, 还不及巴掌大。 样样一定会喜欢。 魏西横早不掉坑, 晚不掉坑, 偏偏这个结果眼掉了。 他只想去抱兔子, 本想让崔运去救, 偏偏崔运目不斜视, 就这么骑着马走了。 提督夫人如耿在喉, 那陷阱谁会不知? 陷阱里头全是补兽家。 是官家的意识兴起作为。 魏西横是蠢到没边了。 魏夫人心惊胆战, 面色发白。 他已然无法顾及别的了。 他不知魏西横伤哪儿了。 可别伤了那处, 又无法人道了。 看着一群人离开, 沈话拖着下河。 他高贵冷艳, 这次春烈, 当真是精彩了。 韦盈盈却是苦着脸, 他若真有个不好, 苦得还是严姐姐。 话音刚落, 就见一声尖叫。 是不远处公主帐内的动静。 唯音音不明所以, 这又是怎么了? 沈话继续拖着下河, 他拿枪做掉地翘起一根小拇指, 若有所思片刻。 你可有觉得, 魏大公子童舞公主, 两人很适相配。 啊? 沈话一拍桌子。 锁死。 夜渐渐变身, 午膳和晚膳都是在半月湖解决的, 一顿是谢巡烤的鱼, 一顿是山鸡。 崔韵不在, 崔容肆意撒欢, 徐氏累了, 很快在银武怀里睡着, 安顿好他后。 女娘梳洗臂, 却没歇下, 她绷着慈白柔美的小脸, 小碎不出了杖子, 看了眼天色, 又舌不往回走。 沈话忧心, 崔韵也别在陷阱里了吧。 她在银武的面无表情下, 又出了杖子。 点起脚尖, 四处张望一圈, 再度猩猩往回走。 招而复始三次, 她披上雕毛, 就冲入了暮色里, 直接去了崔韵的帐子, 帐内冷清清的, 引五点上蜡烛。 崇鸣声不绝, 崔韵斜着一身寒气, 踏着月色而归。 她立在营帐外, 看着里头昏暗的灯光。 女娘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 坐在圆凳上, 有一下眉一下地晃着脚。 许事坐累了, 她又愁苦地趴在暗桌上。 崔韵缓步而入, 听到动静, 沈话猛然抬头。 小跑上前鹰, 你总算回来了。 我听说围场里头有猛兽出没, 傍晚时分, 旁人尽数归, 偏表哥逗留这般久。 别挨劲。 崔韵制止, 沈话有些不高兴, 凭什么? 入了身灵的崔韵蛋蛋, 身上沾了野兽的血, 怕是不好闻。 表哥怎么回事, 难不成我还会嫌弃你? 沈话说完, 诚实地后退好几步。 崔韵, 这时, 隐翼端着水入内。 崔韵仔细细地洗着手, 一连换了三盆水, 这才罢休。 他刚起了个头, 五公主的事, 被打断。 他身边都是奴才, 自不会伤了, 不过是受了惊吓。 是他陷害我的, 他便是知道, 是我放的蛇, 可没人瞧见, 就是诽谤。 他做贼心虚, 自不敢将我如何。 崔韵眯了眯眼, 还有理了? 你为何要在夜里, 同我谈论别的女娘? 是心疼她吗? 崔韵擦拭手的动作一顿, 也不知过了多久, 嗓音缓缓。 这次收获颇风, 白狐球, 微薄, 首武。 明儿我再去, 你屋里的毯子, 我瞧着也该换换了。 文言, 沈话低头, 他有些不自然地搓了搓手指。 我也没说, 一定要你兑现承诺, 毛皮总有机会在得, 可你若出了好歹。 算了, 不吉利的话我还是不说了。 明儿不许再去了, 为大公子白日都送下山养病去了。 还有三皇子被野兽顶到了肚子, 也伤了。 话虽这般说, 可有了毛皮, 沈话眉目间的愉悦, 骗不了人。 他背对崔韵, 指尖将上翘的唇瓣拉平后, 这才转过身子。 晚上用了吗? 我特地给你留了半只鸡, 怕冷了, 正放在炭火上头, 用架子温着。 表哥现在吃吗? 听着他软软地说着话, 崔韵的心从所未有的明朗。 他好似总算明白了, 成家的意义是灵魂所归, 不是随意寻个人的凑合。 是无论他多晚归, 屋内总有人在等。 有些冷地将手送到嘴角哈了口气。 那些小鬼有吗? 还是单给我一人的。 崔韵见他挂在腰间的玉佩松垮, 当即俯下身子低头要去寄警, 偏偏这会儿女娘凑近仰起头, 柔软的唇直接擦过男子下颌, 沈话惊恐的眸光一颤。 崔韵也愣住了, 他反应过来捂住女娘发凉的手, 指给你。 忽儿, 他懒散低笑, 说了巨人话, 我总该偏行你的。 第289章, 手管其实也挺好的。 屋内的灯光摇曳生姿, 随着崔韵一声话落, 就连空气都琢磨出一丝不同寻常。 沈话结结巴巴, 羞愧不已, 就连说话都结巴了。 我, 我不是故意冒犯你的。 他解释, 只是这事碰巧了。 沈话不免耳根有点烫, 他把手抽了回来, 又见崔韵再淡定不过。 没有分好他的窘迫, 那仿若能洞悉一切的黑眸, 就这般凝视着眼前人。 他猜测, 好似崔韵在欣赏他的丑态。 女娘变脸, 不对, 表哥就不会躲吗? 你低头为何不提前告知一声? 但凡你吱声, 就不会撞上了。 越说, 沈家样样底气越足, 他埋怨地盯着崔韵。 我想了想, 都是你的错。 表哥看我做肾, 不如好好反省, 我还没说吃亏呢。 他的话, 崔韵照单全收。 那柔软的触感, 带着女娘身上淡淡的药箱, 仿若还有残留。 崔韵倒不去计较, 沈华的得了便宜, 还卖乖。 沈华? 干嘛? 他语气有点冲。 沈华抬着下巴, 你准备道歉吗? 样样我呀, 不接受。 崔韵听他说完, 这才到我便是再从回能算, 也算不出今日一事。 便是知道了, 大抵我也不会躲。 沈华一愣, 狐疑地看着他。 崔韵? 这会儿, 有人着急忙慌打断此刻的温情, 几何闯了进来? 你快去溜三哥看看, 我瞧着他, 很是不对劲。 我记得, 你也懂些医术。 也不怪他急, 鸡腾出事时尚且清醒, 可回了帐内, 很快腾晕了过去, 至今不省人事。 沈华的心思, 很快被带跑偏。 宫中这次有随行太医, 先前都给卫大公子瞧了, 让他去总归和视线。 不说这是还好, 一提起这事, 鸡和就存了一肚子的火。 维盈盈早早去请, 太医一直拖延时辰, 后, 他察觉不对亲自过去, 直接闯了姬师敏的帐内, 不巧正撞见安抚姬师敏的贺帝。 贺帝吃他没规矩, 又说女娘身子娇贵, 姬师敏受了惊吓, 身边离不得人。 鸡和冷笑, 三哥只是快死了, 可姬师敏他吓到了呀。 如此多的营帐都没出事, 骗他高贵招蛇喜欢, 只可惜怎没被咬上一口。 这时听着实在是荒唐, 可姬师敏为皇后所出, 而鸡疼, 崔韵瞥了一眼心虚的沈话, 便是五公主那边没闹蛇, 也不见得三皇子能被及时妥善处理。 这话也不假, 沈话踏实了, 重宠点头, 没错。 很快, 崔韵没耽搁, 同鸡和大步朝外而去。 这边, 沈话看了也没动一口的烤鸡, 他揉了揉脸, 撕损一二又拨了拨炭火, 让火烧得忘协。 做好这些, 他出了营帐。 鸡和胶着肩, 听到身后的动静。 沈妹妹怎么也跟来了? 崔韵眼里闪过笑意, 女娘粘忍, 七王爷已娶妻, 想必也是清楚这一点的。 鸡和, 崔韵却忽而恍然, 他理了礼仪袍, 低声道, 险些忘了。 七王爷同我, 到底是没法比的。 鸡和, 这副该死的嘴脸, 他真是的许多年没见了。 鸡和也细细说明了鸡疼的情况, 他被鸡望一路追射的棕熊撞下马, 身子被甩到了树干上, 马受惊, 又一脚踩到了他的肚子上。 实不相瞒, 来春猎前, 三哥骑马, 还是我教的。 入了围场后, 他也不敢入森林, 御马之术也只是学了个皮毛, 顾也就溜着马吃草。 谁知道, 好端端冒出一个鸡望。 出了事后, 鸡望竟连个面也没路, 脸都在四皇子身上。 野兽伤人, 可不是他鸡望伤人。 鸡疼, 只不过是倒霉罢了。 崔韵听着, 嘲讽不已。 鸡疼的银杖很偏, 就落在不起眼的拉嘎处。 从这边过去, 还是有些远的。 为了赶时间, 两人没有专门停下去等神话。 中途, 崔韵毫无征兆地出生。 今日一时, 你若帮了, 想过后果吗? 鸡和下意识攥紧拳头。 他明白崔韵之意。 这件事, 崔韵是受他所托, 世人眼里, 崔家子良善, 定然应允。 而鸡和, 他也就是娶了乐家公主后, 赫帝有意补偿, 这才日子好过险。 若是烫了浑水, 赫帝如何不知, 只怕四皇子对他有偏见。 也是, 最该出面的四皇子不现身, 偏偏他露面了。 是为了凸显饥旺的刻薄吗? 我想做就做了, 至于后果, 眼下也顾不得这么多了。 鸡和故作轻松, 其实, 这个皇子我也做得窝囊。 我时常救济三皇兄, 是我见不得他过于老实憨厚, 这样的人, 如何家缝而生? 崔韵点到为止, 不再多言, 更不曾相劝。 沈华身边有银武照顾, 一路走走停停, 等他到时, 崔韵已收回了给鸡腾把脉的手。 如何? 韦盈盈急急追问。 崔韵从袖口取出遗物, 今明两日, 各为一例。 鸡和接过, 他打开玉瓶, 倒出一粒赤红色的药丸。 认出药丸后, 鸡和有些震惊。 崔韵, 四肢湿冷, 脉搏细数, 怕是三皇子的五脏六腑, 接受损伤。 三日内醒来, 尼康自有办法。 若是三日内不醒, 恐有性命之忧。 韦盈盈捂着嘴再哭, 又怕扰了鸡腾, 伤心不已便跑了出去, 就撞上了沈华。 沈华看他一眼, 心里有了些许猜测。 他惆怅地拍拍韦盈盈的肩, 人死不能复生, 节哀。 韦盈盈挖的一下, 泪如绝堤, 哭得更大声了。 很快, 崔韵出了同鸡和交代好一切, 写了药方后。 这才出来, 就听沈华很努力地在哄人。 这婚事不知能不能算了。 若不能, 守寡其实也挺好的。 日后, 再想想法子, 没准还能改嫁。 崔韵, 沈华, 沈华抬头, 我送你回去。 沈华, 不行, 我得安慰为娘子。 为盈盈, 你走。 你说一个字, 我的心就多痛一次。 回去的途中, 崔韵沉默寡言, 思在深思, 忽而, 他脚步彻底顿住, 眼底划过犀利的幽光。 若是放到往常, 崔韵不会, 察觉出怪异。 可断时日, 他一直在研究假脉。 尹一, 去盯着。 第二百九十丈, 等这次回去, 我便让阿娘安排提亲一事。 叶转身, 姬河拿着药方子出仗, 维盈盈就守在踏前, 时不时地伸手去探姬藤的鼻息。 维盈盈难得贤惠, 用帕子沾了水, 轻柔地擦着她的脸。 姬藤, 你争口气。 我想过了, 若没有你, 我阿爹定会将我当作物件那般, 许给旁人。 他虽没有提督大人对眼姐姐那般心狠, 可到底谈不上是个好父亲。 你虽然穷, 可到底还算是一个好归宿。 我也, 只认定你了。 说到这里, 他难受地扑倒床前哭。 你走了, 我可怎么办? 你留下来的五十两银子, 我不够花呀。 他哭着哭着, 后颈一痛, 很快, 身子软了下去。 谢寻收回手, 他沉着脸看向他上面色惨白的人。 就见姬藤睁眼, 他的视线缓缓往下滑, 落到维盈盈身上。 下手过重了, 不是你的人, 果然不会心疼。 姬藤忍着不适, 他支起身子, 吃力地将维盈盈抱到榻上。 谢寻死死你没, 你还是悠着险。 说着, 他去取药丸。 吃过了, 姬藤毫无羞耻心用被褥将自己和维盈盈一同盖上。 崔韵来过, 姬藤嘴里还残留着药香味。 试回混蛋, 比你准备的药丸, 药性强上数倍。 姬藤, 醒早了。 他眼底的神色看不分明, 崔家二公子对我倒是真大方。 谢寻恼怒, 就你这样的, 是真不要命了。 我的好父皇防备心重, 看谁都是藏得深的, 借着机会自该让他对我彻底放下警惕。 他幼时便是太出色了, 这才招来祸事连连。 这次, 但凡会舞的都能轻轻松松躲了去, 他狼狈地左躲右躲, 又恰到好处让马去踩他, 也是颇费了心神。 却只有他自个儿清楚, 其实障眼法下, 他的伤得并不致命。 昏迷都是装的。 姬藤忽而眯了眯眼, 就是崔二公子身侧的女娘, 说话很势不中听。 诅咒我, 让我十分不鞋。 谢寻? 三皇子, 你要如何我都效忠, 可若要指责或是伤害沈娘子, 我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他维护得过于急切, 不免让姬藤在意了。 谢世子, 我也道歉你一句, 他同盈盈交好, 也是崔二公子身边的人, 你还是默然指得好。 这句话, 很是不中听, 你多虑了, 他只是崔侯的表妹, 两人之间清清白白, 姬藤好似明白了。 那行, 你莫同他抢表妹。 谢寻, 给你两颗药丸, 就虚情假意地维护上了。 这边, 崔运将沈华送至。 中途, 沈华也真到了场笑话。 沈华? 许久没进时, 崔运也落了个胃疼的毛病, 他用手按了按腹部。 他本存着话要同沈华严明, 偏偏被鸡和打断了。 不请我进去喝口热茶。 沈华看在眼里, 他关切地给出建议。 你吞几颗丹药, 也就没事了, 都送出去了。 沈华去他一眼, 总觉得这样的崔运有些怪。 可她到底是良善的女娘, 小身子朝边上挪了挪, 让出道儿来。 崔运撩开不连入内, 抚仪入内, 便是好闻的的清甜。 没有以翠打理, 银武又是个粗人, 里头有些乱, 却乱得很有规律。 崔运倒没四处打量, 他坐下, 植骨分明的手, 抬起茶壶, 倒了杯热水。 银武剑无需伺候, 很有眼力剑地退出了帐子。 若是不舒服, 烧鸡油腻也不好再吃, 我这边还存了不少点心, 不如吃些垫垫。 也行。 沈华将点心取了出来, 帐内的两人相对做。 崔运喝了热水, 也有些缓解, 又接过沈华送来的点心。 细嚼慢咽, 很是文雅。 好吃吗? 还不错。 沈华有些惊讶, 这点心是前不久我印印给的。 他吃了几口, 咸过甜腻的荒, 却不想崔运眉都不皱一下, 眉眼放松, 好似挺享受。 是了, 他挺会吃甜的。 平素一到用饭, 桌上的糖醋菜和甜品 也没见表哥会多加几块。 崔运如实道, 早些年没尝过苦, 便觉得世间一切都该是甜的。 后领略了愁滋味, 就不太敢碰了。 久而久之, 也就习惯了。 男子比女娘还是甜, 说出去也不光彩。 他所言, 不无道理。 铁面无私的大理四卿, 喜欢吃糖, 怕是让人知晓, 威严也能少了一半, 徒增效量。 日子苦, 才更该吃些甜的。 表哥如今万事顺遂, 男癌的日子也禁述过了。 沈华, 往后你若想吃甜的, 就同我说一声, 我哪日高兴了, 就偷着给你藏些, 保证瞒得严严实实。 崔韵看着他, 眸色温暖, 嗓音冷清却也温柔。 我原先不想那般急的, 总想着你我之间慢慢来, 左右你, 还在守孝。 无须急于一时, 沈华听得茫然。 可我又想着, 守孝时间太长, 你总会不安。 我也不该仗着你势单力薄, 这般欺辱你。 经营守势, 紧服划长, 不过身外之物你也尽数不缺, 那就只有彻底落下名分了。 沈华不曾想, 崔韵还想大半认清大礼, 将表兄妹的身份彻底坐实, 他感动不已。 名分不名分的, 那都是虚的。 表哥心里有我, 我就不在意, 无须这般麻烦。 崔韵深知沈华的顾虑, 此事的确不好大张旗鼓, 免得失了你的孝道, 可该有的礼数断不能少。 伸手。 沈华无比感动地伸过去, 我听说, 你将血欲给了容姐儿。 崔韵取出一份欲拙, 乌棉纹,杂志。 水族饱满充盈, 质地唇透晕着淡淡光泽。 他给沈华套了进去, 沈华定神看了一下。 有些惊喜, 表嫂嫂也有一块相似龙石种的, 说是冬暖夏凉。 崔韵用鼻音应了一声, 嗯, 是祖母早年备下的留给崔家儿媳。 沈华笑容满面, 狠给面子的挖一声。 祖母真阔绰, 这可比血欲还值钱。 崔韵侯结滚洞。 等这次回去, 我便让阿娘安排提亲一事。 沈华, 嗯嗯, 我自然配合的。 她还想再说什么? 整个身子彻底僵硬, 女娘嘴角的笑意一点点凝滞。 她惊恶失色, 提亲。 见她这般, 崔韵眯了眯眼, 似有不渝, 你不愿? 沈华一口气, 险些没喘过来。 不对不对, 一定是哪里不对? 在崔韵的视线下, 女娘颤颤抖抖地抬手, 死死掐住了人中。 第291章, 这个男人, 是有点本事在身上的。 月明星熙, 山林间夜里温差尤为显著, 寒气更是嚣张乱窜。 各贵人早歇下, 各营帐灯火见次熄灭, 路上只有来来往往巡逻的士兵举着火把挨地插看。 沈华吓得当场晕厥, 崔韵漠不吭声地看着倒下的沈华, 身子往后靠, 毫不留情地拆穿。 直到你醒着, 起来。 不。 沈华选择装死。 崔韵见状, 微微脸眉淡淡道, 我不是多情的人, 这一辈子也就成一次婚。 你倒也不必如此激动。 沈华沉默, 他听不懂崔韵说的每一个字。 待过些时日, 公务没那般繁忙时, 我便带你去趟风舟, 绣房的事。 你自己看着做主, 我也和该去见见沈家长辈, 给你付兄, 阿娘坟前上炷香。 一道将你我之间的事告知, 他到底是能托付终身的人。 男子面弱角兼阅, 嗓音裹着淡淡的冷清寒凉的同时, 还有一股说不出的蛊惑感。 往前你大胆得很, 这会儿到脸皮薄了, 竟也难得。 沈华一动不动, 继续装死。 崔韵也并未强迫他。 提亲的是, 本该由双方长辈出面, 可你我之间情况不同, 且早已私下定情。 你身为女娘, 我今夜贸然提及, 也是过于唐突了。 许事感触颇多, 以至于她无比贪恋此刻的温情。 她难得说了很多话。 可我总想着, 你不是守规矩的, 我又被规矩束缚多年, 早已不厌其烦。 今夜谈此, 倒也说得过去。 崔韵看了眼天色, 既然你无异议, 后面的是我自会半妥。 夜一身, 你且歇下。 沈华没反应。 怎么, 还要我抱你上榻? 她话音刚落, 女娘末地起身。 她很冷静地瞥了崔韵一眼, 我自己能走。 沈华又很冷静地脱了绣花鞋, 爬上榻, 盖好被褥后, 又将身子背对崔韵。 慢走, 不送。 崔韵面色淡淡, 看不出丝毫情绪, 她怎会看不出沈华身上的反常。 都说女娘的心思莫测, 这会儿到底是见识了。 当然, 她也能理解沈华。 女娘在这种事上, 矜持些也无妨。 萧华一晚上, 心情波荡起伏, 总能平复下来。 也行, 茗玉在意。 崔韵吹灭了屋内的灯, 这才朝外而去。 帐内, 陷入死寂。 沈华默默地将紧绷的身子 缓慢地全部缩至被褥里, 把巴掌大精致的小脸一并蒙上, 指尖又去抠着床榻, 这会儿脑子还是一团乱麻。 崔韵, 是疯了吧? 沈华努力去回想, 崔韵是才说的每一个字, 就差全部拆开了, 又重新排列好位置, 再细细琢磨。 她何时同崔韵私下定情了? 崔韵怕是得了抑症, 可偏偏崔韵说的, 有鼻子有眼, 很是让人幸福。 沈华痛苦地去回忆先前的点点滴滴, 也不知过了多久, 被褥里的女娘昏昏呼呼直挺挺地躺着, 她致命地发现, 貌似崔韵单方面地当了她许久的情王。 这个男人, 是有点本事在身上的。 沈华变得纠结, 谁让崔韵不同那些浪荡子弟, 她没法指着崔韵, 斥责她的痴心妄想。 沈华苦恼地扁了扁嘴, 她盯着床慢, 翻来覆去再也难免。 女娘扒拉着被褥, 还是决定给表哥留下最后的体面。 她任命地爬起来, 开始捣鼓这次带来的胭脂和口汁。 一日一早, 猎场继续大开, 并未因有人受伤而终止。 鸡河忙了一夜, 都在为鸡腾奔波的事不知被谁传开。 最后落到了贺帝的耳里。 她倒没有问鸡腾伤势如何, 只是在意一点。 老四同太子行事到底功利了些, 反倒是那两个尚且存着兄弟情。 皇室中的人最不能讲究的就是勤奋。 涉及那把龙椅, 注定这些人只能是敌人。 贺帝愿意看着他们明争暗斗。 可…… 贺帝一身龙袍, 他用茶盖轻轻刮动茶口属下, 却不去喝。 便是再不上心, 浅下头的人跑去慰问一番, 总比什么都不做得强, 还会落人口舌。 这一句话, 是说给一旁的静飞听的。 静飞嘴角的笑意不减。 他也有本事, 真话假话掺在一处说。 昨儿夜里, 旺哥儿媳妇就来了一趟, 他来此, 自然是旺哥儿受益, 从我这里要了些娘家带的商药。 贺帝不动声色地笑了笑, 静府商药的确不错, 那是妾娘家嫂嫂, 不知哪儿, 取来的偏方所致。 昨儿为大公子那边, 旺哥儿就遣人送了一份, 更遑论是自家兄弟。 贺帝汉了汉手, 他有心了。 静飞称, 这哪里只当皇上称赞, 他呀如何, 昨夜仪式实在窃听了多惊讶。 贺帝没一条, 你是觉得老七是做给真看的? 皇上这是说的什么话, 窃哪敢在您面前玩心眼? 静飞说的大胆, 倒是同记忆里的人一般无二。 贺帝眼里划过怀念, 愣是没有半点怒火。 他愈发怀念, 对鸡藤也就愈发厌恶。 至于, 静飞嘴里的商药, 有没有到鸡藤那边, 贺帝并不在意。 说起来, 当时三皇子也该躲这些, 只要腾出片刻功夫, 旺哥儿自能救下他。 也怪旺哥儿没本事, 无意没学经。 这话, 贺帝却是不乐意听了。 在他眼里, 鸡旺是最像他的一个儿子。 自然千好万好, 如何能怪老四? 是他自己没本事。 若不是老四最后射死野兽, 他怕是早命丧皇权了。 贺帝一走, 静飞的脸, 疏然沉了下来。 来人! 娘娘! 很快, 有宫碧上前。 鸡藤那边如何了? 还不曾醒。 听着意思, 怕是难挨。 静飞冷冷道, 他也的确该死了。 本宫只要瞧见他, 就想到邵警惠。 母子两人多像啊, 想到让本宫隔应。 时时刻刻提醒他, 如今的荣宠不过只是替身。 邵警惠可是皇上最心爱的妃子啊。 以至于时不时梦里都在一语这个名字, 娘娘宽心, 即便如此, 皇上也不会给他半点怜惜。 静飞一愣, 漂亮的眼眸脆满毒辣。 怜惜? 那你猜猜, 皇上为何这般不待见他? 第二百九十二章, 我这个短命鬼, 何必耽误表哥? 与此同时, 爷, 一早, 银武察觉审话不对劲时, 就急急地寻了崔运。 彼时, 崔运正在给昏迷不醒的鸡藤把脉。 娘子病了, 瞧着万分不好。 闻言, 崔运面色一变, 毫不犹豫扔下鸡藤, 直直朝外而去。 他一走, 鸡藤慢悠悠地睁眼。 他看着崔运离去的方向, 神色意味不明。 崔运刚走进沈华的营帐, 就听到里头虚弱, 接连不断地咳嗽声。 崔运心下一个灯, 他快步而入。 只见踏上的女娘面色苍白, 额尖密着细细的汗, 她呼吸沉弱, 似有若无。 怎会如此? 沈华一手抵在心口出, 似难受得不成样子。 他说得有气无力, 老毛病了。 想来是昨夜吹了风, 受了寒。 崔运拉过他的手, 10日,女娘身子好转, 她也喝了多日调理错乱迈向的药。 而此事, 她同尼康都不曾提及, 故沈华并不知。 除了身子亏空, 需慢慢僵养着外, 迈向一切。 正常。 强而有力的脉搏, 此刻甚至去向活泼。 咳嗨嗨。 沈华咳得厉害。 崔运缓缓放下手, 就这样凝视着女娘。 到底是病了多年的人, 女娘浑身上下演绎的炉火纯青, 便连跟头发丝都病奄奄的。 沈华嗓音虚浮, 表哥别费心思了。 我怕是没法好了。 崔运语气寡淡, 是吗? 沈华怅然, 七七惨惨说得很轻, 前些十日, 我都以为自己快大好了, 可人到底不该抱有奢望。 我病了多年, 多活一日都是该庆幸, 这次又倒下后, 哪哪都不舒服, 就连喘气都艰难, 想来这身子也就这样了。 若是哪日没熬过去, 人就没了。 崔运言简一概, 似听不得沈华说丧气话, 说重点, 沈华眸中含泪, 他眉头紧促, 下一瞬, 嘴角的鲜血往下落。 滴答, 没入被褥, 沈华慌张地用帕子擦去, 他故作坚强地告诉崔运, 我没事, 你的确会没事, 都这样了, 怎么你还在坚持啊? 沈华都要没词了, 他微微一愣, 也就愈发卖力。 要嫁表哥的女娘, 圣经城遍地都是, 我不过貌美了些, 处处比她们高上一截, 可是个病秧子, 你何必只认死脸? 崔运面无表情, 继续, 沈华倔强地没让眸中的泪往下坠, 他小声唾起, 我这个短命鬼, 何必耽误表哥? 崔运眼底有不知名的情绪, 一闪而过, 很快, 快到沈华没法捕捉。 崔运却是道, 你的棺材, 我会催促铺子掌柜, 尽早完工。 逢之嫁衣的绣娘, 我也会吩咐她们, 一并将兽衣也给准备了。 回头, 订好日子, 你笑气一过, 我就秧阿嫂将喜堂和灵堂一并布置了。 崔运轻轻一笑, 她在床前坐下, 撵了年女娘盖着的被褥, 自虚体贴, 区区小事, 无需感动落泪, 你即投靠崔家, 不如彻底留在崔家, 病促后, 我还能大办丧事, 让你风风光光地走。 空气凝滞, 沈华麻木不敢相信, 很快女娘陷入绝望, 可我都是装的啊。 这…… 道不也必如此, 何该如此, 沈华不说话了, 她不曾想崔运竟这般用情至深, 崔运的唇紧紧抿着, 黑幕浮上一层冷意, 面上的温度逐步散去, 她也没再开口, 也不知过了多久, 崔运仍旧是不能理解, 沈华来这一出, 到底是为了什么? 不像是拿桥, 明明她想要的的, 都已经得到了。 女娘昨夜的反应, 这会儿也被称得很是怪异, 她好四在。 躲。 想到这里, 崔运怒火中烧, 她缓缓凑近, 嘴角勾起冷气地笑, 你是不想嫁, 还是想断了? 看上别人, 顾不愿同我有过多牵扯。 沈华困惑, 别人, 崔运冷凝着脸, 譬如, 谢柿子。 这种话, 怎么可以胡说? 是吗? 沈华缩了缩身子, 同她拉开距离, 有没有还有一种可能? 她为难道, 我是拿你当亲表哥。 男子瞅然一缩。 沈华低着头说得很认真, 表哥所言我, 往前没想过, 往后大敌也不会去想。 我这般温婉贤淑, 相处久了, 你动了不该有的心思, 也在所难免。 沈华忍住得意的尾巴不去乱晃, 这一点, 也不能怪表哥的慧眼识珠。 你没错, 可动心, 就是你的不对了。 崔运眼前一黑, 只觉荒谬。 崔家二公子金贵无双, 这些年来走的每一步路, 都是谨小甚微, 从不曾摔这么大的跟头。 这会儿告诉她, 一切都是她的自我遐想, 你说可不可笑? 理智灼烧最后灰飞烟灭, 她不想再看沈华一眼, 男子舒然起身, 朝外走去。 崔运, 沈华连忙叫住她, 问得小心翼翼, 我们还能做表兄妹吗? 换来崔运的冷冷一笑, 沈娘子的心可真够大, 很快, 她消失在沈华的视线里, 女娘眼里的光淡了淡, 白嫩的指尖捏紧被褥, 她好像还是搞砸了, 女娘这会儿是真的难受了, 而此刻, 有人沉着脸直而往返, 崔运淡漠的不能再淡漠了, 可她身上不曾有半点狼狈, 她要什么会失手过, 包括人, 她按住女娘的鲜薄的背, 把人捞了起来, 对着柔软的唇瓣咬了上去, 刺痛感传来, 沈华惊恐地瞪大眼, 还不等她惊慌地去推崔运, 崔运已然抽身离去, 你, 沈华爬起来, 她气得指尖往崔运脸上对, 下流, 崔运却好似恢复了以往的镇定, 你的身体到底如何, 怕是我比你更清楚, 沈华的指尖往回缩了缩, 崔运目睹她面上的惊恶和恼怒, 却独独看不见她面上该有的羞难, 一时间不知是什么滋味, 既然如此, 你我之间也没必要再揣着明白装糊涂, 免得再闹误会, 崔运肃目端迟, 薄唇动了动, 语气寡淡至极, 我还知道雪团是你, 沈华也是你, 雪团是我的, 你也只能是, 她浑身上下压迫赶袭来, 我有足够的耐心和你好, 沈娘子说往前没想过, 那好, 就从现在开始想, 第293章, 不怕贼偷, 就怕贼惦记, 帐外阳光明媚, 可沈华心口处却下起了雨, 好在崔运撂下几句话, 就走了, 女娘却是保持先前的动作, 久久不得回神, 崔运出了帐后, 就立在一处, 谋中的情绪在翻滚, 爷, 隐一出现, 崔运缓缓抬起, 没有焦距的眼, 隐一恭敬如旧, 说, 昨夜, 谢世子曾去三皇子帐内, 足足带了半炙香之酒, 只是谢寻习武, 为人警惕, 隐一处在远处, 到底无法听清里头的动静, 又是谢寻, 崔运眯了眯眼, 然, 谢寻同鸡藤也算是相识, 他前去探望, 也站得住脚跟, 可今早崔运又去了鸡藤那处, 可以断定那是假脉无疑, 一个两个, 卧病在床时的演技, 当真是不错, 怕是寻常人都难看出破绽, 鸡藤至少没有明面上那么简单, 那是不是能猜测, 这件事谢寻知晓, 或者两人在密谋什么, 谢寻是个聪明人, 他若真投靠鸡藤, 自不会无端一头扎进去, 只怕鸡藤后者居上, 而鸡坠击望二人, 绝非是他的对手, 这就更有意思了, 可要继续盯着, 不必了, 崔运, 去查查鸡藤受伤一事, 可有隐情, 是, 隐医应下, 二叔, 崔荣努力地迈着小短腿, 他颠颠跑进崔运, 头上的啾啾, 是他自个儿绑的, 松松垮垮, 你答应陪我骑马的, 崔运低头看着他, 这就带你去, 他看了眼神后, 淡淡道, 去问问你神姐姐, 崔荣跑入帐内, 屋内沈化神情恍惚地伴坐着, 他缩在角落里, 发烫的唇瓣仿若还残留着不属于他的温度, 柔软的, 强势的, 还有一股急切恶狠狠的意味, 都是崔运带给他的, 也是, 女娘从未有过的体验, 沈化擦得唇瓣发肿, 最后崩溃地用手捂住脸, 你怎么了? 沈化语气沉沉, 我再想一句话, 什么话? 沈化一个字一个字地吐出来, 不怕贼偷, 就怕贼惦记, 崔荣听不懂, 管谁惦记你, 沈姐姐, 我二叔找你骑马, 沈化音音一笑, 哼, 崔荣下意识后退几步, 沈化悠悠地看着小女娘, 她还有脸找我, 崔荣很不高兴, 沈化谈及崔运都语气, 当即板着小脸问, 你去不去? 我绝不会赏脸的, 谁稀罕待你? 崔荣欢天喜地地跑出去, 二叔, 他不去, 也是, 让他凑什么热闹? 崔运脸下情绪, 一言不发, 领着崔荣离去, 他刚走不久, 就有人寻了过来, 银武看清来人后, 很是不待见, 更是游言不敬, 我们爷狩猎去了, 魏国公夫人请回, 魏国公夫人面容憔悴, 再无昨夜人前的光鲜亮丽, 他压低姿态, 我是一定要见侯爷的, 我在此等他回来, 他泪眼婆娑, 瞧着可怜极了, 银武看在眼里, 却是面冷心冷, 魏国公夫人要等便等, 不过, 我们爷回来, 想必也不会见你, 魏国公夫人善善一笑, 那小郡主可在, 银武不再理会, 转身入账, 魏国公夫人来前特地打听了, 这是杨灵侯扶表姑娘的营仗, 都说性情顽劣的崔荣, 在沈华面前乖得不行, 便是崔韵都对他很是看重, 他愣愣地站了许久, 换成先前, 他如何受得了这份耻辱, 何时一个奴婢, 都能敢给他脸色看了, 可想到魏西衡, 愁愁和怨队散去, 最后只留下坚定, 眼下, 他已是前后无路, 崔玉那边行不通, 倒不如迂回地求求沈华, 他走进几步, 呼声, 沈娘子, 我有一事求见, 沈娘子, 哗啦一声, 沈华沉着脸走出来, 魏国公夫人, 你吵着我了, 沈华折腾人的手段辞出不穷, 银武能察觉, 沈华这会儿, 情绪很不好, 到底怕殃及吃鱼, 当即平住呼吸, 其实, 银武已然猜出大概, 魏国公夫人来此所为何事, 定然是太医不察给出的药方, 同为西衡身上残留的毒素相冲, 彻底爆发, 故而传遍全身, 魏国公夫人, 神色一僵, 她眼底泪花闪烁, 很快道明来意, 昨日, 我儿受伤一事, 沈娘子兴许也知晓, 沈华面无表情, 她受伤于我何干, 沈华, 怎么, 她也看上我了, 你有本事去填那个坑, 或者寻上官家要赔偿, 找我是什么道理, 魏国公夫人脸黑了, 却仍旧压着脾气, 昨日出事后, 太医得开了方子, 又处理了伤口, 我儿当时稳定了下来, 为了养伤, 我便带着她连夜下了山, 可吃了药后, 她就不太对劲了, 起先伺候的人未曾及时察觉, 等发现后, 横跟浑身发烫, 我生怕她是要烧坏了, 只好又急急去请了太医, 可太医守着姬师敏, 如何会下山, 不过教了法子, 用烈酒擦身, 折腾了一晚, 烧倒是很快退下了, 魏国公夫人强忍悲气, 可她浑身上下都发了疹子, 沈娘子不知, 我儿上回被毒风折后, 整张脸都快烂了, 她这惠子的症状, 同上回一般无二, 我实在是怕了, 五公主无恙后, 太医下山看了却是给不出医治的法子, 何况先前, 毒风一世, 魏家又何尝不曾去寻遍名医, 可全都奈何, 不得总是无济于事, 沈话听得很是不耐烦, 和我说这么多作甚, 魏国公夫人努力平复呼吸, 前一世, 是我魏家犯口舌, 冒犯了小郡主, 对不住杨林侯府, 为此也受了官家惩戒, 还请崔家能不计前嫌, 我儿的事, 想求尼大夫出面, 也只能指望她了, 可崔侯怕是不遇见我, 都说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我便想求着沈娘子帮忙去传个话, 魏国公夫人卑微求情, 沈话神色却没有半点动容, 你们魏家成口舌之快, 有错在先, 怎么, 崔家人就必须原谅吗, 是欠魏家银子了, 还是欠你们魏家人情了, 当真有趣, 既然知他不会见你, 何必一再求上门, 想让我做中间人替你求情, 我倒是纳闷了, 魏夫人如何见得, 我在意你家那些破事, 你不是上赶着找妈妈, 第294章, 从头到尾都是崔侯在求而不得, 沈话成功气走了人, 他低着头, 闷闷不乐地朝谢家银帐而去, 谢一宁得知他要找谢寻时, 有过片刻的惊讶, 阿兄一早就出去了, 那他在哪儿? 阿兄的事, 我一向不过问的, 女娘寻了个空后, 浑身上下都带着一股丧气劲, 而谢寻, 这会儿正在半月湖, 他见了所有人眼里, 和该在府上养伤的金小将军, 两人在无人隐蔽出意识, 等说得差不多后, 谢寻温和地看了眼平静的湖面, 金仲, 第一站也算是打响了, 你猜猜, 这下头可会藏着什么汹涌波涛, 金仲五大三粗, 别和我扯那些文粥粥的, 听着烦, 谢寻笑, 你不对劲, 金仲狐疑, 算算时日, 你我不过数日未见, 怎么今儿来见我, 竟还特地换了一身新衣裳, 见你这般穿着也是新鲜, 倒有些书生模样, 他有些意外, 你这是打算哄骗哪家女娘, 谢寻看了眼时辰, 笑骂一句, 懒得同他废话, 行了, 我走了, 和你说的事, 别回头忘了, 金仲见他说走就走, 不由则一声, 谢寻缓步往回走, 刚走出半月湖后, 就听山林处的一段对话, 魏家的事, 你是怎么想的, 随后, 是女娘温柔的嗓音, 我便是有主意, 阿娘会听吗, 提督夫人怒, 这便是, 你同阿娘说话的态度, 女娘闲静地立在她面前, 闻言, 滴滴笑了笑, 阿娘只管, 把我往火坑里推, 如何会在意我的不愿, 既然如此, 何必又再多此一举问我, 提督夫人冷冷地看着她, 行, 你倒是比谁都清醒, 等春烈结束, 你同我一道去探望, 严密的视线平静, 是, 提督夫人满意地离去, 严密的面色却越来越白, 她用袖子擦了擦脸上的泪, 却总是越擦越多, 而就在这时, 身后传来脚步声, 严密身子一僵, 低垂下脸, 就要离去, 严娘子, 谢寻记得她同婶化交好, 当下温声道, 你同令母所言, 我不甚听了, 严密脚步一顿, 她听出了身后人是谁, 是谁都好, 怎么偏偏是她, 女娘的难堪, 全然涌上心头, 我知父母之命不可违背, 提督夫规矩更是森严, 然据我所知, 魏西衡不知染了什么病, 太医更是束手无策, 此事令母可知, 她知, 彼时, 沈化回去途中, 被一群女娘拉住, 她一眼瞧见, 里头的围猪猪, 围猪猪上前攀谈, 今儿晴朗, 沈娘子也出来走走, 沈化沉默, 围猪猪, 我同沈娘子也算是相识, 先前虽闹了些不愉快, 可到底, 沈化冷笑, 生生打断她的话, 还不明白吗, 我同为盈盈骄好, 她瞧不惯你, 我自然也瞧不惯你, 原以为你有些自知之明, 却不想非要我说出来, 围猪猪一梗, 很快, 海棠红罗群女娘, 轻易拉住沈化的手, 沈娘子庄安, 我是范阳卢家女, 昨儿瞧见妹妹, 就很是欢喜, 暗自纳闷, 这天下竟有如此明艳柔美的女娘, 急而走进戏桥, 不想更为惊艳, 沈化听得莫名其妙, 卢家女又道, 妹妹头上的布摇, 可真好看, 沈化总算有了说话的欲望, 我阿兄送的, 众人齐齐夸, 令兄真有眼光, 沈化也变合颜悦色, 可很快, 这些人默契地对视一眼后, 话题很快引到了另一处, 沈娘子是侯府的表姑娘, 这次春烈侯爷又带着你一道前来, 想必表兄妹感情极好, 沈化刚往上翘的嘴角立马拉平, 硬邦邦道, 我和她不熟, 卢家女娘却是眼善倾笑, 沈妹妹说笑了, 沈化, 都说崔侯已有心仪的女娘, 这外头都传得有鼻子有眼, 竟也不知是哪个府上的, 所有人都看着沈化, 沈化面无表情, 总算明白了这些人的来意, 是向她打听崔运的事, 维珠珠连忙附和, 她捧着卢家女道, 当时一线天酒楼里, 不少人目睹了崔侯抱着那女娘, 可都这般久了, 却不见侯府同哪家定亲, 如今想想也是怪异, 正经女娘能没脸没皮, 同外男这般亲密, 想来亲事早黄了, 也是, 崔侯这般人物, 如何会被那些不三不思的女娘蛊惑, 她也不是谁都能肖想配得起的, 沈化, 你再说一遍, 你, 死, 呃, 偏偏维珠珠这话一落, 得到了众人的奇奇认可, 沈化的理智在坍塌, 她抬着小脸, 维珠珠, 不会说话你就闭嘴, 光靠一张嘴, 我看你都能将天说她了, 她怎么不是正经女娘了, 至于配不配的, 尚就更是荒谬了, 崔府上下独满意她, 不服气吗, 气死你, 偏偏的女娘可是为难得很, 毕竟只要她点头, 喜堂不日就能布置妥当, 维珠珠瞪大眼, 你是说, 从头到尾都是崔侯在求而不得, 众人失声, 那女娘何德何能, 沈化更不高兴了, 听听你们说的, 香话吗, 卢家女不可置信, 崔侯这般的人物, 何该在官场上驰骋, 怎会在意那些不值一提的儿女私情, 你这话又错了, 是个人就免不得俗, 人有七情六欲, 何况感情这种事, 没法克制, 沈化又没忍住擦了擦唇瓣, 怒火不已, 她得不到就越想得到, 看着样子只怕是越陷越深了, 空气随着她最后一个阴节, 而彻底凝制, 沈化亲眼目睹几人的神情变得惊悚, 而最近围猪猪少女怀春连忙整理衣装, 卢家女娘对着沈化身后之人扶了扶身子, 娇声道, 请崔侯安, 沈化, 她缓慢地转过身子, 对上崔运的眼, 崔运是回来取崔荣披风的, 却不想撞见这一幕, 她同沈化隔了几丈远, 卢家女娘看看崔运又看看丝毫不做贼心虚的沈化, 飞运看着沈化却难得回应出声, 视为真, 她甚至很欣慰, 沈化有这种觉悟, 至少, 她说的那些女娘听进去了, 她神色放松, 一步一步走进沈化, 沈化漂亮的小脸上布满了抗拒, 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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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百九十五章, 我就喜欢这样走, 挨着你眼了, 最后, 她在女娘面前立定, 沈化冷静地同她对视, 最后别开眼, 冷冷淡淡地清喝一声, 她将暖手炉紧紧抱在怀里, 做好这些女娘又不以为然地逆向眼前的这群女娘, 郑主以来, 诸位要问什么, 不妨直接去问她, 何必周转问我, 如女娘见状, 只觉杨林侯府的表姑娘好生无礼, 可再看崔韵, 并无怒言, 可见这个表姑娘在崔家人眼里, 很是受宠, 她心下权衡再三, 有了主意, 沈妹妹, 卢娘子, 我同你并不相识, 今儿不过头回见, 自然也到不了交心的地步, 可不认别的, 我也是崔家的表姑娘, 亲疏远近我还是知道的, 我性子也肘可顾不了你的感受, 不懂迂回婉转, 我就这脾气, 你受得住就担待, 受不住那只能继续受着, 往后, 我也不愿同你打交道, 你着实不必打着旁的主意来接近我, 这样你累, 我还要应付你, 更累, 旁的主意, 在场的谁听不懂, 诸多女娘面色轻一块紫一块, 很不自然, 她们何尝不是一个心思, 可很快, 沈华看向为猪猪, 你, 她说, 晃晃脑袋, 维猪猪不懂, 可潜意识告诉她, 沈华定然没安好心, 沈娘子何意? 果然, 她听到沈华不打反问, 听见海啸声了吗? 维猪猪茫然, 可离她最近的女娘扑斥一声笑开, 维猪猪实在不理解, 偏偏那些女娘从一开始的黑脸, 到这会儿开始忍笑, 显得她格外的愚钝, 还有格格不入, 这是维猪猪最不愿接受的, 忽而, 她冷不丁地听见卢家女出声, 她的意思是指, 你的脑袋里是不是装得全是水, 被骂了还没反应过来, 蠢货, 维猪猪一下子就不好了, 而, 沈华轻蔑地扫视维猪猪一眼, 为之全貌便恶意揣测, 空口白牙更是肆意诬陷, 我险些以为这是公布尚书府的家风了, 那女娘是得罪了你了, 你字字句句都在说她不好, 公为得手, 甚为行击, 也是, 你虽是维家女, 可到底不过是庶女出身, 如何懂得了这些圣贤道理, 你捡了好运到穿了最鲜亮的衣裙, 又带最实心的首饰, 见识浅薄就以为登天了, 可我奉劝你一句, 她高高在上, 刻薄地语气讽讽, 当着所有人的面将围猪猪贬低到了泥里, 还不忘跳上去再踩几脚, 难得拿你当人的时候, 尽量装得像点好吗? 围猪猪疏然变了脸, 她当面诋毁人时, 说得畅快毫无所谓, 可被人斥骂时, 怎会不恼怒, 能来春烈的女娘, 身份自然都不低, 虽不避了提督府的, 府国公府这些门地, 可也算不低了, 她这次过来便是有意结交, 来前, 姨娘更是千叮宁万嘱咐, 说他们娘俩的好日子来了, 让她在父亲面前, 莫将事情搞砸了, 可这会儿, 那些得意, 只怕是成了一场空, 围猪猪从未这般厌恶一个人, 她死死咬着下唇, 渲然欲起, 都说崔侯罪守规矩, 端方自持, 可见崔家上下加风甚言, 当然, 崔荣是例外, 不过, 她自幼丧父, 倒也能理解崔运对她的百般纵容, 可她定然见不得审话这般凌辱人, 然, 偏偏崔运没看她一眼, 丝毫不在意她是被欺负的一方, 而其余的那些女娘自讨没趣, 又碰了一鼻子的灰, 随着卢家女娘离开后, 也跟着很快散开, 她见状, 咬咬牙, 直接追了上去, 她带着哭腔, 卢姐姐, 可别, 卢家女娘, 皮笑肉不笑, 你一个庶女出身, 便是养在了为妇人名下, 到底不好, 同我攀亲道过, 要不是你提出去找那沈娘子, 我会在崔侯面前出这般的丑, 表姑娘怎么了, 这盛京城放眼去瞧, 有几个表姑娘能这般应解, 这可是杨林侯府的表姑娘, 便是府国公的女娘谢怡宁, 都对她很是亲密, 这边, 崔运看着沈话, 女娘浑身紧绷, 仿若是点了火的炮仗, 一处就能炸开, 发泄够了, 沈话闷闷不乐掉头就走, 崔运温声还跨着脸, 那便是没了, 沈话憋着一口气继续走, 崔运看着她别扭的走路姿势, 提醒, 同手同脚了, 沈话转身怒气冲冲, 我就喜欢这样走, 挨着你眼了, 崔运神色平静, 低头失笑一声, 不曾, 只是让我想起, 雪团年幼, 走路颠颠撞撞, 有时挤起来, 四条腿各有各的想法, 彼此之间从不谦让, 笑话人一次, 还要笑话猫一次吗? 沈话气急败坏地想, 她成功被挑衅到了, 就在这时, 有人大步走近, 怎么回事啊, 我适才瞧见维家二娘子, 哭鼻子走了, 看得我实在心疼, 话音刚落, 激活也找到了答案, 不用想, 只能是沈话的手笔, 她指责地看着崔运, 你怎么就不拦着点? 很快, 她察觉沈话和崔运氛围的不对劲, 被挑衅到的沈话, 面无表情地看向她, 宫亲王世子, 也有妹妹吧? 有啊, 提起这事, 激活就心烦, 这次春烈她也来了, 就最吵最嚷那个, 整日里没个正行, 只怕是嫁不出去了, 表妹也有, 你好端端问这个作甚, 崔运静默已然猜出了沈话的动机, 她忽然气笑了, 果不其然, 就听女娘意图明显地报复道, 再问你一件事, 沈话严肃着脸, 令妹若不慎亲了你, 你会娶她吗? 激活听得莫名其妙, 她愣是被这句话, 唬得后退几步, 你这是问的什么? 疯了不是? 沈话悠悠, 那她亲你, 你会躲吗? 我会反手给她一巴掌, 让她好生清醒清醒, 我隔音的慌, 这是寻常人能做出来的事吗? 表妹也不行, 从小当亲妹妹看的, 我这人虽浪荡, 喜爱女娘四处留情, 却还是存到得知廉耻的, 这种事, 别说我没法接受, 我父王也得把我打死, 崔运沉重得合了合眼, 我脑子比起崔运是差了那么一些, 可没病, 说完这一句, 激活还很是自信地找上一言不发的崔运, 是吧? 第296章, 大丈夫心胸开阔弦, 激活能明显地察觉, 她话音刚落时, 周遭空气末地化为稀薄, 正疑祸间, 崔运一眼瞥来宋的良意, 愣是让她一击灵, 怎, 怎么了吗? 崔运生着一张生人物净的脸, 仍旧是网速不嫌不淡的是姿态, 她覆手而立, 眉宇间布满了轻贵疏理, 世子高谈阔论, 崔某佩服, 而被夸得激活, 不免飘飘然, 你倒是难得说了句重肯的话, 也不怪本世子自吹, 谁没有点长处在身上, 若不是我不愿读书, 不然, 早将你笔下去了, 说起读书, 我便想到了国子监的莫夫子, 空有其表, 嫡妻走了不出半月, 就以幼子需要人照料为由, 娶了齐王妻娘家的妹妹, 什么? 沈化瞪大乌溜溜的眼, 难得有人捧场, 激活见状说的, 也就愈发卖力, 这下可好, 小姨不是小姨, 成了枕边人, 听说, 两人长得十分相似, 这夜里也不怕甚得慌, 很快, 他高调得出结论, 这一点, 莫夫子年轻那块, 就不如我, 崔韵听到这里, 实在无话可说, 他沉默一瞬, 故, 这便是世子幼时, 在国子监读书逃学的缘由, 这是自然, 读书那种苦日子, 我怎么受得住, 激活生怕崔韵将此事捅到公亲王尔里, 又不免留了个心眼, 他装模作样, 我知道逃学不好, 沈化当即很不认同, 如何不好了? 激活? 可能逃学也是本事, 激活? 没错, 崔韵看着沈化, 到底语气软了不少, 败坏了风气, 当年不少皇亲贵胄子弟跟着逃学, 沈化, 可见这些人不学好, 又不是世子将刀夹在他们脖子上逼的, 激活激动, 有道理, 当时也有没逃课的呀, 他们逃学, 只怕是早就存了这个心思, 对, 不能怪我, 激活, 现在想想, 我觉得莫夫子也没什么学问, 不然, 我不可能次子都在听天说, 没准是靠着他叔父在黄伯伯面前说的上话, 这才坐上这个位置的, 崔韵面色沉沉, 国子监的夫子经过层层选拔, 最后的佼佼者, 这才得以教导皇子, 莫夫子的学问和政治见解, 官家也跳不出错, 汉林院的那些人都要尊称他一生夫子, 你当国子监的夫子, 视而戏不成, 崔韵冷淡道, 莫夫子再取一事, 不曾触犯大旗的律令, 甚至未背三纲五常, 民间这种事不在少数, 联姻更是如此, 姬霍听罢不语于, 你是说本世子错了, 崔韵没音, 是这个世道错了, 将浑浊成为一种常态, 这其中又有几个人是清醒的, 他的确意外, 姬霍这种纨绰子弟, 何该早就被这种风气染指, 可见那整日骂姬霍不争气的宫亲王, 将他护得很好, 姬霍见他不应, 于是万般嫌弃, 我算是明白了, 就你这样的, 没准童莫夫子是一类人, 他眼珠子一转, 选择为谢寻这个兄弟追女娘插两刀, 当即清了清嗓子, 刻意地拿枪做掉, 你是不是还想效仿他? 崔韵, 你怎是这种人? 那你说, 你日后夫人若不慎暴毙身亡, 你是不是? 一语未完, 姬霍的嗓音越来越低, 这是被崔韵狠立的眼神吓得, 那种眼神, 好似在看一件死物, 差点将姬霍送走, 姬霍被害怕清洗全身, 崔韵冷凝着脸, 凉嗖嗖到, 祸从口出, 世子甚严, 激活也自知理亏, 连忙住嘴, 不过, 可又不愿意认怂, 只能哼哼唧唧硬着头皮继续出声, 你他娘的好凶, 可老子不怕你, 不过就是句玩笑话, 何至于如此, 崔韵面上附着一层厚厚的寒霜, 盯着他, 眸中酝酿着风雨欲来的汹涌波涛, 周深的气场瞬间森冷, 他一字一字, 仿若被触及逆鳞, 玩笑话, 沈华听到崔韵再问, 那, 好笑吗? 激活一抖, 灰溜溜地跑了, 他天真的以为溜了就会没事了, 沈华猫着身子, 小步小步往他身边挪走, 沈华, 崔韵的情绪很快又被覆盖, 他深深地看着女娘的侧脸, 不知是安抚说给沈华听的, 还是刻意提醒自己, 你不会再有事, 这几个字滚烫着他的一腔深情, 沈华心口一颤, 随后, 是冗长的安静, 女娘深吸一口气, 缓缓抬着慈白的小脸对上崔韵, 我思来想去, 觉得表哥长痛不如短痛, 我不想听的话, 你还是收回去, 崔韵俯下身子, 同他平视, 不用刻意地夺我, 你我之前日后相处只会更多, 你会习惯的, 我不会, 沈华斟酌出声, 我总归是要嫁人的, 可不是你这样的, 崔韵倒是脾气很好, 你说说是哪样的, 沈华狐疑地看着他, 他思索一番, 也不客气, 伸出一只手按下食指, 得势是以我为先听我话的, 我说冬, 绝不会往西那种, 崔韵, 你倒不如招个小丝, 沈华没理他, 按下中指, 不能生得太俊, 免得会勾搭到别家女娘, 我可没功夫去掐他的烂桃花, 崔韵淡淡, 有的人容貌有损, 照样花天酒地, 沈华一想也对, 于是按下无名指, 也不能太有钱, 崔韵抬眸, 这种人, 沈娘子图什么, 别打断我, 他越讲越来劲, 为人的老实, 最好也会刺秀, 沈华絮絮叨叨, 还不能有过多学问, 我阿爹曾说, 男子上镜, 就容易变心, 说到这里, 他想起一人, 是退他昏得何处, 女娘用最严肃的口吻道, 不能姓何, 说着, 他意犹未尽地停下, 就暂时这些, 回头我想到在家, 崔韵没说话了, 他隐晦地倾嘲了一声, 沈华见状, 是你非要让我说的, 这下可好, 瞧, 伤心了吧, 他好心又去安抚, 大丈夫心胸开阔些, 至少你满足了一件, 是了, 我还得庆幸, 有个好姓氏, 铜盒子没沾边, 第297章, 去, 别逼我看不起你, 在春烈的最后一夜, 举办了沟火宴, 众臣邪家眷入席, 天色昏暗前, 地后这才姗姗来迟, 众人贵, 齐齐功升相迎, 贺帝笑眯眯地扫尸一圈, 却不乏威严, 他入座后, 众人起身归席, 殷公公奉命去清点猎物, 离去前, 他的视线不经意间, 同一身似着蟒袍的鸡坠对上, 很快又错开, 在清算出, 机望比鸡坠更甚一筹时, 殷公公记着名册的手一顿, 他忽而接着嗓音, 似不经意间出声, 太子殿下昨夜列的野狼哪去了, 这次入猎场, 擅长骑射的公子哥不少, 可没一人赶出风头, 自然最后, 也是两个皇子之间的暗斗, 看管猎物的小公公, 却是个蠢笨的, 他不明所以忙道, 公公您既差了, 太子殿下可不曾列着野狼, 小的守着此处, 是绝对不会出错的, 殷公公却是抬了抬眼皮, 那不就是吗? 小公公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 那是提督府上公子设的, 殷公公提笔, 明目张胆地将野狼记在鸡坠名下, 小公公见此, 眸中闪过惊恐, 他大气都不敢喘, 下一瞬, 脸又被殷公公重重地拍了拍, 知道怎么说了, 小公公一个哆嗦, 连忙扑通跪到地上, 太子是储君, 日后天下都是太子的, 这野狼也只会是太子的, 这边, 竟非温温柔柔地笑, 也不知这次是哪家狼会拔的头筹, 皇上可要赏才是, 向来同他不合得的姬师鸣, 却是突然接了话, 父皇, 儿臣猜许是谢世子, 说完这句话, 他忍着矜持, 朝谢寻那个位置去了一眼, 皇帝啊, 穆太后看在眼里, 忽儿出声, 小五早些年宫外养病, 轻时也只能一再耽搁, 眼下还不曾婚配, 你这个当父皇的可得多上心, 他一个字没提谢寻, 却好似字字都在提谢寻, 贺帝笑, 是, 一切都听母后的, 这才像话, 我知你疼小五, 可总不能将他一直留在宫里, 穆太后忽儿又侧头对一旁的皇后发话, 皇帝勤于朝政难免疏忽, 你为六宫之主, 何该操持才是, 小五, 你若有心仪的人选, 可得告诉哀家, 哀家自己你做主, 你贵为公主, 哪家儿郎会不答应, 姬世民眼下喜色, 是, 皇家到底是有长进了, 再也玩不动辞婚的把戏, 到底先前那些事, 伤着根骨了, 就怕生出个好歹来, 这次, 谢寻虽交出兵权, 可这些年, 他积攒下来的威望, 却不比当年的催博低半分, 贺帝如何满意, 可便是这般, 也够谢寻吃一壶的, 至少, 皇家将心思摆了上来, 又递出橄榄枝, 便是谢寻有意回避, 至此一再装愣, 可还有谁家, 敢将女儿嫁入府国公府, 严提督眸光一闪, 顿觉不好, 他看向边上席位作者的人, 愁愁一番, 到底没忍住滴滴出声, 阿寻, 你已若惯, 何该早些定下婚事, 免得节外生枝, 谢寻态度是一贯来的温和, 说出来的话, 却丝毫不留情面, 严提督还是默教的这般亲密才好, 辅国公府的事, 到底轮不到你插手, 这些话, 让严提督听得面色煞白, 可你就不怕, 谢寻却是不欲再听, 侧头同谢宜宁说话, 严提督正正的不再多言, 然, 神情却转于落寞, 提督夫人看在眼里, 心下万分不畅快, 老爷顾及旧事, 好意提醒, 谢家人可曾有一次领情, 便是逢年过节送去的礼盒, 一次次吃闭门羹, 还不够吗? 辅国公府, 当真是好大的做派, 逼得老爷, 您一次次扶低做小, 难不成当年, 严提督黑脸赤, 住嘴, 夫妻二人的声音很低, 可全然入了严密的耳, 严密低着头, 仓皇地去喝滚烫的热水, 却去不了身上寒意, 辅国公府同提督府的陈年旧账, 是无论如何都翻不清了, 他嫁谁都成, 偏偏没法入谢家的门, 左右不会是他, 卫家也行, 眼瞅着落在谢寻身上的视线, 一道紧追着一道, 沈化恼怒不已, 袖家的手在刻着颤抖, 你怎么了? 翠蓉察觉他的不对, 沈化拉着我, 啊? 女娘悠悠, 我怕忍不住跑上前, 让这死老太婆身上见红, 翠蓉眼睛一亮, 那你犹豫什么? 去啊, 我早看他不爽了, 这种好事, 我拉着你做甚, 去, 别逼我看不起你, 翠蓉一高兴, 连带着他头上的揪揪都晃了晃, 沈化冷笑一声, 抬头就见谢寻安抚的眼神, 他朝他小幅度地摇头, 沈化立马粘了, 好在这时, 阴公公归, 恭敬成上一物, 赫帝老谋深算, 很快将穆太后释放的压力, 三两下拨开, 显得皇家从不逼迫人, 小五的事正会上心, 不只是敏儿, 太子和老四屋里也该天人了, 皇后文言连忙起身扶了扶身子, 是, 臣妾谨记, 这三两句对话, 让众臣心思百转千回, 恨不得推出府上何时的女娘去毛遂自荐, 围猪猪当下坐直身子, 他很有心机地露出最好的侧言, 若他成了太子或是四皇子屋里的人, 围隐隐这个三皇子非算什么, 就连沈化那种人见了他都要恭恭敬敬地跪下, 姬旺从一开始就安静地坐在席位上, 一听这话, 心下实在堵着慌, 他对贺帝到底是埋怨的, 眼下早已娶妻生子, 可二哥的婚事至今未有着落, 贺帝怕是都忘了, 他还记得, 离宫前比姬旺还高的姬聪抱着他的胳膊, 哭得一抽一抽的, 四弟, 为什么春烈父皇不让我去, 是嫌我丢人吗? 我不傻的, 可姬旺却记得, 年幼的姬聪还未出世前, 曾坐在他的踏前轻轻拍打他的背, 明明大不了他几岁, 却很有做兄长的模样, 阿望, 瞧你吓的不就是孟严吗? 那都是假的, 皇兄在呢? 他的二哥, 若不曾出世, 定然光芒万丈, 而这一切都是东宫害的, 父皇却选择装傻充愣至今, 甚至有心思给他立策飞, 却曾没想过姬聪分吼, 第二百九十八章, 不知死活地去和崔韵和谢寻抢女娘吧, 姬望压下心里的不渝, 视线随意一扫, 忽而定住, 落在杨林侯府席位, 那里坐着的女娘在灯火的光蕴下, 肌肤圣雪柔美灼态, 女娘正闷闷不已地别嘴, 崔荣正凑上前同她说些什么, 却被她一把按了回去, 崔荣恼火去向边上的崔韵告状, 崔韵却是加了快点心到崔荣碗里, 还不得小女娘得意, 就见崔韵神色自然地又在神话碗里加了一块, 刚要放下筷子, 忽而一顿又给加了一块, 眼见崔荣要哭了, 女娘这才有了笑脸, 不忘过去显伴, 姬望久久不得回神, 喂, 忽而有人喊她, 姬霍, 看什么呢, 把眼神收回去, 姬望很快压下师太, 她端起茶盏抿了一口, 那女娘你可识, 老子认识, 关你屁事, 她是男人, 又留恋于风月场所, 最清楚男人的心思, 审话是她兄弟谢寻的, 急望看什么看, 可忽而转念一想, 立马变了注意, 杨林侯府的表姑娘, 激活清了清嗓子, 是侯府主母娘家那边的亲戚, 故, 侯府上下对此很是看重, 她遗憾不已, 若不是崔韵看不上我当她表妹夫, 我是一定要上门求娶的, 你也知道, 宫卿王府没有门第之间, 可我吧, 就看重她的美人皮, 管她可有家道中落, 她说完, 还不枉挑衅去看崔韵, 却不妨男子早已抬谋, 似有察觉面无表情地看着这边, 激活, 激活做贼心虚, 连忙又去看激望, 不过, 她背后是杨林侯府和永昌伯爵府, 这身份也比圣经那些贵女高多了, 你说是也不是, 去, 不知死活地去和崔韵和谢寻抢女娘, 但凡他们给你机会, 激活都算激旺有本事, 激旺便是再聪慧, 也算不出激活心里的小九九, 她甚至顺着激活所言, 细细思量一番, 不说旁的, 便是那最后一句话, 就足以让她心动, 勾火焰, 自然少不了脂肉, 很快, 那些肉质鲜美的猎物, 被清理干净, 刷上秘制酱料, 油水滋辣滋辣往下落, 书役使却不合时宜地起身, 她恭敬地朝高位上的贺帝拱手, 皇上, 莫夫子定下丁忧, 不知您心下可有人选, 暂时接管国子剑, 他一出列, 很快也有文官接二连三起身, 国子剑不可一日无人, 请皇上早些定夺, 谈起此时, 贺帝不免也愁上心头, 莫夫子学识渊博, 他的位置, 岂是旁人想做就能做的, 他沉阴片刻, 反倒问, 诸位爱卿, 可有何事的人选, 有人提出, 不如请太父行教导之责, 很快, 被人驳之, 不成, 太父年迈身子大不如前, 如何吃得消, 很多人, 在这时看向了崔韵, 崔侯的学识, 是莫夫子夸了又夸的, 太父甚至曾放话, 诸多见解, 不如崔韵的言辞, 可, 总不能让他好好的大理寺亲不当, 去国子剑当夫子, 岂不是荒唐, 何况崔韵一走, 大理寺的水又深, 谁来接管, 很快, 有人念及一人, 谁不知, 当年是崔老太爷一手培养的崔伯, 偏偏后者气闻从武, 崔老太爷学父舞车, 身子骨也尖狼, 不知, 崔韵不急不许起身, 许大人说笑了, 祖父请辞罢官离开朝堂多年, 便是家中小郡主, 都是外头聘请的夫子, 他老人家, 如何能担负此等重任, 这话也不假, 贺帝还记得, 当年崔韵去外头给崔荣寻夫子时, 他特地招旗入宫, 怎么不让荣姐来国子健, 崔韵却道, 国子健莫夫子严苛, 臣也有私心, 只盼他平安喜乐, 此时, 男子周身都透着一股沉稳, 臣心里已有一人选, 这话, 让所有人都看了过来, 贺帝也是一喜, 朕就知你最有主意, 快说, 崔韵将视线缓缓落到了贪靠在背椅上, 翘着二郎腿不知何时闭眼, 睡得醉生梦死, 还在打汗的激活身上, 场面漠然一静, 贺帝, 众人, 公亲王, 他一掌拍了过去, 哦, 激活疼得惊醒, 他刚要骂人, 却听鸡坠为难道, 激活虽是我堂弟, 可他诗词歌赴一窍不通, 便是写的字, 只怕都没治而公整, 闻不闻, 无不无, 这些年来世事荒唐, 催吼所言, 实在儿戏, 激活不高兴了, 我没本事爱着你了, 公亲王也不高兴, 一张脸拉得老长, 太子, 你当着我的面, 这般言语, 怕是不好吧, 实话, 需要你说吗, 他还会不知道, 非要在他心窝处, 撒一把言, 鸡坠盲道, 黄叔息怒, 都气到嗓子眼了, 你让我怎么歇, 周边的议论, 也跟着纷纷, 崔运嗓音偷着鼓冷清, 诸位稍安勿躁, 他微微一笑, 事前, 世子就曾在沉面前提及 莫夫子一事, 世子看法独特, 更是字字珠姬, 几乎没想到, 崔运又夸他, 当即抬起手, 你这人怎么揪着一件事不放, 私下夸还不够, 非要让黄伯伯赏我吗? 行了, 不许再说了, 不, 说, 继续说, 他受得住, 崔运语气平静, 论学识, 他的确不及旁人, 论规矩, 亦是如此, 然, 人有所长, 亦有所短, 世子为黄青贵妻, 自也有让人幸福之处, 他缓缓一顿, 譬如, 谦虚, 激活飘飘然, 他甚至觉得, 崔运同沈华也挺相配的, 谢寻是兄弟, 可到底是后面插足的, 若是去抢, 到底不磊落, 崔运, 既然无法定下人选, 臣以为, 不如请盘山学院的周老先生, 出山坐镇, 若怕疏忽, 也可再从汉陵院挑选几位大人, 一并辅佐, 再由世子行监督之责, 几乎有种不好的预感, 鸡坠仍旧不赞同, 这, 不是乱了套了吗, 疏忽时也是紧紧皱眉, 的确不渴, 怎么不渴了, 本王倒觉得, 崔小子说得实在好, 有我而在, 谁敢不知死活地逃学, 那些扰乱课堂的, 不顾夫子教会趴桌上睡的, 都是我而完剩下的, 他总不能继续闲散下去, 黄兄, 臣弟向你保证, 只要他在, 保管那些学子老老实实的, 是吧, 臭小子, 日后, 你得以身作则, 在国子剑受着熏陶, 没准不出几年, 科举上头都能有名次了, 几乎的唇上下抖动, 得意散去, 变成崩溃, 只能含恨地看向不远处, 云淡风轻的崔韵, 我, 我不想, 后背被公亲王狠狠一拍, 他险些吐出血来, 公亲王, 不, 你可太想了, 第299章, 你有那无处安放的美貌, 故为储君, 有监国之责, 就算得罪了皇叔, 有的话也不得不说, 并非孤贬低激货, 这些年, 他除了闯祸还会什么, 让他前去, 只会误人子弟, 激货被催运算计的, 本就心生厌烦, 偏偏激坠还自诩不凡, 像直讨人闲的苍蝇般, 嗡嗡地吵个不停, 激货就不明白了, 激坠能站在这里, 无非是投了的好胎, 皇子里头, 若个个都不曾出事, 一并接受同等的教学, 在那里头, 他可算不得拔剑, 而, 激坠凭什么瞧不起他, 激货钻入死胡同, 突然叫起了劲, 他眼眸一转, 闪着金光, 我承认, 刚那的小妾, 没舍得让给太子堂兄, 的确不应该, 可一个女娘罢了, 堂兄何至于如此记仇, 他表示很无奈, 可那小妾觉得我郡, 也会疼人, 自个儿点头非要跟我, 这种你亲我愿的事, 太子您也抢求不来, 一个抢求, 不得不让人深思, 这三言两语透露的消息太多, 足以让在场的人齐齐兮气, 激坠傻眼, 皇后更觉脸上无光, 险些湿了一态, 宫亲王一拍桌子, 震得上头茶盏里的水, 肆意剧烈晃动, 跟着溅了出来, 树子, 你休要污蔑, 激货毫不畏惧, 只见他起身出席, 在诸多目光下, 在鹤帝面前直挺挺跪下, 黄伯伯, 我可不敢当着您的面耍心眼, 随意污蔑, 你若不信, 大可回去后查上一查, 他甚至装模作样地给鸡坠求情, 不过, 也不能怪太子, 我那小妾身骄体软, 又唱到了能苏人骨头的江南小曲, 的确是不可多得美娇娘, 赫帝目光犀利看向鸡坠, 鸡坠哪儿还有先前的义正言辞, 当即白着脸跟着跪下, 父皇, 那一个小妾, 诚然不算什么大事, 可鸡坠是太子, 先有宣家女娘, 早已让人引发公愤, 又有乐家公主一事, 好不容易才将丑事眼下, 如今, 又是不知哪儿冒出来的小妾, 御史台的人对鸡坠失望透顶, 很快, 书御史颤抖着手, 储君宁, 怎可如此好色, 好色也就罢了, 偏偏被半点不怕是大打激祸抓了错出来, 德行实在有亏, 为了顾及皇室颜面, 书御史到底不曾宣于口, 而是闭了闭言, 缓解情绪后, 朝贺帝行了个大礼, 沉身子不适, 望陛下荣臣先行离去, 御史台的人也纷纷站了起来, 望陛下荣臣等先行离去, 贺帝眼前一黑, 却只能白白手答应了, 就在这时, 兵士战战兢兢地上烤好的肉, 沈话总算发出愉悦的欢呼声, 女娘早就饿了, 崔荣见气氛紧张, 而沈话吃得很香, 不免惊愕, 你还吃得下, 女娘嘴塞得鼓鼓嚷嚷的, 说话很是费力, 她支支吾吾含糊不清, 但我, 饿了呀, 国子剑的事, 是官员的事, 击坠的事一同她不相关, 这勾火焰本就是吃支肉的, 若非如此, 沈话才不愿意来, 她的盘子被人取走, 女娘咬着肉的动作停了下来, 慢吞吞地看向手的主人, 崔荣将肉切小, 她的动作不急不缓, 却很是赏心悦目, 最后又将盘子送过去, 正好方便沈话一嘴一个, 沈话, 你, 崔荣轻轻一瞥, 思来想去, 小思做的, 我大抵也是能做的, 沈话眼眸微微一颤, 她连忙喝了口酒压压惊, 刚要说话, 就听崔荣不合十一的出声, 沈姐姐, 四皇子怎么又在看你, 我盯她很久了, 崔荣很不高兴, 她是看上你的脸了, 还是看上你的钱了, 我答应了吗, 二叔答应了吗, 沈话文言正要说什么, 就听崔荣冷淡又危险地笑了笑, 沈话刚到嘴边的话, 又咽了下去, 成了一句, 我想了想, 她没准也想吃肉, 是吗, 我还以为沈娘子是会说, 她一顿, 凉淡似笑, 不意外, 毕竟你有那无处安放的美貌, 沈话, 的确是她想说的词, 可从崔荣嘴里, 不含任何情绪地说出来, 裹着一股凉嗖嗖的寒风, 有些怪异, 沈娘子怎么不出声了, 沈话迟疑, 说得很不错, 那我夸夸你, 不知为何, 沈话在吃吃肉时, 总觉得比先前的香, 魏蕾得到满足后, 女娘舒坦, 俯一抬头, 不由一正, 她一顺不顺地看着, 乐家茶掘落在身上的一道强烈, 却不夹杂恶意的目光, 她对上女娘的视线, 沈话矜持地抬起手册的茶盏, 对着乐家进了镜, 乐家惶恐, 自来大齐后, 她收到的大多都是鄙夷和轻视, 她连忙捧起酒盏, 回敬, 沈话很快收回视线, 继续吃着肉, 眼神深沉, 却不知在想什么, 很快, 她又看过去, 女娘又敬了一杯, 乐家继续回敬, 继续吃肉, 然后又看过去, 不等沈话举杯, 乐家眉眼弯弯就进了过来, 崔玉, 谢徐, 经验让他们总觉得不安, 而这边, 鸡获正下保证, 黄伯伯, 监督一事, 我必须办得漂漂亮亮的, 给您长脸, 堂兄膝下的皇长孙, 曾将莫夫子气地得病, 我定然也会把他教训得服服贴贴, 贺帝也彻底没了胃口, 老四, 这是你怎么看, 被点了名的鸡旺, 这才上前, 儿臣觉得可疑是, 阿霍是皇叔的血脉, 日后地撑起宫亲王府门眉, 继续不学无术, 如何能成才, 然, 皇兄所言也无措, 不如先世上一月瞧瞧, 若实在不行, 父皇大可撤去其职, 他说一句话, 鸡坠的脸色就差一分, 嗯, 依你所言, 贺帝最好面子, 没看地上的鸡坠一眼, 离席, 激活很是气人的, 对着贺帝离去的背影, 恭恭敬敬地磕了个头, 谢皇伯报, 贺帝回了营帐, 发了好大一通火, 他摔了茶盏, 怒意燃烧, 一个不起眼的监督之职, 也就他揪着不放, 这些年, 他给鸡坠收拾的烂摊子也不少了, 因公公忙安抚, 殿下无非是太有担当了, 生怕国子剑会有不好, 贺帝还能不知鸡坠的用意, 无非是这些时日, 刺刺碰壁元气大伤, 故想出头来彰显他的能耐, 第三百章, 你的脸怎这般红, 那也得从不出错, 不让人抓着把柄, 才会让人信服, 他如此不给公亲王府的脸面, 怎能怪机或给他抖了出来, 贺帝眸中冰冷, 他还总是怨朕更疼爱老四, 朕倒是想高看他, 他给朕机会了吗, 御史台的人, 只怕是又要联名上疏散他了, 殷公公将头压到最低, 身子也攻了起来, 皇上息怒, 这次狩猎是殿下拔得头筹, 贺帝闻言却是冷冷一笑, 若谢寻上心, 有他什么事, 此事是值得拿出来说嘴吗, 说着他努力平息情绪, 陈卓脸翻开名册, 视线往下落, 又停留在最后一页, 鸡河, 数量零, 鸡藤, 数量零, 都是一群丢人现眼的东西, 篝火焰随着天子离去, 很快陷入了僵局, 这场宴也跟着散场, 满座的席位, 很快只留下几个人, 激活, 角落里的鸡河总算忍着笑出声, 你当真要去果子剑, 激活从地上爬起来, 他也没隐瞒, 原本我是一万个不愿, 凭着我的本事要不了几天, 也能将果子剑闹得乌烟瘴气, 自然能让黄伯伯收回成命, 可偏偏, 鸡坠死命地撞上来给他寻晦气, 激活放狠话, 我呢, 一定和黄太孙磕到底, 我搞不了鸡坠, 就搞他八岁的儿子, 八岁, 谢寻起身, 索性走到对面, 搬来隔壁空着的暗桌, 一并拼在杨陵侯府席位上, 很快, 他又取来椅子, 招呼谢一宁坐下, 激活准备算账, 他气势冲冲过来, 崔韵见状, 却是波澜不惊, 狮子不该谢我吗? 我谢你心号锦号百分号, 心号, 锦号, 他骂得很脏, 谢寻听的头疼, 激活, 与你而言, 这是好事, 四皇子是才所言不无道理, 你父亲总会年迈, 你还指望, 他能护你多久, 激活很快泄了气, 护吗? 他其实并不懂公亲王, 他甚至没法同外人道, 是他父王故意把他养废的, 模糊的记忆里, 谁准许你偷偷看书的? 臭小子, 在描摹谁的字天? 霍哥儿不过六岁, 正是贪玩的年纪, 阿爹带你去放纸鸳? 可就是这么一个人, 在他彻底变化仰歪之前, 又将他从赌方里揪出来, 手腕簇的藤条不由分说地落在他身上, 那是你能沾的? 那种地儿是能吃人的? 多少赌徒债台高筑, 最后妻离子散, 家破人亡, 还去不去了? 去不去了? 谢勋见他安静了, 把人拉着坐下, 又对崔运随意道, 他这人毛病多, 可人还是不错的, 崔运垂眸给谢勋针了斩酒, 情绪速淡倒, 他这我的夫人, 神话险些腔道, 连忙喝了一口酒压惊, 谢勋困惑, 他去看积祸, 可是真的, 积祸不甘不愿点头, 谢勋继续疑惑, 你何时有的夫人, 快了, 积祸, 不要脸, 谢勋也不再问, 左右是崔运的私事, 他的心思只在沈化身上, 那行, 回头记得请我喝杯洗酒, 他转头, 沈娘子, 沈化手一抖, 谢, 谢柿子, 你的脸怎这般红? 沈化茫然, 有吗? 沈化掏出小镜子, 凑近了看, 镜子里的女娘面颊晕粉, 她茫然, 可我不热呀, 可为什么, 她的耳根也开始发烫, 这边说着话, 很快, 又有人搬着暗桌拼上来, 姬河抱怨, 好好的勾火焰, 疏欲使踢什么莫夫子, 闹了这么久, 还没来得及吃上一口热乎的, 不过人走光了也好, 他多看鸡坠一眼, 就隔音, 姬河转身去看身后, 跟着我坐肾, 还不会应仗, 很快, 传来轻慢的脚步声, 乐家走进姬河, 他眼睛不敢随意看, 就低着头看地, 用别角的口音那那道, 我不走, 他讨好道, 老七, 行不行, 老七, 谁让你这么叫我了, 父皇是这, 这么叫的, 你又不是我长辈, 不准叫, 乐家小声抱怨, 你们这里规矩好多, 姬河觉得乐家推烦人了, 可转念一想, 前几日乐家一直躲在营帐内, 生怕撞上了鸡坠, 其实, 也怪可怜的, 道嘴驱赶的言辞, 莫名地成了一句, 要做自己去搬椅子, 哎, 乐家清楚姬河并不待见他, 当即很有眼色地, 找了离姬河最远的位置坐下, 姬河的脸更黑了, 乐家见此, 不知又怎么得罪他了, 当即愁眉苦脸, 喊他明白, 被府上的叫袭摩摩斥责, 没有规矩, 换他郎君, 姬河气得结结巴巴, 又不让, 他实在不知道该叫他什么了, 就在这时, 他见省化吃完了果盘的水果后, 速手捧着小脸, 眼尾翘起一点, 趾高气扬, 喂, 我还要, 也不知再叫谁, 可崔韵起身, 谢寻起身, 姬河也起身, 姬河一把拉住姬河, 神仙打架, 你凑什么热闹, 姬河, 我这该死的胜负欲在作祟, 看着他们动了, 总觉得自己不能输, 很快, 两人回来, 谢寻将水果送到省化面前, 细细叮嘱, 少些吃, 此物凉, 可别闹了肚子, 那一盘水果, 沈华压根没碰着, 就被崔韵很有礼貌地推了回去, 谢世子照顾谢娘子即可, 沈华这边, 着实用不着你费心, 谢寻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好, 乐家看明白了, 下回他就叫鸡和味, 沈华亮晶晶地看着他, 你真好看, 乐家很谦虚, 没有没有, 你才好看, 是我见过最好看的女娘, 俗人沈华伸出食指和大拇指搓了搓, 告诉他, 其实还差那么一点, 没听懂, 女娘很是友善地分了崔荣盘子里一半酒肉给他, 崔荣, 你高尚, 你怎么不用自己盘子里的, 女娘无视她的忧怨, 她还不忘同乐家碰了个杯, 最后袒露目的, 你的头发怎么是卷的, 我还是头一次见, 沈华摸了摸自己柔软的发, 哦, 她也要, 我生来如此, 沈华奄奄找到了答案, 她呼吸一致, 指尖抬起那么一寸, 用不确定的语气再问, 那我, 还得重新投个胎,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